作官童 15 第一章 作官童子 我生于湘西边缘 一个叫做南山凹的山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山里的人有些一辈子都没去过外面 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日子 而且在这偏僻的山村里 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禁忌习俗 有些甚至让人匪夷所思 十岁那年爷爷突然过世 我记得他死时 一双鱼杜白斑的眼睛睁得老大 无神地看着前方 微米的嘴大开 似乎想要叫出声来 干枯的双手死死抓着老旧的床单 整个人呈静轮壮 似乎在死前看见什么恐怖的事情 山野之人多迷信 这死后不明目 不是啥好兆头 这要是让村里那些长蛇腹小的 不知又得听多少闲言碎语 父亲知晓这点 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睁开的双眼闭上 最后不知听了谁的主意 竟拿出家里的绣花针 一针一针将双眼缝合 躲在门外的我 看见乌黑的血染红针线 满是于尾纹的眼角 躺出一行黑血 黑血顺着脸颊流淌 将他整张脸染成黑红色 加上他死前的 渗人的表情 吓得我躲在门外 瑟瑟发抖 爷爷在家停灵三天 在这三天里 我脑袋里满是 爷爷最后那张被血染成黑红色的脸 每当我经过棺材 看着那张黑白色的老人照时 都不住吓出 一身冷汗 所以在这三天里 我尽量不去灵堂 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 但有一件事 是我怎么也逃避不了的 那就是做官 这做官说的是 人死上山时 需要有人坐在棺材上 用来镇压闹事的主 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坐 要找命理邪护的人才有效果 那时我年纪小 身体还不足以坐在棺材上 所以只能整个人 趴着抓住棺材 随着主事的一声吆喝 索辣鞭炮齐鸣 八仙齐喝 开始抬棺出殡 我坐着的棺材 见棺材慢慢地抬起 心里很是紧张 以前看村中其他人坐 当时还觉得好玩 但当自己坐上去时 才明白其中苦楚 因为棺材是百木黑漆制成 由于是刚坐出不久 刚趴在棺材上 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 这味道是黑漆混合尸体 骨臭混合而成 熏得我只想作呕 加之山路难行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 基本全是上坡 棺材也呈倾斜状 这就导致我必须更加用力报警 几乎整个脸贴着棺材板 发现抬着的棺材摇摇晃晃 生怕自己掉下来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趴在棺材上的我 脑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 爷爷死前那满是鲜血的脸 这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趴在棺材上 而是正趴在爷爷的尸体上 自己的脸正对着爷爷那张满是鲜血的脸 吓得我一路精神恍惚 路上摇摇晃晃 趴在棺材上的我 身体抖得如赛康似的 好在一路虽然摇晃 但没有啥事发生 路脏 祭祠 打褂 填土 一系列全完成时 差多已经是正义 太阳当头罩着 晒得让人头顶欲裂 回去的时候 父亲走在前面 我跟在身后 我们是按照原路返回的 我一边走 一边嚷嚷着 爷爷 回家了 爷爷回家了 这在我们称为喊魂 其寓意就是为了让过世的老人 记得回家的路 爷爷是埋在村子对门的山上 所以回去的时候 是走山路回去 这山路因常年被村民砍柴 所以也不难走 但这条路两旁 都是歇一人粗的大树 树冠密密麻麻的延伸 将这条路遮得严严实实 即使在这太阳当空下 这山路上也显得很暗 刚走进去让我整个人都感到凉馊馊的 走在路上的我 一边喊着 一边看着两旁的树 突然一阵山风吹过 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而且在这山风吹过的时候 我似乎听见若有若无的呼喊声 摇娃子帮我把眼睛弄开 我看不见路了 这声音夹杂在山风里 断断续续 似有似无 有时似乎在耳边 有时却觉得在身后 这突然的声音让我整个人一愣 抬头环顾四周 却发现四周光线太过暗淡 并看不见什么 摇娃子 干什么 为什么不喊了 父亲回过头 看我突然停下不叫 以为是快到村里 我小孩子心性使然 怕被别家小孩笑话 颠 你有没听得 好像有人在叫我 我看着眼前的父亲 小脸有些不自然地说着 父亲听我这么说 满是疲惫的脸 先是一愣 随后拍了拍 我得头 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阁老子的 别整天神经兮兮 都快到屋里 别整幺蛾子 这哪里有人在喊你 被父亲这一巴掌 拍得有些猛 随后再听 并没有再听见什么 这让我自己都认为 是出现幻听 所以也没在意 继续向家里走着 我依旧边走边叫魂 不过此时 我似乎觉得自己身后 跟着个人 但我好几次 突然回头 却什么都没看见 虽然没看见人 但我却突然觉得自己很累很累 全身的力气 似乎一下子被抽空了般 一路神经兮兮 左顾右盼 回到家里身体 已经疲惫不堪 母亲早早变了回家 已经弄了些剩饭剩菜 等着我们回去 见我们回来 便对我说 姚娃子 回来了 快吃点饭 此时我哪里 还有心情吃饭 直接回了句不饿 就跑进房内睡觉 家里是红砖黑瓦房 只有两间正房 和一个堂屋 父母住一间 我和爷爷一起睡一间 躺在床上的我 觉得很累很累 整个人流着 不符合场里的冷汗 诡异的是 在这大热天 我竟觉得冷 即使我盖上了两床棉被 躺在床上 看着黑漆漆的房子 想起回来时 那突然而来的话 姚娃子 帮我把眼睛弄开 我看不见露露 眼睛 眼睛 我口中不住嘀咕着 突然我浑身一颤 整个人 就像被电击了一般 大脑一片空白 眼睛 被针缝上的眼睛 我突然想到 爷爷那被缝的眼睛 而且还是 在这房子里 被缝的眼睛 满是鲜血的脸 惊恐万壮的表情 爷爷死前的那一幕 再次出现在我脑海 这画面越想越可怕 越想越真实 以至于 最后我似乎觉得 爷爷的那张脸 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猛然将头塞进被子里 闭上眼睛不敢 再去看爷爷死时的方向 嘴上不住嘟囔着 爷爷 别找我 别找我 乌在被窝里的我 因呼吸不顺畅而大头喘着粗气 脑子也因缺氧而模糊起来 最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 是被母亲叫醒 她看着乌在被窝里的我 第一反应就是我发烧了 连忙上前用手摸我额头 不过随后她又说 这娃子又没病 怎么会出这么多汗 我这反常引起母亲的注意 她连忙问我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将回家时的事和她一说 她听完脸刷的一下子就白了 赶忙看向爷爷死前贪失的方向 随后她对我说 姚娃子 你在这里 我去请刘先生来 刘先生是我们这里的阴阳先生 平时给别人看着墓穴 做做法是 在没事的时候就下田干活 在我们这里也算得上小有名气 我也见过他几次 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一般没事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讲故事 当刘先生来到我家后 看见我的第一眼 只见他那平时和蔼的面孔 顿时一变 赶忙走到我面前 朝着四周喊了一声 你个被使老不死滴 自己的孙子都害 我怕你是老糊涂了 他这突然一喊 吓得我一哆嗦 连忙顺着他刚喊的方向看去 那正是爷爷死时的方向 母亲也被刘先生这举动给下着于是盲问 刘叔 啥子是吗 刘先生叹了口气 然后沉吟许久 这才开口说 你家摇娃子可能被九疯子给找上 九疯子是村里人对爷爷的称呼 母亲当然也知道 他听这么一说 便有些手足无措 只得连忙恳求 刘叔 你得救救姚娃子 救救他 刘老头并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说了句 点灯的时候 我和姚娃子去看看 去问问九疯子 是不是真的失了人性 连自己孙子都害 坐观瞳 15 第二章 因人过道 活人阵观 点灯 就是在新坟墓堆好后 死者子嗣 必须在当天晚上 带着纸钱和香油灯到坟 上去烧化点燃 在我们那有个说法 其意思 就是人死后的三天里 魂魄并没有消散 点灯则是为了 给死者送火光安怀死者 表示后人并没有忘记他 在夕阳落沉入大山时 我和刘先生 一步步走向爷爷的坟头 当再次经过那条山路时 我拉着刘先生的手说 刘先生 我就是在这里听到的 不过后来 我再次去听的时候 却没有了 刘先生听完 眯着眼打亮着 四周一人粗的树 然后看了我一眼说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里的树 有些年头 其中不乏那种 特别老的树 加上这里 常年不见天日 所以里面的阴气 特别重 所以发生一些 稀奇古怪的事 倒也正常 只不过那九疯子 居然要来 锁你的命 这是我想不到的 此时已经是 西阳西下 茂密的树枝 将这里给遮住 这里面一片昏暗 听刘先生这么说 我似懂非懂的 点点头 然后看向树林深处 只不过这一眼 和回去时一样 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不过此时的树林 在透过树叶间隙的 落日余晖下 变得光怪陆离 看到我有些害怕 所以自己也无意识地 更加靠近刘先生 刘先生也许看出 我心中害怕 摸了摸我的头 对我笑了笑 这笑容似乎有种 巨大的魔力 让我心中 让我心中安稳不少 让我心中安稳不少 爷爷埋在于 这路不远的地方 那是一个山凹凹 算是个罕见平地 一路走过树林 跟随在刘先生后面的我 想要再说些什么时 走在前面的他 突然停下脚步 我却没注意 直接撞了个大满怀 哀呦地叫了一声 看着他停下脚步 我有些不解地问 刘先生为啥不走了 他没有回答我 而是抬眼看向前方 顺着他目光望去 我心突然咯噔一跳 冷汗如铺般地 从脸颊流下来 老人下葬后 陪葬的东西一般 都会放在坟地 比如花圈 台关绳 还有台关墓等等 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 是要等武器过后 一同烧毁 如果提前烧毁 是对死者大不利 就在我看顺着 刘老头目光看去时 只见爷爷坟头哪里 一片通红 熊熊燃烧的火光 将那处山凹凹应照 时不时还传来 噼里啪啦 竹子爆裂的响声 空气中 也不时飘过燃后的草灰 这是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这不是和我家过不去吗 这是第一个 无限在我脑中的念头 随后就是一阵后怕 嘴唇也哆嗦起来 话语不清地问 刘老头 现在怎么办 刘老头看着燃烧的火焰 回头对我说了一声 走 去看看 我啊 一声 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被他拉着 往爷爷坟头跑去 一边跑刘老头 还一边语气凝重地说 真不知道姚老头 生前得罪了谁 死后 竟然这样报复他 气喘吁吁地跑到爷爷坟头 燃烧的火浪 让我们靠近不得 我和刘老头站在外围看着 脸不住地黑了下来 坟头已经被火包围 而且爷爷的坟头 居然被人挖开 在红色火焰的照耀之下 露出爷爷爷那幅 黑漆大棺材 我手足无措地 站在火焰的外围 只能眼睁睁看着熊熊烈火燃烧 好在坟头周围的甘草树木 在修新屋 挖坟的时候已经处理 所以烧的也只是些花圈之类的 这火是燃烧了 近时来 分钟终于熄灭 一阵山风吹来 带着烧后的草灰 混合木头的烟味 呛得我直咳嗽 踩着燃后的黑灰 走到爷爷棺材前 棺材没有被烧伤一点 还是今天上山时的样子 只不过在棺材盖上 覆盖这一层黑灰 看着眼前这情况 我有些慌张地问 刘老头怎么办 现在还要不要点灯 刘老头看了看四周 随后说了句 点 为什么不点 点灯 点的是香油灯 从袋子里拿出灯盏 倒入香油 放入灯芯 那时打火机 这高端的东西 还没传至 这偏僻的山村 村里用的点火东西 还是那种 一盒一盒的火柴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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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柴滑动的声音 回荡在这寂静的坟前 但不知是火柴回潮 还是太久失效 我连续滑了好几根 都没有将火点燃 这急的我 额头冷汗直冒 正当我 还想继续滑的时候 一旁的刘老头 再也看不下去 对我骂了句 你是不是傻 一旁不是有火星 你非得划是不是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连忙拿着火柴 放在一旁的火星上 吃哭声响 一团小小的火焰升起 我小心翼翼地 将它点在心上 等终于点燃 我也长长地出了口气 不过就在此时 不知从哪里 刮来一阵山峰 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一旁的香油灯 也被吹得不停摇晃 我赶忙上前 用双手挡住风 嘴里嘟囔着 还好 还好 可我话还没说完 我整个人 就愣在当场 眼睛睁得老大 嘴也哆嗦起来 大声地惊叫一声 这声惊叫 将在周围转悠的 刘老头吸引 他先是无奈地 对我说了句 又干啥呢 不过当他看见我这边后 整个人也愣住了 随后他火急火燎地 跑到我跟前 一把将我拉开 表情严肃地看着 眼前诡异的场面 只见原本明晃的油灯 已然变化 从浑黄色变成 鬼火般的暗绿色 这暗绿色 随着山峰的 无助摆动着 如黑暗中的幽灵 在跳动 暗绿的光很暗 照不清太多的地方 但唯独将爷爷的棺材笼罩 为那幅黑七大棺材 染上一抹绿色和诡异 咳咳咳咳咳咳 最可怕的是 棺材内还发出 让人哑哑的声响 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 格外刺耳 刘老头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棺材里 似乎有东西在想 我指着棺材 一脸惊恐地说着 整个人也不自觉地 退了好几步 不过由于坟是刚挖的 地上洒满粘稠的泥土 我还没退几步 就被绊倒一屁股坐在地上 绿色的灯光 本来就让刘老头脸色大变 随后传来的声响 更是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他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 快速地对我说 摇娃子 快快 快坐到棺材上去 他这话 坚决且带着毋庸置疑 坐在地上的我 听他这么说 小脸顿时背下的惨白 头摇的 像个波浪鼓似的 此时我只有一种 赶快离开这里的冲动 他竟然 还想让我坐上去 那何让我去死 有啥两样 我这反应气得 刘老头直跺脚 接着他走了过来 二话没说朝着我后脑勺 就是一巴掌道 快点坐上去 晚了咱俩都得 死 这声死 他拉得很长很长 声音都有些嘶哑 听到我耳中身体不由一哆嗦 身体也战战兢兢地 抖动起来 我到底该不该信他 我要不要坐上去 这不是我当时所考虑的 因为没等我做出选择 刘老头就替我选择 他一把将我从地上抱起 然后快速走到 爷爷破开的坟前 将我放在棺材板上 棺材板上有着一层黑灰 当我坐上去 不知是黑灰温度还未消散 还是其他使然 只感觉自己屁股像火烧一般 烫得我想跳起来 不过却被刘老头死死压住肩膀 然后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语气 对我说 记住 等下不管发生了啥 你都不要下来 否则咱俩都得死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 也许是害怕 也许是被他的话语感染 听他说完 只是重重地点点头 刘老头看我这样 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 然后对我说 相信我 没事的 说完他从自己的口袋中 拿出一副刮来 这挂是两片月牙状的木头 削成长约三寸 四竹笋 看颜色似乎有点绵分 这东西当两片合在一起 形状和羊角尖差不多 这东西在我这边叫脚杯 一般用来打挂 所谓打挂就是问出所测事情 然后将两片脚杯抛出 看落地的挂像 由于只有两片挂片 所以挂像也只有三种 鹰挂 羊挂和圣挂 不过此时 刘老头手中的挂似乎 和其他的有些不同 而且用法也不一样 只见他将挂片 放在棺材的两头 然后口中大喝一声 阴人过道 活人正观 作官童 15 第三章 声声我唱不尽 人间苦 他这声音响亮且重吓 听在我耳中 似乎还带着一丝威严 在他说完后 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气质完全变化 双目炯炯有神 腰杆挺的笔直 稀疏的银白短发 被山峰吹动 哪里还有半点 刚刚的样子 这变化 看在我眼中 心里不足激动 整张脸也因激动 变得红通通 滚热发烫 想着我如果有一天 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接着他将中指放入 嘴中用力一摇 鲜血顺着手指 流出剑落在地上 一滴 两滴 三滴 血越流越多 刺鼻的血腥 也充斥在这狭窄的坟前 不知是不是 自己的错觉 当鲜血落至地上后 我感觉里面 咯吱咯吱的声音 更加急促 甚至还能隐隐听见 里面有不一样的声音 这让坐在棺材上的我 吓得根本不敢动 只得用求救的眼神 看向刘先生 但刘先生 全然不顾 甚至我都怀疑 他没看见 只见他一边 绕着棺材走着 嘴中一边念叨 他这声音 很是急促 让我听不清 念的是什么 只不过 当他这如佛陀 诵经般的声音 出现在空旷的山凹时 竟让我不安定的心 吻了许多 随着他的走动 我得目光 也随着移动 一圈 两圈 三圈 当刘先生 足足绕了九圈后 才只住手指流出鲜血 停在棺材前 捡起棺材两头的脚背 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姚娃子 咱俩现在能不能 活就全靠你了 说完他将羊角挂地给我 其意思是让我来打挂 这打挂我曾见别人打过 在那些讲故事老头口中 也有些知晓一些 传说打挂时必须心无杂念 将挂高举至眉心 然后两手一松丢在地上 看其抚养之行 一定极凶 一般的事情只需一挂 遇见重大的事情时 则需三挂 当然这些 也是我后来知道的 三种挂象为 圣挂 阴挂 阳挂 在不同的时候 代表不同含义 看着他那张 失血过多苍白的吓人的脸 问 刘先生 你想要什么挂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艰难睁开眼 面带一种听天由命的神色说 阴挂 四点就阳挂 阴挂是脚杯 都是背面 阳挂相反 正反两面 都有则是圣挂 不过一般打挂 所求之挂 都为圣挂 为什么这里 刘先生要阴挂呢 这问题我没有说出来 而是将挂放在眉心处 心里不住念叨着 一定是阴挂 一定是阴挂 放在眉心 起码有两分钟 当紧握脚杯的手 全是汗水石 才咬牙落下 哼 哼 脚杯落在光盖上 犹如落在我心头一般 每发出一声 心都狠狠地抽动一下 我不敢去看挂相 只是用期盼的目光 看向刘先生 只见随着 砰砰声音停止 刘先生苍白的脸色 突然一变 整个人都后退好几步 看他这样子 我整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暗叫一声不好 心想不会这么背吧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当我趁着昏暗的光 低头看向光盖 只见光盖上两片脚杯 此时一阵一反地 交叉在一起 圣挂 真的是圣挂 这果真应了一句话 天不遂人愿 不想来什么 他就出什么 难道老天都和我们过不去 我不知道此时 这圣挂代表着什么 只得看着后退的 刘先生问 刘先生 现在怎么办 刘先生常常吸了口气 表情严肃地对我说 怎么办 现在还能怎么办 有人在算计你家 这人我惹不起 此事恐怕我 他没有说完 但他一直后退的身体 告诉我 他想不管这事 他想临阵脱逃 刘大仙 你可不能不管了 如果你走了我家怎么办 我见他这样 心里的慌张 就别提 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哭腔 此时如果他真的跑了 那我何等死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事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得征求你父母的同意 刘先生盯着坐在棺材上哀求的我 沉默半想开口说 我一听他有主意 就连忙问是什么 他支支吾吾吐吐出两个字 火花 在农村 人死之后 讲究入土为安 这是对王者一种尊重 按照传统习俗 都是埋在地下 这样死人 才会感到安慰 而火葬在他们看来 是一种灰飞烟灭的方式 认为是做了坏事 或者是做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 一种惩罚 这观念在我们边远山村更为厉害 当听到火花二字时 我也犹豫起来 毕竟我还是个孩子 虽然今天见识很多怪异的事 但这埋的始终是我爷爷 我打心里是不支持火花 一边是自己的小命 一边是火花 在这两者间 我犹豫不决 也许你们可能会感到好笑 毕竟在自己的小命面前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但你没有处在那环境 你是不知道其选择的难度 刘先生见我犹豫不决 也知晓其中道道 于是对我说 这事还是回去问你父亲 不过先的让你下来 说着他再次咬破 止住鲜血的中指 在爷爷的棺材板上一通乱画 然后再将脚杯放在棺盖两头原位 这才让点头示意我下来 早就不想做官的我 哪里想坐再半秒 直接一屁股跳下来 然后回头顺口说了句 坐在上面简直和火烧屁股差不多 我这话刚说完 身后的刘先生一把抓住 还未站稳的我问 你说啥 什么和火烧差不多 被他拉得一个猎切哀 又一声摔在地上 这让我很是不爽 想要质问 但当我看着他那苍白的脸时 满腔怒火消失殆尽 拍去身上的泥土 从地上站起来 将刚才棺材里的动静 和怪事和他一说 他听完头一拍大腿 对我说 快赶快回去 今晚就得烧 否则大事不好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当再次路过那段山路时 身后再出现一种被人跟着的感觉 这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 直至最后 我几乎都快赶 受到背后就有人 最恐怖的是 我白天听见的声音再次响起 摇娃子帮我把眼睛打开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声音不断响起在我耳中 在我脑海翻起滔天巨浪 吓得我赶忙拉了拉 走在前面的刘先生 想告诉他身后 似乎有人跟着 不过我刚拉他 只听他对我说 一直走 别回头 回头就得死 他这突然的说话 将我吓一跳 人也本能地像要回头看去 只不过头刚扭 就被刘先生 一把拉了回来喝斥说 你想死啊 此时的我 已经被吓得口齿不轻 只能哆哆嗦嗦地说 刘先生 我似乎感觉他就在我身后 没事 相信我只要别回头就没事 面对这情况 我也只有相信他 我们两个走在漆黑的山路上 只能听见彼此之间急促地呼吸 和踩在地面枯叶 沙沙作响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更不知是谁在算计我家 我只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每天 醉生梦死的爷爷有关 当走过那条路时 汗水已经打湿我整个后背 我和刘先生长叹口气 我想要问刚刚跟着的是不是爷爷 不过话刚到嘴边就被刘先生用眼神给止住 我家住在村委 走出那条路后 回家也就几分钟的事 我快速地走向家中 只想快点回到家 感觉此时只有家才是最安全的 不过当我走到家门口时 我心猛然一紧 人也莫名地慌起来 因为我看见在自家门口围着许多人 他们围在门前还不时指指点点地说着发出一声惊疑 看着那些人 我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此时我哪里还管得那么多 直接从人群中推出一条路 走近一看 只感觉头脑一昏 心也猛然下沉 沉得我无法呼吸 只见在堂屋里有两个人 一个正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另外一个则是打着一把大红伞 轻摇漫步如戏子般地走着 爹 娘 我急忙冲到倒下的父亲面前 用颤颤巍巍的手探着鼻息 还好父亲还有呼吸 看来只是昏迷过去 不过就在我探父亲的鼻息时 身后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吓得我脖子一锁回头一看 这一看直接将我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面退去 只见拍我肩膀的正是我母亲 此时她正闭着眼睛 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最可怕的是她此时嘴中唱出一句 陌生而又熟悉地吊吊 手拿碟儿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哭 先生老总听开怀 这吊吊是我死去爷爷最喜欢哼的吊吊 而且此时从母亲嘴里唱出来的声音 和我那死去爷爷的声音一模一样 坐观瞳 15 第四章 鬼唱戏 煤油灯呼闪呼闪 映照着不足寸尺的光亮 光亮的周围静得出奇 这种静如死一般 只能听到彼此粗重的喘息 我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看着母亲 此时她在昏暗煤油灯下 成为众人眼中唯一的主角 手拿碟儿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哭 先生老总听开怀 她不断重复着这一段 一边唱着 一边舞动手中的大红伞 那身影有种别样的美 但这别样的美却有些诡异 因为她的声音不属于自己 而是那个已经死去的爷爷 死静只是一瞬 等死静过后 围观的人全都乱哄哄如炸锅般 纷纷向着后面退去 他们一边退一边大声嚷嚷 各种声音都有 不过我听的最多的是鬼上身 鬼上身 在我们这边并不少见 不过多数是孤魂野鬼 上身讨要钱财 这些你只要给足东西 她自然会离去 但此时是爷爷附身母亲的身 她到底想要什么 想干什么 无人知晓 我呆呆地坐在地上 脑袋如江湖一般 根本没有一点思考的能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 身体本能地往后退着 一直退到墙角 才停下 一举重了 母亲转过头 扔掉手中的大红伞 缓步走到我面前 咧嘴露出 那抹怪异的微笑 对我说 摇娃子帮我弄开眼睛 我看不见路了 由于我推到墙角 此时的我 可以说是无路可退 面对这位附身的母亲 心中只有恐惧和不解 面对她的邀请 我拼了命地摇头 将头甩得像个波浪鼓般 嘿嘿 摇娃子 帮我弄开眼睛 爷爷好疼啊 爷爷见我这样 嘴角怪异的微笑 瞬间变成冷笑 这冷笑在我眼中带着残忍 带着冷血 突然伸出双手 掐在我脖子上 铁钳般冰冷的手 掐在我脖隔 我奋力反抗 但反抗在母亲面前 显得多余 咳咳 呼吸的不畅 让我不停干咳着 见反抗没忘的我 只得向那些围观的村民 求救 救救救命 这声音断断续续 几乎用尽我 全部弃力 但那些人 无疑上前 全都用看热闹的眼神 看着我 见他们如此 我彻底感受到绝望 命见如狗 真的在此时 我终于体会到 这一句话的含义 只不过讽刺的是 这话是爷爷 生前对我讲的 也是第一次 让我感受到 这话含义的人 就在我绝望之时 刘老头发开人群 走到人群最前面 看着被掐的我 眉头一皱 似乎在思索什么 见刘老头出现 我如同大赦 忙向他求救 只不过此时 我已经发出声音 只能啊 啊 啊 的叫唤着 姚宝志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不成你连自己的孙子都要害 难不成你真的失了人性 姚宝志 是我爷爷的名字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听见这名字 一般的人只是叫他九疯子 或者九颠子 母亲听有人叫他名字 缓慢地转过头去 看向刘老头 在他转头的时候 我甚至都能听见了 落 落 骨头转头发出的 清响 刘德玄 我家的事你最好少管 否则别怪我 不客气 母亲用沙哑的声音说着 话语中带着一种狠利 听在我耳中 让我心头一跳 我从未听过这种语气 特别是在爷爷的身上 以前的他 只是个每天喝醉后 就做门大骂的疯老头 哪里有这种语气 你都已经是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祸害自己家人 难不成你 真想姚家段子绝孙 你如果有什么愿望 你对我说 我刘德玄一定替你办成 刘老头好言相劝着 身体却慢慢地 向我这边走来 母亲听了这话 我明显感觉 他身体一阵 掐着我脖子手的力气 小了许多 让我有了踹气的空隙 愿望愿望 母亲喃喃自语地说着 就在此时 本来慢慢走着的刘老头 快步冲到我面前 左手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锅灰 撒在母亲身上 右手则拿出 一个锣盘对着母亲的后脑勺 狠狠敲着 哼 锣盘敲在脑勺 发出一声沉闷声 锅灰撒在母亲 顿时冒着丝丝黑烟 接着母亲尖锐地大喊一声 整个人昏倒在地上 我脚重新接触地面 但受力不稳 直接蹲了下来 强烈地呕吐敢涌上 我蹲在地上 不断干呕着 刘老头过来 拍着我得后背 好一会 我才恢复过来 急忙走到母亲身边 她没事 只是附身后 虚弱地昏了过去 只不过你父亲 好像丢魂了 刚听见前面半句 我心中安稳一些 但她后半句 让我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整个人在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委屈 一屁股坐在地上 泪水从眼中拖矿而出 一种污里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一天实在发生了 太多太多事情 好端端的一个家 好端端的一群人 在这一天里 突然变成这样 我只是个十岁大的孩子 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 该怎么办 也无力去解决 有时哭泣并不代表软弱 也可能是无能的表现 此时的我恨 恨自己的无能 恨爷爷的狠心 姚娃子 别哭了 先将你父母的事处理好 这样躺在堂屋里 也不算个事 刘老头在一旁说着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 点了点头 在刘老头的吆喝中 那些围观的村民 上前帮忙 尽管有些不情愿 但刘老头的面子 摆在这里 毕竟如果以后 要是出什么事 还得请他帮忙 将父母安顿好了后 已经快夜里八点 皎洁的月光 高高悬挂在天空 将大地照得 犹如白昼 爷爷我还是选择火化 原因无他 如果没有父母的事情 我可能还会犹豫 但发生父母的事情后 我才知道 爷爷已经变了 变得连自己儿子 儿媳都认不得 一同去坟地的 还有一帮看热闹的村民 本来我不同意 这么多人去看 毕竟家丑 不可外扬 但无奈火化 需要人手帮忙 所以不得不这样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在路上 人群中不时传出一两句声音 这声音听在我耳中 尤为刺耳 我就说这姚娃子是个灾星 可不是 他听街声 他的吻婆说 他出生的时候就很怪 别人是哭着出去 他却是笑着 对 对 对 他一定是个灾星 否则姚老头为什么一直要带他走 虽然这些声音很小 但我还是能听见 我本想去反驳 但无从开口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就是个灾星 刘老头也许看出我心中的想法 拍了拍我的肩膀 轻声地对我说 男人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 走自己的路就行 况且这又不是你的错 我没有回答 只是恩了一声 刘老头见我这样 只是叹了口气 继续走着 走到爷爷坟头 棺材被明月罩着 映衬着圣人的黑漆色 众人第一眼看见 都发出惊呼声 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是个人第一眼 看见都会这样 况且在棺材的四周 还撒着许多刘老头的血 这些在月光下 映照在人的眼中 显得格外吓人 刘先生 这也太诡异了 我们能不能先回家 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回家吃晚饭 说话的是李大奎 我叫他李叔 他家似乎对我很有很大的意见 特别是他老婆李婶 我每次从他家门口经过 都会用一种吃人的眼神 看着我 吓得都我不敢从他家门前过 他这话一出 一旁的村民都应声附和着 刘老头冷哼一声说 如果这点事都不帮忙 那以后有事就别找我 这话让他们选择帮忙 毕竟刘先生的面子摆在这 但在李大奎取台棺材上来 经过我旁边时 他指着我鼻子 一脸厌恶地对我说了句 扫把星 如果不是你 老姚家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事 说完还推了我一把 让我差点摔在地上 棺材抬上来很顺利 在台上来后 火化的柴堆也已经堆好 将棺材放在火堆上 燃烧起来时 我跪在火堆前 看着熊熊烈火 似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居然将自己爷爷给火化了 虽然这感觉不真实 但心中毫无内疚 只是对着火焰 用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 说了句 这是你就有自取 干柴燃烧得很快 故事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 随着火焰上升 棺材的锚钉随着火焰脱落 棺材鱼棺身分离 就在分离的一刹那 在只有我能看见的视角里 我居然看见爷爷的棺材 居然没人 里面装的竟然是一只狗独大的黑猫 在我去看的时候 那黑猫正用一双黑洞洞的眼睛 看着我 猫脸上居然还带着人性化的笑容 色观铜 15 第五章 黑猫 这猫睁着一双黑色圆柳的眼睛 在熊熊火焰的照射下 我清晰在猫眼中 反衬中的剑 我身后不远处 居然站着一个人 不 或许不能称之为人 那人穿着一身黑青色手衣 戴着一定浮瘦帽 双眼不正常紧闭着 脸上还带着一抹血泪 此时见我看向他 猫眼中的他 微张着嘴 似乎在说着什么 通过他的口形 我竟然听出事 摇娃子 帮我把眼睛打开 我看不见路了 脑海中自动补足的话语 吓得我整个人浑身一颤 连忙转头 看向身后 身后站着许多人 只不过都是台关的村民 并没有我在猫眼中 看见的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 我再次将目光投向火中 但如火蛇般乱舞的火焰 已经将整个棺材吞噬 我看见的只有熊熊烈火 火焰继续燃烧了一个钟头 其中陆续有人回去 到最后的时候 只有我和刘先生 站在爷爷坟头 刘先生你说他会登上极乐吗 我看着火焰 喃喃自语道 极乐 那是每个人死后都想去的地方 可是真的有这么地方吗 刘先生没有回答 只是平静地说了句这样的话 我有些不懂看着他 只不过他并没有向我解释 回到家中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里面没有一丝声音 其中还残留着白丧过后的鞭炮 号张为 看着这往日本应该忙碌的房间 突然变得如此安静 心中有种莫名的失落 母亲还没有醒来 父亲的丢魂我问过刘先生 但他对我说这魂 他找不回来了 似乎是他自己 无愿回来 我和刘先生躺在爷爷睡过的那间房间里 身旁的刘先生已经睡去 我安静地听着他均匀 且略带急促的呼吸 夜静静地伸了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让我全身疲惫 没过多久 我就觉得眼皮很重 眼前也一阵迷糊 就当我快要睡去时 耳边突然传出一句话 摇娃子 帮我把眼睛打开 我看不见路了 这声音 突然响起 穿过听觉 直接响起在大脑 我被这声音 吓得猛然一惊 睡意顿时全无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摇娃子 帮我把眼睛打开 我看不见路了 声音再次响起 坐在床上的我 转头看着 但并没有任何发现 与我盲推一旁的刘先生 希望他醒来 老人的睡眠一般 不会太深 刘先生被我这么一推 整个人突然坐起 看着黑暗中的我问 什么事 我惊恐地看着 房间里的黑暗 口齿不清地说 你听到声音吗 你听到那声音吗 爷爷好像又回来了 刘先生被我这突然的一句话 也吓了一跳 不过接着恢复冷静 陈吟一会对我说 没有 可能是你太紧张了 棺材都烧了 刘先生安慰地拍了拍我肩头 接着又继续躺在床上睡着 我刚想说棺材里 似乎没有爷爷的尸体 但这话刚到嘴边 却止住了 因为在我心中对于火化的事 还是有道侃 见爷爷的尸体 并没有烧毁 还抱着着一丝希望 希望事情能被刘先生平定 爷爷的尸体也不用烧毁 是的 是的 是我出现幻听 是幻听 我心中不断安慰自己 再次躺在床上 刚闭上眼睛 那声音再次响起 哇 啊 的一声 刚想叫刘先生 却不料他比我反应还快 直接从床上起来 不知从哪里掏出个东西 朝着声音的方向丢了过去 喵 在东西丢过去的时候 只听一声 凄厉之极的猫声响起 接着刘先生 从床上披上衣服 就追了上去 我想跟过去 刘先生一下就没了身影 所以我只得在屋子里等待 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当听到猫叫时 我心突然咯噔一声 心中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看着空荡的房间 房间里什么都看不清 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这黑暗如同潮水般 压得我踹不过气来 姚娃子 一声叫声 吓得我整个人从床上跳起 头也本能转向声音的来源 只见在声音传来的地方 有着一抹红色 那红色形状像伞 正慢慢向我靠近着 姚娃子声音再次叫了一声 此时我已经看清 那是谁 那居然是我母亲 只不过此时 她打着一把伞 双眼紧闭着 和鬼上身识的样子 一模一样 你别过来 爷爷你别过来 爷爷又赴母亲的身了 来索我命了 这是我得第一个念头 这念头生起吓得我 直往床脚的方向缩 姚娃子 你快跑 快跑出这村子 不要再回来了 没想到母亲的身影 只停在床前 就不再上前 而是说出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此时我还处于母亲 被鬼上身后 双手掐住 我脖子的恐惧中 哪里还能听她的话 只是闭着眼睛 一个进发疯似的叫嚷着 走开 走开 我如风魔般 边说边将床上能扔的东西 扔向打着红伞的地方 直指将床上的东西都扔完 只有一床床垫时 我如风魔的身子 被一双手给抓住 抓住我得手 沉稳有力 我以为又是爷爷来掐我 吓得我 拼了命地反抗 不过那人 却又朝着我的脑袋 打了一巴掌 呵斥道 姚娃子冷静点 冷静点 那声音 属于刘先生 我听到后 赶忙睁开眼 只见刘先生 正抓住我 用一双深沉的眼睛 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两人 这样大眼瞪小眼 最后还是刘先生 对我说 我走后 发生什么事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 爷爷又回来了 他又附在我母亲身上 刘先生听我这么一说 长叹一声 坐在床沿 摸了摸 额头得汗水说 你们这村子 真想不通 哪里有这么多怪事 听他这样说 我才想起 他刚刚是出去追一只猫 于是就问 刘先生 追到没有 刘先生摇了摇头 然后用不解的眼神 看着我 你家到底有什么 能让别人 这样算计的地方 为什么你爷爷 一直来找你 而且我觉得算计的人 好像是冲着你来的 他这话听得我一愣 随后觉得 后背一阵发寒 有些不确定的说 刘先生 你别骗我 我就一小屁孩 哪里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刘先生只是叹了声 自顾自的说了句 也许吧 说完就收拾床铺 上床睡去 见他不想再说什么 我也静静地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 是怎样睡过去的 这一夜感觉 自己睡了很久 很久 而且睡得很不踏实 似乎有人 一直在我耳边 说着什么 那声音如梦翼 忽远忽近 那声音 似乎是有人对我说 快跑 快跑出这里 大清早 还在睡梦中的我 就被门外敲门的声音惊醒 起身时先是看着 一旁的刘先生 只见他已经不在床上 门外也响起 开门吱哑声 想来他已经起身开门 我匆匆穿上鞋子 刚走到门口 门外就传来 嘈杂的喧嚣声 走出一看 只见在门外 已经围满人 这些人居然全都是 昨晚帮忙 抬爷爷棺材的 他们全面露惊恐 七嘴八舌地 对着刘先生说着什么 接着他们就带着刘先生 往村里走 看他们走着 我忙跑到刘先生面前 问他怎么回事 刘先生揉了揉 轻松的眼睛 然后揉了揉 太阳穴对我说 我也不知道 还是跟他们看看 最先来到的是李大奎家 还未走到李大奎院中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从里面传来 我皱了皱眉头 走近一看 这一看 差点将我下个半死 只见在他们院中 横七竖八地 摆着许多家禽 但无一例外 全都伸手分离 血染红了整个院子 我还想问 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 仿佛被什么东西 给盯住 顺着这目光 转头看去 我就看见 李沈在坐着哪里 只见他眼露寒光 面色猙獰地看着我 全然一副 想要生吃我的样子 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样子 吓了一跳 赶忙跑到刘先生身边 不敢再去看他 刘先生 我起来之后 就发现家中牲畜 全都莫名其妙地 死在院子里 而且你在我这看 李大奎说着 就拉着刘先生 往他家门口去 我跟在背后 当我走到他家门口时 也不禁为自己 看到的吓一跳 只见在我这里看去 院子中所有伸手 分离的牲畜 居然成规律地摆放着 组成了一个字 一个死字 这死字看上去 很刺眼 特别是鲜血 已经染红整个院子 是啊 是啊 我家的也是这样 刘先生还未开口 其他人就纷纷说着 听他们这样说 我抬头看了看刘先生 只见他眉头紧皱 只是说了句 走去看看 接着我和刘先生 去了其他家里 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 只是有些家中 牲畜不多的 没有摆成死字 而是用牲畜的写 潦草地写着一个死字 这鲜红的死字 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格外的瘆人 作官童 15 第六章 生死节 村是个小山村 只有是十多户人家 这次出世 却足足有八户 可以说 基本占了大半 一夜之间村里 大半生畜莫名残死 这可不是个小事情 当我和刘先生 看完这八户人家 再次回到 李大奎院中 看着院子里 横尘的尸体 和遍地的鲜血 大家的气氛 都很沉重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 全都投到刘先生身上 想等着他发言 我也一脸好奇地 看着刘先生 想听听他 到底怎么说 不过只见 他眉头紧皱 手中不断摩擦着 两块胶杯 似乎并没有 想说啥的意思 最终还是 李大奎沉不住气 打破这沉闷的气氛 他走到刘先生面前 一脸小心地 对刘先生说 刘先生 你觉得这是 是谁干的 会不会是他 他这话一说 我只觉后背一凉 心咯噔一跳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其他的人 也是一样 看着地上的牲畜尸体 面露惊恐之色 乡野之人 多迷信 只要遇见一些 不能解决的事情 就会归结到 神鬼之上 不过这事 也不得不让人联想 一夜之间 这么多 生畜诡异的死去 而且还无声无息 这恐怕只有他 才能做到 但刘先生这人 我和他相处 这一天里 多少也有些了解 他对于 没有把握的事情 向来是保持沉默 一如今天 他总共就说了几句话 此时面对李大葵的问题 他依旧没有发言 只是独自走到一只家鸡面前 蹲下身子 仔细端详 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他保持沉默 不代表其他人会 这话匣子一旦被打开 就再也收不住 众人纷纷议论着 各自说着各种可能 我站在刘先生一旁 听着他们的议论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终于这不安 被刘大葵一句话给揭开 你们说 是不是昨晚咱们 去帮忙火化九疯子 他心存冤念导致的 这话犹如平地惊雷 炸得我整个人都快贪软 我最怕的终于发生了 对 就是九疯子来报复咱们 本来他只是想报复他们姚家 你们可倒好 也去凑热闹 这会估计他的怨气 全洒在我们身上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姚家 刘大葵的话还未落音 他媳妇李沈风式地 从屋里冲出去 面目猙獰 目中带着疯狂地指着我 我刚想开口解释 李沈又继续说着 九疯子死本来就不正常 我估计是被这灾星给克死 你们看他们老姚家 自从九疯子死后发生了多少怪事 但为啥就他没事 李沈越说越激动 指着我得手也不住颤抖着 他这两句话一说出来 众人用一种无善的目光看向我 看那样子似乎是我给个解释 解释我哪里有解释 我还想要个解释 我一个十岁大的娃能解释什么 被他们那样看着 一种莫名的压力压在我身上 让我本想解释的话都吞了下去 只得跑到刘先生身边 瑟瑟发抖地看着他们 刘先生本来在看地上的尸体 但从李沈出来后 他便停了下来 等李沈说完时 他的眉头已经皱成一团 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 你个灾星 就算今天刘先生护着你 你也得给咱们赔偿 如果不赔偿 我们就让你去找你那死去的九疯子 李大奎见我 跑到刘先生身边 气势汹汹地冲上前 一把从抓住我头发 我被他这突然的气势 吓了一跳 根本不知道反抗 还是当他抓住我头发 用力拉扯时的剧痛 让我反应过来 我手脚并用拼命反抗 但我这瘦弱的身体 哪里是他的对手 嘿哟 你还敢反抗 他见我反抗 抬手就朝我右脸 一巴掌扇来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 我只觉脸颊火辣辣的疼 耳朵也发出嗡嗡的响声 整个人被他扇得 在原地转了个圈 而且头发还被他抓着 这一转圈 头顶也是一阵刺痛 疼得我眼泪滴答滴答地往下掉 够了 就在此时 许久未开口的刘先生 终于说话 他一把推开李大奎 将我拉到他的身边 冷冷地看着他 他这犀利的目光 看得李大奎一阵雨色 但人群已经被李家夫妇给煽动 没等李大奎开口 就有一个顶着大光头 长得虎背熊腰的汉子 走到刘先生身前 指着刘先生 大着舌头说 刘先生 你就别管这灾星 如果不是他 我们村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今天的事 你就别管 而且我跟你说 这是你也管不了 说话的是 我们村里的单身汉马大苗 他这人脑壳有坑 属于直脑筋的人 说话从来不经过脑袋思考 想啥说啥 在村里没少得罪人 只不过这人有一点好的 就是有一把好力气 做啥事不计报酬 只要一顿饭就行 所以我们在背地里都叫他二傻子 对啊 对啊 我们尊重你 所以才叫你一声刘先生 但今天是我们村自己的事 就不麻烦你了 大苗给我把摇娃子给抓过来 咱们今天就让他给九疯子陪葬 平息九疯子的怨气 人群中又有人开口 只不过他没有站出来 而是躲在人群中 他这话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众人憋了一肚子的气 全都找到一个地方发泄 那就是我 北刘先生 护在身后的我 看着眼前这些平时勤劳朴实的村民 一种从内心而身的恐惧 从心头涌现 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村庄 没有法律可言 这里的形势全都凭借众人意见 我还记得在几年前 村里的一个寡妇 因为收不住寡 就被他们活生生地进了猪笼 尸体几天后才扶上来 马大苗听了那人的意见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到刘先生面前 一把抓住我瘦弱的手 用力一拽将我拉了过去 刘先生还想阻止 但他那里是这二傻子的对手 直接被他用力一推 一屁股坐在地上 刘先生好歹也是这附近有名的人物 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 气得他直接从地上站起 指着众人说 好 好 好 你们的事我不管了 以后出了什么就不要找我 他这三声好 一个比一个重 说完就气得转身就走 他这一走我整个人都慌了 此时的他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他就这样走了 那后果我不敢想象 于是我带着哭腔对刘先生说 刘先生救救我 我不想死 救救我 刘先生听我这话 整个身体一颤 回头看了我一眼 但还是转身就走 看着刘先生就这样走了 我脑子犹如炸裂一般 整个人都崩溃了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全世界给抛弃 心中充满无尽的委屈 眼泪滴答滴答的落下 爹 娘 我哭着喊出来 想他们此时能救我 但这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此时的他们还昏迷不醒 特别是父亲可以说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嘿 你个灾星 你还敢哭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啪 啪 啪 李沈夺步冲到我面前 看着此时无力反抗的我 面目猙獰地笑着 然后抬起手 啪 啪 啪的扇在我右脸上 连此时已经麻木 甚至都感觉不到疼痛 耳朵中不断回响着嗡嗡的声音 看着他们嘴巴不断动着 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如果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 收到的刺激或者疼痛过大 脑袋就会选择性的昏迷 我也是这情况 我昏迷前最后的记忆 是他们带着我要去村头 想用火烧死我 我是被呛醒的 我整个人被绑在村口的老槐树上 成大字捆绑 脚下堆满柴火 有星点火星燃烧 在柴堆的周围 站着一张张熟悉的面目 他们是一起日落日 生生活十年的乡里相亲 可是此时的他们 全都面带冷漠 静静地看着我 甚至有些大妈大婶 还对着我指指点点 说着什么 可是幼儿依旧有 轻微的嗡嗡声响起 我只能侧着左耳去听 这灾星 我们今天就烧死他 对 他们老姚家 就没有一个好人 今天就让他老姚家绝户 坐观瞳 第七章 劫后余生 清晨的朝阳 从山后缓缓升起 照在村民 那一张张冷漠的脸上 听着那些尖锐的话语 我得心像是 被一刀一刀割着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起生活了 几十年的邻居 会变得这样 难不成他们 真的下得了手 不过当李大葵 戴着一脸冷笑 将脚底的柴堆点燃时 我知道自己所在意的感情 再看他看来 是个笑话 此情此景 让我想起 当初爷爷对我说的一句话 当生活的面具 被揭开 你所能看 只是人性的残忍 干柴被钉点火星点燃 噼里啪啦的发生爆裂的声音 炙热的温度 乌黑的浓烟 从脚底腾生 呛得我不能呼吸 现在留给我得时间 估计只有半柱香不到 现在能救 我得还有谁 估计只有老天爷了 看着底下的温度越来越热 火事也越来越大 我整个心被一种不甘充斥 我不甘这样死去 不甘就此见不到父母 不甘滋生怨恨 我恨这个村子 我恨这里的所有人 啊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就算我变成鬼 也不会放过你们 不甘怨恨的怒吼 从嗓子发出 这声音用力 我平生最大的力气 所以听起来 有些歇斯底里 我不知道 那时的自己是什么表情 只不过那些围观的村民 看见后 全都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在这封闭的山村里 这些村民 不知看过或者做过 多少我这样的事情 见我临死前还敢威胁 站在最前面的李大奎 顿时就忍不了 一步跨到我面前 指着我骂着 你这小兔崽子 死了还敢吓唬老子 信不信老子 让你连鬼都做不成 说完捡起一个石头 朝着我就扔了过来 石头划出完美的弧线 生生砸在我额头 我闷哼一声 鲜血顺着眉角 顺着眼睛 顺着鼻子 一直流到我嘴中 我舔了舔 血是甜的 我却是苦的 看着眼前 这杀人凶手 这罪魁祸首 居然没有半点愧疚 还如此嚣张 我也是豁了出去 冷笑地看着李大葵说 你有种现在就弄死我 否则我做鬼 第一个来找你 我这话让李大葵脸色一变 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被他媳妇离神给拉住 然后用一副 尖酸刻薄的语气 指着我说 何必和一个死人怄气 等下火烧起来 看他还如此嘴硬步 李大葵听完冷哼一声 用看死人的眼神 看我一眼 然后对着我 吐了口吐沫 冷眼看着 在我和他对话的时间里 火已彻底点燃 都快要烧到我裤脚 炙热的温度 烤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想要挣扎 但浑身捆绑 只能在槐树上 不断扭捏 在死亡面前 我刚刚心中的怨气 也消失殆尽 我终究只是个孩子 我做不到之生死 与度外 我还是恐惧死亡 但我却没有坑出声来 向眼前的人求救 虽然我读书少 但我至少懂得 宁可站着死 不愿跪着活的道理 不过最主要的是我知道 就算自己求救 也没有任何作用 也许换来的 只是他们冷眼嘲笑 一般被火烧死的人 大部分都先是窒息而死 这话说的没错 此时的我 已经被烟呛得快要窒息 就连呼出的气 都是黑色浓烟 我眼神迷离地 看着这个世界 想着自己 就快要死去 我抬头望着天 还想再看看 这个世界 不过就在我抬头的时候 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发出一声 轰隆乍响 朝阳突然被阴云遮掩 四周刮起无名阴风 天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接着窦大的雨珠就落了下来 哭 哭 哭 雨落在脚下的熊熊烈火上 发出热油落在水中的哭湿声 在这以前 我从未觉得雨是美好的 但在此时这雷 这云 这雨 是那么的美好 美好的让我 裂开干涩的嘴唇 笑了起来 眼泪也随着雨滴落下 天不枉我 真的是 天不枉我啊 我尽情地张开嘴 任由雨水落在我嘴中 润使我满是死意的内心 下雨了 怎么下雨了 原本看热闹的人群 看着落下的倾盆大雨 变得骚动起来 站在最前面的李家夫妇 脸色大变 变得快沉出水来 现在怎么办 还要不要烧死这小畜生 马大苗走到李大奎跟前 大着舌头说着 我看还是不要烧了吧 你看这老天爷都在帮他 在人群中 不知谁又说出这么一句 这话顿时在人心中 荡起一丝涟漪 让原本想要烧死 我的心开始松动 李大奎见如此模样 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他一旁的李婶 扯着尖锐的嗓子开口道 如果老天爷都在帮他 那么他怎么样也不会死 那么不如将他丢在牛房里过一晚 如果活下来 那就说明他命不该绝 这话听我耳中 让我对这两夫妻的恨 到达了一个极致 这明显是存心想让我死 牛房一般是用来关牛使用 但二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让哪里成为我们这里的一个禁地 那件事不知原因是怎样 事情的源头也不可追寻 只知道二十年前 一个深不见五指的黑夜 关在里面的十来头牛 纷纷惨死在里面 跟着死去的 还有十来个放牛的娃子 这事情在村里引起极大波动 甚至轰动了我们那小县城 上级派出警察前来调查 去的是五个警察 回来的只有一个 而且回来的那人似乎神经遭受打击 整个人疯疯癫癫 嘴里捂住嘟囔着 喂 喂 喂 上级介于这事影响恶劣 但又觉得棘手 最后将牛房规划为禁地 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给出的理由则是可笑得很 说什么牛感染了一种瘟疫 那些放牛娃和警察都是感染瘟疫而死 自古民不于官兜 而且这事情确实很是诡异 所以久而久之 这地方也成为村民中的禁地 后来有不信邪的村民 为了证明自己的胆识 获得姑娘芳心进去 但无一生还 此时他还要将我送进那里面 这和烧死我有什么区别 但此时的我没有反抗的权利 只有默默承受 马大苗粗鲁地将我从槐树上解开 粗暴地将我扛着肩上 直奔牛房而去 当他扛着我经过李家夫妇时 我朝他们吐了口吐沫 少有的说了句文艺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们给我等着 牛房被封闭后就少有人去 所以在牛房的四周 长满杂草荆棘 马大苗虽然二旦也不傻 将我丢进去的时候 再次把我给绑了起来 临走前还对我说了句 姚娃子 如果你死了 电鬼可别怪我 要怪就怪李大葵 他们夫妻俩 说完惊恐地看了牛房一眼 接着就疯了似的跑了 我被他摔在地上 脸贴着牛房里湿润的黑土地 一股浓烈的苦臭涌上鼻子 熏得我 差点将隔夜饭给吐了出来 牛房里没有光 不过借着外边暗淡的光线 依稀看着牛房的格局 这牛房是村子里公用的 所以其中有十多间牛栏 牛栏的栓全都栓着 里面黑漆漆的 看不见有什么 但能想象里面 肯定是当年死去牛的尸体 和娃子的尸体 估计这苦臭就是这些尸体发生的 我用力将自己搬了过来 用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 看着这传说中的禁地 内心居然罕见的没有害怕 牛房里寂静无声 我只能听见自己不均匀的呼吸声 和房外滴滴大答的雨声 雨下了一整天 在这整整一个白天里 我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除了牛房里比较阴森之外 其他的一切正常 这让我觉得牛房的故事 是不是大人编出来吓唬小孩的 在这整整的一天里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 右耳聋了 这件事是在 我反复将左耳捂住 用右耳听牛房外的雨滴声 或者自己大吼后得出的结论 这一让我沉默下来 心里隐隐有些难过 不过这在自己的小命面前 又算的什么呢 雨终于在天黑后停了下来 当黑夜真正降临 当村中所以人都进去梦乡 我所在的牛房终于不安分起来 大概是八点左右 熬了一天的我 再也承受不住身体的疲惫 正打算迷惠时 牛房里突然响起怪异的声音 坐观瞳 15 第八章 梦里不知身是刻 那声音很怪 很杂 听上去似乎有很多人 不过很是怪异 竟听不出到底是什么声音 这声音有远极近 而且是在我身后传来 这让我顿时一惊 连忙扭动身体 朝着身后看去 这一看吓得 我魂差点没掉 只见在我身后 走出一群牛 不 是一群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群人 全都是四脚爬行的走着 身上披着一张牛皮 那牛皮在暗淡的光线下 显得有黑发亮 上面还依稀可见 许多未干的血迹 而且在他们的鼻子上 还套着一根油鲜血染红的绳子 绳子拖在地面上 发出嗖嗖让人头皮发麻的响声 这响声听在我耳中 无比刺耳 此时的他们就如同从无间地狱里跑出的小鬼 正肆无忌惮地游离人间 嘶 我倒吸口冷气 看着他们一步步向我爬过来 恐惧骤然而起 吓得浑身颤抖 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 不过逃离对于我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全身被捆绑着 自己现在躺着的姿势 还是花了半天时间才慢慢挪出来的 所以我只有无力地看着他们 向我慢慢爬来 哼 哼 哼 心跳加速的声音 响起在寂静的夜里 我看着他们一步步向我爬来 心不住地狂跳 近了 更近了 看着他们爬近 我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断地往后挪着 但浑身的疼痛 和我这蜗牛般的速度 在他们面前 根本不知一提 转瞬之间就已经离我 只有几步之遥 此时的我 心里充满着急 不安 和一种莫名的恨意 这恨意源于内心 源于对李家夫妇的怨恨 但这怨恨又有什么用 转眼他们已经到了我面前 将我围得水泄不通 抬眼看去 在我最前面的是一个看上去 十三四岁的少年 此时他离我最近 几乎是面对面接触 只见他顶着一张 满是鲜血的牛皮 头上还安着两只 如月牙般的牛角 一张铁青色的脸 脸上表情扭曲着 双眼突出 露出两颗带着血丝的白眼珠 蹲着身抬着头 无神的白眼珠正死死盯着我 我 我 被他们围住 吓得我说话都有些结巴 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说出什么 传说鬼能看见人 完全是凭借人身上的三盏灯 这三盏灯 在鬼这类的看来 如同一个直至亮着的指示灯 这功能类似于蛇感性 其他动物体温 原本我没有开口 他们只是围着我 但我这一开口 身上活人的气息外泄 站在面前的小鬼 突然张开嘴 他这一张嘴 心中甚人的含义 勇满整个后背 只见他张开的嘴里 没有一颗牙 只有光秃秃的牙床 里面包含着一嘴 黑色粘稠的液体 这液体中 还隐隐可见一些碎物 好像是牙齿 看上去就像是他这一嘴牙 是被人生生打碎 然后包含在嘴里 而且他的舌头 只有短短的一截 这是谁 这是谁这么残忍 虽然此时心里很害怕 但看着眼前这一群 不能称之为人 的人的惨壮 心里还是生出 一种同情和怜悯 他们只是一群和我 差不多大的孩子 本应该每天无忧无虑地 生活在阳光下 但此时却变成这样 不过没等我继续想下去 就感觉自己 步步传来一阵剧痛 痛得整个人静振起来 也许他们也知道 自己没有牙齿 并不能咬死我 或者他们根本不想 我这么轻松地死去 他们要生生将我折磨至死 我尽量将自己全身收缩 将致命的部位保护着 但全身被捆绑的我 连锁成一团的资格都没有 何来保护一说 所以瞬间这疼痛蔓延全身 感觉就像自己全身被针扎斑 我疼得呻吟起来 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回荡开来 惊起一群熟睡的飞鸟 吓得它们连排翅膀喳喳叫着 但声音在这它们面前 则只会让其更加兴奋 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一点点打在我瘦弱的身体上 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昏迷过去 但每当我快要昏迷的时候 就会被它们用一种不知名的东西给刺刑 让我继续这飞人的煎熬 血一点点流出模糊 我得视线 让我眼前出现一片血红 血红的夜 血红的牛房 血红的它们 满是血红的自己 就在我感觉自己整个人轻飘飘 快要死去的时候 这疯狂的飞人虐待终于停下来 我虚弱的眯缝着眼 看着它们 只见它们此时不知看见什么 竟全都四肢 匍匐在地上 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像是看见什么 让它们恐惧的是 顺着它们匍匐的方向看去 哪里是牛房深处 在我的视线里 看见的只有一片血红的黑暗 我不知道牛房深处有什么 但一想到里面 又让它们都恐惧的东西 这让我心中那最后 仅存的生还 希望破灭 接着它们 像是得到什么指示 全部转身再看向我 接着将我如驮死狗一样 向牛房深处而去 向着我生命的终点 被它们拖着的我 完全没有反抗 牛房的地磕磕绊绊 让浑身的伤口血流不止 鲜红的血一路流着 在有黑的地面上 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脸朝着地面 腐臭的土壳碰在我脸上 有不少直接进入口中 尝出满嘴苦涩 牛房的深处是一间小房子 是村里人看守的地方 牛在文革期间 是属于公家财产 属于第一劳动力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人可能还活得不如一头头 虽然二十年前 已经过了那个特殊时期 但牛的珍贵程度依旧不减 既然如此珍贵 就有人会动歪脑筋 比如说偷牛 偷牛 你别以为是假的 这是真有其事 在我们村里 有个私塾先生 是文革时期下乡来的知青 但因为家庭成分 所以最后没有调回去 只得留在村里当私塾先生 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城里人 受不了乡村的生活 于是就连通牛贩子 在一个晚上 去牛房里进行偷牛 却没想被看管的人发现 当天夜里村里 就直接开了个大会 那群牛贩子 直接被活活打死 私塾先生 因为跟老村长有点关系 所以从轻发落 但也被不知被哪个黑心的人 在混乱中用棍子 一棒打在脖子上 从此就落了个歪脖子的称号 说起来这歪脖子 和我关系很好 小时候由于经常 被嘲笑并不合群 所以只得去村头 找歪脖子听书 我可以将这些事写出来 还得全靠他 好了这话扯得有点远了 言归正传 放牛深处的房子 一般都会由村子里的人 轮流看管 只不过此时的牛房 已经荒废了近二十年 牛房里还有人 答案是否定的 当我被拖到最深处的时候 看着这栋小小的茅草房 心中竟有一股莫名的躁动 而且这躁动愈演愈烈 根本压抑不住 似乎里面有什么 让我难以抗拒的东西 那些小鬼将我带着茅草屋前 将房门打开后 直接将我丢了进去 身上捆绑的身子也被他们解开 屋里并不是如外面 似得漆黑不见五指 而是被一种如鬼火般的 绿色荧光充斥 房间里没有什么摆设 只有一张老式的桌椅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过最为显眼的是 在这不大的房子中间居然摆放着一口棺材 棺材漆上如血的红色 看上去乍为行眼 棺材没有棺盖 就只有一个装尸体的棺书 我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屋内的一切 想不明白那些小鬼怕的是什么 难道是这具棺材 浑身的酸疼让我站着都很费力 不过我还是勉强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 一步一挪地走到血红棺材前 想要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不过我越是靠近棺材 心里的害怕和躁动就越加强烈 这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挠你心窝似的 恒养难耐 当我看见走到棺材前 看着里面的东西时 我脑袋轰得一声 犹如炸裂一般 整个人都愣在当场 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的恐惧 让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只见在红色的棺材里 躺着一具尸体 他穿着青黑色手衣 头戴一顶浮瘦帽 双眼不正常的紧闭 一张满是皱褶的脸 被乌黑色的鲜血遮掩 大嘴张开似乎想要说这什么 爷爷 棺材里躺的竟然是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我已经知道 爷爷的尸体没有被火化 但他怎么出现在这里 正当我愣神的时候 棺材里的爷爷 猛然睁开眼 大张的嘴也闭合 一把将我拉进棺材中 啊 我大笑一声 整个身体一颤 猛地翻了个身 大口地喘着气 此时外面的天色微暗 似乎已经是凌晨 四周的冷空气 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心有余悸地 看着牛房深处 那里只有无尽的黑暗 宛如深渊巨口 要将我吞噬 我愕然回想刚刚 一针一幻的场景 愈发的恍惚 坐观瞳 15 第九章 善恶到头中有报 清晨的风微凉 吹在脸上 带走满头汗水 看着外面 若隐若现的树木 心中很不是滋味 梦中的一切 一幕幕回荡在脑海 是如此的真实 就像刚刚发生似的 最后看到的 一幕 一直在我心中 久久不能释怀 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个结 那就是爷爷的尸体 到底去哪里了 到底是不是在里面 我没有勇气 再去牛房深处 追寻答案 只有静静地看着 牛房哪里的黑暗 看着看着 不知过了多久 直指我身旁 突然有声音响起 摇娃子 这声音很是突兀 吓了我一跳 将我从发愣的状态中 惊醒过来 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 只见在牛房外面 站着一个人 我定睛一看下的 我浑身一哆嗦 整个人几乎再次昏过去 只见在牛房的外面 站着一个人 他打着一把红色大伞 正一步步向我走来 爷爷 我哆嗦地叫了出来 梦中的恐惧随之而来 让你原本平静 却不安稳的心 又提了起来 只见他没有说话 而是一步步走到我面前 然后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 说了句我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的话 摇娃子 我是你娘 娘 听到这话 我浑身一颤 一脸不相信地看着他 不过心里 却有丝莫名的激动 眼前打着红伞的母亲 见我一脸不相信 再看了看 惨不忍睹的我 顿时就哭了起来 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怀抱还是 一如既往的熟悉 一如既往的温暖 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我 一时间 竟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接着心中这些 天兽的委屈和伤害 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滑哒滑哒地滴在地上 哭声有时代表着死亡的降临 有时代表着新生命的诞生 但此时我得哭声 带着的只有委屈 母子两人相互抱着 一顿痛哭 哭声回荡在牛房里 回音不断 不知哭了多久 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只觉得母亲的怀抱很温暖 温暖地让我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我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里 正坐在一把椅子上 睁眼的第一时间就去找母亲 但在我视线范围内 并没有发现母亲的痕迹 这让我很是心慌 因为我害怕这也是个梦 娘 我心慌地叫着 接连几声都没见人回答 急得我直接从椅子上 直接跳下来 不过脚刚接触地面 就觉得双腿软的 跟面条似的 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摔到在地上 椅子翻了底朝天 发出棒浪一声轻响 摇娃子 没摔疼吧 轻响回荡在屋里 母亲急匆匆 从一旁的房间里走出 走到我面前 将我扶起 没事 没事 我咧了咧嘴笑着 但刚咧开 就牵扯到嘴角的伤口 疼得我直嚷嚷 母亲见我这样 笑着摸了摸的头 说了句傻孩子 母亲为我准备了点饭菜 不过都是爷爷丧事时 留胜的东西 不过许久 未尽油烟的我 也顾不了那么多 狼吞虎咽地吃着 边吃边问着母亲 这顿饭吃了近一个小时 不过多数是在和只母亲交谈 在谈话中我问了 他是怎么被爷爷护身的 母亲刚开始眼神 多闪不愿回答 但最后禁不住 我炮轰式地问答 才对我说了出来 用她的话来说 第一次爷爷 护身他是不知道的 但后面那次 则是自己装的 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 她一个父导人家 无理做什么 只有用鬼上身的方式 让别人的害怕 其实那晚在家中 是母亲本人 她的本意 是想用那种方式 让我走 后来我们还说了很多很多 说到昏迷不醒的父亲 说起死去的爷爷 说起这些天 我得经历 在不知不觉里 天已经放明 一轮朝阳 缓缓生起 就在我和母亲 正打算休息时 突然一声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 这声音让我两一惊 在我们这里 鞭炮一般只在过节 或者重大事情才会放 例如婚嫁 例如白丧 这三种情况 前面两种 在此时都不成立 那只有一种 就是村子 又死人来 这鞭炮声 是用来报丧的 不过这死的 又是谁 不等我和母亲猜想 门外就突然传来 敲门声 然后就是一阵 喧哗吵闹声 我和母亲听见这声音 都一脸警惕地 看着门外 然后两人 对视一眼 都眼带疑惑 不知敲门的是谁 犹豫着要不要去开门 摇 摇 摇娃子 隔 隔 老 老子 滚出来 不过没等我们做出抉择 门外就传来马大苗 那戒巴不轻的吼声 在他说后门就一个劲的 被敲得砰砰响 惊起一屋灰尘 他来找我干嘛 他怎么知道我在家里 还有刚刚的抱丧 和他来我家 有什么关系不 这念头浮现在脑中 我刚想问母亲怎么办 母亲却开口 对我说 摇娃子 等下他们找你 就说是自己回来的 别告诉别人 娘得情况 因为娘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你 母亲说着 拿出红色大伞 双眼一翻 嘴巴大张 全然一副 爷爷赏身的模样 接着嘴中 缓缓唱出那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吊吊 手拿碟儿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 先生老总听开怀 这声音听在我耳中 让我顿时一惊 心也沉了下来 这实在有点太过真实 让我有点想不明白 眼前的母亲 到底有没有被护身 不过当母亲 朝我示意了个敲门的眼色时 我才松了口气 自嘲地笑了笑 只呀 门被打开 马大苗粗壮的身体 堵在门外 见我开门抬手 就要打我 不过 在他抬手的时候 眼睛往后面一瞄 打我得手 就停在空中 一动不动 嘴中结巴地说着 九九九疯子 说完整个人 后退两步 让开赌篮的门口 他这一让开 我就看见他的身后 还站着许多人 不过都是那天 家中牲畜出事的人 他们原本一脸怒气 不过当听马大苗 喊出爷爷的名字后 也全都脸色一变 母亲依旧在家里 不断走着 打着大红伞 掐着莲花纸 唱起调调 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全然已经投入进去 九九疯子 我们不 不是来找你的 只是来找姚 姚娃子 李大奎死了 我们 绝 觉得和 他 他有关系 马大苗退了两步 拉开他认为 足够安全的距离 再看了看身后的人 顿时感觉 自己底气足了 便对着母亲说着 原本看他们来我家 心中很是不安 不过现在 听他这么一说 先是心里已经觉得不可能 不过转念一想 刚刚那边炮声 心中生出一股畅快之意 这是不正应了那句话 善恶到头中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死了不是更好 他这种人不死 那就真是没天理了 那时的我还小 不懂可无遮拦这词 更不懂李大奎的 死意味着什么 只晓得当时心里很畅快 马大苗和他身后的人 听我这话全都面色一变 马大苗甚至再次挥起拳头 想朝我打来 最终看在我身后的母亲后 还是放下来 眼睛瞪得如牛般 脸上得痛红 这是肯定和你有关 所以今天你去得去 不去也得去 他这话落下 其身后的人全都涌了出来 全都围在门前 山民彪悍的气质 在此时展现得淋淋尽致 看他们围过来脸色 我心里顿时一慌 也想明白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这些人和李大奎 都是家中禽兽出世的人 这李大奎一死 不就代表着他们 也离死不远吗 不过此时身后的母亲 突然出声 只不过用的 还是爷爷的声音 摇娃子把我眼睛弄来 我看不见路了 说着就要将我给抓回去 但他还没拉住我 在死亡威胁面前的村民 一把抓住我 生生将我扯出房里 马大苗则是 对里面的母亲说 九 九疯子 哥老子老 老实点 否则 你 你这孙子 还有自己媳妇和儿子 哼 不过他说是这样说 但抖动的身体 已经出卖他 母亲缓缓走到门前 闭着眼冷漠地看着他 许久才说了句 如果他有半点损失 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 作官童 15 第十章 死讯 李大奎家一片混乱 本来闲小的院中 满是忙活的大妈大神 听报效 人死后放的鞭炮的声响 想来应该死了没多久 估计现在连棺材都还没造出来 当我被马大苗他们带着来到院子时 院中的大妈大婶全都停下手中的工作 像是看见瘟疫似的纷纷让开一条路 然后冷眼看着我 故事还有大婶对我指指点点 其中那些帮忙抬官的妇人最甚 他们丝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和恨意 但在这些恨意中 最为强烈的还是李大奎家里 正坐着哭丧的离神 但那哭丧声听在我耳中 居然让我感觉有种猫哭耗子的意思 因为那哭声实在太假 太假 他见我到来 马上停止哭丧 风势地冲到我面前 抬起巴掌 又想朝着我脸扇过来 看着他扇来的巴掌 我心中充满愤怒 自己的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 现在又朝我打来 而且看力道 是想把我打死的节奏 这真的是当我好欺负 不过这次我没有躲开 而是平静 却又不掩饰 心中怒火地看着他 巴掌在我只有一寸远石停住 是被一旁的马大苗抓的 看着自己扇的耳光 突然被抓住 离神先是一愣 然后看着马大苗 用力抽着被抓住的手 只不过他抽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这让他的脸胀得通红 接着恼羞成怒 另一只手猛地 朝着马大苗扇了过去 也许马大苗是没反应过来 只听啪的一声 他的脸上就出现一个红色巴掌印 马大苗是什么人 二傻子 一根筋 他莫名其妙地被打一巴掌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马上爆发 一把将离神推倒在 朝着他狠狠地吐了口吐沫 离神生性刻薄尖酸 哪里受过这样的对待 不过他一个富岛人家 哪里能奈何村里有名的二傻子 所以只得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一通骂人的话 说出 好 你个二傻子 你个天杀低 挨千刀低 我男人刚死 你就欺负我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二傻子欺负 我一个男人 刚死的寡妇 这还有没有天理 只不过他这撒泼 并没有为他获得同情 那些帮忙的大婶们 只是冷眼旁观 他就如同一个小丑 独自表演着 这就是山村 这就是人性 李大奎在世的时候 他威风凌凌 不过李大奎刚死 却变成如今这模样 虎落平阳被犬妻 也不过是这道理 不过他也算不上虎 李婶大概也看出事情不对 索性就不骂了 气得他直接从地上跳起 随手带了一把地上的泥土 朝着马大苗就丢了去 丢完后扯着他那 鬼哭狼嚎般的嗓子 冲进房间 马大苗被这把土撒在脸上 吃了一嘴土 气得他啊啊的大叫 不过见黎神跑了进去 也不好说话 便带着我走了进去 李大奎的房间格局 和我家差不多 都是一个堂物两间厢房 不过他们只住一间 另外一间空着 用来储存杂物 我们来的是右手边的 房间里一片昏暗 只能隐约看见里面的大概 一张床 三个木柜 和一个老旧的梳妆台 房间里还照着一盏灯 在微弱的灯光下 李大奎被摊在哪里 被一床被子遮住 看不清其面目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也不知道他们带我来这里 是什么寓意 只不过当马大苗 揭开盖盖在李大奎身上的被子时 整个人汗毛乍树 只见李大奎穿着一身 和爷爷过世时 青黑色手衣 戴着一顶瘦帽 打扮和以往过世的老人 没啥两样 但在他的脖梗处 出现出现了一道 肾人的鲜红痕迹 而且脑袋 以身体抵了一个身位 那居然是接上去的 双眼圆征一副 死不明目的样子 嘶 我倒吸口凉皮 不敢再看下去 不过却被马大苗拉住 然后他又拔开 李大奎的手衣 这一看我如同在三伏天 被一桶冰水从头浇至底 来了个透心凉 因为在李大奎的胸膛上 赫然出现一个死字 那字是一刀一刀划上的 上面的血鲜红刺眼 而且还未干透 这 这 这是谁干的 他们没有回答 我得问题 只是沉默地看着李大奎的尸体 脸色惨白惨白 由于李大奎没有子嗣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 是不允许将灵堂设置在自己堂屋 只得在院中打个竹棚 用作灵堂 棺材是快天黑时才七好的 送棺材的人来了之后 还有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那就是刘先生 他是被村里的王老头请来的 用他的话来说 完完全全是看在王老头的面子 王老头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 今年已经快一百岁 是村里的老中医 可以说十里八乡 所有的小孩 包括老一辈人 都是吃他的要长大的 这也使得他在我们这的威望很高 按照习俗 入关的第一碗 没啥事情干 只留下首灵的人就够了 本来是该离神首灵 被刘先生拒绝 其理由是他们八字相处 不以首灵 所以最后留下首灵的人 只有我 刘先生 和马大苗 我们三个人坐在棺材旁 看着棺材前燃烧的长明灯 气氛很是尴尬 不管是刘先生 我还是马大苗 三个人相互之间 都有矛盾和意见 比如我 对刘先生那天离开的事情 让我对他有私抵触 刘先生则是 马大苗那天的不尊敬 肯定让他心里很是不爽 马大苗就不说了 村子里就没有他不得罪的人 这一切就导致了三人 将近坐了半夜 都没说过一句话 最后还是马大苗 受不了这沉闷的气氛 提出要去上茅房 刘先生看马大苗走远 转头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憋得个脸通红 最后我实在忍不住 破口笑了出来 说实话 那天的事情真的不怪刘先生 平心而论 如果换作是我 估计和他的选择也差不多 毕竟爷爷那事情 他已经帮我的够多了 不过这道理 还是回家后母亲对我说的 刘先生 谢谢你 最先还是我开了口 说实话如果让他放下老脸认错 估计不可能 这个也是我不对了 不过没事最好 没事最好 刘先生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他又问我 李大葵的尸体 你见过没 你有什么看法 我听他这么说 脑海中浮现出李大葵尸体 那恐怖的死法 不由地咽了口吐沫 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 旁边的棺材说 他的死法好像 和那天家禽的差不多 你说这会不会是我 爷爷这两个字 没有说出口 但刘先生依旧能听明白 只见他摇了摇头 然后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走到我身边用一种 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 我觉得这是那个 算尽你的人干的 那天我在他们院子里 发生所有死去的家禽 全都是先死 然后才被人砍断脖子 这明显将矛盾引向你爷爷 他这话让我身体一振 心里对那个算计的人恨透 但与此同时 也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结 整个人感觉轻松了许多 因为如果这一切 真的是爷爷所做 我不知以后该怎么面对他 还有这李大葵的死 有些蹊跷 我来的时候检查过 他似乎也是死后 才被人砍掉头颅 而且在他的头颅 哪里有道深深的乐痕 像是被勒死的 还没等我消化爷爷的时 刘先生又扔出一枚炸弹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心里就盘算着 如果是被勒死 那肯定会挣扎 如果挣扎就会有动静 如果有动静 他媳妇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么 夜风呼呼吹过 吹得竹篷上的油布 哗哗作响 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后面我没有再想下去 因为越想越可怕 刘先生见我这样子 也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他便拍了拍我肩膀 常叹道 别想那么多 也许他是真的没发现了 我没有回答 而是从一旁拿出的纸钱 走到李大奎 长明灯前火化 刘先生站在我身后 保持他那特有的平静 纸钱火焰燃烧着 映照出我一脸惨白 坐观瞳 第十一章 回耳 纸钱的火断断续续地烧着 我和刘先生站在棺材前 盯着燃烧的火焰 静静地听着夜里风 吹过树烧的声音 当烧着的纸钱熄灭 只留下一地纸灰 正打算起身的我 在起身的一瞬间 有一声音传在我耳中 四娘们 老子醉鬼也不会放过你 这声音满含恨意 说的是咬牙切齿 听得的心里一寒 赶忙转头 看向声音的来源 声音是从棺材的后方传出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哪里 却什么人也没看见 这让我有些纳闷 站在棺材前的刘先生 看我神叨叨地走到棺材后 东张西望便问我 姚娃子 你在找什么 我啊了一声 挠了挠头 有些不肯定地说 我刚刚好像听见这里有人说话 不过这里却没有人 原本老神在在的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脸色顿时一变 急忙走到我身边 先是看了看棺材四周 发现没后 然后站在我对面双眼直视着 我说你确定 我先是点了点头 再摇摇头 自己也拿不准 刚刚是不是自己的换听 那他说了什么 刘先生看着摇头 又点头的我 不清楚 我到底要表达的是啥 说的啥 我也没听清楚 好像是不会放过你之类的 我将自己听的 大概意思说了下 刘先生听后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我不要太过紧张 说完我们走向前面去 不过刚走到棺材中间 那诡异且怨毒的声音 再次传来 你个婊子养的 亏得老子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害老子 我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一跳 不过这次有了准备 转头立马冲向声音的来源 这声音依旧是在棺材后面 我快速地冲了过去 发现声音居然是从棺材里穿出来的 这一发现让我整个心不住一沉 脸煞是变得惨白惨白 为了再次确认自己没听错 用唯一一只梅龙的耳朵贴在棺材上听去 棺材里竟悄悄的 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却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耳贴着棺材 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连续两次听错 一秒 两秒 三秒 棺材里始终没有声音传出来 我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刘先生已经走到我一旁 他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足足过了一分钟 那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你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 声音从之前的怨恨变成祈求 而且我也发现声音 似乎是我幼儿听见的 幼儿已经在那天被离神给打拢 过了这么多天 我也习惯踏龙的事实 所以每次和别人谈话时 我总是侧着头用左耳听 不过此时那声音 居然是从右耳听来的 这让我心里一个激动 难不成我右耳没龙 于是我赶忙换了个身位 用龙了的右耳去听 果然棺材里传来话声 那声音断断续续像是人 自言自语 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了 你个死婊子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 你 你会遭报应的 这声音在我心中泛起无数波浪 整个人也激动得小脸通红 转身激动地对刘先生说 刘先生 你听见了没 你听见了没 声音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 刘先生看我这么激动 以为听到什么重要的信息 赶忙上前去听 此时两人都处于兴奋中 全然将棺材里装的是一具尸体 一具身手分离的尸体的事实 刘先生趴在棺材前 听了有几分钟 然后抬起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 没有声音啊 听他这么说 我赶忙趴在棺材前 又用右耳去听 棺材里有声音传出 虽然断断续续 但依旧能听见 那刘先生为什么说没有听见 我将这一祸和刘先生说着 他听了先是一愣 然后问我 你的意思是 右耳在那天被李家沈子打拢了 不过现在又能听见声音 我肯定地点点头 接着刘先生将我左耳捂住 然后对着我的右耳说话 不过我却一点都没听见 于是我问他 刘先生你不会再骗我吧 怎么都不说话 不过刘先生却摇了摇头 然后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看得我心里直发慌 他这是什么眼神 难不成他刚刚还说了话 不过我又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 如果说了话 我肯定能听清楚 是的 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在骗我 刘先生看我这样 拍了拍我肩膀 深吸口气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摇娃子 接下来我说的 可能你不信 但你一定要听清楚 我被他这一本正经的话 弄得有些不习惯 一般他露出这神情的时候 都是遇见什么可怕的事情 不过刘先生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对我说了句 刚刚我说了话 不过你却没听见 所以你的右耳是龙的 不过说到这里 刘先生表情有些复杂 我听他这么说 有点不相信 如果自己的耳朵是龙的 那棺材里的声音 我是怎么听见的 不过也可以说没有龙 接着他对我说了 一通我不懂 却很直白的话 在民间传说里 一直有两种人容易见鬼 其一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有阴阳眼的人 传说这阴阳眼能看穿阴阳 看见一些正常人 看不见得东西 另外一种则是有阴阳耳的人 民间传说中 神兽地听乃是地藏菩萨 经暗下扶着的通灵神兽 可以通过听来辨认世间万物 尤其善于听人的心 阴阳耳虽然没有那么厉害 但也有神奇之处 他能够听见神鬼之语 这两种意象可以是先天具有的 也可以是因机缘巧合而开的 虽然他们并未得科学证实 但在许多宗教中 都有能够用耳朵或眼睛 听见看见神鬼的存在 这些存在通常都具有神性 我这聋了的诱饵 则音种种巧合成了 传说中的阴阳耳 而我刚刚听见的 则是鬼在说话 听刘先生说完的 我背惊得一愣一愣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随即背后又是一阵冷汗 如果刘先生说的是正确的 那么我刚刚听见的 不是鬼在说话 那么李大奎回来了 我连忙将这问题告诉刘先生 刘先生听完人一惊 盲对我说 快快把棺材打开 尸体由于是刚入殓 所以棺材还没封死 我和刘先生两人 用力气推着棺杆 但这沉重的棺杆 哪里是我和刘先生能推动的 只见我们脸别的通红 也没见魔洞奔嚎 急得我跳脚 好在此时上茅房马大苗回来 他见我们这样 扯着他大打嗓子结巴地说 你们在在在干嘛 此时哪里还来得及和他解释 刘先生瞪着大眼 用不可置疑的语气说 快来帮忙 否则咱们都得死 原本想要来阻止我们的马大苗 听刘先生这么说 吓得浑身一哆嗦 转身就像跑 不过没等他 跑就被刘先生叫住 你跑啊 你跑啊 看你跑得快 还是他跑得快 这话让刚想跑的 马大苗停住 转头哭丧着一张脸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 我 我就当我 没 没看见 行 行步 但被刘先生瞪了一眼 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 来帮忙推棺盖 哗哗哗 棺材推动发出的沉闷声 响起在夜空 有了马大苗 这粗壮大汗 棺盖一下 就被缓缓推开 露出一张脸 只见在惨白月光下 躺在棺材中 本来圆征的双眼闭上 因窒息而死的 子轻扭曲的面孔 变得正常 其嘴角还露出一抹 诡异的微笑 而本来平躺的下半身 居然呈扭曲状 一双铁青的手 死死抓顶着棺盖 似乎是想将其推开 坐棺童 15 第十二章 浮阵师 棺盖哗哗地被推开 看着躺在里面 李大葵尸体 越发让我心惊 他抓住棺盖的手 扭曲有力 我们费了老大力气 才将其扯开 扯开后 落下一大堆木屑 看着木屑落下的源头 只见在棺盖上 出现十个半寸深的手指洞 洞是被他的指甲戳的 我和马大苗 看着这一幕 彻底吓猛了 不过推动的力气 却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卖力 荒荡一声棺盖 被我们推开 看着棺材里的李大葵 吓得我头皮发麻 只见他全身呈扭曲状 双手朝上托起 双腿则弯曲地 蹬在棺底 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S 或者一根即将扭曲的麻花 而且手指甲和脚指甲都违反 生物规律地疯涨着 此时的指甲已经有拇指头那么长 嘶 我倒吸口冷气 不自觉地后退着 马大苗则是早已经下坐在地上 结巴咕囊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诈尸了 我们这属于湘西边缘 自然受到湘西那神秘且独特的 感识文化影响 对于诈尸这事虽不常见但也有传闻 相传在文革时期 我们这有一老太太白天下荡 晚上她的子嗣去点灯时 发现的坟头已经裂开一个洞 在我们这边 坟头出现洞是不急的事 用我们这的话来说就是你家祖坟出气了 不过这是不光彩 所以他们将坟重新挖开 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挖开后却发现 躺在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而且他孙子还发现 在这新坟头粘稠的泥土上 有些异形单脚印 这让他们很是害怕 不过为了影响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而是他们父子俩合计了会 决定想找回来重新埋出去 他们父子找了整整一晚 却什么都没发现 天明后他俩回到家中 想告诉家里人一起想办法 但当他们推开门的瞬间 发现家人全部惨死在家中 而且还撞见那个老太太一身血腥 正拿着他最小孙子的一只手在啃食 虽然这事情听起来有些玄幻 但在我们当地流传却很广 其中真假也是 智者见智人者见人 刘先生也发生尸体的异变 脸色有些难看 他忙掏出挂片 放在尸体手尾 然后拿出罗盘 放在尸体的胸部 接着从带着的布袋里 掏出纸和朱纱 蹲在地上 用棺盖做电板 龙飞凤舞 一通乱话 不多时刘先生满头大汗地拿着 一张两纸宽巴掌大的黄色符 立给我说 贴在他的头顶上 我接过符纸 好奇地看着刘先生在上面写的东西 不过却一个都不认识 打心里 我是不想听刘先生的话 但看在他帮我加那么多的份上 还是 咬了咬牙 接过黄符 战战兢兢地走到棺材边 贴符的时候 我撇着脸 不敢去看棺材里的李大葵 按照大概位置 贴向他的额头 不过我将符纸刚贴上 就感觉有些不对 按理来说 额头是光滑的 虽然他已经死了 皮肤皱在一起 但起码也得是个平的 但此时我贴在的地方 居然凹凸不平 我随着符纸摸索 却不料这一摸 我猛地一跳 想将自己伸进去的手给扯回来 但此时哪里还能扯回来 因为我得手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住 俗话说食指连心 这手指被咬住 只感觉一股钻心的疼 但抽又抽不了 急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此时的我 哪里还顾得了心中的害怕 直接低头 看向棺内 只见咬住 我得正是李大葵 此时的他 依旧是咧着 一摸怪笑 不过闭着的眼睛 已经睁开 正用他那浑浊 而又泛白的眼珠 死死盯着我 啊 我惊叫一声 回头向刘先生求救 本来想 好好休息的刘先生 听我惊叫知道 大事不好 赶忙从地上 站起来到我身前 先是看了看 因手指疼痛 而一脸冷汗的我 再看向棺中 被咬住的手 然后表情 哭笑不得地说 咬娃子 你这是干嘛 自己将自己的手 塞进死人的嘴巴 还扣住别人的牙齿不放 你嚷嚷个啥 一头冷汗的我 本来一脸蜥蜴地 看着刘先生 想让他 给个解救的办法 却没想他说 这样一句话来 让我一时 反应不过来 当我反应过来后 自己低头看去的时 哪里还有 刚刚那事情 只见棺材里的李大葵 额头处正贴着 一张黄色纸糊 眼睛也是微微闭合着 自己的手 正抠着他的牙齿 一个劲地扯动着 这是怎么回事 当自己看着 眼前这情况时 也是满脑子雾水 说好睁开的眼呢 回忆的微笑呢 难道又是我出现幻觉 难不成自己 又在做梦 他为了确认自己 不是在做梦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不过棺材里的李大苗 还是那样 这不免让我有些怀疑 刚刚是不是做了一场 短暂而可怕的梦 但感觉地告诉我 刚刚的事不是假的 因为手指上 还有阵阵疼痛 将纸服贴好后 我们再次将棺盖盒上 刘先生的东西 他没有拿出来 而是放在里面 用他的话来说 先将其镇压 然后等出殡再说 三人再次坐在院子里 大眼瞪小眼 此时夜已深 月已上树梢 四周一片黑暗 初夏的夜虽然温热 但在这灵堂里 不时吹来一阵风 还是让我感到寒冷 三人瞪那小半天 也不知谁先打哈欠 接着哈欠 一个接着一个 最后实在困得没办的刘先生 想出一个主意 那就是轮流守夜 看着李大奎关前的 长命灯不灭 最先轮到的是我 这事本来我不愿 但三人中只有我最小 哎 他们两人已经躺在 用竹子编制的凉床睡了 我坐在关前 看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 心里一片空灵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 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许多人用这么方式来催眠自己 况且这长明灯一跳一跳 那效果就更深 没过多久 我就感到一阵睡意席卷而来 就在我快要睡去的时候 突然一阵风吹来 初夏的风是暖的 但我被这风一吹 冷得我打了个寒颤 睡意也随之消散 睁眼看去 只见眼前的长明灯 变得很暗很暗 如果不是燃烧着一丝火星 我还以为熄灭了 我急忙起身 想给灯添油 却不想刚起身 我发生四周 静起了一层白茫茫的雾 这雾像是一瞬间就起的 转眼就将整个灵棚覆盖 这雾气里可见度非常低 我只能看见身前的棺材 和那盏即将消散的长明灯 雾气覆盖着灵棚 也覆盖了我得心 让此时此刻的自己 仿佛置身仙境般 我好奇地用手抓了一把 仔细看着雾气 从我手掌缝隙慢慢流走 如同抓不住的风 摇娃子 突然身后响起一声呼喊 将仔细打亮的我吓得一惊 顺着声音转头看去 只见在我身后站着一个人 一个我熟悉却陌生的人 爷爷 我看着眼前人惊恐地说着 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如同沉入屋底的深渊 还依旧是死前那副表情 双眼已经被缝上 满面乌黑的血 似乎已经融入皮肤 一身青黑色手衣 瘦字帽 怕着一双千层底 向我走了过来 如果说我最怕的是谁 那就爷爷 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 自从他死后 我得生活完全变了 变得陌生 变得毫无人性 变得光怪陆离 此时他来找我 到底是想干嘛 我要不要问问这一切 是怎么回事 我身体害怕着 大脑却飞速地运转 不过没等我开口 走到我身前一丈远的爷爷 却先说话 摇娃子 快离开这里 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离开 爷爷让我离开 但此时的我能离开这里吗 光不说自己愿不愿意 就算是愿意 那这里的村里村民准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摇了摇头 强忍心中的害怕 不住安慰自己 这是我爷爷 这是我爷爷 爷 你说让我离开 但我真的能离开吗 如果我离开 那母亲怎么办 父亲怎么办 相信你在在这村子里 生活了几十年 他们是些什么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这是我第一次 和死去的爷爷对话 以往我都是害怕 选择逃避 但这次我不想再逃避 因为一味的逃避 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让身边的人 受到更大的伤害 爷爷听我这么说 乌黑的脸上 露出愁容 叹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着 这一切都是我得错 坐观瞳 15 第十三章 木葫芦 爷爷说这话时 僵硬的脸上 露出一抹落寞 这落寞看在我眼中 竟让我有些心疼 这老头 血总是浓于水 不管在什么时 爷爷始终是爷爷 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感觉 这一切都变了 看着一脸落寞的爷爷 虽然知道 这么问不好 但我还是说了出来 爷爷听我这话 再次常看 看着我欲言又止 似乎是不想说 或者有什么顾及 这看着我眼中 很是着急 生怕他不想说 那么错过这次机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相见 我有很多问题 想问 比如他死因是什么 父亲是怎么回事 算计我家的人是谁 还有村里那事 是不是和他有关 牛房里的梦 是不是真的 这一切的一切 困扰着我 我想一口气 全都说出来 不过我知道 有些事就算问了 也没结果 所以我只是对爷爷说 爷 我不是小孩子了 有些事情 该我知道了 爷爷看着我 我也用一种 坚定的眼神看着他 想让他知道 我知道的决心 哎 姚娃子真的长大了 有些事 是该让你知道了 村里的家禽 是我做的 原本我只是 为了警告他们 但没想被人算计了 还有你父亲 你不用担心 他去了一个 很安全的地方 你母亲在家里 也很安全 最危险的是你 现在那个 算计咱家的人 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你 所以你的小心 刘先生是个好人 但也不得全信 毕竟知人知面 不知心啊 还有 爷爷说着 习惯性地 去摸腰间的酒壶 但还没摸到 在他的身后 突然伸出一只手 那手惨白惨白 白得有些瘆人 他突然出现在 爷爷身后一把拉住他 本来张口 还想说的爷爷 被这么一拉 他整个人就如同断线的风筝 往后退去 看那突然出现的手 吓了我一跳 不过看爷爷被拉走 我脑袋顿时一热 心头的担心浮现 管不了三七二十一 直接朝着爷爷跑去 像将爷爷拉回来 这次是我有生以来 跑得最快的一次 我朝着爷爷方向 拼命地狂跑着 用力全力狂跑着 但爷爷往后的速度 却比我快了许多许多 渐渐地我只能看见 爷爷模糊的身影 但我不甘心 很不甘心 虽知道自己不可能追上 但我还是拼命地跑着 不知跑了多久 直指前面 没了爷爷的影子 直指我全身无力地 躺在地上 双眼看着爷爷的方向 喂 喂 喂 摇娃子醒醒 摇娃子醒醒 我被一声催促声 叫醒 睁开眼此时 已经天亮 刘先生正站在我面前 轻轻地推着我 我有些不解地 看着他问 刘先生 啥事 刘先生看了看我 然后从背包里掏出 一面铜镜地 给我说 你自己看看 铜镜里出现一张脸 脸上满是伤心 双眼红肿 脸颊上 还带着胃干的泪痕 全然一副大哭过后的样子 本本本来想让你好好好好休息 但但但你这娃子睡觉也也也不安分 那家伙大哭大大闹的哭哭哭的比谁都伤心 不不不知道的 还以为 卫士 你家 有人 卧 卧士 马大苗伸着头过来 看着哭花脸的我 结结巴巴地说着 说完还向我投了一个 已逝的眼神 我没有理会他 而是继续看着 镜子里的自己 仿佛又再次看见那个 奔跑在追寻爷爷的自己 镜子的我 一路跑着 一路哭着 是啊 你梦见啥了 这么伤心 刘先生见我一直看着铜镜 以为里面有什么 于是也伸头看了过来 不过却什么都没看见 没啥 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是的 是个噩梦 现在天亮了噩梦 也该走了不是吗 我抹去脸颊的泪痕 也不知对谁说着 当太阳彻底升起 灵堂里的人 陆陆续续多了起来 虽然村子里的人 对我表现得很冷漠 但对于丧事大家 还是很积极 一来毕竟是同村人 谁家都有个什么红白事 二来有免费的饭吃 何乐而不为呢 村民们在灵堂和李大奎家里 忙东忙西 刘先生也被叫去做法事 马大苗此时不知 在哪家寡妇前献殷勤 唯独站在一旁的 我在这时显得有些多余和碍眼 确实白天已经没我什么事 所以我选择回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 想起爷爷最后对我说的话 摇娃子 爷爷给你留了样东西 放在睡的房间里 你去找到他 在最危险的时候打开 也许他可以帮你度过一劫 记住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打开 你要小心那个算计咱家的人 今后的路只能你一个人走了 这是爷爷在被那手抓走 即将消失时对我说的 算计我得人爷爷就算不说 我也要得小心 并且得找到他 问问为什么 而我这次回家的目的 则是找到爷爷给我的东西 走到家门前 这样一声推开老旧的门 随着门被推开 朝阳的的光射了进来 将堂屋照的通亮 堂屋里的东西依旧是那样 就像从始至终都没变过 我站在堂屋门口 背对着太阳 将自己映照在堂屋里的影子 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回来了 既然爷爷说了 母亲和父亲都很安全 我就没必要去跟他们说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怕了 也许不知在什么时候 我自己都把自己都当成了灾星 我怕找他们 会连累他们 爷爷和我睡的房子里依旧很暗 阳光只能透过 还未被木柴堆死的窗户间隙射进来 我在这暗淡的光线中 在房里翻来覆去 爷爷没有跟我说东西放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只得在爷爷睡的床上找 不过当我几乎将整个床连通 爷爷碰过的柜子翻个底朝天时 依旧没有找到那东西 难道爷爷又骗我 我心里有冒出这个念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 想着如果他想骗我 不必要用这种方式 那么东西一定在这房子里 自己为自己打气说着 又继续找了近一个小时 但依旧没有找到他说的东西 不过却找到许多那些年遗落的玩具 像什么弹珠 木陀螺 竹蜻蜓 鸡毛剑子 铁圈圈 看着这些自己 或者和爷爷一起玩过的东西 突然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是的也许自己长大了 在本该玩闹的年纪里长大了 抱着这些东西 躺在自己床上 闭上眼回想那些快乐的时光 想着想着我 突然睁开眼 脑中灵光一闪 我似乎忘了什么 爷爷说在我们的房间里 但我只翻过爷爷的东西 却没有翻过自己的 说不定爷爷会 想到这里 我马上再翻了起来 我在这房间里的东西很少 除了一张自己睡的床外 就只有我一个装宝贝的盒子 我先是在床上找了一圈没有发现 然后将那盒子拿了过来 终于在盒子最下面 找到一个不是我放进去的东西 那是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木质葫芦 外面刻画着许多诡异的图 葫芦的上头有个很小的盖子 上面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不到最危险的时候 千万别打开 是的 就是这东西 原来爷爷早已经将这东西准备好 早已经算计好他死后的一切 原来爷爷这么关系我 想着想着 泪水又流了下来 我将木葫芦抓在手心 然后放在胸口 抱着葫芦的我不知在什么时候睡了过去 在睡梦里的我好像回到穿着开裆裤的时候 那时候的自己整天跟在爷爷后面 像是个小尾巴似的 缠着爷爷给我做玩具 各官同 15 第十四章 今日果 这一觉睡得很踏实 是这些天以来睡得最安稳的 直至天快黑后 刘先生来我家将我叫醒 他看着被翻乱的房子 在看着我抱在怀中的木质葫芦 有些不解的问这是什么 我由于刚刚睡醒 脑袋还是一片混沌 听他这么说 我差点就脱口而出 不过话刚到嘴边 还是被我生生咽了回去 随便敷衍地说了句玩具而已 来到李大葵家时 里面的人依旧很多 按照习俗 这种横死的人 一般只能在家停零三天 所以今天是他留在家里的最后一天 这天夜里要办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报庙 百计 送盘缠 但最重要的是 摔火盆 关于摔火盆这习俗 估计很多地方都有 一般是人死后家里人 要把烧制的火盆 摔碎这个教教子摔瓦盆 不过在我们这边摔的则是木盆 这个木盆是放在死者灵前 用来画密闭的 出殡的前一晚 是一定要摔碎了才行 一般这东西每家 每户都早早就准备好了 摔木盆 以为碎碎平安 一般要摔得越碎越好 不过一般情况下 摔木盆都是由家中长子来做 五子由同姓亲族中血缘最近的唐侄子摔 不过李大葵虽然结婚 但却没有子嗣 所以这火盆谁来摔就是个问题 本来我是怀着看热闹的心 却没想这事情却落在我头上 并且是李沈提出的 李沈穿着一身白色小胡 脸色铁青的从房间走出 独自来到我得身边 他见我一副看戏的样子 眼中带着厌恶的对我说 咬娃子 这火盆就你来摔吧 我刚听这话 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让我来摔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又不是你家什么人 况且你们差点害死我 凭什么要我来摔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做出一副 事故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看都不看他一眼 反正现在他就一副到人家 我不摔你还能咋低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李沈说完这话后 一旁的刘先生也对我说 咬娃子你就替他家摔了 要不是 哎 他话没有说完 但眼睛却看着我 一副我一定要帮忙不可的样子 看得我很是郁闷 刘先生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看我一脸疑惑 刘先生只是对我点了点头 示意我去摔 最后看在刘先生的面子上 帮忙答应了 我盆是家中用的木盆 和平时用的脸盆 差不多大 因为要用来摔的 所以这木盆已经很烂 估计只要掉在地上 就能摔烂 木盆里装着许多东西 不过最多的 还是那种黄色的纸钱 所以我抱在手中 还不算中 当刘先生将摔火盆前面 所有东西准备好后 对我说了句摔时 我举起手木盆 看了眼里大葵 棺材摔了下去 荒荡一声 木盆落地发出一响声 不过原本本该碎掉的木盆 却丝毫没有烂掉 只是在地上翻了几圈 最后摇摇晃晃地落在地上 见木盆没碎 这让四周看热闹的村民 发出一声惊呼 我也被这木盆吓了一跳 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 木盆如果不碎 则表示死者怨气未消 虽然李大葵死得恐怖 让人起疑 但大家还未放在心上 毕竟人都已经死了 谁还管得了那么多 但现在摔火盆 火盆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这不得不让人多想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刘先生 好在他反应快 看了眼没摔的木盆 一副老神在在样子 开口说着 一摔过阴门 说着又看了我一眼 示意我继续摔着 我咬了咬牙 捡起地上的木盆 用眼角的余光 瞥了一眼刘先生 发生此时 他虽然老神在在 但手不断地摸着 他那寸山羊胡子 木盆没有任何裂痕 再次端在手中 我竟感觉 比刚刚中了一些 我在犹豫着 要不要和刘先生说时 只听他大喊一声 摔 随着刘先生喊声响起 我抱在手中的木盆 高高举过头顶 狠狠地朝着地上摔去 这一次我怕没碎 所以用尽全部力气 只听喷 喷 喷 几声响 木盆在地上高高跳起 最后弹到棺材上 撞击着棺材 发出木头撞击的闷响 没碎 他依旧没碎 冷汗从面颊慢慢流出 四周的人也不安静 所有人都交头接耳地讨论着 说李大奎心中有怨气 不肯上阴路 二摔上奈何 刘先生见原本宿静的灵堂 变得闹哄哄的 轻轻地咳嗽一声 继续开口说着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他既然已经开口 我只好再次抱起那该死的木盆 木盆再次端在手里 让我产生一种感觉 那就是就算今天摔一晚 估计都不会破 摔 哼 哼 哼 木盆再次被摔在地上 只是他依旧没有碎 依旧保持原本的模样 静 原本吵闹的灵堂 突然死一般地静了下来 现在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看出 这事情不对劲 整个灵堂在静悄悄的 只能听见村民急促的呼吸声 和不安的心跳 刘先生这时没有再说话 而是死死地看着棺材 眉头微微皱着 这死静的气氛 足足持续了半寸香的时间 被一声刺耳的声音打破 只见原本在房中的 李沈丰了似的冲到灵堂前 一把抱起木盆 生死历劫地指着棺材说 你这死人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说完他就抱起手中的木盆 想重重地摔在地上 但还未摔在地上 被突如其来的一声 够了阻止 大家转分分头 看向声音的来源 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 只见在门外站着一个人 当他走近一看 正是失踪一天的马大苗 不过此时的他 似乎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走路时 脖子一颤一颤 双手也诡异地将头托起 一双眼睛死死看着李沈 眼中满是怨毒之色 李沈看着诡异的马大苗 身体先是一颤 然后发泼式地将手中的木盆 朝着他扔了过去 扯着嗓子喊出一句 你是谁 给我滚 这声音很尖 很刺耳 用生死历劫来形容最为不过 而丢向马大苗木盆 也重重地砸在他脸上 不过奇怪的是 之间不管怎样都摔不碎的木盆 砸在马大苗脸上 木居然碎了 撒出满天纸钱 在满天洒出的纸钱中 马大苗鼻血直流 流过嘴唇 但他丝毫不在意 只是指着李沈大声地问 我是谁 你个死婊子 还问我是谁 你害死了我 还问我是谁 马大苗说完这话 先是拖了拖被砸歪的头 然后一步步向着李沈走来 最为诡异的是 此时他的声音变了 变成李大葵的声音 轰 这马大苗居然说出李大葵的声音 让看热闹的人渣了 纷纷向着门外后退着 而我也想逃离这里 但被刘先生给拉住 我想问他为什么 他却让我别出声 让我安静地看着 只见李沈听马大苗的声音 成了李大葵后 整个人惊叫一声 然后像是受到什么刺激 转身就像跑进房间 但他还没跑两步 就被马大葵给抓住 然后用力一拉 反手朝着李沈的脸 就是一巴掌 哈 这巴掌声清脆而有力 被删的李沈脸上 马上就出现一个巴掌印 那一边脸也肿了起来 死婊子 你说这些年来 我对哪里不好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马大苗看着李沈红肿的脸 身体居然一颤 说话的声音也软了许多 李沈被这一巴掌打傻 然后看着马大葵突然大笑起来 指着他说 对 你这些年是对我很好 但这只是你对我得亏欠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来到这破村 如果不是你 我可爱的女儿就不会死 如果不是你 我还是生活的无忧无虑 但全都是你 你个刽子手将我得生活给毁了 给毁了 马大葵听这话 身体一颤 松开抓住李沈的手 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各官同 第十五章 昨日阴 马大苗颤抖地后退几步 然后采笑着 自言自语 原以为你会忘记 原以为时间会冲冲淡一切 原以为会随着我 对你的好让那是淡去 但到最后只是我自己以为 哈哈 她说的这话 听在我心里 竟让我对这汉子有些同情 不免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有些好奇起来 你想让我忘记 哈哈 你让我怎么忘记 你这个刽子手 李沈听着马大苗的话 眼泪不知不觉地 从眼眶中流出 没事了 现在一切都可以忘记了 你也报仇了 我也为往日的殷 吃了今日的果 这一切都结束了 马大苗看着李沈 眼中的怨恨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柔情 一抹在这种田汉子上的柔情 那柔情似水 温婉而圆长 似乎连生死之仇 都可以随之抹去 以后我走咯 你就离开这村子 这里的水太深咯 你回去吧 说着马大苗身体开始不住颤抖 双眼也开始泛起白眼 口中吐着白沫 接着身子一软 浑身倒在地上 一声叹息 响起在我右耳 往日阴 今日果 是非恩怨怎是头 这是这个庄稼汉子 是我曾经恨之入骨的人 这一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是最有深意的一句话 李沈看着倒地的马大苗 双眼空洞着 静静地站在那里 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般 刘先生从一旁走出 来到马大苗身边 用手刻着他的鼻子 然后从背包里 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塞进他的口中 自顾自地说了句 人死为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现在让他好好地上路吧 他这话让发愣得离神 彻底崩溃 冲到棺材篮旁 对着棺材大哭着 这哭声不像昨天那样 猫哭耗子的假哭 而是真真切切地哭 这哭声带着不舍 带着纠结 带着一种矛盾 马大苗被附身的事 这样过了 丧里还得继续进行 火盆已经被摔破 接下来的事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本想回家继续睡觉 但被刘先生拉着 然后对我说了句 你想不想知道他们之间的事 这让我原本困意全无 激动地点点头 等刘先生忙完 已经是凌晨时分 整个灵堂就只有我和刘先生 和昏迷的马大苗 离神已经枯昏过去 被人送进房间 我和刘先生坐在对面 看着从不抽烟的刘先生 从包里拿出一袋汗烟点上 深吸一口 缓缓说来 大概是十多年前 那时候的李大葵 是村子里第二混的人 整天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不是偷看寡妇洗澡 就是偷别家的鸡 整个村里的村民 都拿他没有办法 唯一拿他有办法 却总是不在村中 不过有天 他兴冲冲地回到村里 对着村里的每个村民 激动地说着 我看上一姑娘可落 我看上一姑娘了 他看上的姑娘 是一户来自城里考察的老干部 他们一家人 主要来村里体验生活 渡渡今然后就可以回去 本来计划好的事情 却被李大葵 这头恶狼给盯上 第二天李大葵 兴冲冲地去老干部 借助的村民家提亲 但李大葵是什么人 说难听点就是二流子 老干部哪里会同意 所以那天老干部 把李大葵骂得狗血淋头 也是这顿骂 刺激了李大葵 让之后的事情埋下祸根 虽然李大葵被骂了 但依旧每天往老干部家里跑 每天都会刻意地和李婶碰面 那时的李婶 还是个刚出门的小丫头 对什么事都很好奇 对于这个每天死皮赖脸的李大葵 虽然凡但也可以从他嘴里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就要到老回城的时间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李大葵认为李婶对他有好感 早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女人 只不过这中间有老干部阻拦 所以他想把这阻拦推开 这念头一出现在脑海 就再也遏制不住 老干部回城的前一晚 李大葵将村子里所有的人叫了起来 请求他们做一件事 他对村民说 如果你们帮了我 那我李大葵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努力干活 村民早就受够了李大葵这二留子每天死皮赖脸的骚扰 听他可以改正都双手赞成 不过当得知整个计划后 他们又犯难了 因为这是要出人命的事 但有句话说得好 穷山恶水多刁民 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谁不是一股子匪性 所以惨剧在第二天发生了 来杜金的老干部一家四口 除了李沈外 全都被李大葵离奇地害死在村中 来接他们的人 也只得接一具尸体回去 而李沈则是让一个失踪的理由给忽悠了过去 李大葵和李沈结婚后 果真像变了个人一样 每天都是面朝土地被朝天 李沈也因为这事 所以整天坐在家中 闭门不出 刘先生说完整个故事 几乎抽了半袋子烟 烟雾将整个灵堂笼罩 让其显得有些朦胧 我仿佛在这烟雾里 看见当年的一幕幕的残剧 那刘先生 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摔火盆 不过我又想到刘先生 让我摔火盆的事 有些不解地问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丢掉快燃烧到手的汗烟 叹了口气说了句 让我震惊的话 你算起来 可以说是他们家女婿 这话让我彻底猛了 女婿 我啥时候成了他家女婿 你见过有如此恨女婿的丈母娘吗 这是孩子从刚刚那故事说起 他们结婚后 李沈就怀孕了 同时的还有我母亲 我和他家女儿是一天生的 不过我生出来后 得了一场怪病 为了治好你的病 你爷爷就用了一种邪术 用李沈女儿的生命献祭 从而救活了你 刘先生说完 我却全身发寒 自己生了场重病 自己曾听母亲提起过 但没想到 其中还有这隐情 难怪每次路过李沈家 他都会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就当我还要说些什么事 一旁昏迷的马大苗哀悠一声 昏迷中醒了过来 只听他用特有结巴的语气说 哎哎哎哟喂 那个狗狗日的打打昏 老子也让老子小小的 不然和老子不揍死他 说着他从椅子上坐起 一脸茫然的看着 我和刘先生问 你你们怎么会在这 是不是你们打打昏我的 刘先生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对他说 你这一天跑哪里看寡不去了 没没没有 我我就是在小小小西边 看见一个奇怪的的人 我上上前问他 他是谁 就被打打晕了 奇怪的人 我皱了皱眉头 村子只有这么大 可以说村里每个人 大家都熟悉 那马大苗说的 奇怪的人是谁呢 怎么个奇怪吧 刘先生也知道 事情不对 所以开口问着 就就是在这大大大热天的 居居然穿着这个个大黑袍子 还戴着个黑黑帽子 干干感觉像是做贼似是的 马大苗说出这话 让我和刘先生全身一阵 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子机里的人 是不是和哪个算计我家的人有关 哦哦对对对了 那那人还有有只大黑黑猫 就在我们怀疑时 马大苗又说了句 这话让我将心中的怀疑变成肯定 那人一定是算计我家的人 那么他今天在小溪边干嘛 是不是他让李大葵 负得马大苗的身呢 做官童 15第十六章 猫看见死亡的双眼 马大苗的话让我全身一颤 我没想到那在背后算计的人 居然离我们这么近 居然就在村子里 那么他是谁 从马大苗的说中 我能知道他不是本村人 如果是本村人 就算穿成那样 估计马大苗都会认出来 况且今天李大苗的丧事 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场 没有人有那个时间 另外那人还有只大黑猫 在我的记忆中 村里似乎没有人家里养过猫 因为在我们这边 有句俗语 狗来财 猪来负 黑猫来了顶白布 在这边人的认知里 猫特别是黑猫 是不祥的象征 所以我从小就没见过猫 我为什么认得 还是有次去歪脖子家 他给看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 在照片里有只猫 否则就算真名 有猫在我面前 我估计都认不得 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如果是 那我家什么时候得罪了外面的人 要知道这里的村民一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被朝天 哪里去过外面 我将自己想的和刘先生说着 刘先生点了点头 密封着眼 看向小夕的方向 一旁的马大苗 听得云里雾里 便歪着头问 你 你们说 说 说的是啥 什么算 算计 不 不算计的 刘先生没好气地对他说 你知道那么多干嘛 快带我们去你昏倒地方去看看 马大苗被刘先生这么说 顿时脸上的通红 耿着脖子昂着头 就一副就要动手的样子 不过被我好言相劝拦住 因为我真怕这二愣子 一言不合和刘先生打起来 小夕在村子对门山下 村子去往西边 需要经过村里的装填 此时正值夏季 是农耕播种的季节 那时村子里 还没有手电筒这么一说 所以走夜路 都是用自制的火把 拿火把的是马大苗 他走在最前面带路 我一如既往地 走在最后 紧跟着刘先生 今晚的夜黑的吓人 如末般笼罩整个天地 四周不时吹过夜风 将火把吹得忽明忽暗 我们三个走在满是泥泞的田梗上 彼此只能听见夜风的呼啸声 和田中潺潺的流水声 四周的房屋也已经熄灯睡觉 村子里一片漆黑 远远望去只有我们三人 举着一根火把 如孤魂游荡在天地间 走着走着我 突然感觉自己 似乎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给盯上 后背不停地冒着冷汗 我猛地转头向身后看去 但后面什么的没有 能看见的只有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仿佛要将我吞噬 呼 我送了口气 刚想开口说话打破着沉闷且吓人的气氛 但当我将视线收回 不经意地扫过自己脚下时 我脑袋轰得一声乍响 心突然一跳 几乎都快跳出嗓子眼 我脚的下面本是满是泥泞的尸土 被火把微弱不定地光照着 照出我们三人的影子 不过不经意瞟的瞬间 却发现地面上居然多出一个影子来 而且看影子和我们的距离 没有多远 似乎它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砰 砰 砰 看着那多出的影子 我心不住地狂跳着 不过我怕自己又幻觉 所以先先揉了揉眼 又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不过手臂的传来 火啦啦地痛让我知道 这不是幻觉 撕 我抽了口凉气颤抖地用手竖着 第一个高大的影子是马大苗的 第二个略微驼背的是刘先生的 第三个瘦弱单薄的影子是我德 但在我们后面还有个影子是谁的 关于走夜路的传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 不过多数都是听见有人在后面叫自己名字 但这突然多出一个影子来 这事情我没有听说过 难不成这是 想到这里 我忙用颤抖的双手 拉住前面的刘先生 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只见刘先生转过头 看着我惨白惨白的脸 也知道有什么事发生 接着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只见他的脸一沉身子一颤 一把抢过马大苗手中的火把 猛地转头口中大喊一声 你是那个 只见他这猛地一转头大声喊着 把我吓了一跳 条件反应地扭头朝后看去 只见在我们身后不远的田梗上 隐约有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 此时见我们回头用火把照去 那身影突然一致 然后转身就跑 马大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 吓一声 转头怒气冲冲地正想质问刘先生 这是在干嘛 不过当看见那影子 结结巴巴地说 就就是他 他 刘先生听这话 眼中闪过一起寒芒 想都没想就追了过去 我和马大苗紧跟齐后 我们三人风式地朝着那黑影追去 夜风呼呼响起在耳边 明灭不定的火把 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马大苗一边跑着 一边朝着前面大喊 你个归归孙 敢打打劳资 今天逮逮住你 非打打死你不可 不过这明显不能 让前面的人停下来 但现在我们全都是在田梗上 所以速度并不能跑得太快 加上那人没有火把照明 跑着跑着只听哀悠一声 就一脚踩在水田里 摔了个狗吃屎 看着那人摔倒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 想着算计我家的人终于逮到了 最先到那人身前的是刘先生 他拿着火把跑到那人跟前 一把抓住那人的衣服 用力一扯就将那层黑衣给扯了下来 不过当黑衣被扯下后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人居然是陈寡妇 陈寡妇是村里有名的寡妇 这里说的有名不是他守寡忠贞 而是他那一张能把活人骂死的嘴 说到活人骂死 这就指的是他丈夫 听说村里人说 当年就是他丈夫受不了他这张嘴 最后上吊自杀的 同时他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话的声音 如同两块生锈的铁片 无端摩擦 听在人耳中直让人牙痒 陈寡妇 半夜三更你在这里干嘛 刘先生看着被扯下 一身黑衣的陈寡妇 脸色一变的说着 陈寡妇听他这么一说 原本还有些未切的心 顿时就消失殆尽 揉了揉自己的脚踝 抬头指着刘先生 用他特有嗓子开口说 好你个刘德玄 半夜三更不睡觉 居然来脱寡妇的衣服 你是在干嘛 刘先生听他这样说 眉头一皱 死死地盯着 陈寡妇没有话说 但身体却让开一步 让出个身位 马大苗好站在这里 马大苗气喘吁吁 跑得跟前 看见这人居然是陈寡妇 不由一愣 随后又看见那身黑袍 顿时就一肚子活 脉部举起拳头 就要朝着陈寡妇打去 虽说陈寡妇 骂人厉害 但遇见马大苗 这么不讲理的 什么话都没有用 所以只得连呼求饶 我拦住怒气冲冲的 马大苗对他说 可能不是他 马大苗那里能认 指着那黑袍说 就 就是 这 这袍子 他这么一说 我也皱着眉头 低头看着陈寡妇 但怎么看他 都不想算计我家的人 于是我问他 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城 这样走在这里 陈寡妇先是 一脸古怪的 看着我们 然后将事情原委 说了出来 本来今天摔火盆后 他就早早回家 但回到家里 却发现门口 似乎摆着什么 他好奇地 走到门口 发现居然是一件 黑色袍子 这让他很是奇怪 因为村子里的人 从来不穿这样的衣服 怎么会有人将这东西 落在自己家门口 不过既然这袍子 落在自己家 用他的话来说 是打算 捡着等人来取 但在他捡起地上的袍子时 不知哪里 突然传来一声 凄厉的猫叫 吓得他一哆嗦 却没想着一哆嗦 便有一张上 茅房的纸 从袍子里落了下来 在纸的清晰上面 写着 今晚紫叶 穿袍去西边 送你一场富贵 他背着莫名的话 弄得有些奇妙 想着谁在发神经 然后就回去 睡觉了 但俗话说 财富动人心 他一躺在床上 就想起那话 心里就直痒痒 翻来覆去睡不着 最后他实在忍不了 心中的好奇 想着自己去看看 又不会少块肉 所以穿着黑色袍子 在这里等着财富的到来 不过财富没来 来的却是我们 这将他气得 用他的话来说 反正老娘都等了一个晚上 啥都没得到 那就跟着看看 你们到底要搞啥幺蛾子 听臣寡妇将整个原委讲完 刘先生陷入沉思 我却心里一跳 如果真的有人给他送袍子 那么这人肯定是算计我家的人 不过他怎么知道 我们要去西边 想着想着 我心里就忍不住的害怕 这算计的也太准了 正当我还想问问陈寡妇 还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时 一旁沉默的刘先生 突然大叫一声不好 头也不回地拿着火把 就往村里跑去 他这突然的一叫 吓了我们三个人一跳 不过接着赶忙上前跟着 随着刘先生跑着 我居然发现 他去的正是李沈家 不过我们刚从家里出来 他又回来干嘛 吱哑一声推开灵堂的门 灵堂里还是老样子 李大葵的棺材摆在中间 棺前的长明灯悠悠地照着 刘先生没有在灵堂多坐停留 直接朝着离神所在的房间走去 虽然那时我还小 但知道半夜三更进别人的房间不好 还是刚王夫的寡妇房间 于是我跑上前 想去拦住刘先生和他说明 不过当我走到他前面 转头看向离神所在的房间时 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只见在离神的房间 一盏暗淡的煤油灯照着 在煤油灯昏暗的光亮下 离神诡异地背对着我们 双膝跪地 他的一身白色校服 被染得通红 头低垂着 那样子似乎是在忏悔 刘先生看我坐在地上 用手拉了我一把 然后带我到离神面前 当我看着他的脸 心里竟生出一种逃离这里的冲动 只见他双眼 圆征直视前方 本来还算清秀的脸 被划出一道道鲜红的疤痕 大嘴张着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手死死地握成爪状 血顺着手滴在地上 发出滴 滴 滴 恐惧地血滴声 此时我站的位置 刚好是他那翻白的眼睛 看的方向 所以从我这看去 他似乎是在盯着我 被他这样盯着 心里一个害怕 腿不自觉地往后挪了几步 然后抬头顺着他死前看的方向 只见在他眼睛正好盯着 这房子唯一的窗户 此时只见窗户哪里 亮起两盏绿幽幽光 在哪里绿光中 我看了一脸惊恐的自己 和我身后一个满脸血腥的女人 他全身漂浮 正死死地看着我 坐观瞳 第十七章 夜谭 看着自己身后漂浮的女人 心咯噔一跳 那可不正是离什么 此时他依旧 用一种怨毒的眼睛 看着我 只不过他的嘴 在微微动着 从他微动的嘴里 我似乎听见了 走 快走 在绿幽幽如灯展里看的一幕 吓得我浑身哆嗦 但又不敢回头去看 因为我怕回头时 会见到什么 让我恐怖的事情 砰 砰 砰 心不住地狂跳着 几乎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最终理智战胜了恐惧 我还是选择回头 我缓慢将头转动 每每转头一下 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一分 当我彻底转过去的时 心跳也到达极致 我已做好看见什么 恐惧的东西的准备 但我转头看去 却发现后面 并没有漂浮的黎沈 黎沈依旧是跪在地上 跪在血腥中 似乎没有移动过 但我刚刚看到的是怎么回呢 我抬头望刘先生 这刚抬头刘先生 也正好向我看来 两人双眼对视 目中都露出恐惧 不过那屡幽幽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不等我问 刘先生先从恐惧中缓过来 拿着那根没烧完的火把 向着那边照了过去 只见在火把的光亮下 一只大黑猫 正趴在窗户外边 用一双圆六的眼睛 正看着我们 见我们照了过去 他嘴角咧开 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喵一声 凄厉的尖叫 转身就跑了出去 我刚想出去追 刘先生一把拦住 对我说 你追不上的 就算追上也没用 看来这次那人都算计好了 连马大苗被打晕 也是他算计好的 刘先生说着 表情很是严肃 这话听在我耳中 却让我心中泛起 阵阵良意 这要是真的 像刘先生所说 那么那人也太厉害了 居然从一开始 就算计着 那他为什么 要杀黎沈 我有些不解的 问着刘先生 刘先生转头看着 跪在地上的黎沈 看着他脸上 已经凝固的惊讶 闭上眼睛 许久才开口说 也许是被他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这话让我心咯噔一跳 先是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黎沈 然后转头 看着刘先生 只是他在说完这话后 便不再开口 独自将火把熄灭 对着一旁 早已吓傻的马大苗 和陈寡妇说 抱丧 放鞭炮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响彻夜空 惊起熟睡的飞鸟 惊醒村中熟睡的村民 当他们带着 朦胧的睡醒 揉着轻松的眼睛 来到李大葵家时 已经快夜里三点 刘先生 自从房间里出来后 一直蹲在 灵堂李大葵的棺材前 一口接着一口的 抽着汗烟 落了一地烟头 烟雾将他笼罩 看不清 他到底在想啥 当村民们 陆续来到灵堂 看着黎沈的尸体时 他们那朦胧的睡醒全无 一种较恐惧的情绪笼罩在他们心头 他们瞪着小眼 没有说话 全都看着刘先生 一时间场间的气氛 有些诡异 当刘先生抽完整袋烟 从地上站起来时 我看着他满眼的血丝 心中不免 为他有些心疼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家的事而起 但我又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还怀疑过他 摇娃子啊 摇娃子啊 你良心真的过得去吗 练尸 入关 刘先生没有看我 而是朝着村民招呼一声 说完独自一人走向黑暗中 看他走远 我忙举着火把跟了过去 慢慢的我们再次向着小溪走去 摇娃子 明天过后我带你出去吧 离开这村子 以后别回来了 刘先生走在前面 叹了口气说着 语气中充满沮丧 我明白他的这种心情 这都因为藏在暗中的那人太强大 强大的让我们不能抵抗 只有选择逃离 不过我真的能离开 我没有将心理的问题说出来 只是恩了一声 我们走过田地来到小溪边 到了马大苗今天所说被打晕的地方坐了下来 听着溪水哗哗流动的声 看着如沫般的溪水一时间都沉默不语 最终我选择打破沉默 看了眼一旁的刘先生问 刘先生你说那个人是谁 既然这么厉害 为啥不直接对付我家 还藏在暗处干嘛 是的 这是我心中一直潜藏的疑问 也是困扰我许久的问题 既然他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直接对付我 还费这么多周折干嘛 刘先生转过头 一脸复杂的看着我许久才说 他在忌惮 忌惮 在忌惮谁 我将这一货问出 刘先生听这话 将头转过去 看了看对门衫 眼神有些恍惚的说 你爷爷 忌惮爷爷 这话让我彻底糊涂了 我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忌惮 一个死去的老头 而且是个整日疯疯癫癫 整日喝酒后 就做门大骂的老头 你爷爷是个奇人 我这一生从未佩服别人 就连这次在背后算计的 你家的人 我也不佩服 但唯独你爷爷 刘先生悠悠的声音响起 将我的思绪拉回 你知道第一次去你爷爷坟头 让你打挂 求的是什么吗 刘先生接着又说 我本以为他会说出一大堆 我听不懂奇数一发 却没料是这话 其实对于他说的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知道 不过看在那是过去了 自己没啥 慢慢的就淡忘了 现在被他提起 我不免很是好奇 便看着 听他继续说着 那天我求的是咱俩的生死 他深吸口气 说出这话来 这话听在我耳中 让我整个人一阵 刚才的好奇 消散不见 只觉得全身不由的一阵寒冷 生死 那天的事情有那么严重 不等我问 刘先生继续说着 其实那天去点灯 本来是一个早就设好的局 那天如果我不来 你和你父亲一定会去点灯 所以他早就设好局 在哪里等着 不过回来时 你听到你爷爷的声音 出了那事 你母亲这才将我请来 我想如果我没猜错 你回去的时候 他只是在提醒你 或者他是想用这种办法 将我请来保护你 本来按照那天的卦 我们绝不可能做出那片坟地 但回来的时候 只是有惊无险 让让我很难闷 最后我才明白 估计也是你爷爷在帮忙 还有你知道那天 我为什么要见死不救吗 说到这里 刘先生再次看着我 只不听他的眼中 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 看他这样 我似乎有了些猜测 于是有些不敢肯定地说 因为我爷爷 对 就是因为他 我当时到底想看看 他有多大的本事 却没有他居然 他居然 道 说到这里 刘先生还想继续说下去 不过他突然浑身抽搐起来 口中不断有白沫冒出 就像突然见羊 巅峰发作的一样 这把我吓得手足无措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只得上前辅助他 用力顺着背后 希望这样能减轻 这突然而来的怪症 好在过了了一会 刘先生自己缓了过来 只见他擦去嘴角的白沫 心有余悸地看了眼周围 独自念叨着 是我多言 是我多言 接着就收了话题 转身就走回去 我这刚听到一半 他突然就不讲了 憋得我难受 于是问他爷爷居然怎么了 不过就算我 怎么请求他 都是闭口不谈 还东张西望地看向四周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回到李大奎家 两口黑木大棺材 摆放在门口 两张黑白的照片 摆放在棺材前 看着那两张以往 我非常厌恶的脸 但现在呢 人已经躺在棺材中 一时感觉 有些物是人非 李大奎本来按照 习俗是明天上山 但又发生这档子事 所以大家最后决定 把出殡的日子 改成后天和李沈一同下葬 加上时间来不及再去修新坟 所以只得将李大奎的坟修宽了一倍 将他们合葬在一起 作官童 15 第十八章 线索 第二天村民们在灵堂内忙忙碌碌 不过已经没有最开始帮忙的兴奋 有的只是一种恐惧 一种让人窒息的死亡恐惧 原本刘先生想今天带我出去 但却被我拒绝 因为我想再送李大奎夫妇最后一程 去弥补自己对他家的亏欠 当夜晚降临 黑夜笼罩大地时 村里的人居然全都没有回去 全都选择一致的留在这里守灵 看着他们那笔哭还难看的笑容时 刘先生没有拒绝 因为一家同时有两人过世 所以这丧礼就变得有些特殊 不过该正常爱欧办理的还是办理 只不过为了明天上山 所以还是忽略许多 刘先生见众人都守着守灵 所以提议睡会 不过刚说遭到众人的反对 用他们的话来说 睡觉可以 但你一定要留在这里 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说法 刘先生也懒得和他们去争 带着我就往离神以前睡过的房间走去 刚走进房间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让刚走进去我忍不住呕吐 但刘先生却好似没闻到一样 自顾自地走进房间 见他这样 我只得皱着眉头走了进去 不过我这前脚刚落 就听哐当一声 刘先生就将门关上 屋子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 这突然的关门哐荡声将我吓一跳 条件反射的想要开门跑出去 不过却听刘先生说 嘘 别开门 我有些不明白刘先生这眼的那一出 走进一个刚惨死过人的房间 里面还满是血腥味 最主要的还把门关上 这是想干啥 由于看不见 我只能大概记得刘先生进来的方位 我伸着手向前方探了探 却没发现刘先生 这让我很是心慌 于是忙叫了声 刘先生 刘先生 刘先生没有回答 不过在不远处 响起火柴刺拉的响声 接着一丝火光出现 在火光的映照下 刘先生静静地站在那里 表情略显严肃 看他还在 我松了口气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他身旁 只是刚到他身边 还没等我来问干嘛 关门 他就对我竖起中指 嘘了一声 然后贴着我 眉笼的左耳说 别出声 我怀疑李家婶子 有东西留在房子里 小心隔墙有耳 他这话让我全身一震 然后瞪着大眼 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心想着如果有东西 他还会留给你 早就毁灭了 刘先生看着我满脸不信 也不是和我多说 举起手中的香油灯 在房间里不停地搜寻着 不过当他几乎将整个房子翻边 再次回到我身边时 也没找到什么 只见他皱着眉头 自言自语地说着 难道是我想错了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 看出李婶 有东西留在房间 也不知道他想找的是什么 只不过李婶那诡异的死法 却让我铭记于心 便开口说 会不会是在他死的地方 毕竟他死的太诡异了 刘先生听我这话 点了点头 也不管我说的对不对 朝着李婶死的地方走去 李婶是死在房中心 距离火光还有几步路要走 我跟着刘先生向着哪里走去 哪里现在已经空无一物 只留了一滩乌红色的血迹 看上去让人心惊 当我走到血迹旁时 一股刺鼻的血腥充斥开来 刺眼的红色让我心里发寒 脑海不由浮现李婶死时 那诡异的场景 双膝跪地 双目圆睁 被刀划破的满是血痕的脸 嘶 越想心中越害怕 以至于我不敢走进哪里 只得站在不远处 由刘先生一个人去 刘先生看我这样子 骂了句耸淡 自己一个人走到血迹旁 蹲下身子 然后用微弱的火光 罩着地上的血迹 他罩得很仔细 一寸一寸不愿 错过任何地方 原本我以为 他不会找到什么 毕竟这只是 我的无心之说 却没想没过一会 刘先生一声轻疑 将我吸引 只见刘先生 正站在血迹旁 看着一处地方洞 都不动 我强忍心中恐惧 走了过去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看在那滩血迹上 有些一处很小的地方 竟没有血 是屋子原本的土黑色 而且那没有血的地方 刚好组成一个扭扭曲曲的墓字 墓 难道这就是黎沈要给我们的提示 但这墓又代表着什么 我看着刘先生希望他能告诉我些什么 只不过他也是一脸茫然 难不成那个凶手的名字中有个墓字 我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刘先生恩了一声 于是问我 村里有没有名字中带墓字的 我摇了摇头说 没有 在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讲究的是穷民建养 一般都是些二狗 二蛋啥的 就如我 就叫姚娃子 哪里还会有名字中带墓这么秀气的名字 刘先生 恩 了一声也没多问 然后打了哈欠 一脸眷容尽显 我看着双眼通红都快打架得要死 有些心酸的对他说 刘先生 你就休息会 你都几天没睡了 刘先生应了一声 自顾自的说了句 试得休息休息了 说着向黎沈的床走去 夜静了 身旁的刘先生已经睡去 我躺在床上 看着房间里的黑暗 听着外面 喧杂的吵闹声 不知不觉 也睡了过去 这一夜不知是心理作用 使然还是其他 我睡得很安稳 也许 不能称之为睡 因为整晚我都是处于 半梦半醒的状态 而且我似乎还听见耳边 有许多人在说话 那声音 听起来很模糊 不知道说的是啥 第二天清晨 我被刘先生叫醒 看着外面天刚蒙蒙亮 有起床气的我 没好气的说 现在天都没亮 刘先生听我这话 直接朝着我 得头来了一巴掌子 好气又好笑的 对我说 你还说 你个瓜娃子 睡觉也不安稳 整个晚上 又是哭又是笑 我怎么能睡着 快起来 等下就无时辰了 听到这话 我我有些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 昨晚刘先生给李大葵 和李沈合了八字 确定了是今天毛时出病 毛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 我们从房间走出 外面的人就已经忙碌不停 有些人还欢呼着哼着小调 这一切看在我眼中 很不是滋味 也许在他们心里 李家夫妇就是灾难 越早送走越好 吃完最后的送葬饭 已经是六点左右 天刚刚破晓 旭日从大山后冒头 射出万丈光芒 李大葵埋的地方 在去对门山的路上 地方是就先生给选的 用他的话来说 有山有水好墓穴 出病的时候 再次坐在棺材上 只不过这次是我自愿的 自从听了刘先生 对我说的时候 我就对他家有着一种亏欠 想着 如果他们的女儿还在 那么今天悲剧 也许就不会发生吧 但世上没有那么多也许 索拉 鞭炮 出殡 做官 骑 这次由于要抬两口棺材 所以基本出动了 村里所有的劳动力 出殡时 李大葵在前 李沈在后 这也充分体现了 在我们村里 重男轻女的现象 由于抬官的人太多 路又太窄 所以一路上都走得摇摇晃晃 让坐在棺材上的我 吓得直冒冷汗 随时如此还是走过 那最难走的路段田梗 接下来只要过了 小溪上搭建的石桥 石桥是由石头搭建而成 算不宽阔 但也好走 八仙们走在石桥时 已经没有那种摇晃的感觉 我看着坟地就在眼前 自己也即将送完李家夫妇 最后一程 离开这生活十年的村子 一时间感慨良多 回头看着熟悉的村庄 看着郑费力 抬着棺材的村民 一种不舍油然而生 眼眶也不知 在什么时候湿润 不过就在此时 已经走到桥中央的八仙 突然其呼一声哀哟 接着棺材落地 框档巨响 我直接从棺材上掉了下来 落入微凉的溪水中 溪水尽失我的脸 冲凉我的心 我猛地从水中站起 看着石桥上面 只见上面已经乱成一团 送葬的妇人四处逃窜 台关的疤浑身颤抖的 跪在石桥上 棺材已经掀翻在地 哄 看着落地的棺材 我得脑子如遭重击 直觉天旋地转 坐棺童 15 第十九章 猫鬼 我们这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起棺之后 棺材不能落地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 必须也得用土砖或木凳垫着 如果真的落地 那么死者将会落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我不知道这世上 到底有没有十八层地狱 但李大葵的棺材已然落地 而且其棺材和棺树分离 李大葵的尸体从里面滚了出来 死不明目的眼 扭曲成麻花庄的身体 身上伸着的手 害人的指甲 最可怕的是 他的头已经和身后分离 滚落到一旁 这么办 这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看着石桥上 我心里就像一百只猫在挠 急得我气血上 用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刘先生也是第一次见这情况 一时间也猛了神 傻傻地站在那里 不过他毕竟见过太多诡异的事情 马上反应过来 对着跪在地上 爱生求饶的八仙大吼 你们还愣着干嘛 阁老子快点将尸体收好 他这一嗓子 让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 找到主星谷 立马从地上站起来 扶得扶棺材 抬得抬尸体 刘先生则去捡 李大奎的头颅 我也是被刘先生 这声喉给吻住 想着还是没出什么事 不过还没等我 送了这口气 只听刘先生 又是一声大喉 畜生放开头颅 我听这话 转头看去 只见此时 在李大奎头颅前 突然冲出一只大黑猫 他先是对着李大奎的头颅 嗅了嗅 然后一口咬住李大奎的头发 冷眼地看了刘先生一眼 接着喵的一声就跑 刘先生也紧追其后 一人一猫朝着对门山跑去 当看见大黑猫时 我心里就一阵冰凉 当他咬住李大奎的头颅中 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 是他 又是他 我咬牙切齿地说着 嘴唇已经用力 已经被咬破 冰冷的血流去口中 尝出一股咸味 我没有跟随刘先生 去追黑猫 因为我知道 就算自己去追 也已经追不上 从溪水中站起 重新走上石桥 冷冷地看着 台棺材的八仙 摇摇摇娃子 这 这可 怪 怪不了 我 我们刚 刚 刚刚 抬着棺 棺 棺材 怎知他 他突然中 中 许多 不 不 不信 你问他们 马大苗戒巴不轻地解释着 一脸惨白地看着棺材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其他七人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复生硬喝着 全都摆出一副 不关我事的表情 这表情看着我眼里 是那么的讽刺 虽然我知道 这是可能是 算计我家那人弄的 但此时村民这表现 实在太让人心寒 可以说是让人发指 不过我能怎么办 我还是个孩子 是个十岁大的孩子 面对这事情 我能选择什么 摇摇摇娃子 还 还 入不 入脏不 在 不入脏 我 我 我可回家了 接着马大苗又说出一句 让我吐血的话 入脏 怎么入脏 死无全尸 这和火化在农村的意义差不多 而且现在棺材已经落地 我苦笑两声 看着想要逃离的他们说 要不等刘先生回来吧 这可不行 摇娃子我跟你说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今天遇见这事 我已经够倒霉了 现在还要陪着死人一起等着 哼 你等我可不等 陈寡妇那特殊的嗓音 突然响起 只见她已经跑到石桥的另一边 双手插腰一脸嫌弃的 看着棺材 是啊 是啊 今天真是晦气 居然碰见了这事 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你说这李家夫妇也真是的 死了也不安分 这是要闹那样咯 陈寡妇带头说着 那些大婶大妈们 再也闲不下来 张口一论着 全都一副准备 离开这里的态度 面对他们这种态度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就在此时 刘先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入葬 照常入葬 只见刘先生一身鲜血的 从对门山里走出 不过却没有找到刘大葵的头颅 原本闹腾的村民 见刘先生回来 全都老实下来 不过听刘先生这样说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现在李大葵都伸手 不全怎么入葬 不过我没有说出来 因为刘先生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加之他现在那样子 我真不知在里面 他经历了什么 棺材重新盖好 继续抬着往坟地走去 浑身是血的刘先生走在最前面开路 我依旧坐在棺材上 只不过此时坐在棺材上的我 脸色惨白惨白 因为我隐隐约约间 幼儿似乎听见李大葵 凄厉的呼喊声 还我头颅 还我头颅 我没有我再将这事告诉刘先生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够多 入葬 祭祠 填土 一系列工作做完后 村民们纷纷走回加入 一刻也不停留 我和刘先生站在李大葵的坟头 看着他满身的鲜血 有些不明白地问 刘先生 你刚刚不是去追黑猫 为什么一身鲜血地回来 刘先生回头看着我 神情苦涩地对我说 我看见他了 还和他较量一场 听他这么一说 我身体猛然一震 看着满身鲜血的刘先生问 你们谁赢了 刘先生叹了口气 眼神复杂地对我说 不是谁赢了 而是我输了 输得彻底 如果不是他手下留情 我姑就回不来了 啊 我大笑一声 在我的印象中 刘先生是个很厉害的人 他此时居然这么说 那人是有多么厉害 那怎么办 难不成真的让李大奎死无全失 我看了看 新堆的坟头 有些不忍地问 摇娃子 我们这就出去 这里的水太深了 刘先生没有接我得话 而且对我说 让我跟他出去 我真的能出去吗 我不知道 但此时他对我说的 让我有些心动 说实话 我已经受够了 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 受够了不知道下一个 又是谁死的日子 母亲和父亲 爷爷曾说过 是安全的 那么现在 我和刘先生离开 又有什么关系 我将其中厉害想明白 点头答应着 我们这地处相惜 除了山还是山 出村的路 只有一条 就是顺着小溪 一直往下走 我本想回去 告诉母亲 但想了想 还是不要回去的好 刘先生由于受了伤 我只好一路搀扶着他 所以走得并不快 走在路上 我和刘先生说着 问起那人 到底长什么模样 刘先生 忍着浑身的剧痛 咒着没对我说 也就和普通人一样 不过我并不是 爱在他的手里 而且那只猫 猫 刘先生居然不如一只猫 这让我很是震惊 想着一只黑猫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刘先生见我这样 自嘲地笑了笑说 我还真不如一只猫 不过说准确点 那并不是一只猫 不是猫 那是什么 我惊讶地说着 那是恶鬼 从地狱跑出来的恶鬼 刘先生转头看着我 一脸惊恐地说着 我被他这表情感染 我不由地害怕起来问 刘先生 你别吓我 你知道我胆子小 刘先生苦笑地说着 我必要吓你吗 其实那黑猫 不是普通的猫 而是鬼猫 你知道什么叫鬼猫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猫鬼就是 古代修炼邪术的人 用巫骨之道去养猫 让其鬼物附在猫的身上 这样可以用来害人 这猫鬼因为是用巫骨之术 饲养而成 还有种说法叫猫骨 因为它属于巫骨中 动物骨之其中一种 有着诅咒人死亡的能力 而那只屡次出现的黑猫 就是猫鬼 我身上的伤 也多数是他弄出来的 不过这关于猫鬼的饲养方法 早已经失传 他又是怎么样的呢 刘先生说完皱着眉头 也不知道在和谁说着 就这样我们说说婷婷 大概走了快两三个小时 当就要看见出口时 我碰见了两个意想不到的人 就是村长和张屠夫 如果说村里最有威望 最有号召力的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十里八乡有名风水师刘先生 不是旧人半载的王老头 而是南山凹村村长姚唐 对于生于大山的人来说 出去这世是种奢望 可他没有 他是咱村 唯一一个出过村 见过世面的人 现在村里最先进的设备 那辆二八大杠 就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跟他在后面的是张屠夫 说好听点屠夫 其实也就是个杀猪的 他的脸上满是落腮胡子 左侧还有个不小的疤痕 这疤痕听说是在一次杀猪的时候 被猪爪挠的 他常年杀猪 身上多少有点杀气 加上他这长相 所以村里的小孩都怕他 甚至有种闻其明指其枯的效果 他因常年杀猪 所以有个习惯 就是刀不离手 他的那把杀猪刀 整天背在身后 常年累月下来 也养成个毛病 就是他在很恼火 或者很生气时 手总是不经意的 取摸刀柄 脸上也会浮现一种 杀猪时的残忍 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 他们生后还跟着个小女孩 看年纪和我差不多大 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 一双绣花鞋 脸张得各似娃娃似的 两个浅浅的酒窝挂在脸上 头发编成一根辫子 整个人看上去 让人有种很干净的感觉 此时的他正用一双 亮晶晶大眼正看着我 眼中充满好奇 被他那样看着我 不知是不是小孩子心性使然 我居然不敢和他对视 心中产生一种自卑 确实和他比较 我身上穿的都是些粗布烂衣 衣裳破草鞋 身体因营养不良 变得瘦弱 脸也有些不正常的白 摇娃子 你这是要去哪里 还不回去 村长看着我 一脸和蔼地说着 被他这样看着我 心中的委屈 顿时涌现 眼泪止不住的就往下流 在我记忆里 对我最好的两个 一个父母 另外一个则是唐叔摇唐 记得小的时候 每次他每次外出 都会给我带一两颗 大白兔奶糖 而是还会让我 坐在他肩膀上 带我去玩 仍凭我怎样闹情绪 都会让着我 此时看见他那和蔼的笑容 我心中的委屈 如潮水般 再也抑制不住的哭了 这哭和在母亲怀中的哭声不同 在母亲怀中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毕竟他一个附导人家 也帮不了我什么 但此时在唐叔摇唐面前 哭则属于抱怨 属于发泄 抱怨他为什么这些天不在村 发泄这些天来心中的委屈 一边哭一边 将通期间一系列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想不到我刚出去这么点酒 村子里就出现这种事 摇娃子莫怕 没的事没的事 唐叔不断拍着 我得后背安慰着 我哽咽地应了声 接着又听他问 那你们现在去哪里 听他说这话 我转身看了眼刘先生 发现此时 他已经非常虚弱 脸白得跟张纸一样 似乎来阵风 就能将他吹跑 这看在我眼里很着急 生怕他出点什么事 就赶忙说 原本是打算出去 可现在再出去 我怕刘先生熬不住 村长听我这话 才注意眼前的刘先生 他在刘先生脸上 看来看去 最后瞪着眼睛 张着大嘴 指着刘先生说 这不是刘先生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 一旁的我听这话 转头看着刘先生 心里想着 虽然他全身是血 但脸上却没变 只是苍白点 村长怎么会认不出来 村长啊 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吧 摇娃子还走不 要走就快点 等下我怕自己走不动了 啊 听刘先生这样说 我有些不好意思 看着唐叔回来的我 突然有些不想出去 毕竟谁也不想离开 那养育自己 近十多载的故乡 刘先生 要不咱们回去吧 你看要不等 伸你的提好了后 我才和你出去好不 不过为了刘先生的面子 我还是这样说着 说完后 我盯着刘先生 想从他脸上 找到些什么 没想他是叹了口气 嘴唇微动 想说什么 但虚弱的身体 不允许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 刘先生被张图夫 给背着 我跟在他们身后 手中握着两颗 大白兔奶糖 看着越来越近的村子 心里开始忐忑起来 我不知道 自己选择对不对 也不知道村长回去后 是否真能解决 更不知道自己回去 面对的是啥 只晓得 我不想离开哪里 离开父母 哎 你叫什么名字 突然走在我前面的 那个女孩回过头 用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着我 被她这样看着 我突然变得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支支吾吾的半天 才说 我 我 我叫姚娃子 却没想我这话 刚说出来 那小女孩扑 痴笑了出来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弯成月牙 两个酒窝浅浅 挂在脸上 长长的辫子 也因她笑着 而摆动起来 我是问你的正名 不是村里的名字 我惊诧莫名 想着什么叫正名 难不成姚娃子 不是正名吗 她看我 一脸不懂的样子 解释道 正名就是大名 通俗点 就是姓啥名啥 我被问的 有些莫名其妙 我的大名 不一直叫姚娃子 难不成 还有别的名字 她见我愣住当场 吼了一声 扶着自己的额头 用一种 我不懂的眼神 看着我说 算了吧 不问你咯 问了也是白问 不过你脖子上 挂着的葫芦 好奇怪 能给我看看不 自从找到葫芦后 我怕自己丢了 就找了根绳子 一直挂在脖子上 而且还特意 放进衣服里 一般别人也只能知道 我脖子上 挂着一个东西 平时也没人注意这个 现在听她突然这么说 我马上就紧张起来 连忙抓住 挂在脖子上的葫芦 一脸警惕 想着 她是怎么看见的 给我看看了 又不会要你的 那小女孩见我一副 如临大敌的表情 扑斥又笑了出来 不过对于她说的话 我则是拼命摇着头 这是爷爷留给我保命的东西 我怎么能给别人 苏寻 你别老是欺负摇娃子 堂书见我俩在后面说着 她转过头 看着我们道 苏寻这我是第一次知道 这个来自外面这个爱笑女孩的名字 一路走走停停 苏寻不时地拿我斗着玩 好在小孩子之间都没什么心机 说着说着 我们俩就放了开来 在和她的聊天里 我也发现她一个问题 就她就是懂得许多我不懂的事情 比如电视机 比如点灯 比如 同时她也很爱笑 说几句话就笑着 不过她笑起来的样子 是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 回到村里已经快三点 由于我们是从原路返回 所以最先看到的是那座石桥 和李家夫妇的新坟 原本以为堂书会先回家 可她没有 只是让张屠夫将刘先生送去王老头哪里 他则带着我跟苏寻去了李家夫妇的新坟 坟是今天早上堆的 泥土还是那种刚挖出来的土黄色 由于是合葬 所以坟头看起来略大 在坟头的一旁还有个花圈 孤零零的立在哪里 上面写着 悼念李氏夫妇千古 摇娃子静晚 在我们这边 花圈一般都只有亲人才会送 我的这个则是一种对他们家的亏欠 以及刘先生说的那句话 我也算得上他们家半个女婿 我不知道唐叔来这里干嘛 于是问他 叔 你来这里干嘛 唐叔没有话说 而是静静的看着坟头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倒是一旁的苏寻 说了句让 让我整个人都不住吓了一跳 这里面的人似乎怨念很大 如果不解决 将是个祸害 第21章 不知唐叔有没有听见 但这话让我惊讶不小 转头看着他 只见此时在他那亮晶晶的大眼中 我似乎发现他的眼和正常人的有些不一样 但哪里不一样 一时说不出来 唐叔只是恩了一声 然后带我们走回村子 当到达他家的时候 张屠夫已经通知村里所有的人 全都聚集在院中 来的人很多 十多户人无疑不在 除了年岁已高的王老头 外其余的都在这里 唐叔站在最前面 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 倾咳了嗓子 开口说着 各位村民 我出去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我也听姚娃子说起过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不过底下的人都沉默不语 最后还是陈寡妇站出来 用独特的嗓音说着 村长 我觉得这一切都和九疯子死后有关 姚娃子 就是个灾星 只要他离开村子 那么一切都会好 我听到这话 心里不由咯噔一跳 死死地看着陈寡妇 心里想着我没得罪过他 他为什么这样针对我 嗯 还有吗 唐叔看了我 一眼没有争论 只是点了点头 他这一眼 让我心中更加不安 难不成唐叔也认为是我 我觉得 觉得 还 还是 李家夫妇 不不不过 他们都都死了 硬硬 应该没什么问 问 问题了吧 马大苗在人群中 结结巴巴的说着 不过没有站出来 因为张屠夫 在上面站着 要说这一根筋的人 在村里最怕的是谁 莫过于张屠夫 记得在李面前 这二愣有次 不知因为什么 和张屠夫对了起来 他本来是自己 人高马大根本不怕 但那次要不去唐叔 及时阻止 他就被张屠夫 给当猪给宰了 从那以后 马大苗 看见张屠夫 都躲得远远的 如果不是今天 是张屠夫 去他家叫他 估计打死 他也不会来 还有吗 唐叔看着下面的人 依旧还是这话 我觉得 这一切不怪姚娃子 他只是个小孩子 如果他真是灾星 那么生活了十多年 我们为啥没事 偏偏现在有事 你们不想象 不觉得这一切 都太巧合了吗 突然在人群中 传出这样的声音来 我抬眼看出 歪脖子正站在那里 见我看来 他还对我笑了笑 底下的村民 看着他们 说着自己的意见 似乎村长也没说啥 所以底下就热闹起来 纷纷讨论着 说着自己的观点 底下一切混乱 这混乱持续了 进一炷香的时候 最后被村长的青壳打断 他看着下面的村民 发布了回来后的第一句话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不要把个人感情 带尽这件事 说到这里 唐叔看了眼 陈寡妇 接着又说 李家夫妇已经死了 俗话说人死为大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个 害死李家婶子的人 不过在这之前 得把李大奎给挖出来 听唐叔看陈寡妇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些得意 不过当最后那话 说出来后 我直觉在这五日放空下 不由升起一阵凉意 把李大奎重新挖出 这 我瞪着大眼看着唐叔 眼中很是不解 同样不解的 还有下面的村民 他们听到这话后 全都炸锅了 本来李家夫妇 给他的的恐惧已经够多 现在好不容易埋了 又要重新挖出来 这让人如何接受 村长 你不刚刚说人死为大 但现在你倒可好 李大奎埋都埋了 你还打扰别人长睡 这不是打你老的脸吗 陈寡妇第一个跳出来 老脸惨白惨白的 对啊 对啊 他这一发话 顿时获得下面 一大片人的赞同 纷纷附和着 场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 就在此时张屠夫冷哼一声 手不自觉地往身后摸着 他家见他这样 全都闭上嘴 村长说挖出来 就一定有道理 你们瞎嚷嚷个啥 本来我也不赞同唐叔的话 不过张屠夫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起 刚刚去坟头石 苏巡说的那话 唐叔做出 这决定会不会 和他说的话有关系 想到这里 我转头看向苏巡 只见他此时正闭着眼睛 像是打瞌睡一样 似乎感到我的目光 他睁开眼 看着我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大家先听听 你们是李家夫妇 事情的参与着 相信李大葵的事情 你也见过 不说他上深马大苗 这式的诡异 就说说他的尸体 你们见过谁死后 尸体还会变成那样 在我看着苏巡的时候 唐叔对着下面说着 他这么一说 下面的人都沉默下来 李大葵尸体的异状 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不过都没有说出来 或者都选择性的逃避这问题 现在被村长提出来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人死后讲究 如土为安 对于再次惊动逝者 是大不敬的行为 对于这种事 如果逝者亲人若在 是肯定不允许的 但李家夫妇双双逝去 所以也没有人反对 况且你想反对 就必须承受 张屠夫的杀猪刀 众人浩浩荡荡地 向着西边走去 此时正值下午三点 头顶的太阳照在我头上 我却没有感到半点热度 有的只是一种 从心底升起的良意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 开坟是不能见太阳的 所以只能在坟头哪里 搭了个棚子 上面盖着有黑的布 我走进里面 低头看着 略显臃肿的坟头 再抬头看着 头顶有黑的布 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萦绕在心头 由于是 今天刚堆的坟 按理来说挖起来 应该不是特别费劲 不过挖坟的进度 却特别的慢 大家对于这事 也是心知肚明 都没有点破 不过再慢 也有挖开的时候 就在即将挖开的时候 底下传来一声惊呼 这 这是石 石 什么 我本来在一旁站着 突然听到 在动土的马大苗惊呼 我急忙跑进一看 我倒抽了冷气 只见挖开的泥土 竟不知在什么 变成的暗红色 底下的呼叫声 也将其他人招来 唐叔自然也在这里 他看着底下暗红色的土 眉头微皱 其他的的人看见这土 也全都吸了口冷气 在这偏僻的山村 并不知道 这红色的土是什么情况 只晓得这土很不积极 甚至还有人说 这土是被写尽成这样 村长 还 还 还要不 要 要挖 马大苗虽然这样说着 可眼中的害怕 不言而喻 明显是他不想再挖下去 挖 干嘛不挖 你个二愣子 平时不是胆大包天 现在一点红色的土 就把你吓着了 唐叔看着马大苗 用了着急降法 众人见马大苗这样 只得硬着头皮 继续挖着 随着离棺材越来越近 里面的土也越来越红 以至于看见棺材的时候 那土完全成了鲜红四血的颜色 将原本的黑漆棺材染成红色 我看着直觉的心惊肉跳 村长 棺材谁 谁 谁来 来台马大苗见棺材 挖了出来结巴地说着 那天谁台的今天 就谁台 唐叔看着被红土染成红色的棺材说 这话让下面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因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那天台棺的人 看着他们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唐叔又对他们说 你们台 我给你们一天工钱 别搁老子墨迹 如果不敢 老子喊别人 俗话说重金之下 必有永夫 在这山村里 村民可以说是靠着庄稼养活 几乎没有收入 现在厅台棺材居然有一天的收入 底下那些人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纷纷点头同意 棺材出来的时候 是在坟头上立了个支架 然后再用两根绳子套在棺材和支架上 底下的人只有拉着支架那边的绳子就可以 就在索引东西准备好 棺材也拉起一半时 拉棺材的绳子突然从中断裂 棺材框荡一声摔在地上 棺盖再一摔开 李大葵诡异的尸体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第22章 斜脚烟 尸体滚落后直接掉入红土中 在我这里看去 他那可怖的样子 尽手眼底 死不明目的眼 扭曲得像个麻花式的身体 双腿后登 双手向前伸着 拇指长的指甲变得乌黑 最恐怖的是在他裸露的皮肤上 竟然生着一层白毛 啊 僵尸啊 哄 原本安静的人群突然传出这样一声 众人听闻 全都慌乱地逃窜着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见他这恐怖的样子 但我还是被吓了一跳 转头想跟着他们跑 不过 在我转头的时候 我居然看见苏寻 此时的他脸上竟然没有一点害怕 相反似乎还有点激动 小拳头紧握着 亮晶晶的眼睛 看着一眨都不眨 这妮子疯了 这是我得第一个念头 别人看见这么恐怖的尸体 跑还来不及 他居然还激动 接着我就想起 他刚看见这份说的话 难不成他 不过没等我再想多的 那妮子直接跑到我身旁 一把拉住我的手 朝着李大葵尸体所在的方向跑去 我被他这突然一拉 身体一个裂切 差点摔倒在地 哎 你拉我干啥 被他拉到横坑前我 不敢看里面的李大葵 所以将头扭过去 说着 你真是个胆小鬼 连死人都怕苏寻 睁着大眼睛 用手将我的头扭过来说着 我的头被他扭过来 再次看着里面的李大葵 我整个人都汗毛竖气 深吸口冷气 不过在这个小姑娘面前 我可不能丢脸 所以我在心里 不断为自己打气 他个妮子都不怕 我怕啥 难不成 还不如一个妮子 待我狂跳的心 平下来后 看着一旁 莫名激动的苏寻问 你干嘛这么激动 为什么你不怕 苏寻没有看我 而是一只盯着李大葵的尸体 回答他说着 死而不服事为疆 尸而掌毛则为尸 这是一句僵尸啊 我听到僵尸这两个字后 刚刚平复下来的心情 马上又提起 吓得我又想退回去 不过碍于苏寻这妮子 一直抓住我的手腕 所以只得强装镇定 那 那你为什么不怕 这可是僵尸会吃人的 我吞了口吐沫 有些不明白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吃人 你别笑我了 他头都得怎么吃人 再说 吃也先吃你 苏寻看着我 这一脸害怕 再也忍住扑斥笑了出来 笑的是前呼后拥 那叫一个畅快 不过我听他这么说 也反应过来 是啊 他头都没得 怎么吃人 就在我和苏寻说话的时候 一旁躁动的村民 也被堂叔给稳定下来 他走到我的身边 有些生气的对我说 小孩子家家 这么危险 无怕还在这里 虽然他这话 有责备在里面 但听在我心里暖暖的 在经过村民眼睁睁 要烧死我的事情后 我对于人情冷暖 有了新的理解 以为在这世上 除了自己父母外 不会有人关心我 但现在听堂叔这样话 虽然语气带着责备 但这也代表着 关心不是 哦 以后我不会了 我朝着苏寻使了个白眼 略带歉意地 对堂叔说着 堂叔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那些慌乱的村民说 你们看 这两个小孩子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 这不过是具尸体而已 他还能吃了你们不成 堂叔说完 又指着跑得最快的马大苗说 你个龟孙 阁老子站住 欺负人的时候 没见你怕过 现在怕啥 快阁老子把尸体弄出来 抬回李家 否则老子今天让你好看 马大葵被村长这样说 整张脸都拉了下来 露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点头称是 棺材再次被村民吊起 马大葵的尸体 也被抬了上来 重新放在棺材里 当众人将坟头重新堆好 把李大葵的尸体 再次抬回李家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 在农村没有什么夜生活 只要天已黑 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 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 所以当黑夜降临 村子一片寂静 我被唐叔留在李大葵家守灵 留下的还有苏巡 我们三个在灵棚里 他们听我讲着这些天的经历 上次只是粗略地和唐叔说过 这次我原原本本地和他说着 不过有些事我没有和唐叔说 比如母亲此时的状态 比如爷爷和我说的事情 比如我脖子上挂着的葫芦 这并不是我不信他 而是在爷爷的谈话里 我知道一个道理 知人知面不知心 当说完整件事情后 已经快晚上十一点 此时的村里多数人都已经睡了 我得睡意也涌了 上来哈欠连天 一旁的唐叔见我这样便让我睡去 我不敢去李婶房间去睡 所以只得在灵堂的梁床上睡着 不知为什么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我刚刚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睡着后我做了个梦 在梦中我看见李大葵 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他无神地双眼看着四周 双腿笔直地站在地上 原本清黑的兽衣变得血红 他茫然地走出院子 走过村中的梅子户 他好像在找着什么 在梦中的我 完全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他 他每经过一户人家 会在门前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脖子 站立很久 然后经过下一户人家 直至他将所有人都走后 依旧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走到了村中 仰天大吼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听见他吼的 但梦中我得感受就是如此 最后我是被他吓醒的 在他吼完后能地转头 而他刚转头就和旁观者的我对视 我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在看着他 不过此时才看着转头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心中一跳 将我从睡梦中给吓醒 睁眼我看见的是一张脸 和一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 由于我刚从睡梦中醒来 还处于李大葵的恐惧中 醒来后又突然看见这么一张脸 我本能地一把将那脸推开 然后就听见哀悠一声 接着就是苏寻一脸怒气地 瞪着大眼指示着我 姚娃子你这是干嘛 当听见那哀悠的时候就知道推错人 现在听他这么说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这也不怪我好不 谁叫你靠这么近 苏寻本来看我一脸不意思 脸上的怒气消了许多 但又听我这么说 那刚消的怒气又瞬间起来 他双手插着腰 气得那根小辫子不停地摆动说 怪我 是你自己睡觉不安分 一直地说梦话 还不停地冒冷汗 你说今天你推了姑奶呢 你打算怎么陪 他这话问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来 他见我这样气更加不打一出来 上前就想打我 不过就在此时 门外进在一个人 正是马大苗 他气喘吁吁地跑了离开说 不 不 不好了 见马大苗来了 我赶忙问他 什么是不好了 马大苗看着 喘了好一会 将踹云气说 村 村 村里 出 出 出事了 出事 听他说这话 我心不由咯噔一跳 要说现在 我最不想听见的是什么 那就是这两个字 什么事 难道是谁又死了 不 不 不是 唉 唉 一时间说 说不清 清楚 村 村长呢 在说这话的时候 唐叔也从李沈家走了出来 他看着满头大汗的马大苗 说到底怎么回事 马大苗则结巴地说 不清楚 要我们跟着去看 我们三个跟着马大苗走出灵堂 一路走着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又出事了 但我整个人却慌了起来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当走到他家门口 看着门口上时 我整个脑袋轰得炸了开来 只见在他们家门口 一个鲜红如血的脚型出现在哪里 我看到了鲜红色的脚印 整齐地映在马大苗家石板铺成的门口 出声的朝阳照在上面 我只觉得刺眼无比 当看见脚印的第一眼起 我得心就不住地狂跳 想起来昨晚做的那个梦 梦中的李大葵 挨家挨户地站着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不过当他走完后 依旧没有找到 最后跪在村中心仰天长吼 我忘不了他吼出的那个声音 那声音是如此悲凉 如此无助 那时的他如同一个失去 最喜爱玩具的孩子 是如此的伤心 在我发愣的时候 堂叔也看见这些脚印 有些不明白地问马大苗 这就是你说的怪事 对对对啊 最可怕 怕的不是这个 而是是是村长里 每每家每每户 都都有马大苗 看着家门口的脚印 一脸惊恐地说着 在他说完这话后 陆续又来很多村民 全都是急匆匆地跑到这里 他们来到后 似乎想说些什么 不过当他们看到斜脚印时 全都沉默下来 一脸惊恐地看着堂叔 你们家门口 是不是也有这个堂叔 见他们这模样 皱着眉头问道 对啊 对啊 所有人都纷纷点头 眼中的惊恐不言而喻 那你们昨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比如说狗叫的厉害村长 见大家都纷纷点头 皱着的眉头更深 没有 前些天被李家夫妇的事 折磨得够呛 昨晚好不容易躺在床上 睡过去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哦 陈寡妇用听着 让人牙痒的声音说着 对对对 昨 昨晚我 我和陈 陈寡妇都 睡 睡得很 早 没 听 听见马大苗听陈寡妇这么说 马上了一声附和 不过他这话一说 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什么 他和陈寡妇都睡得很早 难不成他们还有点啥 笑得不止我一个 其余的村民听马大苗这么说 也纷纷忍不住笑了出来 其中有不少好事的大婶 还纷纷出言说 你和陈寡妇怎么睡上的 她的床上功夫怎么样 这话说的马大苗的脸 胀得通红 陈寡妇则是一阵清一阵白 狠狠地看着马大苗 其眼中的光芒 看得我都心寒 不过这事也让精神紧绷的村民 放了下来 唐叔件事情闹得差不多 就白手让大家停了下来 接着说这是出现太诡异了 一夜之间出现这么多斜脚印 而且村里的狗一直没叫 我觉得这事情是人为的 而且是村里做的 所以我决定每个人都去斜脚印哪里试试 只要是合得上脚的 那么那人就一定是他 唐叔虽是这么说 而且说的也很有道理 但底下的村民都犹豫起来 因为在山村都讲究避嫌二字 都认为和自己无关的事 不参合得好 并且这突然出现的斜脚印 实在是太过诡异 而且这是以前 也在我们这有过相似的例子 就是以前村里有户人家 第二天起床时 在家门口发现一双千层底 那鞋做得很精致 也很漂亮 那时村里很穷 一般穿的都是草鞋 千层底这种精致的布鞋 属于稀有东西 一般都只是过年时穿穿 然后再收起来 主人家突然见自己家门口 突然多了双这样的鞋 心里很是欢喜 打算将其偷偷捡回家 不过在捡的时候 刚好有两个人 从他家门口经过 也全都发现了这鞋子 他们三人全都说 这鞋子是自己的 而且都有自己的理由 以至于谁都不服 甚至还打了起来 最后这是闹蛋村长哪里 那时村长不是堂叔 村长看着眼前的鞋 再看了他们三人 最后想出个办法 谁的脚合适就是谁的 三人听这话都面面相去 心里都有些忐忑 不过都闹到村长这里 只得硬着头皮上 最开始试的是外面两个 他们穿上鞋子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太小了 但他两位了面子 还是装作很适合的样子 这情况也被主人家看见 他知道这鞋不是自己的 所以当他试的时候 也很忐忑 不过当他将鞋子 刚好穿上去时 竟发现那鞋 刚好合自己的脚 这让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最后还是村长叫他 才回过神欣喜不已 这就这样村长 将鞋子送给了他 他欣喜若狂地回到家 不过他不知道 自己带回家的是个噩梦 第二天 那两个没得到鞋的村民 早早就来到那人家门前 以为还会再发现一双 可是当他们两人 来到那人家中后 惊恐地发现得到鞋子的人 居然惨死在家中 死相非常残忍 最恐怖的是他死的时候 正好穿着那双千层底 这故事村里人都听说过 所以看见这诡异的鞋脚印 没有一个人上前 唐书见所有人都没有动 不由地骂了句龟孙 然后自己就踏上去 本来看他踏实 我还想上前拦着 不过却被一旁的苏巡拦住 然后给了我一个没事的眼神 我被他突然拦住 心里一个急 想着这么邪门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碰 我不知道那故事的真假 也不知道这脚印 到底是不是昨晚梦中 李大奎留下来 不过光看着脚印 就觉得很邪门 所以我一时间急火上涌 一把甩开 苏巡瞪着眼睛 问他 什么没事 出了事你负责吗 不过说完后 我就有些后悔 因为苏巡 虽然只是个小妮子 但他在李大奎坟前的话 足以证明他不寻常 但此时的我被担心迷失的理智 没有想这么多 虽然我想去拦着唐叔 但此时已经晚了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唐叔 抬着脚慢慢的往那个诡异的斜脚印上踏去 慢慢的慢慢的 他的脚离斜脚印越来越近 我的呼吸也随着唐叔的脚步越发急促 大 黑色千层底 踏在青色石板上 发出清脆的踏响 一 二 三 三个呼吸过去了 依旧没有事情发生 见他没事我 送了口气 有些歉意地看着苏巡 不过他只是白了我一眼 扭过头不理我 对此我只是苦笑一声 不过话说回来 刚刚着急 只能怪我自己 因为在我内心深处 一直还潜藏着 自己是灾星的想法 虽然这想法 一直有别人给我否定 但却还是一直藏在我内心深处 今天看着唐叔去踏斜脚印 我是真的怕 我怕有一个对我关心的人出事 不过好在这一切都没事发生 唐叔看自己没事 也送了口气 接着他从石板上走下来 看着下面的人说 你们这些龟孙 耸淡 隔老子快适 那个钥匙不是 老子今天打断他的腿 底下的人见唐叔 站在上面没事 估计心中的害怕 也放了下来 陆续地朝着青石板上踏 看着眼前一个个人 走上石板 脚印一个个比对 直至最后的陈寡妇 是完后 依旧没有发现 合适的人 唐叔见这样 眉头鼓住锦州 就在打算让大家回去的时候 陈寡妇扯着他 独特的嗓子说 村长 那他们两个呢 难不成他们就不用试试吗 说完陈寡妇用手指向我们 我看着陈寡妇 心里很不舒服 这石板上的脚印这么大 哪里会是我们两个小孩子的 这明显是看我不顺眼 故意针对我 想到这里我一步上前 刚想和他理论 不过被一旁的苏寻拦住 只见他走到我身前 看着陈寡妇说 大神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明显不是我们小孩子的脚印 不过可能大神 你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使 你要是想看我们就试试 说完他朝我眨了眨眼 自己一个人 卡在青石板上 不过依旧和以前一样 没什么事发生 并且明显发现他的脚 鼻血脚印小了一个型号 他站在上面对着陈寡妇说 大神 你看我们的脚差这么多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看出 你说是不是 说完他朝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去试试 我本来想和陈寡妇 但现在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就别提多畅快 想着这妮子嘴皮子 居然有这么厉害 我走到石板一旁 苏寻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看了陈寡妇一眼说 咬娃子 咱就让大神看看 你要站好点 否则我怕大神看清楚 说着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他那长长的辫子 在空中抛出个完美的弧线 落在我眼前 看着他下来 我走到青石板上 看着两个鲜红四血的脚印 脚慢慢地抬着 放了上去 本来看着那么多人 放上去没事 在我心里也认为 自己会没事 没过在我刚踏上去的时 我整个身体如遭雷击 全身一颤 然后两眼一花 昏了过去 等我再睁开眼时 我看到了 让我心颤的画面 作观童 15 第24章 死亡的双眼 当我踏在 青石板的鞋脚印上时 整个身体如遭雷击 浑身不住颤抖 接着两眼一花 陷入一片黑暗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四周 一片漆黑 四周也寂静无声 只有一轮高挂的明月 仿佛在诉说着此时 已是深夜 看着这突然的变故 让我心中一惊 转头看向四周 却没有发现唐叔和苏寻他们的影子 我依旧是站在马大苗的家门前 依旧是站在那块青石板上 不过我却看见马大苗在里面熟睡 让我惊讶的是 在他旁边还有个人 那居然是陈寡妇 我看着里面的两人 心里不由一跳 难不成马大苗说的是真的 难不成他真的跟陈寡妇有关系 不过此时我又是出处于什么状态 为什么能看见他们 难不成我又是在做梦 想到这里 我想用手掐自己一把 不过刚想抬手 却发现自己的手就抬了起来 只不过我看着这手 差点吓得我掉魂兜了 只见这突然抬起的手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 是一件青黑色的手衣 然后是拇指长的指甲 并且在我露出的手背上 还有一层白色的细毛 看着这陌生而又熟悉的手 我心里不由一阵恐慌 大脑一片空白 想着这谁的手 怎么会伸到我面前 不过没等我想明白 自己的另外一只手 也不受控制的伸到面前 两只手紧紧地抓着 马大苗家的窗栏 死死地看着里面 我不知道此时的 我处于什么状态 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刚刚生出的两只手 完全不是我本意 并且这两只手 都被青黑色手衣包着 有着长长的指甲 手背上长着一层白色的细毛 看着眼前两只恐不得手 我想大叫 却发现自己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那感觉就像自己的嘴巴 什么被堵住 这让我很是心慌 心中生出一种 想要逃离这里的冲动 但自己已经不能动弹 只能眼睁睁 看着恐怖的双手 和屋子里面 屋子里面 是马大苗和陈寡妇 他们两睡在一张床上 不过我发现自己看的 并不是他们 而是看着他们床头 只见在他们床头的地方 有两盏绿幽幽的灯光亮起 那光幽深甚人 在我这里看去如同黑夜里的指路灯一般 指引游子回家的方向 那幽光的主人 我借着外面的月色看去 居然是一只猫 一只黑色的猫 此时的它正叼着一个头颅 那头颅双目圆征 一头已经成枯草色的头发 大嘴微张 脸上的肌肉已经枯萎缩成一团 只能隐约地看清一个大概 那居然是李大葵的头 月光如水 照在我身上 将我全身照透 不过却让我感到阵阵凉意 我死死地盯着那只黑猫 看着李大葵的头颅 仿佛在我眼中 那头颅代表着一切 就在我要推开门 想要找回那头颅时 黑猫咧嘴一笑 轻轻地瞄的一声 就跑没影 看见黑猫不见 我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着急 想要找到那黑猫 在这种着急的心理下 我再次寻找 终于让我在歪脖子家 又看见了它 黑猫依旧蹲在歪脖子的床头 此时的歪脖子已经熟睡 并不知道自己床头 蹲着一只猫和一颗头颅 我想要大喊它的名字 提醒它 却发现自己除了能看以外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心里干着急 好在黑猫依旧在床前蹲着 没有任何伤害歪脖子的举动 大概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它又没痒了 尽管它没有伤害歪脖子 这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但这次看着它不见 心里却很是急躁 此时的我仿佛有两个思想 一个是黑猫不要伤人就好 另外一个则是渴望拿到那头颅 在这两种不同的矛盾思想下 我继续寻找 这次我是在张屠夫家找到的 只不过当我看到它家窗户外时 发现张屠夫家空无一人 它没有在睡觉 人不知去了哪里 看着三番两次逃跑的黑猫 我另一种急躁的思想已经到达顶点 心中生起一种想要冲进房间 抓住那黑猫的冲动 不过就在我就要付诸行动时 里面的黑猫伸出爪子 在空中写了一行字 你不能进来 否则我就吃了它 对 它写的就是这十二字 但这短短的十二个字 彻底改变我的世界观 猫居然会写字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但此时此刻我真的看见了猫在写字 它的写的这十二个字 让我原本想要冲进的欲望消灭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它 看着它嘴中叼的头颅 没过多久它和前两户一样 莫名地消失了 我再次追寻它的足迹 我又在另外一家人里 看见又看见它 这样它一直走走停停 几近将村子 所有人家都去了一边 而我一直都在那些人家门口站着 看着那猫那头颅 当黑猫走完 村里最后一户人家时 它彻底消失不见了 连同不见的还有那颗头颅 看着头颅不见了 我心中狂躁着 我拼命地寻找着 但怎样都找不到它 直至最后 我走到村中心处 无助地站在那里 对着高空的明月 仰天长吼着 我只想找回自己的头颅 但你为什么不给我 这话是我说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的 但真真切切地听见了 就在我常吼过后 突然生起一种感觉 那就是觉得背后有人 在盯着我 我猛地回头一看 只见在我身后 月光之下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里的人站在那里 他一只手正提着个头颅 冷冷地看着我 当看见那黑影时 我全身一惊 心里生起一种恐慌的感觉 我也终于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又一次回到昨晚的梦里 只不过这次是以李大葵的视角去看整个过程 不过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李大葵昨晚是否真的出去过 我还没来得极细想 只觉得脑海一阵晕呼 接着就是无尽的黑暗 我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还站在马大苗家的石板上 依旧是清晨 唐叔此时正一脸关系地看着我 我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唐叔 想起刚刚看见的一幕 许久才开口 说着 你刚刚站在这上面 突然整个人就浑身一颤 一动不动 我本来是想把你推行 不过苏妮子说你丢魂了 所以不要动你 等你自己醒来 我听着唐叔说着 自顾自地应了一声 因为我还沉浸在刚刚看到的梦境里 在哪里我看得许多许多 比如马大苗和陈寡妇 比如黑猫 比如张屠夫 村长 你看咱们都没事 就摇娃子有事 你觉得这事是不是他干的 就当我要将所有里面看的事情 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陈寡妇突然说话 他那让人听着牙痒的声音 将我的思绪打断 听着他那话语 我只感觉一种深深的厌恶 是的厌恶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他 他居然这样针对我 不过我却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 所以我对他说 一个女人要守复道 如果不守复道 村里的规矩你是懂得 我说这话的时候 特意看了他和马大苗一眼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陈寡妇被我这话一说 顿时脸色就沉了下来 指着我破口大骂道 你个害人精 害了自己家不够 还要来诬陷我 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 说着他撸起袖子 就要上前来 不过被堂叔拦住 他先是看了我一眼 然后再看了陈寡妇一眼 然后淡淡地说了句 人在昨天再看 最终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最后都没找到 谁是写脚印的主人 结束后 唐叔带着我回了他家 本来我是不想去 我想要去李大葵家看看 他的尸体到底有没有异样 只不过最后拗不过唐叔 只得先去他家一趟 回到家中 唐叔进屋做饭 我和苏寻坐在院子里 只见唐叔刚走 苏寻就瞪着一双 亮晶晶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地问我 摇娃子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 看着一脸的好奇 我苦笑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来这里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怕那些东西 但此时的我不想和他说的太多 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 况且我们也不是太过了解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踏上去 只觉得浑身一颤 然后两眼发黑 接着什么不都不知道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才晓得自己丢魂了 苏寻明显是不相信我的话 气呼呼切了一声 说 你这是骗小孩呢 不告诉就算了 哼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 真是这样 不过我问你个事 但我这话 他没有回答我 看样子 对于我不告诉他 他还是很生气 本来我还想问问他 昨晚李大葵棺材有没有什么状况 不过看他这样子是没办法回答我呢 哎 等一下还是问问唐叔 我苦笑地摇摇头 吃饭的时候 唐叔也问了我刚刚发生什么 不过我也是用对苏寻说的话告诉唐叔 这并不是我不信任唐叔 而是我不想他卷进来 因为我太害怕他在受到什么伤害 唐叔听我这么说 也没说啥只是呜了一声 然后继续吃饭 唐叔 你昨晚有没有睡觉 当快吃完饭的时候 我问唐叔 哦 有事 我摇摇头说没事 只想问问而已 唐叔见我这样摸了摸 我得头说 哎 摇娃子长大了 有些是会瞒着书了 我听他这样说 连忙摇摇头说 没有 没有 我只是怀疑 那些脚印会不会是李大葵的 唐叔听我说这话 马上停下手中的碗筷 对我说 你怎么有这种想法 我挠这头不好意思地说 直觉吧 你看所有人都试过 都没有 就只有李大葵没试过 不过这只是我猜测而已 唐叔听了我的点点头 恩了一声 然后说不可能 他说他昨晚一直在 看着棺材没有睡觉 还是天亮的时候 去里面瞇了一小会 作官童 15 第25章 那一年的夏天 听唐叔那样说着 我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吃着饭 白天对我来说 是安逸的 因为在白天里 那些吃昧亡凉 都会在日光下 消失无踪 但对我来说 又是无聊的 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 突然闲下来 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 感觉自己在做梦 好在身边有个 对什么都好奇的苏巡 才让无聊的 白天有了试作 本来他是对我不肯 告诉他的事而生气 不过小孩子家家 不就是这样 当面吵架转身就和好 吃饭后 苏巡让我带他去村里转转 说让我去看看 村里有什么好玩的 我也是闲着没事做 所以也就答应下来 不过当我们将整个村子 都转悠了一遍时 并没有找到他 认为好玩的地方 最后实在没办得的我 带他去了村头 在我们村头 有着一棵老槐树 听村里的老人 说这槐树 有很多年了 在这炎热的夏季 槐树底下 是乘凉的好地方 一般在没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哪里 听听老一辈人 讲过去的故事 这次带苏巡去哪里 并不是去听 他们说故事 而是做鞦韆 说到那鞦韆 可以说我小时候 一半的日子 是在那上面度过的 因为小时候的 我不合群 所以有时只能一个人 坐在鞦韆上玩 往往一坐 就是大半天 怎么玩都觉得厌倦 当我们来到大槐树下时 本来哪里 还有几个大妈大婶 在哪里聊家常 不过当他们看见我时 像是看见温一般 纷纷走开 这看在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 一旁的苏巡 也许是看出 我心中的想法 便安慰我说 没事摇娃子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等我得是办了后 我带你出去 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说完他笑着 拉住我得手 走向鞦韆的地方 由于是我带他玩 所以他坐在上面 我在背后推着他 只见坐在鞦韆上他 一直笑着 两个浅浅的酒窝 挂在脸上 长长的辫子 随着鞦韆摆动着 他是笑得那么开心 以至于我都被他感染 将所有烦心的事情 抛在脑后 也随着傻笑起来 当我们玩累了 都靠在槐树下 看着远处的大山 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摇娃子 你以后想做什么 最终还是苏巡 打破这气氛开 如梦一般的说着 听他这么一说 我一时间有些不知道 怎么回答 以前的我是想和唐叔一样 能去外面闯荡 让自己父母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呢 我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因为我一直感觉 自己身处的漩涡 越来越深 恐怕最后会让我沉入其中 再也出不来 所以我也说了个 不算回答的回答 不知道 可能是好好活着吧 你不会死的 想你这么好的人 老天爷不会让你 这么早就死的 苏巡的声音 依旧如同梦一般 听不出情绪波动 不过他说的话 却让我有些感慨 正所谓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如果有可能 我还是愿意去做个祸害 那样就不用 整天提心吊胆吧 也许吧 我似答非答地回答着 却没想我这话 刚未落音 苏巡马上坐了起来 然后用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着我说 什么叫也许 你一定会好好活着的 他说这话时 眼中露出肯定的光芒 我不知道 谁给他的自信 能保证以后的事情 但我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所以转移话题问他 你怎么脸上有两个坑 是不是饿的 我这话一出 原本还一脸正经的苏巡扑 吃笑了出来 他在我的头上 轻松地打了一下说 傻瓜 这怎么是坑 这是酒窝 酒窝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 但真的很好看 于是问他 什么叫酒窝 有什么用 苏巡听我这么问 再次到刚刚坐的位置 然后用梦一般的声音 对我说 你知道吗 传说相传人死后 过了鬼门关 遍上了黄泉路 路上盛开着只见花 不见夜的彼岸花 花叶生生两不见 相念相惜永相失 路尽头 有一条河叫望川河 河上有一座奈河桥 有个叫孟婆的女人 守候在那里 给每个经过的路人 滴上一碗孟婆汤 凡是喝过孟婆汤的人 就会忘却今生今世 所有的牵绊 了无牵挂的 进入六道 或为先 或为人 或为处 孟婆汤又称望情水 一喝便望前世今生 一生爱恨情仇 一世扶尘得失 都随这碗孟婆汤 一望的干干净净 今生牵挂之人 今生痛恨之人 来生都相见不识 可是有那么一部分 人因为种种原因 不愿意喝下孟婆汤 孟婆没办法 只好答应他们 但在这些人身上 做了记号 这个记号 就是在脸上 留下了酒窝 这样的人 必须跳入望川河 受水烟火制的魔者等 上千年才能轮回 转世之后 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带着那个酒窝 寻找前世的恋人 我似懂 我似懂非懂的 吼了一声 然后问他 那你找到那个人了吗 苏巡听我这话 沉默许久 才开口说 没有 我出门的时候 有算命先生 给我算过 说我要找的人 在南方 所以我来了这里 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他 没事的 你会找到的 你这么努力 会找到的 听他这么说 我由衷祝福他 希望他能早点 找到那个命理注定的人 这样他就不会被警离乡吧 也许吧 说完这话 我俩又沉默下来 一直依偎在槐树旁 直至黄昏落日时 唐叔叫我们两个 回家吃饭 吃完饭后 我回到了家里 今晚我不用 去给李大奎守灵 因为这守灵的人 唐叔已经安排好了 三人一组 昨天我们三个熟了 所以今天晚上 是马大苗 陈寡妇和歪脖子三个人 回到家中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本来我打算 直接进去睡觉 但在我进去的时候 母亲从另外一间房 走了出来 她看着我问 姚娃子吃饭了没 我点点头说吃了 她嗡了一声 再次转身回到房间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和母亲的话少了 似乎关系也疏远了很多 刚开始我以为 是最近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母亲为了保护我 不得不这样做 不过当我看见 唐叔回来后 对我依旧如往日一样好时 我知道一切都变了 母亲慢慢地变得陌生 变得无话可说 躺在自己的床上 拿出脖子上的葫芦 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整个人好累好累 累得我不愿去承受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着的 只晓得在睡觉之前 似乎自己哭了 还哭得很伤心 这一夜我没有做梦 没有再梦见李大葵 但第二天天刚刚亮 村子又出事了 出事的是昨晚守灵的三个人 当我到达李大葵家里时 哪里已经围着许多村民 不过全都站在院子外 没有进去 我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身头一看 只见整个灵堂里 只站着两个人 唐叔和苏寻 看他们两个在哪里 我也跑了进去 走到唐叔身边 问他 叔 发生什么事了 唐叔看了看我 整个眉头皱成一团 最后叹了口气说 出大事了 马大苗和陈寡妇 昏死过去 歪脖子疯了 而且李大葵不见了 听他说这话 我整个人都吓一跳 然后跑到李大葵的棺材前 只见原本盖着的棺盖 已经被掀开在地 棺书里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血红色的液体 留在棺中 原本躺在里面的李大葵 已经消失不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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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 我连忙说了三个这 才将话说出来 15 第26章 招魂 一夜之间 守灵三人 昏迷的昏迷 疯癫的疯癫 谁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闹得外面 看热闹得人心惶惶 我听了唐叔说的话 慢慢走到到 李大苗的棺材前 看着棺材 里面空无一物 原本李大葵 那无头尸体 消失不见 留下的只有一滩鲜红的血水 里面的血水 浑浊而鲜红 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不过看着看着 却让我着迷起来 突然内心也生出一种 奇怪的想法 那就是用手去摸摸这血水里 到底有什么 这想法一出现 就再也遏制不住 手不受控制的 往里面伸着 就当我的手 就快放入血水中时 只见唐叔的声音 响起 姚娃子 你在干什么 他这突然的声音 将我吓一跳 自己也从刚刚那状态中 恢复过来 看着即将伸进 血水中的手 心里生起 一阵后怕 转过头看着唐叔 脸因刚刚的事情 所以有些惨白 叔 你说李大葵的尸体 到底能去哪里 难不成一个 没有脑的死人 也会失变 其实当我看见 里面的尸体不见时 心里就生出一个猜测 就是李大葵的尸体 确实是自己走出的 而且他走出来 是想去找自己的头颅 只不过那个梦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所以也不好乱下结论 不晓得 不过在他的棺材旁 发现一行很诡异的脚印 唐叔这话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只是慢慢走向棺材后面 接着用手指着棺材后的说 听唐叔那样说着 我心里竟有些好奇 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脚印 才让唐叔说诡异 不过当我走到他的身旁 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然后只感觉自己整个身体 都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原本看唐叔说诡异时 我心里觉得他有些大体小作 毕竟就算是写脚印 也不能说是诡异 并且就在昨天 还每家每户都出现过 不过当我看着唐叔所指的地方 才明白他所说的诡异是指什么 只见在他指的地方 有着一行鲜红似血的脚印 不过并不是平常 所想的那样是两只脚印 出现在我眼前的事 而只有一只脚印 这一只脚印练成一排 一直走向李大葵的家中 看地上那脚印 我脑海中不由浮现一幕 诡异的画面就是 屋头的李大葵 提着自己的一条脚 只有另外一条脚 一蹦一跳地 向着他所在的房间走去 每蹦一下 就落一个斜脚印 不过他这样跳着 按理来说 动作应该很大才对 马大苗他们没道理 发现不了啊 想到这里 我回头问了问唐叔 唐叔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本来我想尝试着 去叫行马大苗和陈寡妇 但唐叔的一句话 让我放弃这念头 他们都丢魂了 丢魂这事 在山村并不少见 因为山野之地 多怪事 往往有些事 能在不经意间 将人吓得丢了魂 不过这种丢魂 只有他的亲人 在其丢的地方 高喊三生其名字 一般丢失的魂 都会回来 但此时 马大苗和陈寡妇 依旧昏迷不醒 如果是简单丢魂的话 估计唐叔已经叫回来了 但他们此时还没醒过来 那么只能说 他们不是一般的丢魂 树叶有专攻 对于丢魂这种事情 相信最拿手的还是刘先生 我和唐叔合计了一番 决定还是请刘先生来看看 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刘先生自从那次受伤后 一直在往老头家养伤 期间我去看过一次 不过看他的脸色 并没有恢复过来 此次这事如果不是太诡异 我也不会请他来帮忙 因为他帮我得已经够多了 当刘先生来到李大葵家后 我有些歉意地看着他说 刘先生 这事实在是太诡异 不得不将你请来看看 刘先生依旧是面色苍白 不过比起前两天已经好了很多 他披着个单一 轻轻地咳了咳说 没事 反正都一把老骨头了 再不发挥点余热 以后都没机会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啥李大葵的棺材又回来了 听刘先生这么说 我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和他一说 他脸色微微一变 摸了摸山羊胡子 点头道 你们是想让我将他俩的魂给照回来 是的 刘先生 麻烦你了 唐叔上前一步 对刘先生拱了拱手 刘先生看了唐叔 一眼白手道 没什么 只要能照回来一切都好说 只是 哎 我先试试 说完他从自己的背包里陆续掏出箱竹之前 元宝蜡烛 然后找了张空虞的桌子 将纸竹点燃 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了你块正方形的肉 当作祭品摆在上面 等一切手续做完后 刘先生清了清嗓子 拿出一本泛黄的古书 一本正经的开始招魂 他招魂的方法和我们的土法子差不多 只不过他并不需要亲人呐喊 只是拿了两个人贴身的衣服 用支刹挂着放在桌子前 然后念叨一通我听不懂的咒语 随着他的咒语念起 刚开始还没反应 但过了一会 周围突然挂起一阵阴风来 这风吹动我的头发 也吹动着挂在桌前的衣服 看见这突然而来的阴风 我心里鼓注激动 想着招魂必须得专业人士才行 随着刘先生念的咒语越来越急促 那阴风越来越大 最后几乎桌上的纸钱乱飞 吹得我睁不开眼睛 就在我以为就要成功将马大苗和陈寡妇 二人的魂给找回来时 那摆在桌子上的摆放祭品的瓷碗 突然发出卡擦一声 然后掉落在地上 瓷碗碰撞地面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响声过后 那正在招魂的刘先生 突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接着他整个人萎靡不振 像是生了场大病一样 看着情况 他这样子 我心咯噔一跳 连忙跑到刘先生面前 一把搀扶住 他赶忙问 刘先生 没事吧 刘先生抹去嘴角的鲜血 缓了好一会 才缓回过神来 用一种无比严肃的语气说 他们俩的魂照不回来 或者是不愿回来 这和你父亲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 说到这里 刘先生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看着马大苗和陈寡妇的肉身 皱着眉头 沉吟许久才说 一般的魂丢了后 都会对外界产生排斥感 只要听见有人喊 就会立马回来 不过他们的情况有些特殊 像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回来 这就有些奇怪了 不愿意回来 听到这话 我整个身体一震 不愿意回来 这不是和我父亲的情况差不多吗 不过如果真的是和我想的那样 那他们的魂又到底去了哪里 居然不愿意回来 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的魂离开肉身太久 就会魂飞魄散 他们会不会去了一个地方 一个只能去不能回的地方 就在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苏巡 突然开口说着 他这话一出口 刘先生双眼一亮 拍着手掌 连呼叫好 对 对 他们可能去了一个只能去不能出的地方 不过那地方又会是在哪里呢 刘先生自顾自地说着 人陷入沉思之中 而一旁的我却听得有些不明 所以什么不愿意回来 什么只能去不能回的地方 这说的什么跟什么 不过我没有问他们 因为我怕自己的发问打断他们的沉思 就这样气氛一下子就陷入沉默之中 这沉默包括外面围观的人 就在他们思考魂到底去了哪里是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那就是张屠夫居然不在这里 张屠夫不在这围观的人群里 似乎他已经消失了很多天 作官童 15 第27章 后山 张屠夫自从和唐叔回来 开完会后 就一直没出现过在众人眼前 也许以前 我可能会是认为他有事 或者去别的村杀猪去了 但从昨天 我用李大葵的视角看过后 就对他产生怀疑 谁会半夜三更地不睡觉 不在自己家中 难不成他就是那个算计我家的人 想到这里 我全身一震 因为如果是这样 那许多事情都能解释 他首先半夜三更 不在家 然后李大葵 又在那一夜最看见黑袍人 加上现在他也不在 这一切的一切是巧合 还是早有预谋 于想到这里 我快步走到唐叔前 小声地问他 书 张屠夫这两天去哪里呢 唐叔突然听我这样说 整个人一愣 然后看着我 有些不明白地说 你问这干嘛 没啥就是问问嘛 我装出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腼腆地说着 哦 这样啊 这两天 他似乎去别的村叫他杀猪去了 估计快回来了 你不会是在怀疑 是他唐叔说着说着 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睁大眼睛看着我 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没有 哪里会 只是你不觉得他这两天 消失的太不正常了吗 我连忙摆手说没有 不过后面 却说着自己的疑惑 确实这两天 他消失的太不寻常了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 哎 你不要想多了 想他那种 五大三粗的杀猪汉 哪里会搞这些名堂 让他杀杀猪还可以 让他搞这些 估计比杀了 他还难受 唐叔拍了拍 我的肩膀 安慰我说着 听他这么说 我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他一个杀猪的 哪里会有那么多心机 就在我们说着的时候 刘先生突然拍着大腿 大叫一声 我听文盲 转过头问他 刘先生 你想到什么 刘先生没有说话 而是走出 李大葵的院子 站位李大葵家山的小路上 接着转过头看着 村子后面的大山 许久才说了一句 我想到他们去哪里了 听他这样说 我心里一个机灵 连忙问 是哪里 后山 刘先生深呼口气 许久才吐出 这两个字 后山 当我听到 这两个字时 身体不由地颤了颤 心中不由冒起自古梁一来 也许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后山 这样我就打个比喻 如果把村子 比喻成一个人 那后山 就是人的头发 或者说 是整个村子的命脉 不过在我们这里 后山和牛房一样 都属于村中禁地 甚至后山 还高于牛房 我从来没去过哪里 因为村里的老人 常告诫我们 那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谁要是进去了 就会罩灾惹祸 这个刚开始 大家还不信 以为是老人来骗人的 所以总有胆大之人 想去里面看看 不过自从出过 二愣子事件以后 村里的人 对后山的敬畏 达到极致 因为那是血淋淋的教训 二愣子的事情 还是发生在窝狠小时 他原本是住在村头 四十来岁的光棍汉 平日也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 只不过他脑子比马大苗 还不好使 听村里的老人说 他这脑袋是因为他 小时候放牛时 不小心被牛踢坏的 具体是怎样 就不得而知 不过正因为他傻 所以他也是 村里小孩子最喜欢的人 因为和他胡闹开玩笑 都不会发脾气 而且我们经常对他搞恶作剧 说起来他的死 也让我们这群小孩难过一阵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 他为什么要去后山 没人知晓 只知道他是走着 进去躺着出来 而且身上 没有一处好地方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伤口 上面还有蛆在爬洞 最后还是请了刘先生 才将他的尸体给带出来的 这二愣子的死和后山的邪 也在当时成为村里人 茶余饭后的谈点 我记得当初二愣子死后 我晚上还经常听见 有老鸭如枯式的叫声 吓得我整晚都不敢睡觉 这事情在这山村 引起很大的轰动 村民们开始正式认知 老人口中所说的话 此时突然被刘先生提起来 儿时的恐惧涌上心头 脑中浮现二愣子 惨死的样子 即使我经过这么多事 还是觉得后怕 后山不可能把唐叔 也知道当年的事 心有余悸地说着 我想来想去 只有那里了 当年都说是我进去后山 将二愣子的尸体带回来的 其实我没进去过 刘先生苦笑地说着 没进去过 怎么可能 那二愣子的尸体 你怎么带出来的 听着刘先生说的话 我不相信地摇头 如果他没进去过 难道还是二愣子的尸体 自己走出来的不成 真的 当年我只是在后山外面 看见二愣子的尸体 当时他正被吊在一棵 歪脖子树上 当接过他的尸体时 我还想进去看看 不过我刚想踏进去 心里就生出一种恐惧 仿佛我只有走进去 就会死在哪里 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人 一般对于这感觉很灵验 所以我也没进去过 刘先生说着说着 声音有些颤抖 似乎想起当年那种 让他恐惧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我有些想不明白地说着 但刘先生没有回答我 明显也不知道这答案 与此同时 我也想到一点 刘先生曾说过 父亲的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 父亲的魂是不是也去了后山 但如果去了后山 爷爷为什么还说 父亲的安全的 这一切的一切 让我脑袋有些混乱 以至于头开始疼起来 堂叔看见我这样子 上前按住我的太阳穴说 摇娃子 别想那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何必去想那么多了 脑袋的疼痛 被堂叔这么一按 感觉减轻了不少 是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现在想那么多 又有什么用 我不断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在我们谈话时 一旁的苏寻 一直没有说话 此时见我们停下 他正亮晶晶地 大眼睛问 后山有那么可怕吗 为啥我感觉你们 都似乎很恐惧他 听他这么说 我点点头 后山有多可怕 我不知道 但他在我的印象里 哪里就属于死亡之地 如果这么危险 那你们为啥 不搬村子呢 苏寻突然问出 这么一句话来 这话让我整个人 一愣 是啊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生活在 这里的人 不搬出去 还要留在这里呢 不过没的 我想明白 一旁的唐叔苦笑一声 摸了摸苏寻的头说 你子 你是不懂故乡 这两字字的意义 也许当你年纪大点的时候 就会懂得 不管自己在哪里安了家 不管自己的家多么好 但你总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 俗话说得好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他这话说完 在我心里 荡起一丝连衣 想来这里人 不搬地方的原因 和唐叔所画的差不多吧 这里 始终是生养的故乡 刘先生最后 因为身体不适 还是回到王老头家养着 而马大苗和陈寡妇 则交给村里其他人照顾 本来按照他们那种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是不会照顾的 不过最后 还是屈服在唐叔的威严之下 李大葵那诡异的斜脚印 一直延伸到他房间 就消失不见 仿佛他走到这里 尸体就消失了一般 在刘先生回去的时候 我问过他 怎么看李大葵 莫名失踪这事 刘先生叹了口气 对我说 也许这是人为的 也许真的是 李大葵失变了 这是谁也说不准 李大葵的棺材 依旧放在院中 唐叔则安排村民三人一组的去寻找李大葵的尸体 他们听到这事后 全都装出一副有事的样子 明显是想拒绝 但唐叔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如果白天不找到李大葵的尸体 说不定晚上死的就是你 村民听到这话后 之前的尤语消失殆尽 毕竟李大葵的尸体实在消失的太诡异 这让他们不得不信 所以在死亡的恐惧面前 他们不得照唐叔所说的话做 第28章 李大葵的院子里剩下我们三人 三人面面相去 虽然唐叔将所有人都请去找李大葵 但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怀疑 那就是李大葵应该去找自己的头颅了 而头颅很可能在算计我家那人手上 那么李大葵这突然的出关 很有可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唐叔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难不成在这里干看着 我看着一直没有说话 紧皱眉头的唐叔说着 唐叔被听我这话呕了一声 然后看着对门山那边说 我回来这么久 还没去祭拜过你爷爷 等下就去祭拜祭拜他老人家吧 祭拜爷爷 这是从爷爷下葬后 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去祭拜他 以前的村民不是指骂就是躲着 但现在唐叔要祭拜 这话听在我心里很是感动 血中灸浓于水 按照辈分来说 爷爷和唐叔的父亲是亲兄弟 爷爷在世的时候 唐叔叫爷爷小叔 爷爷的棺材已经火化 所以那里只是个一棺种 虽然那天火化可能只是一具空棺材 但这事我没有和他们说 唐叔清理好祭品 带着我和苏巡走向对门山 走向爷爷所在的坟头 苏巡对我这爷爷很是好奇 一路上问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 可我回答的很少 这并不是我不想回答 而是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在我的形象中 爷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疯子 在我记事起 似乎没有一天他是行的 整日窝在家酗酒 所以农活啥的都是奶奶干的 这也导致奶奶因劳累过度 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早逝 为了这事父亲还特意和爷爷吵了一架 不过面对整日醉酒的爷爷 父亲又能说什么 走过庄田 踏过石桥 路过那山鬼林子 来到爷爷坟头前 爷爷的坟头是在火化后掩盖的 所在此时看来 已经塌了许多 没有钢堆砌的那么高 坟头的一旁 还有一堆火焰燃烧后的黑灰 在黑灰中还能看见些 没烧完的棺材木 此时已经是中午 太阳正当头顶 艳丽的眼光照在这爷爷塌陷的坟头上 略显凄凉 爷 我来看你了 虽然知道爷爷可能不在这里面 但我看着眼前的黄土坟 心中还是涌出悲伤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么多 我完全不知道爷爷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眼泪忍不住从眼眶流出 顺着面颊低落在黄土上 一旁的堂叔见我这样 摸着我得头 安慰我节哀 然后将香竹祭品摆上 黄香慢慢点燃 清香缓缓生气 堂叔蹲在爷爷坟头 将手中的纸钱揉开烧着 书 你过世时 侄子不孝 没给你送行 现在才来看你 还请你莫怪 堂叔一边烧着纸钱 一边喃喃说着 我也蹲在一旁 看着坟头静静地听着 堂叔一边说 一边烧着纸钱 说着说着 一阵微风吹过 卷起烟雾 迷失堂叔的眼睛 直至差不多两点的时候 我们才从爷爷坟头离开 风轻轻地吹在脸上 吹干眼角的泪珠 我一步步走向村子 当即将走到 看不到爷爷坟头时 我不舍得回头 望了一眼 只不过我这一回头 差点直接将我吓死 只见在我回头的瞬间 在爷爷那坍塌的坟头后 突然伸出一张人脸 那脸在我这里看去 只觉得惨白惨白 白得如同打了一层面粉 而且在我看向它时 那脸似乎正好对着我在笑 呼 我长出口冷气 脚步踉跄摔倒在地 让我摔了个狗吃时 不过就在我摔倒的同时 我也看清了那脸的主人 居然是李大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我摔倒的时候 眼光往下一瞟 正好看见那脸没有身体 只有一个头颅 摇娃子 你怎么了 唐叔见我莫名其妙地摔倒 一把将我扶起问我 我没有回答 而是指着爷爷坟头哪里 唐叔顺着我的手指看去说 你在看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 唐叔你没有看见吗 听唐叔这么说 我有些莫名其妙 那脸依旧在哪里 他为啥说没有看见 看见啥唐叔被我这话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断地瞅着爷爷坟头 他看不见的 一旁的苏巡突然说着 他从一旁走过来 瞪着大眼看着我手指的方向 越看他的秀眉越是紧重 看不见什么 你们又看见了什么 唐叔彻底被我们两个弄得有些慌 以至于说话的声音都严肃了很多 我刚想回答 但自己的手被苏巡一把拉住 身体一个猎切 快步走向爷爷坟头 被拉得我不停地走着 眼睛却眨都不敢眨 因为生怕自己一眨眼 下一秒李大葵诡异的脸就消失不见 随着我和苏巡的走近 李大葵的样子越大清晰 不过表情依旧是和我看的一样 脸色惨白惨白 嘴角咧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同时在他的眼眉中间 似乎还有着一道黑色的疤痕 越是走近 我心中越是害怕 被苏巡拉住的手 不住地冒着冷汗 苏巡也感觉到我的紧张 但没有多说 因为他的手也同样不停地冒冷汗 砰 砰 砰 心不住地狂跳 当我和苏巡到达爷爷坟头时 看着那脸 我们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两人大眼瞪小眼 因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什么鬼怪 不是李大葵的头颅 而是一只风筝 一只人脸风筝 而我在远处看见的疤痕 居然是风筝穿线的地方 唐叔也跟着我们过来 当看见居然是一只风筝后 也傻眼了 这就是你们看得到 我看不到的东西 这不就是一张风筝吗 唐叔哭笑不得地说着 一步走到爷爷的坟头 将风筝取了下来 就在他取下来的时候 突然发生一声惊疑 这上面有字 有字 听到这话 我忙跑过去 看着风筝上面写的字 小心身边的人 上面的字迹很是潦草 只写了这么一句话 但看到我有些莫名其妙 小心身边的人 我身边有那些人 唐叔 苏巡 刘先生 如果再往后面 就是歪脖子 陈寡妇 马大苗 可后面的三个 不是丢魂的丢魂 疯的疯 所以这要我小心的 则是前面三个人吗 唐叔需要怀疑吗 肯定不要 如果说他要害我 那早就害了 刘先生了 明显也不可能 苏巡看上去也不像 那么他要我 小心的是谁呢 这又是谁写的呢 唐叔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唐叔 有些不明白地问他 因为现在能依靠的 只有他了 看字记 看不出是谁写的 不过村里能写字的 只有那么多 等回去后 让他们一个个 试试笔记就行 村长看着手中的人面风筝说着 我听后也觉得有道理 我们再次向着村里走去 在路上我发现苏巡 一直皱着绣眉 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于是问 妮子 你在想啥 苏巡听我这么说 抬眼看着我 说了句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话 刚刚我们看见的 不是风筝 而真的是他 他这话刚说完 我全身不住地 打了个冷战 盲摇头否定道 不可能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看到的 确实不风筝 这风筝应该是 后面放上去的 苏巡看着语气 肯定地说着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中 满是坚定 我没有再和他 去争论这个问题 因为越是争论我心中 就越是害怕 所以大脑选择性地 回避着 回到村子 唐叔本想去叫人来认认 这到底是谁写的 不过还没叫人 外面就来了 一群大骂大神 他们无一不是 哭丧着脸 皱着内只差将出事了三个字 挂在脸上 村长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 瞪二狗媳妇 他看着唐叔 然后哭嚎着说 当我看见他们时 就觉得大事不好 现在又听他这么一说 我心不由咯噔一跳 心想难不成 又死人了 一旁的唐叔 见他们这模样 也知道出事了 所以脸色也不好看 就问他们 出啥事了 慢慢说 但他没有说话 有说话 而是让我们 跟着他们去一个地方 跟着他们走着 刚走几步 我就发现 他们带我们去的地方 正是李大葵的坟头 不 应该说是李沈的坟 关童 第29章 怨气 小西前的坟 由于李大葵的棺材 已经被挖出来 所以里面只有李沈一个人 埋在哪里 不过坟头依旧略大 因为在挖棺的那天 唐叔曾说过 如果李大葵的头颅被找回 还会将其葬在哪里 当我们跟着大婶们 来到其坟地时 看着哪里的情况 我只感觉一股 深深的恐惧 从内心深处涌现 眼前的一切让人窒息 只见原本略大的坟头 已经崩开 李沈黑漆如墨的棺材 出现在我视野中 在棺材的周围 跪满村民 他们全都匍匐在地上 身体颤抖着 思 我吸着凉气 心里想着 这是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唐叔也被这眼前的一幕 惊住了 因为在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座坟还好好的 现在突然变成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干的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带我来这里的大婶们 此时全都跑到李沈坟前 一个劲地拉着自己男人 可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们 无动于衷 只是静静地跪在地上颤抖着 见他们这样 唐叔急忙走到邓二狗身前 一把抓着他问 这是怎么回事 说 可是原本平日 对村长很敬畏的他 居然没有回答 只是嘴中不断嘟囔着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唐叔健壮 想一把将他从地上提起来 可就当他提的时候 邓二狗猛地将他推开 然后瞪着血红的眼睛 对他吼道 滚 他这吼让跟在唐叔后面的我 吓了一跳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还从来没有人 对他这么说过话 而且也不敢对他这样说 可此时邓二狗居然说了 唐叔也被这喉给愣住了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后 他整张脸都气清了 顺手从地上捡起 一个手掌大的石头 抬手就朝着邓二狗砸了过去 不过这石头在半空时 被邓二狗的媳妇给拦住 只见他一把抱住唐叔 哭嚎着说 村长不要见怪 二狗他疯了 这里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 也想将他拉着回去 不过都是这样 他们都中邪了 邓二狗媳妇哭嚎着 那声音只叫一个惨 唐叔听他这样说 也冷静下来 然后走到每个人面前 都尝试着提起那些村民 可村民的反应都和邓二狗一样 红着眼大声地吼着 我一直看着唐叔将所有人提完 每看见唐叔提着一个人时 就会有一双血红的眼睛 这里的所有人的眼睛都变成了不正常的血红色 那血红看在我眼中 比这五日的阳光更刺眼 而且我也数过地上跪着的人正好是十四个 除了马大苗和歪脖子外 其余的人都是那天抬棺的人 你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唐叔见问地上跪着的没用 所以对那些大婶说着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本来我和他是一起回来的 不过当他回来经过这里时 这天杀的像是突然磨争了般 直愣愣地朝着这里走来 跪在这里 然后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邓二狗媳妇依旧哭嚎着扯长嗓子 其他的大妈也都是这样 突然像是得了魔争一样 那这棺材是怎么出来 唐叔先是自言自语 然后又问起坟堆的事情来 本来他不问还好 这一问在场所有的大婶 全都眼露惊慌 不时瞥着眼看向一旁的坟头 最后还是邓二狗媳妇说 他自己裂开的 哄 他自己裂开的 听到这话的我 脑子犹如炸裂一般 额头直冒着冷汗 他们说这坟是自己裂开的 是自己裂开的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坟怎么会自己裂开 我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可越是安慰 就越是相信 我觉得这坟好怪啊 就在此时 一旁的苏巡 突然开口说着 他这一开口 我心中的恐惧似乎找到发泄的炫口 于是赶忙问他 什么好怪 苏巡走到那些人跟前 再走到李沈黑漆棺材前 在这两边来回走着 最后又回到唐叔一旁说 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里怨气冲天 只不过现在这里的怨气居然没有了 这就很奇怪 奇怪 这有啥奇怪的 可能那怨气是李大葵的 他的棺材被挖走了 所以才会怨气冲天落 我强行给自己一个解释说着 不是 当李大葵的棺材被抬走后 这里依旧有股很强的怨念 这怨念之强绝不是李大葵所有 可我这小小的愿望 还是被苏巡生生打破 而且最奇怪的是 之前那怨气虽然消散 但没有消失 反而分散在他们身上 苏巡继续说着 说完用手指着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 哦 那会如何 一直在听苏巡说话的唐叔 突然问 苏巡听了这话摇了摇头 只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吧 不可预知的变化 什么才是不可预知呢 这是没有告诉我 我只能看着那些人 全都跪在坟前 看着那黑漆的棺材 暴露在阳光下 一时之间竟没有任何主意 此时的我 如同无头的苍蝇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这一切的一切 实在太诡异所思了 难不成就让他们 跪在这里一两天 如果这样不说别的 光这炙热的太阳 就能将他们晒成人干 村长啊 求求你舅舅 咱家二旦一旁的 邓二狗媳妇 也听见我们说话 现在看着我们 一脸为难 不知该如何时 他脸变得惨白 神色慌张 又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哀嚎 这哀嚎声 听在我耳中 很是烦躁 让我有种将他嘴 给堵上的冲动 唐叔听了 邓二狗媳妇的哀嚎 没有说话 只是皱着眉头 看着坟头 以及坟头前 跪着的村民们 久久不语 许久后 唐叔才开口 对着那群 不断哭嚎的大妈开口 各位婶子们 现在这事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而且也不是我能解决的 所以现在 最重要的是 保住你们自家的男人 等我去叫刘先生来 才能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请刘先生 只有刘先生 才能解决眼前的事情 可是今天早上 才麻烦他 现在又去请 哎 不过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唐叔说完 带着我们两个 走向王老头家中 去请刘先生 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刘先生住在村中心 是一座老旧的牧房 因为他上了年岁 唯一的儿子也在一个瘟疫中 无幸事事 可以说现在他老来无医 如今年事已高的他 平时的起始隐居 都是靠着村里人 虽是这样 他还是有着一颗 救人治病的心 只要村里那家人 生了个病啥的 他都会尽全力的帮助 我们一路无话 来到王老头家里时 他正好躺在自己的木屋外 依着老旧的椅子 享受着五日的阳光 仿佛最近村里 发生的所有事 都和他无关似的 当我们来到他身前 遮住五日阳光后 他才缓缓睁开眼 用一双苍老而又深邃的眼睛 看着我们问 你们三个来老头子这里 干什么了 是不是谁又生病了 唐叔听他这样说 连忙攻身说 没有 王大爷 我们只是来看看你 随便看看刘先生 王老头听唐叔这话 拿出腰间的烟枪 轻轻地敲在唐叔脑壳上说 你这娃子从小就不安分 现在还是那样子 你能不能给老头子 我留点踹蹊的时间 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唐叔听他这话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王大爷 我们这次来 是想找刘先生 找他有点事 哦 找小刘的 不是今天大清早 不是被你叫过去了吗 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这孩子也真是的 病还未好就到处跑 王老头点着烟枪 一阵抱怨 不过我听他这话 只觉得浑身一颤 全身的力气都被掏空 什么 刘先生还没回来 刘先生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回去 但现在都还没回来 那么他到底去了哪里 又去干了什么 我低着头想着这事的可能 但我又不是刘先生 怎么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唐叔听此时时也愣住了 显然他也没料到刘先生居然还没回来 不过好在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脸色马上恢复过来 对着王老头拱了拱手说 既然刘先生还没回来 那老爷子我们就先回去了 王老头本来还兴致勃勃地看我们来了 还以为我们还会和他这老头子唠叨唠叨 但没想到只是问了刘先生在不在 就马上说要回去 这让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哎 人老了 讨人闲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装出一副年事已高 孤独老人的模样 但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我们那里还有心情和他唠嗑 离审的坟前还跪着一大堆人 都等着刘先生救命 老爷子 今天实在有事 所以晚辈就不陪您老了 等事情解决后 再来和你喝两钟 你看怎么样 唐叔看王老头这样 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又不能陪 所以只是对他许下承诺说 王老头听这话 点了点头 想来也知道村子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也不再挽留 只是对唐叔说 一定要来 老头子我一个人在家 闲得慌 唐叔拱手说 一定一定 说完就带着我和苏巡走出王老头家 走在路上 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我问唐叔 现在该怎么办 还找不找刘先生 唐叔点了点头说 找 怎么不找 不过刘先生会去哪里呢 刘先生会去哪里 这个我不知道和他相处这段时间 他是什么为人 我再清楚不过 他是个在没有把握时 不喜欢多言的人 而且给人的感觉很是靠谱 一般不会莫名其妙的失踪 那么这次他没有回去 到底去了哪里 难不成他 突然脑中一道灵光闪过 似乎想到什么 我忙止住脚步 对唐叔说 叔 我可能知道刘先生去了哪里 本来一脸愁容的唐叔 听我这么一说 赶忙抓住我说 真的 我有点不肯定的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总比眉头苍蝇似的乱跑好 于是我带着唐叔苏巡 向着我想的方向走去 向着刘先生可能锁在地方走去 我这想象还是我从刘先生的性格中摸出的 既然他对没有把握的事 不会乱说 而且早上又说了后山 那么我估计他去调查那两个失踪的魂 调查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后山在我们村子的后面 虽然我没有去过哪里 但路还是认得 一路走着 由于发生二愣子的事后 这后山许多年没人走 所以路很难走 路上满是一人高的杂草和荆棘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正是一天最闷热的时候 走在杂草间 只觉得浑身疼痒难难 姚娃子 你带的是沙破地方 怎么这么多杂草啊 快养死我了 苏巡在后面不断地抱怨着 只见他那衣服已经破了几个洞 一头绣发沾满草球 现在看去完全不像是外面来的 就活脱脱一个山里的妮子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去弄自己头发上的草球 可是越弄越乱 这让走在前面的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说 后山 我这话一出口 苏巡原本烦躁的心顿时狂热起来 从后面一把抓住我的手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扑闪扑闪 直勾勾地看着我问 我们是要进去吗 看他这样兴奋的模样 我有些不知说什么好 后山这鬼地方别人躲都来不及 他却似乎是充满好奇 我是该说他心大了 还是说他傻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摇头笑了笑继续走着 不过看过他刚刚抱怨的样子后 我整个人的心情好了许多 走的路也快了 没过多久就已经来到后山外围 后山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不过笔之对门山就显得大了许多 站在一处凸起的石块上 看眼前这村中弹指变色的禁忌之地 我觉得也没啥可怕的 这山也就和平常的山一样 南部城里面还有什么魔鬼不成 我想是这样想 但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去 所以只得站在这石块上 大声地呼喊 刘先生 刘先生 声音传过四周 回荡在整个村子里 激起一阵阵回音 不过这回音从后山传出来后 就像是换了个人在喊似的 听得我有些害怕 不过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我去救 所以只得强装无所谓地继续喊着 不知过了多久 直至我嗓子都喊哑 也没见刘先生 这让我怀疑自己的判断 到底是不是对的 一旁的堂叔 见我喊了许久 也没动静 也怀疑起来 就对我说 姚娃子 你确定刘先生会来这里吗 听他这么说 我脸顿时长得通红 支支吾吾地说 哇 是猜的 不 不过现在 看来 他应该不会在这里 堂堂叔听后 皱起眉头 不过没有怪我 只是对我说了声 既然这样 那就回去吧 说完他朝着来时的方向走着 不过他这刚走几步 我就发现在他右侧草丛中 响起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随后在他不远处的草丛 似乎有东西在动 这东西蹲在那草丛里 不时抖动一下 激起一阵哗哗杂草声 不等我提醒堂叔 那东西就猛地朝堂叔所在的方向冲去 速度之快 犹如闪电 转眼就快到了堂叔面前 这让在石块上 看着的我 心里一阵着急 接着想也不想 对着堂叔大吼 书小心后面 堂叔听我这话 连忙转身 不过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见一道黑色的影子 直接将堂叔扑到 接着就是他们滚落在草丛中 传出挣扎打斗的声音 看着下面已经打起来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跳下一人高的草丛 顺着我记忆中的方向 朝着堂叔所在的地方冲去 不过我不是空着手 因为像我这瘦弱的身体 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再下来的时候 在那石块上随手捡了块石头 大家都知道 人如果走在一个 看不见路的树林里 会容易迷路 因为人的第六感 是会骗人的 比如你明明记得 自己是走直路 可是也许你正绕着圈子走 我此时正面临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来的时候 记着他们打斗的方向 可我走了很久 还是没有发现他们 而且那打斗似乎离我越来越远 这一下让我慌了起来 就出口大叫着 书 苏寻 不过我这声音还没传出去 就被上面风吹杂草 哗啦啦的声音掩埋 我不断地跑着 不断地朝着我认定的方向跑着 心里一直在安慰自己 快到了 快到了 可是我越跑越发现不对 因为此时草的颜色 已经变了颜色 原先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草的颜色是墨绿色的 但此时我两旁的草 却变成了枯黄色 我迷路了 是的 我在这草丛里迷路了 最可怕的是 我这路可能迷得有点远 呼 呼 呼 我喘着粗气 看着四周枯黄的草 再抬头看着天上的炙热的太阳 一种被人遗弃的恐慌涌上心头 这是哪里 我该怎么回去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杂草丛 一边走一边喊着 希望能在下一刻听见堂叔 或者苏寻的声音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没有人回答 有的只是风吹杂草 发出哗哗的声音 我不停地走着 因为我怕自己一停下来 脑子就会胡思乱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知走了多久 直至头顶的烈日落下 天边挂起一轮明月时 我居然在草丛的前面看见了一抹淡绿色的亮 看见那抹光亮的我 犹如迷失的浪子 看见那只引回家的灯 我急忙朝着光亮的地方跑去 不过当我扒开草丛 看着那光亮里时 吓得我三魂丢了两魂 只见在我扒开的地方 有一抹淡淡的光亮 那光是由萤火虫 微弱的光组成的 在那微弱的荧光下 我居然看见 屋头的李大奎 正直直地站在那里 在他的旁边还站着 这我意想不到的人 跟同 15 第31章 张图夫往事 他绿色的荧光照在杂草丛中 在微弱的荧光下 李大奎屋首的尸体 直挺挺地立在哪里 在他的旁边还坐着个人 那人有着一脸落腮胡子 左脸上有道痕 身后背着一把杀猪刀 此时他的手 正放在杀猪刀上 冷冷地看着我这边 张图夫 我没想到 我在这里见到张图夫 而且在他的身旁 还站着个李大奎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惊得我说不出话来 特别是被张图夫 冷眼看着 仿佛自己就如同 一头带宰的猪一般 我不断地往后退着 脚步推动踩在杂草上 发出哗哗怪响 看着眼前的张图夫 心中生起 无限害怕来 是的 我不得不害怕 如果说之前 我对他的怀疑 还只是怀疑 想着张图夫 这三大五粗的人 怎么会搞那些算计 不过当我看见张图夫 和一旁的李大奎时 我心中所有的怀疑 都变成肯定 这张图夫 就是在背后 算计我家之人 张 张图夫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一边退 一边强装笑容 说着 我怎么在这里 你又是怎么在这里 一个娃子 大晚上的不睡觉 到处乱跑算什么 张图夫见识我 那微微握着的刀柄 送了下来 拍掉自己屁股上的草 站起来 对我说 看着他将手放下 我心中送了口气 看在他还不想 将我杀死在这里 不过和他在一起 始终是危险的 所以我尴尬的笑了笑 没 没 我马上回家 马上回家 说完我头也不回的 朝着后面跑 不过还没跑两步 就被张图夫 像抓鸡崽子一样 给抓了回来 他瞪着一双 比牛还大的眼睛 另外一只手 慢慢的摸向身后 被他抓住我心里 就是一哆嗦 现在看着他的手 想身后抹去 直接吓得 我眼泪都掉下来 用哭腔对他说 张叔 咱俩也是一个村子的 你放过我航步 咱家也就我一个人 你到底要什么 我给你不就是了 张图夫 被我这话说得一愣 然后摸向后面的手 在自己后腰处 挠了挠 有些不明白的 问我 啥 你说的是啥 我怎么听不懂了 看他渗手去后面 只是为了挠后腰的痒 并不是去摸杀猪刀 我长出口气 连忙摇头说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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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么紧张干嘛 还有你来这里干嘛 他见我这样子 明显是不相信我的话 所以问着我 我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不住鄙视他 你说你自己 莫名其妙地在这里 还问我 难不成是做贼心虚 不过他好像不需要 这样做 没有 我今天和堂叔 上来找刘先生 可并没有刘先生踪迹 而我则在里面迷路了 张屠夫是个直性子 属于嘴中藏不住话的人 他现在听我这么一说 便长叹一声说 刘神棍你们 是找不到的 况且就算找到 也没啥用 张屠夫边说 边将我提到荧光前着 在李大葵的一旁坐着 找不到 找到也没用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皱着眉头 看着他 脸上带着不喜 说实话 我不喜欢别人 污蔑刘先生 因为他为我做的够多了 哎你这娃子 还不信我 你知道我来这里 是干哈的吗 就是躲避刘神棍的张屠夫 见我这表情 举手给我后脑勺 一巴掌 你躲他干啥 你这里厉害 还怕一个老头 听着这他话 我心里有些不高兴 所以愤愤不平地说着 老头 你可不知道 他是有多么可怕 你知道那晚看见啥了吗 听他说着我摇摇头 心里想你看见 啥关我啥事 况且你在我心中已经标榜 为算计我家的人 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我看见 刘神棍 在我和村长回来的那天 居然操控者 李大葵的身体 挨家挨户地 去采鞋脚印 他这话说完 我全身一寒 不过头摇地 想个波浪古寺的 如果说那些脚印 是刘先生 操控李大葵的尸体弄的 那我看见的 怎么解释 这是 我亲眼所见的 所以我才跑出来 我跟你说 刘神棍这个人 肯定图谋不轨 否则他怎么会无亲 无故地这么帮助你家 要知道 以前的他是什么人 怎么会这样帮你家 刘先生以前 是什么人 这个我听说过 就是空闲的时候 帮人看风水的 在忙的时候 和农民一样 该做就做 该吃就吃 怎么从你口中 这样说别人 想不到这里 我很不服气 便说 他是什么样的人 张屠夫冷哼一声 看都不看我说 只认钱的人 只认钱的人 我嘟囔一句 还是没听懂 就问什么 只认钱 只认钱 就是只认钱 在他的眼中 钱是全部 你如果请他办事 钱要是不合他心意 那么就免谈 就算爱任命 面前 依旧如此 张屠夫摸了摸 身后的杀猪刀 说着 脸上还带着 一抹争鸣和怨恨 看着他脸上的怨恨 我闭上眼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也知道他为何 对刘先生 这么 这是 还是我村子里的大神 在私下说的 话说在以前的张屠夫 其实还有个媳妇 不过这媳妇 听村民们 说是在外面买的 不过人却长得特别漂亮 弯弯的睫毛 一头即腰的长发 瓜子脸 大眼睛 活像从画里 走出来的一样 有了这么漂亮的老婆 以至于张屠夫那段时间 连出去干活都不会 村里人也没说啥 只是说让他节制 别到时死在 自己媳妇肚皮上 张屠夫对此 只是乐呵呵的傻笑着 转眼他那买来的媳妇 已经来了快六个多月 在他辛苦耕耘下 终于怀孕了 整天挺着个大大肚子 在院子里晒太阳 张屠夫则每天待着家里 只等着崽子的出生 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福歹息 就在张屠夫老婆怀孕九个月的时候 他不知什么原因出卡唐远门 结果悲剧发生了 那天张大奎刚出去 他媳妇就不知发什么疯 光着身子就从里面跑了出来 那时刚好是寒冬腊月 外面的风刮的人脸声疼 但他媳妇光着身子 却一点都没有感觉 只是一边跑一边惊叫 鬼啊 鬼啊 张屠夫是谁 村里的第一无赖凶人 连李大奎都要害怕的人 从小舅舅将村里人搞得鸡犬不宁 虽然娶了媳妇收敛了许多 但在村民心里依旧很不爽 今天突然看他媳妇这样 所以没有一个村民上前帮忙 只是冷眼看着他媳妇在村里疯跑 不时还骂一句小浪蹄子 这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在外干活的张屠夫耳中 立马就火急火燎的跑了回来 当他回来时 看着自己怀孕的媳妇正被人群围着 指指点点他正个脸都清了 一把从后腰抽出杀猪刀 指着所有的村民他大吼一声滚 然后抱着他媳妇 想带他回去 可他媳妇却无动于衷 只是一个近的说着有鬼 有好多鬼 他媳妇这状况 明眼人就能看出 是中邪了 所以张屠夫实在没有办法 只得将媳妇打晕扛回家 然后去请刘先生 可刘先生并没有来 其原因是钱不够 但这关乎这自己媳妇的性命 所以他跪在地上 不断地求着 好话说尽 最后刘先生答应可他 不过因为钱不够 所以只能让他做一个选择 是要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要媳妇 最后张屠夫咬了咬牙 很下心说 要媳妇 毕竟娃没了 可以再生 但媳妇没了 刘先生听到这话 恩了一声 就去了张屠夫家 法事进行得很顺利 张屠夫他媳妇也恢复过来 只不过当他看见自己的儿子不见了时 整个人又疯了 他一把抓住张屠夫的胳膊 不断地问我儿子了 我儿子了 张屠夫任凭他摇晃都没有回答 最后他媳妇因为大病刚好 又情绪波动起伏太大 所以就气昏了过去 原本以为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张屠夫没想到第二天 自己的媳妇吊死在自家的横梁上 在他死的地方 还有一行写字还我儿子来 这是也让张屠夫对刘先生产生很大的意见 以至于往后的日子处处针对他 这事情也是村里人都知道的 但没有敢说出来 现在听他这样说 我很相信 他这是在给刘先生穿小鞋 那你跑这里来干嘛 还有李大奎怎么在你这里 我知道等他再说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不如自己来问他的好 你个娃子知道什么 这实体流神棍可是下了大本钱 我要让他的计划失败 所以我就偷偷地将他偷了出来 而且在偷出来后 我还发现个秘密 坐观瞳 第32章 那些被遗忘的秘密 秘密 说到这里 张屠夫伸着头向四周看着 然后再将脖子缩回来 手不自觉地向着身后杀猪刀摸去 这看在我眼里 心扑通扑通地跳 于是问他 啥秘密 死人还有秘密 张屠夫见我这么问 放在后面的手 用力一拔 只听休的一声 杀猪刀被他从后背拔了出来 刀在微弱的荧光下 闪过一道寒光 晃着我的眼 你想干嘛 张叔你想干嘛 张屠夫拿出刀来后 紧紧地向我逼过来 嘴角还泛起一抹冷笑 突然一刀划过 我只觉得刀光从我脸上闪过 心也骤然一进 脑袋想着 难道我还是难逃一死吗 我死了吗 没有 当我在睁开眼时 我发现张屠夫正用刀割着李大葵的尸体 刚刚那刀光也是砍在李大葵腹部 在他腹部的地方 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 在其伤口处有丝丝黑血流出 我不知道张屠夫想干嘛 只是看着他用那把锋利且透着寒意的杀猪刀 一刀一刀在李大葵无头的尸体上搁着 他的眼神专注而认真 不带一点感情 仿佛此刻他解剖的不是李大葵而是一头猪 尸体腐烂的臭味弥漫在草丛中 胸口流出的黑血将底下的杂草染黑 犹如疯子般的张屠夫一刀刀割着 这一切都映在我眼里 无一不让我害怕 不让我胆寒 看着尸体被一刀刀划开 欲青涩的死尸肉搬着 我再也受不住 呕得一声吐了起来 这呕吐连同昨天的食物一起被吐了出来 落在地上的那滩黑血上 散发出一种比辅肉还臭的味道 但一旁的张屠夫根本不在意 只是冷冷地专注眼前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 也不知自己到底哭了几次 只晓得最后吐得只能干呕 不过也就在此时 张屠夫似乎发现什么 伸出一只满是黑血的手 兴奋地对我招着 姚娃子快过来 看我发现了啥 看着他那满是黑血的手 以及手上散发的恶臭 我不敢过去 只是一个劲的往后挪动 还愣着干哈 快过来 张屠夫见我没有过去 狠狠瞪我一眼 我被他这一瞪 吓得浑身一哆嗦 只得捂住鼻子走渴过去 当我走去一看 只见在他手中握着一个黑色的原状物体 那东西很小 只有小拇指那么大 似乎是他从李大葵的胃里抛出来的 因为在上面还有些未消化的食物 看着那东西 我有些不明白张屠夫高兴的是啥 所以我问 这是啥 张屠夫黑黑一小说 这是我从他胃里发现的 自从上次听你和村长说过后 我心里就有个怀疑 李大葵那独子老子也是知道 就他那魂进 就算三个他媳妇也奈何不了 怎么会被他杀了 说到这里 他黑黑一笑 露出一嘴的黄牙 一股腐肉臭从他口中散出 接着说 于是老子在那天夜里 就来到的李大葵家 那时你们都在睡觉 原以为自己能摸进去 可没等我进门 就让我发现了流神棍 那时他正操纵着李大葵的尸体 从棺材里爬出来 看着这一幕 吓得我浑 差点没点 当时就有一种想跑的冲动 但我还是没跑 因为我倒是要看看 流神棍到底要干嘛 于是我蹲在墙角 静静地看着 只见李大葵的尸体被他操纵着 一步步跑出棺材 然后就和流神棍走粘出门口 在一旁看着的我 想马上叫醒你们 但一想到你们这么相信流神棍 所以我只得躲在暗处看着他 只见李大葵被放出来后 挨家挨户地串门 不过都没有进去 看他那样子似乎在找些什么 不过最终好像没找到 所以他跪在了村中的发骨厂 仰天长笑着 说完张屠夫将手心那黑色圆状的东西 捏在手中 然后慢慢将外表的黑色粘稠物去掉 当所有的黑色粘稠去掉后 露出原本的白色 而且还有一股刺鼻的药味 这是啥 怎么有骨子药味 看着他手中的东西和极大的药味 耸了耸鼻子 有些不爽地问 你甭管这东西是啥 但你在村子见过没 张屠夫没有回答我得问题 而是不停地看着手中的东西 犹如小孩子拿到心仪玩具 我摇了摇头 这东西我确实没见过 在外面这东西叫做西药 嗨 我曾经见过有人吃下这么一粒 然后别人用刀子在那人身上开膛破肚 但那人就像是死了一样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过最主要的是 这东西咱村子没有 那么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你自己想象 听这里一张屠夫分析 我得心凉了半截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难不成这一切都是刘先生设下的圈套 难不成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博取 我得信任 难不成我们两个经历的一切一切都是阴谋 如果是这样 那他的心机也太深 深得让我胆寒 不过这一切他又为什么 想到这里我苦笑两声 身体也似被掏空般 后退两步坐在草丛上 咧嘴露出一个 以哭还难看的笑容 看着张屠夫说 那现在怎么办 难不成一直在这里等着 张屠夫被我这问题问得有些猛 咧着嘴干笑两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要不我们先等着吧 反正不急 等着 不急 我听他这话呵呵一笑 这是哪里 后山 村中的禁忌之地 他居然让我在这里等着 不说其他 光说我自己 此时的我已经走了一天滴水未尽 身体本就是强撑着 但现在听张屠夫这么一说 我整个人顿时感觉好累好累 其累的不只是身体 更多的是心 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这么多算计 也不知道他为的是什么 但他为了自己一己私欲 将整个村子整得鸡犬不宁 这样他的良心会安吗 坐在地上 傻傻地看着草地沉默不语 一旁的张屠夫见我这样 用手拍了拍我 然后舔了舔 手上的黑血 巴唧巴唧嘴巴 一副似乎吃了神仙药的样子说 摇娃子 看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是一天没有吃饭了吧 来尝尝 这滋味是真的不错 说着他将沾满黑血的手 伸到我面前 剧烈的恶臭 侵蚀着我得嗅觉 可是此时的我没有不适 只是摇摇头攀软地躺在草丛上 抬眼眺望天上的月亮 只觉得好远好远 我怎么睡着的已经忘记了 不过记得自己是被张屠夫给拍醒的 我眯封着眼看着 只见他神色有些慌张 手也不自觉地伸向背后 他见我睁开眼急忙对我说 摇娃子 快起来 快起来 我有些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而且被他叫醒后 肚子一阵闹腾 饿得我话 实在没有力气说话 他来了 他来了 咱们快走啊 张屠夫见我睁眼不说话 以为我傻了 就用手轻轻地在我脸上拍了拍 眼中的着急更甚 不过我还是没动 因为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来了 是谁来了 但此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现在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跑不动了 就在他话音刚落 在我左侧的方向 响起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 那声音游远极近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听着那声音的节奏 我心中一惊 因为那节奏居然和我白天看见习姬 唐叔的一模一样 他是谁 我听着那声音 再看了看一旁 张屠夫紧张的样子 似乎他知道什么 可没等我继续说话 张屠夫一把将我背起 看了看声音所在的方向 转身朝着相反的草丛狂跑 观瞳 第三十三章 爷爷留下的夜黑的出奇 我一个人贪软的坐在杂草丛中 一旁亮着斩绿悠悠的灯光 不远处那如催命般的声音 越来越近 我被张屠夫给抛弃了 或者说是用来作为他逃离的诱饵 想着刚刚还和我一起谈天说地的人 却没想转身 他就将我抛弃 呵呵真是讽刺 我坐在杂草上 努力稳住自己的呼吸 等待着那东西的到来 此时的我不时不想跑 而是实在跑不动 被张屠夫刚刚放下时 我还想继续跑着 但没跑几步就摔到在地上 见这样我索性就坐在地上 等着那东西的到来 而且就算自己能跑 但又怎么能跑得过他们 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急躁 而且声音从四面八方 突天盖地地传来 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但从张屠夫那脸色 就能想象的 倒肯定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声音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近 突然在我身旁 不远处的草丛传出东西 滑动草丛的声音 我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转头一看 这一看我刚好和那东西 面对面对试着 在绿悠悠如鬼火般的照射下 我看清那东西是样子 不过心却猛地一沉 内心最深处潜藏的恐惧 如喷泉似的涌出 我想不到 打死我也想不到 追着我们的居然是他 有黑的牛皮 头顶着一对牛角 脸惨白如纸上面 还有许多血迹 双眼无神地翻着 嘴巴张得老大 鼻子上穿着一根血红的牛绳 那绳子正拖在地面上 发出哗哗的怪响声 这一切在如鬼火般的光照下 是如此恐怖如斯 是的 是他 居然是牛房那群二十年前放牛的娃子 那个在我们中出现的恐惧 但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没等我细想 四周的草丛中又陆续出现好几个 他们无一不是将一张恐怖的脸 看了出来 然后将身子隐藏在草丛中 不过他们没有动 只是嘴角接着一抹的冷笑 死死地看着我没用过来 看着他们没有过来 我心中并没有半点轻松 反而更加急切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等 在等当时梦里那个带头娃 时间一纷纷过去 那些原本等待的放牛娃 开始焦躁起来 原本挂着的那抹冷笑消失不见 变成赤裸裸的残忍 就在他们等的无奈凡时 我只听左侧刷的一声 突然跳出个黑影 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这黑影出现得太快 快得让我猝不及防 以至于被踏着突然袭击 让我没有反抗的余地 疼 被扑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疼 因为我能感觉到 扑到我东西的爪子 已经渗进我肉里 鲜血顺着干燥的皮肤流下 在那盏绿悠悠的荧光照耀下 我看见了当时梦里带头的那个人 只见他将我扑到在地上 一双无神的眼睛死死看着我 一间的绳子落在我身上 嘴角裂开一丝诡异的笑容 小嘴违章啊 说着 我看着他违章的嘴 竟听一句话 我找到你了 尝命吧 死我被自己听的这话 下了倒吸口冷气 接着想起那晚在梦中的事情 一种深深的恐惧 从心底涌现出来 可我还没来得及叫 腹部就传来一阵剧痛 只见那东西 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这次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当日在梦中所受的疼 这痛真的让人难以忍受 我啊 得捂着肚子痛叫一声 可这声音只能让他更加兴奋 以至于打在我身上的拳头 越来越用力 他这突然的发难 让原本一直等待的 其余人也全都涌了上来 对我一顿拳打脚踢 他们无一不是 当时我在梦里看见的 只不过这次 我是在现实的生活里 痛 剧烈的疼痛 那些东西 依旧如同在梦中一般 对我进行非人的虐待 可我没有能力反抗 所以只得将自己的身体 蜷缩在一团 将重要的部位保护好着 但这明显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就算我保护得再好 也会被他们这样活活打死 哼 拳头打在我身体上 发出沉闷的响起 这声音在寂静的夜空 尤为响亮 我不知道此时 谁还能救我 但依照现在这情况 估计没有人会救我 时间一点点流逝 但对我来说 这每分每秒都是种煎熬 彼此还难受的煎熬 死 此时对我来说 只是一种奢望 我被他们打得实在受不了 尝试咬舌自尽 但这东西仿佛能猜到我在想什么 还没等我咬 就撕开我的衣服 一把塞进我嘴角 然后狠狠朝着我的头一拳砸下来 这一圈差点将我砸晕过去 但我还没晕 就被针扎的感觉畸形 继续承受这折磨 非人的疼痛让我绝望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死的时候 那根一直挂在我脖子处的麻绳 突然被一个放牛娃抓起 他死死地拉着内线 似乎想要用这线 将我的脖子勒成两截 麻绳被人拉起 连带着里面挂着的葫芦 也被拉了出来 我看着那精致的木质葫芦 心里突然一喜 想起当时爷爷和我说的话 摇娃子 我留给你一个东西 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爷爷留给我的东西 能在关键时刻救我 此时我看着那木质葫芦 宛如看见了生命的希望 但此时那放牛娃 已经快将我乐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葫芦也在我眼前 只要打开葫芦 相信自己就能活下来 我忍住全身酸痛 忍住脖子处让人窒息的乐静 颤抖地伸手去将葫芦 拿到自己手中 葫芦依旧是那么光滑圆润 摸在手中 犹如摸着自己的小命 葫芦的上端有个小小的盖子 只要我将盖子打开自己 就能获救 但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此时来不及 我多想我一把将葫芦 该你扯开 扯开后 从葫芦里生起一阵白烟 在那白烟过后 有个漂浮在空中的人 出现在我眼前 看着那人 我得眼泪 无助从眼眶流出 心里的委屈 顿时就犹如找到宣泄口 一股脑的涌出 白烟鸟鸟鸟生起 从葫芦口飘至空中 形成一个人影 或者是一个魂 我看着那魂 心中一切的委屈 全都涌现 眼泪滴答滴答地掉落下来 我想要大声哭泣 大声地向她诉说 可贝勒的脖子 让我说不出话来 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她 她出来后 先是抬头看了看天 然后再低头看向下面 刚好与我对视 我看见在她的目中 先是闪过一丝惊讶 然后是高兴 最后转变成愤怒 无比的愤怒 她指着下面的放牛娃鬼魂 大喊一声 魂 她这声音红亮 且带着不可抗拒 那些鬼魂听后 全都抬头望着她 然后身体一颤 接着像是看见了恐怖一样 全都跪拜了下来 可那人并不在理会 只是在喊一声 滚 这次的话语中充满忠怒 那是一种再不滚 就要爆发的怒 放牛娃的鬼魂剑词 一溜烟爬起来 火急火燎的 跑了个眉影 这个男人从一出现 只说了两个字 准确地说是一个字 只不过重复两声 便让那些 置我于死地的放牛娃吓好 此时的她 在我眼中 如同神 应该说本就是我心中 无所不能得神 遮风避雨的伞 沉重吻厚的山 我们四目相对 最终我忍不住叫了出来 父亲 是的 出现的人 或者说魂正是我父亲 那个从一开始 就丢了魂的父亲 原本以为父亲的魂 会和马大苗 陈寡妇 他们一样 全都去了后山 因为什么禁忌 所以才没能回来 却没有她 一直在我身边 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父亲嗡了一声 从半空飘下来 想用手擦干 我眼角的泪水 可是此时的她 只是魂体 手只能在我脸上穿过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两人久久没有会说 最后还是我先打破 这气氛问她 父亲 你为什么会在葫芦里 父亲听我这么说 先是叹了口气 然后眼神迷离地看着 远方许久才开口 这一切都得从你爷爷说起 从缝你爷爷的眼睛说起 从那个你为见面的奶奶说起 她这话说得很轻 却让我一惊 因为在她说的时候 我脑海中不由不现 父亲拿着绣花针 一针一针将爷爷的眼睛缝上 鲜血流满整张脸的那恐怖场面 尽管心中发出 可是我知道 随着父亲的谈吐 困惑我许久的谜团 即将揭晓 那最初的原因 也即将浮出水面 坐观瞳 15 第34章 往事一云 父亲说着 从半空飘下来 坐在我的身旁 然后深吸口气 缓缓讲出爷爷的故事 爷爷这的故事 如果说出来 可以写成一本书 一本让人砸舌的奇书 爷爷出生在 那个时局动乱的年代 那是命贱如狗 炮火连天的年代 爷爷生在 这偏僻的山村里 有三个兄弟 当属他最小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 每天吃的都是些康渣 而且有时都吃不饱 米饭什么的 只有春节的时候 才能吃一顿 那时候的人 为了生计 什么事都可以做 比如在我们这边有名的 白天为民 晚上为匪的 湘西土北 但那些 对于我们这偏僻的山村来说 显得有些遥远 所以当时为了活 一般只有两条路 一是拼命 拼命在拼命地干活 二则是 去前线参军 在枪林弹雨中 挣扎 爷爷选择的是第二条 十六岁那年 他背着行囊 离开家乡 这一走 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也不知 他到底怎么呢 只晓得他回来后 本是年纪轻轻的 他白了头 整个人意志 消沉萎靡不振 二十六岁 在山村里 属于高陵圣男 一般这个年纪的人 小孩都绕着院子到处跑 可爷爷还是单身 这让他的两个兄弟 很是着急 于是在他们安排下 就提他相亲 还别说 爷爷在年轻的时候 长得还算是俊巧 特别他还参过军 上面每个月 还会多多少少的 有些补助 这着时让村里 不少姑娘动心 可那些上门做梅的人 爷爷没有选择一个 而且还会被他 剔头盖脸的大骂一顿 有些甚至都被他骂哭 要看村里所有的姑娘 都被他得罪了 这让他两个兄弟很着急 心里想着都快二十六七的人 你咋还这么挑剔 于是他们上门劝他 但爷爷啥都没说 只是一个进的喝酒 说了 这是我自己会处理的 不用你们管 他两兄弟见这样 虽然着急 也不知说什么好 就这样之后的日子 也还有没人 再去上门说刀 日子一天天的过 爷爷真的如同一个 九疯子似的 整天醉生梦死 他两个兄弟 看他这样 而且劝也劝不住 所以也不说 也不再给他吃的 想让爷爷饿起来 让其自己去做事 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天爷爷外出回来 居然从外面带了个女儿回来 对外称是自己媳妇 这媳妇就是年轻时的奶奶 没人知道奶奶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是被爷爷带回来 只晓得在爷爷带奶奶回来后 整个家就有奶奶一个人为耻 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被朝天 朝九晚五的生活 完全不像是个外面的人 村里见这样 都说这是姚宝之上辈 不知积了什么德 从哪里捡来个这么勤快的媳妇 日子一天天过 爷爷每天醉生梦死着 而且自从他娶奶奶回来后 醉酒的成都更佳 每天喝醉了就坐在门口大骂 谁也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 骂的是谁 刚开始还有人让奶奶去劝劝他 可每次奶奶都笑着摇头 时间一长 村里的人也习惯了 当然这些都是父亲听别人说的 每次说起时 父亲都会回家问奶奶 问他是怎样看上爷爷这最鬼的 奶奶只是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 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 他承受了太多 他不该承受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事情 奶奶没有告诉父亲 奶奶是什么样子 我没见过只是在家中神龛上看过他的老人画 那是他在二十年前画的 那时父亲还只有十岁 他仿佛知道自己快死一样 早早地画了张老人照 那个画的老头开始看他 还不愿给他画 用那老人的话来说 你个大姑娘 年纪轻轻地画什么老人画 这多不吉利 但他还是拗不过奶奶的苦口婆心 最后用了两倍的价钱 才让那老人给他画 照片上的奶奶 盘着头 衣着手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穿着那身从外面刚进来时的衣服 看上去风华正貌 根本不想是一个生活在山村的人 但在画好的第二天 他死了 死在自己的床上 没有任何痛苦 而且他自己好像知道快死似的 死前还特地给自己 换上兽衣兽帽 年幼父亲看着躺在床上的奶奶 哭得昏天暗地 爷爷在那天也含有的没有喝醉 只是手在奶奶床前 一个劲地说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 也趴在床前流下泪水 奶奶过后 所有的家务都落在只有 十岁多一点的父亲身上 年幼的他每天承受着日晒和雨淋 他没有去问爷爷为什么这样 同时也不想去问他 因为在他的心里 他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自己的母亲 也许是被自己父亲所害 这个念头在心底越酿越深 以至于从那以后 他们之间就产生了隔阂 甚至在父亲娶母亲的当天都没有叫他 爷爷对此没有说什么 依旧每天喝醉就坐在门口大骂 不过骂着骂着就会流下浑浊的泪水 不知道是悔恨还是什么 直至我出生后 爷爷那醉酒的习惯才逐渐减少 还时不时带着我去村子里兜几圈 每当看见爷爷带着我兜圈子的时候 父亲都会用一种羡慕且复杂的眼神 看着我 用他的话来说很羡慕我 因为他的童年几乎没有爷爷的影子 父亲说到这里时 停了下来 看着天上的月亮似乎在回忆着 我在一旁听得入迷 突然见父亲 突然不说 我有些着急 他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要缝爷爷的眼睛 于是我就问 那你为什么要将爷爷的眼睛缝上了 父亲听我这么问 低头下头 眼神有些复杂的 看着我 说了句让我心惊的话 是他自己让我缝的 这话一出口 惊得我说不出话来 什么 是爷爷让父亲自己缝的 那么是什么时候 是在爷爷生前吗 我将心里想的告诉父亲 父亲听后 常叹一声悠悠的说 没有 是在他死后 或者也可以说 在他生前 他这话说的很矛盾 又是死后 又是生前 搞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没等我继续问父亲 他却慢慢地对我说起 爷爷的死 似乎是他自己有意料似的 死的当天 他睡在自己床上 很是安详 当父亲走进房间的时 准备给他换手衣入恋时 死去的爷爷睁眼开口道 咱啊 把我眼睛缝上吧 他这突然地说话 把父亲吓一跳 因为在父亲进来的时候 他已经证明了 爷爷确实是死了 现在睁开眼 突然说话 以为爷爷诈尸了 吓得他 想往外逃 不过被爷爷抓住 爷爷看着你 一脸害怕的父亲 长叹一声 对他说 咱 我怕自己死后有一变 所以你将我眼睛缝上吧 否则我怕自己死后祸害你们 父亲还在爷爷诈尸的恐惧中 现在又听他这么一说 吓得连忙摇头 不过爷爷却对他说 咱啊 别怕我是不会害你的 这一辈子 我就对不起你娘俩 你就听我的话 坐吧 父亲看着眼前 这张熟悉而陌生的脸 许久 才从恐惧中缓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爷爷 不知说什么好 让他将自己父亲的眼睛缝上 而且还是在有知觉的情况下 让他怎么下得了手 不过最后父亲 还是拗不过爷爷 找了根家里的绣花针 一针一针 生生将爷爷的眼给缝上去 然后入恋 父亲说长吸口气 不再说话 而听着的我 却有些细思极恐 如果父亲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不就是说 当初我躲在门外 看见的一切 都是爷爷安排的 而且当初的爷爷还活着 我们把他活着入葬 想到这里 我额头不断地冒着冷汗 身体本能地缩了缩 心有余悸地看向周围 燕依旧静得出奇 我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 和砰砰的心跳 如果我说如果 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爷爷为什么 要害怕自己死后 会给家里带来灾难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眼睛 让父亲缝上 为什么要在活着的时候 将自己埋了 这一切都一切都是 那么的匪夷所思 让我想不通其中的道理 坐观瞳 第35章 歪脖子的提醒 夜是静的 风是凉的 我却是躁动的 父亲说的话 直接在我心中 激起滔天海浪 我不明白 爷爷为啥要那样做 为什么要将自己活埋 我看着眼前 这半透明父亲的魂 心中生起一种 奇怪的感觉 刚刚我是被他锁的话 给镇住 但现在 我从震撼中缓过来 突然想起 父亲此时的状态 他又是 怎么在这葫芦里 又怎么进去的 这是不是 爷爷安排的 想到这里 我就问他 爹 你怎么会 在这葫芦里 还有那些 放牛鬼娃 为什么 会如此怕你 我说完后 就一直盯着父亲的脸 只见他听见这话后 脸色变了几遍 然后用一种 我看不懂的眼神 看着我说 姚娃子 有些事情 该你知道 你当然会知道 但也有些事情 你不该知道 即使问了 也没用 此时我救你 可以说是 你爷爷安排的 也可以说 是我自愿 但这次之后 我会去一个地方 所以今后的路 只能你自己走了 看着父亲 变了几遍的脸色 我就知道 他肯定晓得很多事情 但他这话的意思 是不想告诉我 这让我很是愤怒和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 为什么所有人都为我好 这是当作借口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想到这里 我脑子突然一热 怒火不解 冲昏理智 死死地看着父亲 一字一句地问 为什么你们都要瞒着我 为什么都把我当小孩 但你们可曾为我想过 我一个人在生死边缘的时候 想的还是你们 但你们呢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啊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最后的话 我是吼出来的 这吼声回荡在后山 惊起山中熟睡的飞鸟 使得它们铺腾着翅膀 哑哑哑地盘旋在空中 父亲听我这吼 脸色也是一愣 没想到我会这么激动 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 没有再和我讲什么 只让我跟着他 走出这如迷宫般的草丛 风吹杂草哗啦响 月光如雪满地霜 我跟在父亲身后 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静静地跟着他 父亲由于是魂体状态 所以能飞在杂草之上 为我指引着回家的路 当走出草丛时 已经时凌晨两点左右 月亮已经西斜 星子也慢慢暗淡了许多 我站在后山上 低头看着安静的村庄 心中突然生起一种 不想回去的冲动 因为在这小小的山村里 似乎每个人心底 都藏着一个秘密 每个人都在算计别人 这让感觉很累很累 让我不知到底该信谁 姚娃子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以后得路 只能靠你自己走下去 一定要坚强 我走了 父亲和我一样 看着底下的山村 看着山村中家的方向 说着 爹 你不回去吗 听他这么说 心中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鼻子也有些酸 不了 还有件事情 等着我去做 你先回去 告诉你母亲 说我一切都好 让他别整天 把自己闷在家里 还有如果有可能 你就待在家里 别出去了 父亲叹了口气 说完就转身 朝着后山走去 我看着 即将走远的父亲 心中很是不舍 想着刚刚见面他 又得走了 所以我声音 哽咽起来 对父亲大喊 爹 你还会回来吗 父亲没有回头 只是背对着 我摆了摆手说 会 我会等着 咱家摇娃子 有本事的那一天 来接我回去 如果到那个时 我肯定会高高兴兴地 和你回家 这是父亲 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话 直至很多年过去了 我依旧铭记在心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旁的荆棘杂草 将我伤痕累累的身体 再次撕扯 鲜血顺着伤口 就在杂草上 将墨绿色的草 染上一抹红色 此时的我 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 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我回到村中时 我以为村里的人 可能都睡了 不过刚到村尾 我就看见 村头哪里火光通天 将哪里照得一片通明 本来我还想去看看 那里的事情解决了没 看看堂叔有没有回来 但自己疲惫的身体 不允许我这样做 所以我只得一拳一拐 往家里走去 由于所有的人 都在村头 离审坟头哪里 所以村里的一片漆黑和寂静 只是不时传来 几声犬吠 证明这村子有人居住 我凭借头顶脚越微弱的光 走在回家的青石板路上 看着家的方向 离我越来越近 我心中的疲惫也越来越多 恨不得现在生双翅膀 直接飞回去 但这也只是想象 我低着头 费尽全力地走着 不过没走几步 我却发现有些不对 似乎自己被什么东西跟着 这念头刚升起 我马上回头一看 不过自己身后什么都没有 虚 我长出口气 想着肯定是自己太紧张了 家现在就在前面 那么紧张干嘛 我在心里安慰着继续走 不过我刚没走几步 那感觉又涌现 这让我原本疲惫的心 瞬间提了起来 一次可以说是我得幻觉 但这第二次难不成 还是我的幻觉 不过我没有回头 而是一边走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 往后面瞟着 果然没过多久 我就发现在我身后 居然多了个影子 那影子似乎是一个人 正弯着身子 慢慢地跟着我 看着那突然出现的影子 我猛地吓一跳 想起当天去小溪边的事情 难不成跟在我身后的人 正是那算计我家的人 难不成他再也忍不住 要对我出手 这种想法在脑海中越想越有可能 以至于我全身不由地紧绷起来 但我这一紧绷 身上的伤口顿时裂胎 红色的鲜血又慢慢地流向地面 疼得我吸了口冷气 走着 我慢慢走着 家的方向离我越来越近 那人还没出手 就在我即将垮上门口 走进家门时 我身后突然有声音传来 摇娃子 这声音刚出 我全身紧绷的身体 不由地做出本能反应 头也不回就往家里跑 不过刚跑到一半 那声音再次响起 摇娃子 是我 这次我听清是谁 在叫我 那声音居然是歪脖子的声音 但他叫我干嘛 他不是疯了 想到这里 我回头看去 只见离我没有多远的地方 歪脖子正弯着身子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整直勾勾地看着我 歪脖子 我尝试着叫了句 那人回了声势的 然后他就朝我 招手让我过去 看着他向我招手 我心里有些犹豫 不知该不该过去 不过最后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 当我来到他的面前 看着眼前这歪脖子 一时间我都没认出来 歪脖子这人 因为偷牛被打歪脖子 所以说话的时候 总是歪着这脖子 这和我在听别人说话 总是侧着左耳差不多 可今天 他那弯了的脖子 居然已经偏了过来 不过浑身脏兮兮 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上面还有许多草线 身上穿的衣服 也变得破烂不堪 变成一块一块 此时看上去活脱脱 像一个叫花子 歪脖子 你 你 你 我指着已经偏正的脖子的他 你你你 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但我脑子则疯狂地转着 他不是疯了吗 既然疯了他 为什么还认得我 还能和我正常对话 难不成 摇娃子 别问那么多 以后离刘先生远一点 他看着我 你可半天 没等我继续问他 就打断我 用一种严肃的语气 对我说 我被他这语气 说得有些愣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个整日嘻嘻哈哈 没心没肺的人 即使自己的脖子 被人打歪 依旧如此 也正是因为这原因 小时候 我经常找他去玩 而他也因为偷牛的事情 被村里人鄙视 好不容易有人找他说话 当然欢喜得很 所以只要我有空 就会去他那里 听他说些外面的故事 他则会在空闲之余 教我十字给我说外面的世界 说起来 我能将这故事写出来 还全都因为他 此刻突然听他这么一说 我得心畏畏一沉 想着张屠夫和我说的 还有从李大奎为李 找出的西药 再到此时 歪脖子偷偷摸摸过来 给我的提醒 难不成这一切 真的是刘先生策划的 这确实让我不得不怀疑起来 因为张屠夫说的 我可以给自己一个借口 是他和刘先生 原本就有矛盾 但此时歪脖子呢 他没和刘先生有矛盾 而且他还是那天晚上 亲身经历的人 其中细节只有他最清楚 坐观瞳 腰舞 第36章 消失的两魂 歪脖子说完这话后 供着腰抬着头 然后神色紧张地四处张望 他这动作看在我眼里 有些滑稽和不解 有必要这么小心吗 那不成那个人还能无时无刻不在 显然我这表情被歪脖子看见 他快步走到我身前 在我左耳旁轻轻地说 你别小看刘先生 他的恐怖你还不了解 等你了解了才会晓得 是啊 刘先生我确实没有了解 在这事以前 我自以为已经了解他七七八八 不过当这事发生后 我发现自己的以为是多么可笑 想着我觉有些心寒 于是摇了摇头 将这事情甩到一边问歪脖子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话说刚说完 歪脖子供着的身 猛的一颤 那样子就像杨巅峰突然发作般 然后眼中满事恐惧地对我说 还是去你家里说吧 我觉得整个村子就你家安全点 歪脖子莫名其妙说出这话 让我很是惊讶 为什么他觉得我家安全点 而且父亲走之前也告诫我 如果有可能就一直在家 别出去了 那么我家为什么会安全 想到这里 我有些抱怨父亲 抱怨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带着歪脖子 一拳一拐地走到屋子前 打那扇许久未开的门 屋子里空荡荡的 门外清冷的月光照在里面 映出屋中那些老旧的家具 此时家中只有母亲一人 不过他住在另外一边想来已经睡了 我带着歪脖子来到以前爷爷和我睡的房间 房间里漆黑不见五指 我凭借着对屋子的熟悉 找出一盏没有灯点燃 微弱的灯光亮起 一闪一闪地照在我们两个人脸上 我先是照了些家中被用的要将伤口包扎上 然后想去煮着东西来吃 不过当我掀开家中的铁锅时 锅里居然留有饭菜 还是还冒着热气 看着锅中冒着热气的饭菜 我眼睛有些湿润 看着母亲所在的房间 歪脖子在进来后 原本的那种不安似乎放下了 拱着的身子也挺直 加之他那歪脖子已经纠正 我问他吃饭了没有 他摇摇头 于是我叫他过来一块吃点 饭菜依旧是以前那种味道 但家却没有以前的那种温馨 饭后我和歪脖子坐在自己的床前 我有许多问他想问他 问他那晚发生了什么 问他为什么装疯 问他的脖子是怎么回事 问他我家为什么安全些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想问 只不过这些问题一时间全都冒出 以至于无从开口 只有等他说话 歪脖子看着沉默的我 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姚娃子你知道我那晚看见啥了吗 我听他这么说 突然想起张屠夫和我说的 就有些不确定的回答说 刘先生 李大奎无头的尸体 只见我这么一说 歪脖子的脸顺时变得惨白惨白 他眼睛睁得老大 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难不成当时你也在场 我摇摇头 将张屠夫和我说的跟他说了一次 只不过有些我没说 比如那位中医药的事情 比如父亲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歪脖子 此时到底是什么想法 不知道他找我的目的 虽然以前他对我很好 但这些天来的一切 让我都明白一个道理 人心隔肚皮 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不过我又细细一想 张屠夫和我说的事情 是在他们前一天发生 按理说他应该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看他这表情难不成 想到这里 我看着歪脖子 脑海中一个惊人的想法浮现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侵蚀我全身 歪脖子见我这样看着 他点点头咽了口吐沫说 我不知道第一天的斜脚印 到底是不是刘先生 可是在我们三人首夜的那天 我却看见刘先生在做法 歪脖子说着 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和我慢慢说来 那天晚上 他和马大苗尘寡妇三人首灵 说是首灵 其实也就是待在李大奎家而已 对于这事情 他们本来有些忌讳 毕竟已经下葬的人 又重新再挖出来 怎么看也是不好的事情 特别还是这么一个 死相非常惨的人 在那天夜里 马大苗结巴着说 要轮流首夜 说让歪脖子首第一轮 面对这提议 他没有反对 因为当年的事情 导致他在村民面前 抬不起头 好在他也习惯 当来到夜里 差不多十二点多 村里人基本都睡了时 按照马大苗所说 应该轮到他首夜 于是他就去叫马大苗 可马大苗什么人 全然一个二流子地痞无赖 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 本来全村人都看不起的歪脖子 在他面前还不是一个软柿子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所以他结巴的对着歪脖子吼道 阁老子 继继续守 守 守着 现在是你熟 熟 熟罪的时候 小 小的不 他这话说完 带着一脸凶恶 歪脖子 见这样也知道 马大苗这人 就是这性格 所以也就闷着不肯生 想着熬一夜 也就这么大的事 不过他被马大苗的话 说得很气 你说守就守 干嘛要提以前的事情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马大苗这说的话 明显是赤裸裸的打脸 所以他想着 你们睡你们的 我睡我的反应 你也不知道 俗话说人有三级 歪脖子 在睡下没多久 就别尿憋着 于是迷迷糊糊 去了趟茅房 不过好在有着泡尿 否则现在的他 估计和马大苗他们一样了 放水后 他迷迷糊糊的 往李大葵家里走着 不过当他 刚走到外面 突然发现里面 居然多了两个人 这突然多出的两个人 这让他顿时一惊 将迷糊的睡意惊醒 他忙躲在门外偷看 原本他以为是马大苗和陈寡妇醒来 看自己不在 在哪里转悠 不过当他看清里面的人后 猛地抽了口冷气 差点将他呛死 只见站着他面前 不是马大苗 他们是刘先生 而且在刘先生背后的 还站着无头的李大葵 李大葵直挺挺地站在院中 在他眼前的刘先生 则将香烛祭品摆好 似乎想要做法 刘先生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嘴中慢慢念叨着什么 就在这念叨中 歪脖子居然看见 李大葵的尸体自己走动 这让在外面偷看的 他吓得浑身颤抖 他是在上山下乡 来到村子里的 虽然在村子里生活了一二十年 但思想还停格在外面 对于神鬼之事 虽然这些年来听过许多 但从未见过 不过现在 他可是亲眼看见 这死是翻身 这让他如何能不害怕 歪脖子战战兢兢地 在外面看着里面的一切 直到里面刘先生停了下来 然后走到熟睡的马大苗 和陈寡妇身前 轻轻地用手一抓 然后收拾好东西 往外面走 这吓得在外面偷看的歪脖子 头也不回地往黑夜深处跑去 这一跑就是天明 当再次走进李大葵家中后 他惊恐地发现 李大葵的尸体不见了 连通一起的 还有马大苗和陈寡妇两人的昏迷 他们两个不管歪脖子 用什么方法都叫不醒他们 他一个人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他知道等天明后 村里的人一定会发现 如果他说出实情 估计还没逮住刘先生 自己可能会被烧死 所以他集中生智 把自己装疯 接着才有了我们来时 看见的那一幕 听他说完 我陷入沉思中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刘先生 所有的一切由不得我不相信 突然我又想起他怎么说 只有我家安全点 于是就问他 为什么说 只有我家安全些 歪脖子听了我的话 原本还紧张的表情 瞬间变得有些奇怪的 看着我问 你没发现吗 虽然村子里最近发生的一切 刚开始时和你家有关系 不过后面的事情 和你家一点事都没有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说到这里眼中露出羡慕的表情 但这表情看在我眼中 却很是讽刺 这就是他说安全的理由 我家现在已经支离破碎 母亲整日在家不出 父亲不知到底去哪里 爷爷最开始已经被自己活埋 我整日在这漩涡中 难不成这些都不是事情 这都和那些无关 做官童 15 第37章 母亲的伪装 一是深夜 房间中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呼善呼善 歪脖子在说完后就已经离去 我曾挽留他 让他在这歇息 但他摇摇头说 摇娃子 我还得继续装疯 否则会被怀疑 说完不敢逗留半课 就走了 我一个人静静地依偎在床头 看着眼前的黑暗 心里五味杂沉 歪脖子的话 让我久久不能入睡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算计我家的人 一定就是刘先生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记得 我们第一次去点灯时 我记得母亲被赴身时 我记得那天 小西边和我所说 我记得他 曾要带我出去 我将这段时候 和刘先生所有的事情 都回想一遍 想着想着我 进入梦乡 这一觉 我睡得很死 还是第二天 有人叫我才醒来 睁开眼一张熟悉的脸 映入眼帘 看着他 我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舔了舔 干燥的嘴唇 叫了声 娘 站在我床前的 正是母亲 她听我叫她 点了点头说 你这孩子 吃饭了还在睡 快点吃饭 听着母亲这熟悉的话语 我心里感慨万千 这话我感觉 已经很久没听见过 自从在爷爷 将自己活埋后 似乎母亲 就没有叫我 不过更多的是 没时间叫我 看着母亲 熟悉略带微笑的脸 我点点头 堂屋的门 依旧没有打开 但升起朝阳 从门上上的窗户射近 还是能看清里面的一切 堂屋中摆着一张 满是油垢的桌子 上面摆在四个碗筷 母亲还是坐在 以前的位置 坐着以前的活 给四个碗筷 已经剩满饭 只等着人 落座吃饭 我坐在母亲一旁 这是我以前 坐的位置 记得以前 每次吃饭时 我都想坐在 爷爷的位置上 可每次都会 母亲一顿臭骂 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爷爷和父亲的位置 空荡荡的 只要我想坐 就能坐上去 喝 供饭 是在我们这里 一习俗 说的是老人过后 每餐饭前 要供奉仙人 这习俗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因地域不同 其供饭的时间 长短不同 有的是七天 有的是四十九天 我们这里 则是三年 吃饭时 母亲给爷爷供饭 我不惊讶 可桌子还多了一只碗 上面依旧添着饭 这让我很是难闷 想着我家 还要供谁的饭 于是就问母亲 娘 这碗饭是谁的 母亲看了我一眼 笑了笑说 你父亲的 父亲 父亲不是 还没死吗 为什么要供饭 我有些不解的 看着母亲 母亲依旧是 那个微笑 只不过这次 我却发现 他笑的时候 嘴角抽搐了一下 你父亲回不来了 你全当他死了 母亲这话说的 不带任何感情 仿佛在说这一件 和自己无关的是一样 但那抽搐的嘴角 已经出卖他 我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母亲 她被我这样看着 先是有些不适应 微笑的嘴角 不停抽搐 然后那笑容收敛 瞪着看着我 呵斥着说 你是不是 也不听话 娘的话了 是不 我说你父亲死了 他就死了 他这话说得很快 语调有些激动 说完后眼睛 似乎上了雾气 看着母亲这模样 我再也忍不住 一把抱住他 娘 别逞强了 母亲被我抱着 原本的坚强 原本的无所谓 原本的不在乎 在一刻全都分崩瓦解 剩下的只有哭泣 无声的哭泣 是的 她只是一个妇人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妇人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 她有什么办法 她没有办法 她只有这样 假装坚强 假装无所谓 将心中所的悲伤深藏 母亲的哭声 听在我心中 让我很心疼 哭声持续很久很久 在这期间 我告她父亲的事 告诉她 我会把父亲带回来 哭声直至饭菜快凉时 母亲才抹去眼角的泪水 对我我说 娃子 快吃饭吧 饭菜都凉了 我们娘俩吃着桌上 已经凉了的饭菜 相顾无言 这顿饭吃了很久 吃完后 我告诉母亲 我要出去 母亲看着我一脸的坚决 没有说什么 只是对我说 娃儿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如果在外面受了委屈 那里回来 我点头答应着 打开门 晨起的朝阳照在我脸上 我打算去将这所有的事情 做个了解 去找到刘先生 去问个明白 但在之前 得问问堂叔 问问他到底 走到刘先生没有 走村中的青石板路上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只有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走在路上 到堂叔家时 我看见他一个人 坐在门口抽烟 烟头已经落了一地 他整个人 也很是憔悴的样子 不过他看见我 立马将手中的烟头 给丢了 快步跑到我面前 双手抓住 我的胳膊问 姚娃子 你没事 他抓我的手有点重 以至于我疼得我想叫 不过当我看着他那双 满是黑眼圈的眼睛 以及一脸的疲惫 我还是忍住 笑着点点头 你昨天去哪里了 怎么眨眼 就不见了堂叔 可能也发现我得一样 松开抓住 我胳膊的手说 我昨天一不小心迷路了 到天黑才走出来 我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 只不听这挠头 是因为自己对堂叔说谎 而不好意思 哎呀 你说你是不是傻 下去帮个忙都能走丢 你咋这么厉害 堂叔听了我的话 也没多想 只是呕了一声 然后就带着我家里去 不过刚走 就听见屋子里 苏寻的嘲笑声 接着他从里面走了出来 不过刚走出来 我就忍不住笑了 只见原本那个 穿着朴素装 有着大辫子的外面姑娘 此时活生生地 变成一个村姑 她原本朴素 却不失精致的衣服 变成一个麻布袍子 原本的辫子也被解开 变成一头披肩长发 只不过没变得 是她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和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见我笑 有些恼火地问我 好笑不 我点点头 却没想着点头 让我遭受无往之灾 我被打了 我居然被一个妮子给打了 最恼火的是我 面对她的打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我还是说 自己受伤了 她才助手 我盯着头上的包 有些埋怨地 看着唐叔说 唐叔 你为什么不帮帮我 你侄子 这样被人打 你真的不管吗 唐叔双手一摊 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说 我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这话说的 我牙直痒痒 不过我也不好说啥 而且我来找她 是有正事 于是我问她 唐叔 刘先生找到了吗 唐叔听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 然后一脸愁容地 摇摇头回答说 没有 昨天你不见后 我就没有去找她 哎 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听着唐叔的话 我很是不解 刘先生没有回来 那她会去哪里 难不成她出去了 不 不 不 如果她是算计 这一切的人 怎么会出去 但如果 我不是出去了 那她会去哪里 正当我想着 刘先生 到底会去哪里时 一旁的唐叔 叫了我一声 姚娃子 你在想什么 哦 没什么 那个唐叔 你知道那人间风筝 是谁写吗 被唐叔这么说 我从沉思中 醒了过来 连忙找了个借口 搪塞着 唐叔听我这样说 他的脸 顿时沉了下来 然后从身后 掏出两张纸来 一张正是人脸风筝 还有一张 居然是黄符纸 看着他掏出的两样东西 我有些不明白地问 唐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唐叔 没有回答我 而是将两张东西摊开 指着上面的字说 你自己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上面两张纸 都写着字 人脸风筝上面写的 小心身边的人 黄符纸写的 则是些鬼画符之类的 看上面的符的纹路 我居然还有些眼熟 不过我还是不懂 唐叔给我 这两张纸的原因 不过好在一旁 气呼呼地 苏寻说了 你还真是个 木鱼脑壳 唐叔让你看的是 两张纸的字迹 你没发现 这两张纸的字迹 很像吗 听他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些觉得 不过我自己 大字都不识几个 怎么能分得这些出 所以只能挠了挠头说 你这样说 我还真有点觉得 不过按你们这样说说 那这人脸风筝 是刘先生放的 唐叔和苏寻都没有说话 但他们脸上的表情 却告诉我一切 做官童 15 第38章 牛房里的眼睛 看着唐叔和苏寻脸上表情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人脸风筝上的字迹 和黄符纸上的字迹相同 不就说明那天 给我提示的正是刘先生 但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而且这黄符纸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想到这里 我就问唐叔 这黄符是哪里来的 唐叔看了我一眼 表情有些复杂的说 在李大奎棺材里剪的 李大奎棺材里 李大奎棺材里 我默默念叨着 念着念着脑中 闪过一幅画面 黄符正观 对就是那张符 那张当初被用来镇压 李大奎棺材的符 刘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明白的 看着唐叔 想问问他 知道些什么吗 只是他摇摇头 显然他也不明白 这一切算什么 不过我心里有个设想 假如是刘先生想提醒我 那么怎么张图夫和歪脖子说的 又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有两个刘先生 一个在一直帮助我 一个一直在暗中算计 想到这里 我不禁为我这可笑的念头 摇头否定 这世上哪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见刘先生踪迹无果 我就问唐叔 昨天草丛里发生了什么 他听我这么问 用哭笑不得的眼神 看着我说 野猪 当时从草丛里冲出了一只野猪 还好你那声提醒 否则我还真的着了那畜生的道 听着唐叔这话 我有些忍不住笑了 他昨天居然让野猪拱了 不过这小声在最后唐叔那威胁下 我选择闭嘴强忍着 唐叔看着实在憋得难受 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问我吃过饭了没 我点头说吃过了 他问我还要不要吃点 我摆手说 我想去再找找刘先生 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打了个哈欠 看着他那一脸的疲惫 我让他去歇息歇息 他只是点点头说知道的 然后我转身向着村里走去 一个人低头走着 一边走一边想着刘先生的事情 不过走着走着我哀悠一声 连忙捂住自己的额头 因为我居然撞到一棵树上 而且这撞的地方 正是苏寻这妮子揍的地方 这伤上加伤 让我心中生起无名火 抬腿一脚 踢在那树上 不过我这刚踢 我就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 心中刚冒起的怒火 瞬间被恐惧浇灭 只见在我眼前出现一座 由土转弃成的房子 房子是用茅草盖顶 房的门大开 但里面很黑很黑 看不见有什么 房子前周围被杂草荆棘围着 看上去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牛房 这两字突然冒起在我脑中 我居然不觉间走到牛房前 看着黑洞洞牛房里面 我竟生起一种再次走进去的冲动 就好似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 我踩着地上的绿草包开一旁的荆棘 慢慢地慢慢地往里面走去 此时的我如同梦魇般 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就在我即将走进这阴暗且恐怖近地时 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摇娃子 你在干嘛 我被这突然的声音一惊 从这梦魇般的状态中醒来 心有余悸地看着自己 只见我现在已经一只脚里踩在牛房里 另外一只也快抬起脚步 就要跟着踩进去 此时的我可以说真的离牛房近地 只有一步之遥 脑中回想起我刚刚的一切 吓得我大叫一声 连忙往外面跑 一直跑到声音的来源 声音是苏玄喊的 他看着一脸惊恐的我 眼神中带着玩味地说 摇娃子 你干嘛 一惊一乍的莫非大白天 你见鬼了 我急促地呼吸着 有些后怕地看向身后的牛房 无自觉地咽了口吐沫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这比见鬼还恐怖 如果刚刚不是你提醒 估计我再也出不来了 苏巡听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随后一双 亮晶晶的眼睛中充满狂热 小脸也仗得通红 两个浅浅的酒窝显现 他一把抓住 我得手激动地问 你说的这里 莫非是你们村里第二禁地 牛房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他这一脸的激动 看得我小脸一黑 想着这啥人 为什么每次别人认为恐怖的事情 他都会认为有趣 还总是想去看看 真不知道他这样的性格 是怎么长大的 不 我就不去了 要去你自己去吧 我还不想死 我连忙摇头 想着我才不跟你去疯 去又不会死 上次你不是进去了 还不是没事 而且这次 如果不是我叫你 你又去了 他见我摇头 立马绷着张小脸 两只娇嫩 得小手握成拳头 一副威胁我的样子 不去 上次是巧合 这次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反正今天 你就算打死我也不去 尽管今天早上 我知道他的厉害 但让我再去这牛房 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胆 好吧 你这胆小鬼就知道你不会去 他尽管很像让我去 不过看我这样子 估计也不会听他的 所以也就不再强求我 我看他打消这念头 我心中也常舒口气 因为我真怕他头脑一热 将我拖进里面 哦 还有刚刚堂叔让我来找你 他说让你李家婶子 哪里看看会在哪里的人 怎样了 说完他鄙视的 看我一眼 憋着气呼呼的嘴 头也不回地走向小溪边 我跟在他的身后 不敢出声 不过就在我 即将离开牛房的时候 往哪里看了一眼 看了牛房 黑暗的深处一眼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似乎看见在 那牛房深处的黑暗中 看见一双眼睛 正死死地看着我 自从昨天那群村民 不知怎么跪在哪里后 就一直没有起来 他们的媳妇也全都陪在哪里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 看见小溪边的火光 就是他们打着火把 在哪里守候着 当我来到小溪前 看着哪里的景象时 我不住的傻眼了 只见此时这里的场面 哪里还有昨天半点样子 完完全全就变成一个闹市 只见在坟头一片的地方 已经搭了一个黑色的棚子 那棚子里跪着一群村民 他们和昨天没多大的变化 不过让我傻眼的是 那些陪在哪里的大神 居然全都坐在棚子下的桌子前 聊天的聊天 吃东西的吃东西 甚至还有些人在打自排 完全还有一丝悲伤诡异的气氛 如果不是哪里还摆着一幅棺材 和跪在地上的村民 这河闹市真的无二 我指着那些大神 目瞪口呆地问苏巡 这是怎么回事 苏巡面色古怪地看我一眼 过了好一会才开口 棚子是怕那些跪着的人 被烈日撒干 那些桌子椅子则是 那些大神自己搬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 反正现在没啥事 这样守着还不是守着 不如让自己舒服点 啊 我阿可一生 表情也有些奇怪 因为这实在不知 让人怎么说才好 实在是这些大神们 实在太能搞事 不过他们想过 自家的男人没有 想到这里 我又问 那些跪地的村民 有没有什么异样 苏巡听我这话 只是指着哪里对我说 他们身上的阴气越来越重 其他的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中国道家讲究的 是阴阳平衡 人体也就是一个大的阴阳 不过当一个人体内的阴阳 平衡被打破时 就会发生一些诡异不可预料的事情 比如如果一个人阴气太生 阳气不足 就会看见些不干净的东西 反之阳气太足 就会导致人体精力过剩 有的甚至会直接被自己体内的阳火 给烧死 此时苏巡说 他们身上的阴气越来越重 我不知道是重到什么程度 不过看其样子 估计不会太好 走到小溪前 穿过那如闹事般 大婶大妈的地方 走到跪在村民的地方前 看着那些人 不过这一看我吓得 直接倒退好几步 只见在那些跪在地上的人 脸色全都变得铁青铁青 一双眼中变得臃肿浮大 嘴唇也紫青紫青的 那样子如同一个将死之人一样 坐观童 15 第39章 鬼林子 紫青的脸 囊肿的眼睛 泛白的眼人 鱼青的嘴唇 全身干枯的头发 跪在地上的十四个人 全部都是这幅模样 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也看不出任何表情 只是如傻子般 跪在地上 跪着前面李沈的棺材 看着跪着他们 我有些害怕 如果这不是苏巡说过 他们还活着 那么我一定会认为 他们已经死了 因为眼前的他们 脸上的表情和死人无异 甚至比死人的更加难看 李沈的棺材 依旧在那些坑中 我深吸口气 绕过这群如火死人般的村民 走到到李沈的棺材前 李沈的棺材已经崩开 露出他那腹黑漆大棺材 棺材是在红土坑中 此时在这黑色的棚中 看着里面红黑相间的棺材和坑坑 心中的害怕更加强烈 李沈的棺材已经掀开 露出里面的李沈 他依旧躺在里面 穿着那身黑青黑色的手衣 戴着一顶兽帽 脸被一张黑纸盖着 不过放在腹部得手 也如李大葵那般 指甲疯狂长着 他脸上的纸 是在上山前给遮上的 用我们这里的说法就是 他死时被毁容眉脸 见列祖列宗 所以必须要用黑纸 遮住不能掀开 这么做的寓意 就是让他不必面对祖宗 而且投胎转世后 不会因这一世的毁容而被影响 这种类似的习俗 我们这边有许多 比如人死的时候 必须捡一个鸡蛋 然后放在死者嘴里 这样棋子寺去看的时候 就不会被人死前残留的怨气所冲 不过这鸡蛋必须在上山的时候 给掀开 否则下辈子会变成哑巴 看着棺材里的李沈 想起以前他对我的种种 心里有些莫名的感慨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具尸体 甚至可以说是一具死了都不安宁的尸体 在我感慨时苏寻也来到我身旁 站在我一旁 看着里面的李沈说 死而不服 又是一具死而不服的僵尸 真不知道他们夫妻将为啥都这样 死了之后尸体都没有腐烂 摇娃子难不成你们这里的尸体都不会腐烂 听苏寻这样说 我才意识到躺在棺材中的李沈尸体真的没有腐烂的迹象 一般的尸体在这大热天里 两三天就会发出一个腐臭味 我记得以前村里有个光棍过世 村里的老人为他合了八字 必须在家停灵七天 但那又是如火的七月 所以尸体没过两天 灵堂里就弥漫着一股死尸的腐臭 弄得没有人愿意帮他守灵 等到上山那天彻底封关的时 那封关的人看着里面的光棍 直接呕吐出来 因为里面那脸烂得如一张柔皱的纸一般 而且上面还有躯在爬洞 可现在躺在里面的李沈 最少说也有五六天了 而且还已经入土下葬过 但身上一点腐烂的痕迹都没有 这又是为什么 我转头看着一旁的苏寻 他见我这样看着 皱着秀眉摇头说 这是我也不怎么清楚 虽然他的尸体没有腐烂 但我却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一点怨气 一般尸体没有腐烂的都称之为僵尸 这些僵尸无一不是最后一口气没有断 保留在喉咙处 而也是这口气 让其三魂七魄 不能全部离体 所以肉身才不服 这口气懂门道的人把它叫做怨气 意味着这人死前有怨未消 苏寻在一旁说这些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听过 虽然我知道他不简单 而且极有可能还有双阴阳眼 但他一个小女孩哪里懂这么多 难不成他身体里还装着个老妖婆 想到这里我好奇的盯着他看着说 你懂这么多 那你有没有办法 让这里的人全都恢复过来 苏寻见我盯着他一直看 直接朝我翻了个白眼说 我又不是阴阳先生 就算我知道办法 但也要清楚他有什么愿 只要知道他有什么愿 一般只要将他的愿解决就可以 不过你知道他求的是什么事吗 听苏寻这么说 我摇了摇头 想着我哪里晓得他有什么愿 如果真要算有 我估计可能是他死不瞑目 不甘心这么死 如果真是这样 难不成还要我去帮他把凶手找到 先不说能不能找到 就算找到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但堂叔让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起这么个问题 就问苏寻 堂叔让我来这里到底是干嘛 这事情我又解决不了 苏寻撅着嘴撇我一眼说 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就去问问你堂叔了 听他这样说 我苦笑着摇摇头 问堂叔 我看还是算了 既然来了 也就当看看 在离审关前待了一会 打算转身 打算离开 不过我刚走没几步 就感觉自己得脚 突然被人一把抓住 这突然抓住我得脚 弄得我身体失衡一个 不稳差点摔到 等我稳住身形后 低头看着 抓自己的脚是谁 不过当我低头时 突然和一双眼睛对视着 看着那对视的眼睛 我心中有种 说不出的恐惧 那是一双 充满怨毒的眼睛 从那眼睛中 似乎能看出 眼睛的主人 恨不得吃了我 撕 我倒抽口冷气 因为这眼神 居然和以前 李沈 看我时的一模一样 不过此时 并属于李沈 而是瞪二狗的 只见他 抓住我得腿 眼神怨毒的看着我 被他这样看着 我想要正开 但他抓着我腿的手 犹如铁钱般 死死的抓着我 让我正开不了 一旁的苏寻 也发现我这一撞 回头一看 急忙到我身前 蹲下身帮着我 去搬 蹬二狗的手 可即使我们两个 用尽力气 也没办法 你们两个娃子 在干嘛 就在此时 我们两个 用力搬的时候 蹲二狗 他媳妇的声音响起 他见我们 蹲在他男人身边 以为想做什么 对他男人不利的事情 就急匆匆地 走到我身旁 不过当他看见 抓住我脚的手时 一时间愣住 不过等他反应过时 脸上的表情 喜形于色 一股烟 跑到他男人身边 一把抓住 蹲二狗 用力不断地摇晃着 嘴上还不住地叫着 二狗 二狗 但不管他怎么摇晃 蹲二狗 依旧没有醒过来 只是抓着我脚的手 更加用力 似乎想要用手 把我的脚扭断 疼得我直咧嘴 看着他 还在不断地摇晃 痛得受不了的 我就对 蹲二狗媳妇说 大婶 可不可以 先把 邓叔的手拿开 这抓的我实在受不了 可我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他那一股子气 就似乎找到发泄的宣口 直接从地上站起来 指着我鼻子 扯开嗓子破口骂道 你个扫把星 如果不是你 村子里怎么会出这么多事 你个外星 你家就是因为你 才变成这样 现在到好自己家 祸害完了 现在就来祸害村里人 他这话越说越离谱 也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吐沫横 飞溅了我一脸 他越骂我的脸就越黑 不过我没有说什么 只是自顾自 继续搬着 瞪二狗的手 可一旁的苏寻 却看不下去 打算和他去理论 不过就在此时 抓住我脚的手 突然松开 然后又缩回去 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 不过就在 他缩回去的时候 窝在他的手心 看见了几个字 看着这几个字 我连忙起身 拉住苏寻 朝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拉着他 往外面走去 拉着苏寻 穿过人群走到石桥 他有些不明白 我为啥要拦着 便气呼呼有种 恨铁不成 刚地对我说 摇娃子 没想到你这么怕 别人都指着鼻子骂了 你还忍得住 我没有和他解释 而是走过石桥 向着对门山走去 苏寻见我不说话 还带着他 往对门山走 这让他不知道 我到底要干嘛 于是问 摇娃子 你要带我去哪里 不会是你受不了 去你爷爷坟头 和你爷爷哭诉吧 我被他这话说得脸一黑 想着这妮子 整天想的是什么 估计在不和他说 指不定还要说什么 于是我停了下来 转头看向他 然后一字一句地 对他说 刚刚 我在邓二狗的手心里 写着三个字 苏寻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来了兴致 赶忙问我 什么字 我又看了他一眼 许久才吐出三个字 鬼林子 坐观童 15 第40章 鬼菩萨 鬼林子在对门山里面 也就是当初 我点灯回来时 路过那条阴暗路的那一片 因为那林子里 常年不见天日 家之人走进去 就觉得阴凉阴凉 久而久之 村里人也将哪里 称为鬼林子 刘先生曾跟我说过 鬼林子里面的 阴冷之气 是因为里面 有些树木成精 而且常年不见 天日导致 苏寻听我 到鬼林子时 两只亮晶晶的 大眼睛里面充满星星 一脸激动的看着我 那样子 恨不得马上就去哪里 可我却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思考着 邓二狗为什么 将那两个字写在手心 为什么 又在我去的时候 间接地伸给我看 难不成他们的问题 都是去过鬼林子导致的 想起这里 我确实发现点什么 因为那些 跪在哪里的村民 那天 似乎全都进去过 难不成 真是这样 肯定了 自己的想法后 我也不再犹豫 带着苏寻 往鬼林子的方向走去 其实在我心里 是不打算去的 毕竟如果 鬼林子里有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现在 还带着个苏寻 于是我对他说 苏妮子 要不你先回去吧 那个林子里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保证不了 你的安全 后面这话 我没有说出来 而是看着他 没事 你怕什么 进去后 有我照着你 认他什么妖魔鬼怪 咱们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苏寻毫不在意 大大咧咧地说着 而且越说越近 不激动 以至于两手捏成拳头 在空中一阵挥舞 看他这样模样 我也只有苦笑 不再劝他 想要进入鬼林子 必须从经过那条阴暗的小路 然后再快出去的地方 有个路口 只要在哪个路口的地方 左转就能进去 在我和苏寻说话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那条阴暗的小路 刚走进来 我直觉全身一凉 因为这里面的温度 起码比外面低个十度左右 这种强烈的温差 让我有点不适合 弄得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一旁的苏寻也和我差不多 他看着这阴暗的小路 嘴中嘟囔着说 要是剩下的时候 来这里乘凉 那该有多好 扑 听他这样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原本我以为他打了个冷战 以为他是害怕 听他说的时候 会说些回去之类的 但没想到 他此时脑中想的 居然是这个 哎 真不知他这脑袋里 装的到底是什么 小路里很是阴暗 两旁一人抱的大树 遮天蔽日 只有丁点日光 穿过树叶的间隙 落在满是枯叶的小路上 我和苏寻走在路上 脚踏地上的枯枝斧叶 发出一种让人牙痒的声音 而且脚踩在上面 脚底传来的触感 让我发出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刻 里面会钻出什么 在这暗无天日的林子里 最合适一些冷血动物居住 比如蛇 蝎子 蜈蚣 鬼怪之类的我 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一路向着小路走着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总觉得一旁的树林里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而且那种感觉 越往里面走 就越是强烈 这种心慌的感觉 让我有些害怕起来 于是对一旁的苏寻说 苏妮子 你有没有感觉 有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我这话因为害怕 所以说的有些糊仑不清 苏寻听后扑斥一笑 一双大眼睛在阴暗下闪着亮光 她一把拍着我的肩膀说 摇娃子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胆胆小 这里哪有什么眼睛在看着我们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错觉 呜呜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没有 才继续往这里面有着 当走到那个分叉路口时 头顶的树叶才疏息些 我抬头望去 太阳依旧高高挂在天上 如一轮火球 烘烤着人间 被日光照着的我 才感觉这是白天 而且还正是正午时分 呼 我长出口气 看着分叉口 看着里面的黑乎乎的鬼林子 再看了一旁的兴奋的苏寻一眼 跨步走了进去 林子里比外面的小路更黑 在我这里看去只能看见 那些模糊的树影 这种黑让人心里很是不安 我转头想象看着苏寻 但在这黑里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看着他那双 似乎在黑夜中 有着钉点星光的眼睛 里面地上的枯树叶 更加的厚 踩上去就会陷入一层 四周还不时能听见 在树叶下 有稀稀索索的声响 那声音 在这阴森幽暗的环境下 犹如万千小鬼 正朝着我们走来 我不知道邓二狗 告诉我们鬼林子的意思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说的那地方 是在鬼林子的哪里 所以我只能像无头苍蝇似的 不断地在林子里晃悠 这一晃悠就是一两个钟头 我和苏寻几乎将整个鬼林子都找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 正当我还想继续找找的时候 跟在我身后的苏寻一把拉住我 然后我看见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中充满怒火 姚娃子 你不会是闲得慌 带我来这里绕圈子吧 你看姑奶奶的腿都快走断了 听着他包含怒火的声音 我心里不由一惊 听他这语气 似乎有种想将我打一顿的冲动 于是我连忙陪小说 快了 快了 我们肯定会找到邓二狗给我的提示 苏寻子娇哼了一声说 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不介意再揍你一顿 听着我连忙点头 心里也不住蜥蜴着 快出来快出来 说想着我就要继续走时 身后突然出来一声微弱的叫声 那声音忽远忽近 有时犹如在耳边 有时又像是很远 而且那声音是叫着我得名字 咬娃子 那声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以为是自己被苏妮子这么一下出现的幻听 不过当那声音再次传出来时 我整个人都毫毛倒数 一股凉气从心底油然而生 我是真真切切的听到那声音了 而且叫我的人似乎是一个老头 因为他的声音苍老而无力 苏妮子你听见了 听见有人在叫我吗 听着那声音我心里直发虚 因为上次听见的时候 刘先生在我一旁 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话 别回头 回头就是此 他说这话的语气很是严肃 以至于现在 我听到这种从背后传来的声音 有了一种恐惧 我连忙转头 看着一旁的苏巡问他 他没有回答 只是沉默着 不过当这沉默一会 那声音再次传来时 苏巡竟然有些兴奋地说 听到了 听到了 想不到这里面真的有鬼 鬼听到这个字 我整个人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颤 走着的身体也顿时一致 脑中不由浮现小时候 爷爷曾给我讲过的一件事 一件关于鬼林子里的事 那时候鬼林子还不叫鬼林子 里面的树也没有这么大 平时走进去除了凉爽点 还不想现在这样暗无天日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 那时候刚好是田积满地 一扎一个准的季节 只要到那个季节 村里的人都会晚上提着煤油灯 那这扎田积的扎子 去弄些改善伙食 那天村里的二狗也和往常一样 提着一盏煤油灯去扎田积 可是他扎着扎着 不知怎么就扎进着这山里 刚进山里 他还没觉得有什么 只是觉得这里的田积 比水田边的多 一会的功夫就已扎了不少 正当他觉得今晚的受过很丰盛 打算回家的时候 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他 刚开始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不过当那声音越来越急促 叫的频率越来越高时 他就感觉有些不对 狗子从小在山里长大 关于那些鬼怪之事 自然也听过许多 现在在这阴森的林子里 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他 这就让他感觉很不对劲 所以想加快脚步回到家里 可是当他没走几步 就听见那叫他的声音 似乎变了 变成他母亲的声音 二狗是村里有名的孝子 突然听见他母亲在叫 心了一个急 也不管了那么多 直接回头一看 却没有这一看 却出事了 当村里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疯了 后来请了先生来看 说是他的魂已经被吓得没了 所以活不过几天 狗子他娘苦苦恳求先生救救他 可先生只是摇摇头说 勾他魂的东西太厉害了 我没有办法 说完先生就走了 独留他母亲一人在家哭泣 三天后狗子死在自己家里 而且再死得很凄惨 是被自己勒死的 不过在他死时还咧着嘴笑 吓得去帮他收拾的人一跳 所以村里舅舅传二狗 是因为擅自创了山老头的地方 被山老爷带走了 之后村里就将这里命名为鬼林子 当爷爷在将到这里时 故事已经完了 但我还有些不明白 于是问爷爷 那狗子到底看见什么 爷爷抽着汗烟 喝了口米酒 眼睛看着对门山的方向说 鬼菩萨 第四十一章 小喵 佛教里有四大菩萨 象征四种理想的人格 即愿 行 至 悲 象征愿力的是地藏王菩萨 象征实践的是五贤菩萨 象征智慧的是文殊菩萨 象征慈悲的是观世音菩萨 当然这里说的鬼菩萨 并不能和那些比较 这里说的鬼菩萨是一种统称 这和人们认知的鬼是一样 都只是那一类的统称 此时身后传来的声音越来越近 那感觉就像在我身后一般 但我没有回头 也不敢回头 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回头就是此 为了此时 我还特意提醒一旁的苏寻 让他别回头 但我还是低估了 他的好奇心 我这不提醒还好 这一提醒他的好奇心顿时起来 以至于他居然转过头 他看到什么我不知道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在我和他说过 不要回头后 他转过头 看向身后 接着就是一声惊叫 这叫惊呼尖锐而刺耳 声音回荡在鬼林子里 犹如厉鬼气候 当他到他惊叫的时候 我心咯噔一跳 大叫一声不好 不过我此时该怎么办 他回头了 他居然回头了 我该怎么办 要不要去救他 我心里很是矛盾 像是有两小人 一个叫恐惧的小人 让我马上跑 头也不回地跑 别管那么多 自己安全才最重要 另外叫良心的 则是让我救他 不管就不救的了 先救了再说 最起码这样自己 良心不会不安 这两个小人 不断在我耳旁说着 我也被不知道 该做何选择 不过最后 还是恐惧战胜良心 我想着 谁叫他不听我的 我已经做得人至义尽 而且他对我来说 只是个陌生人 是个村外人 我哪里还管那么多 自己活着就行 想到这里 我跨不打算离开 不过自己 刚跨出步子时 脑海中 突然那天 那槐树下 那很甜很甜的笑 他两个浅浅的酒窝 以及和我说的话 花叶生生两不见 相念相惜永相失 我记得有一句 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当时他这话说 表情很是复杂 虽然我不知道 这话的意思 但这话 却深深应刻在我心中 姚娃子难不成 你真的要离开吗 难不成你 真的放见死不救 难不成你要承受 这良心的谴责吗 不 他一个人 本来就很可怜了 年纪小小 就离开家乡 去寻找那个 所谓的前世人 他本来就很苦 我还说 他一定会找到那人 现在还没找到 他怎么能死 想到这里 我一咬牙 马上回头 这回头一看 将我吓得整个人 都跳了起来 这是真的吓得跳 只见在我身后 不远的地方 竟然蹲着一个人 或许不能成为人 因为他全身四肢 全都是黑色的 犹如披着一张黑色的皮 这黑色和幽暗的树林中 仿佛融入一体 他的脸 如猫一般尖尖的 嘴边还有些几根胡须 一双眼睛 再发着悠悠绿光 此时的他正如狗一般 四肢蹲在地上 看着那摸绿光 我心中顿时一惊 因为我那光 我很熟悉 非常的熟悉 而且每次出现 带给我的都是恐惧 因为那绿光 和那许久未出现 鬼猫的眼睛 一模一样 此时他的目光 正直勾勾地看着苏寻 苏寻则如同丢魂了一般 慢慢地 慢慢地 踩在地上的枯叶 向着他走去 看着苏寻离那东西 越来越近 我来不及多想 立马冲到他的面前 一把抓住不停 摇晃朝他大喉 醒醒 醒醒 被我这么摇晃 苏寻恩了一声 仿佛如大梦初醒般 有些不明白地 看着我 此时 在这幽暗的环境下 我看不清他的脸 也不知道他知不知 刚刚发生的事情 但此时 哪里还来得及细想 拉着他 就往这出口跑去 我这刚跑 苏寻似乎也从 刚刚状态中缓了过来 他激动地 对我说 鬼猫 这居然是鬼猫 听他此时的语气 竟然还激动 我心里的怒火 就冒了出来 一边跑 一边对他吼 你现在还这么高兴 你不知道 等一下我们就得 死在这里 我这吼声 将我这几天 对他的怒气 全都发泄出来 想着 如果不是他 那里会有这么多事情 可现在了他 还有心情激动 我这吼声 也许将苏寻给吓住了 他被我拉着奔跑的身子 停顿一下 然后开口对我说着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男子气概的 不过你对我吼没用啊 就当我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声 淒厉且愤怒的叫声 接着我感觉身后 有一道颈风掠过 后背一阵 火拉拉钻心的疼 这突然的一爪子 让我重心不稳 直接摔在地上 连也扑在身后的枯叶中 不过我没有停顿 马上从地上爬了起来 想要接着狂奔 可我刚起来 后面又是一声 淒厉的尖叫 那种火拉拉的感觉 再次传来 血顺着后背流着 顺着皮肤 一直滴在地上 我不知道自己后背 到底出了多少血 但我只感觉 身后一阵火辣粘稠 最要命的是那东西 已经跑到我跟前 将我们出去的路拦住了 再次看着这鬼猫 我心中生起一种无力感 想着自己还是死他手上 但死前 我还想挣扎一下 起码送苏寻出去 这并不是我男子主义 只是一种现实 此时的他已经盯上我 所以是怎样都跑不掉的 既然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那为何不给苏寻拖延点时间 让他找个空子跑出去 苏妮子 等下你找个空隙快跑 不要管我 今天我可能会死在这里 回去的时候 请和我我母亲说声 说我出去 说完这话 心里的恐惧全都消散 只有一种赴死的勇气和无畏 就在我想冲上去 和那东西拼命时 身后就被苏寻拉住 只见他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呼闪呼闪 眼中充斥着一种不知名的情绪 然后他把我拉回来 对我说 傻瓜 我们怎么会死 这不就是一只鬼猫吗 虽然很少见 但还不至于送命 你等着看我 怎么收拾他 说着他居然慢慢走向 眼前那东西 这看得我很是心惊 虽然他这话 说得信心十足 但我怎么看他 也不是那东西的对手 只见他走到那东西身边 他没走一步 我就提他捏一把冷汗 当他走到那东西身边 而且我看着那东西眼中 似乎充斥着一种力气 想要将眼前的小姑娘撕碎时 我选择闭上眼 心里为他默哀 当我睁开眼 想去为苏寻报仇时 当看着那边的一幕 惊得我下巴都丢下来 只见苏寻没有死 那东西也没有攻击他 此时他正摸着那东西的头 像是摸着一只小狗一样 最让我吃惊的是 在这昏暗下 我居然还看见那东西 捂出舌头 再舔他的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这原本还凶残无比的鬼猫 此时居然在他面前 想知宠物一样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苏寻见我看着他 就朝招手 示意过去 我看了看他一旁 如小狗般的鬼猫 再看着微笑招手的他 我咽了口吐沫 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 刚到他身边 我偷偷瞄了鬼猫一眼 只见他见我瞄他 他露出一副凶狠 呲牙咧嘴 盯着我 被他这么盯着 吓得我浑身一哆嗦 想要跑 好在一旁的苏寻置之 赶忙安抚 才稳定了他的情绪 如果不是 刚刚我不注意 怎么会被小喵迷惑 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接着他得意地看着我说 而我听他 叫这东西叫小喵 我感觉很是别扭 这东西哪里 小矿且这么凶残 怎么也配不上 小喵这名字好不 我和苏寻 走在鬼林子里 那东西在最前面带着路 我和他跟在身后 我不知道他说 带我去一个地方 到底是在哪里 也不知道 他带我去哪里干嘛 不过现在有一只 这么凶残的东西带路 我心里安稳不少 一路走着 大概走了两炷香的时间 我们来到一个山洞前 只见那山洞里面 亮着绿悠悠的光 在那绿色的光亮中 有一张类似于石桌的东西 摆在那里 在石桌的上面 我居然看见了一件东西 一件让我吃惊的东西 坐观瞳 15 第42章 命里有一声死结 洞中漂浮着许多鬼火 这些鬼火发出悠悠的绿光 这绿光将整个洞穴照亮 洞很深 不知道通向哪里 但在这绿色的光照下 让这里像是一条 通向幽明的路 而洞的最深处 仿佛是幽明般 在洞的入口处 有一张圆形的石桌 在桌子上 我居然看见了一件 让我想象不到的东西 李大葵的头颅 是的 就是那个消失许久的 李大葵头颅 头颅摆放在石桌上 正面对着洞口 在我这里看去 只见他双目圆睁 里面的眼人已经泛白 脸上的皮已经干枯缩微 不变的是其脸上 那抹恐惧且不可置信 石桌的后面 还隐约可见一个半米深坑 在坑的里面 似乎还装着什么东西 由于太远 所以我看不清 当我看着桌子上的头颅时 我心里那个激动 上次我曾在李沈坟前承诺过 说会将李大葵的头颅找回来 然后将他们一起安葬 没想到现在这承诺要在这里实现了 想着我走进石桌 想要拿起那头颅 可我的手刚刚碰到头颅 一旁原本温顺的鬼猫突然喵了一声 立马从地面跳到石桌上 目露凶光一脸凶恶的看着我 我被他这突然的叫声 吓了一跳 在看着他那凶狠的表情 我本能地向后面退了几步 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生怕他突然抱起 再次向我哭来 要知道我背后的血迹还未干 他这叫声也将苏寻吸引过来 他看鬼猫这样 连忙安抚 上前安抚 然后还学着猫叫 看那样子 似乎和鬼猫对话 这看得我目瞪口呆 想着他还会和动物说话不成 不过当他们各自喵了几声后 苏寻朝我挤了几眉眼说 小喵说不能碰这东西 我听他这么说 惊的话说不出来 他还真的能和鬼猫说话 他还真的懂猫语 不过听他说不能碰上面的头颅 这让我有些不解 想着为什么不能碰 我只是拿回这不属于他的东西 我只是想物归原主而已 但我这里游在那面露猙獰的鬼猫面前 我只得探了一口 无奈地只得放下 想着反正知道在这里了 下次撑他不再偷回去就行 想到这里 我心里放松许多 转头看着苏寻 可此时的他安慰完鬼猫后 居然躲在桌子后面 似乎在看那个半米的深坑 而且很是入神 见他看得这么入神 我好奇地走向他那里 不过我这还没走近 一股剧烈的恶臭从哪里传来 熏得我差点呕吐 闻到这股恶臭 我捂着鼻子 皱着眉头想着 他到底在看什么 这么臭 他居然没闻到吗 我忍着恶臭走到哪里时 看着里面的东西 我只感到一阵雾寒 那里是个半米来的深坑 在坑的里面装了整整一坑的液体 那液体在绿色的幽光下沉默黑色 其中还有不少的杂质树叶混合在里面 甚至我还看见苍蝇爬虫在上面爬动 苏妮子 这是什么 里面装的是啥 我捂着鼻子 问着一旁的苏寻 可他没有说话 而是自顾自地站起来 然后绕着坑 不断地走 那样子似乎是在找什么 我见他这样 也打算绕着走 但我刚站起来 我就发现地上 似乎有些东西在地上 发现这点 我立马蹲下身 看着地面 只见在幽绿色灯光下 地面上似乎刻着一些字 我用手扫了扫地面的灰尘 那地面的字显现出来 但一看 我就傻眼了 因为那些字 我一个都认不得 全都是扭扭曲曲 如同鬼话不斑 这是啥 这还是字吗 看着那字我一头雾水 想着想将自己的发展 告诉正在绕圈子的苏寻 让他看着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我还没开口 苏寻就立马跑到我身边 一双亮晶晶 大大眼中满是惊讶 小脸也因激动长得通红 他跑到我身旁 双手抓着 我得肩膀摇晃着说 摇娃子 没想到 没想到 你们这里还有这等奇人 居然还有人懂这幻命之术 我却被他摇得有些糊涂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什么奇人 什么幻命之术 他说的啥了 他见我一脸疑惑 兴奋地握紧 拳头对我说 你可知道人的寿命 在冥冥中自我注定 俗话说 阎王让你三更死 绝不留人到五更 虽然如此 但还是有些人 为了活得更久 就有些心术不正的人 研究了一套 幻命的邪术 这种幻命之术 是将一对 同年同月同日 同时生的 同男同女 用来献祭 从而向某些邪恶的神灵 换取寿命 不过这种邪恶的法子 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绝技 没想到在你们这村子里 居然还有人会 真想见见 这奇人啊 我听他这样说着 心里不觉有些好奇 按照他这样说 我们村子里 还有这样的奇人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 似乎没谁会这种艺术 如果要说有 那就是刘先生 想到这里 我就问他 是不是刘先生 苏巡听我这话 摇摇头说 虽然我不知道 刘先生倒横怎样 但从那天 我看他第一眼 就否定了他 而且这个祭坛 似乎有点黏头 你看里面的血 都成血浆了 变成乌黑色了 血 这是血 听他这么一说 我看这里面 那乌黑色的东西 一种从心底 生起的良意 冒了出来 如果这是血 这是人血 那么这得多少人的鲜血 苏巡看着我苍白的脸 突失地笑了出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看给你吓得 这不是人血 是生出的血 听他说是生出的血 我才松了口气 想着 如果是这样那还好 如果真的是人血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但这又是谁做的法了 想到这里 我看着苏巡问着 苏巡看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在深坑处 四处搜寻着 不过一会 他似乎又发现了什么 连忙招手 让我过去 我连忙跑到 他的身边 蹲下来 只见他指着一处地方 我用手 将地上的灰尘扫干净 定睛一看 只见上面 用弯弯曲曲的字迹 写着一行字 新丑年 一九九一年 七月十五 未时 近 看着那弯弯扭扭的一行字 我整个脑袋 轰得一声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那上面写的 居然是我的生日 居然是我得生辰八字 同时我的脑海中 也想浮现出刘先生 和我说过的一件事 他说 我当初生下来后 生了一场怪病 最后还是我爷爷 用一种邪术 献祭了李家女儿 才救活我 难不成他说的 就是这里 如果是这样 那么 还有一个小孩是谁 还有一个男孩 是谁家的 而且爷爷 真的懂这种邪术 我整个人 被这一行字经的 说不出话 脑子也一片江湖 也在此时一旁的苏寻 开口说 哎呀 看着年纪 差不多只有十岁 摇娃子你知道 村里谁家的娃子十岁吗 他话这话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还处于 这震惊中 没有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发现 我此时的状态 他又自顾自地 又说 这里还有 说着拉着我 去另外深坑的另外一边 被他拉得我如木头一样 当他拉我 来到另外一边时 他用手扫清地面的灰 男男念着 不过他念得太快 而且我识字毕竟 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教育 也有些听不明白 所以我直接问他 这是什么意思 苏寻听我这么一说 面色有些古怪的 看我一眼解释说 上面写的说 这个用换命之术的人 因为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个死婴 所以就算用了换命之法 他也只有二十年的寿命 而且这人命里还有一生死结 需要过 听着他的解释 我脑中犹如被一个又一个 炸弹炸裂般 炸得我彻底猛了 什么叫出生已死 什么叫命里有一生死结 需要度过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此刻 我对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人生 产生怀疑 怀疑自己到底以前的生活 是不是真实的 怀疑刘先生对我说的话 怀疑这一切的一切 第四十三章 化解之法 山洞里悠悠鬼火 呼闪呼闪 我站在深坑前 看着地上那一行 扭扭曲曲的生辰八字 听着苏寻和我说的话 心里五味杂陈 一阵山洞吹过 吹起洞中鬼火 吹乱我的心 苏寻见我 一直站在这里愣神 以为我怎么了 就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 瑶娃子你怎么了 不会魔障了吧 我苦笑地回头看着他 勉励挤出一个笑容说 没事 没事 谁知苏寻听我这么说 他直接走到我身边 用手翻了翻我的眼人 然后自顾自的嘀咕 也没中邪啊 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 怎么笑得 以哭还难看 他这喃喃自语 而在我耳中 让我更加苦涩 此时我没有刚看见 李大奎头颅时的喜悦 有的只是一种苦涩 在这苦涩的同时 突然想起爷爷以前 说过的一句话 当现实的面具 被揭开 也许你看到的是 血淋淋的人性和残忍 同时我也知道 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的原因 原来现实 是如此残酷 残酷到 让他们不敢告诉我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四目相对着 许久他说着 这样一句话 你难过啥 这说明你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小的不 现在倒好 整得跟个娘们似的 他这话说得很粗 但也很有理 原来他并不是傻子 原来我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里 只是他没有点过罢了 不过用他的话来说 现在我骑马的幸运的 因为我还活着 摇娃子 现在去哪里 苏巡健我心情好些 拍了拍 我肩膀安慰地说着 我被他这么一问 也有些不知道如何 最后还是想起 石桌上的那只猫 我才明白 自己是来干嘛的 所以我对他说 你是不是能和他说话 如果能 你问问他 那是村民是怎么回事 管我用手指着那黑猫 苏巡听我这么说 双眼一亮地 跑到鬼猫面前 摸着他的头 喵喵地和他对着话 在一旁的我 看着他们 觉得有些诡异 这一人一猫 居然能交流 而且看他们的表情 似乎是在商量着什么 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间 看着一旁的我 都有些打瞌睡时 他们的对话终于结束了 我看他们对话结束 就盯着苏巡脸看 想从他脸上的表情 看出什么 只不过他的表情有些怪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表情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仿佛那表情里有高兴 有不解 有纳闷 还有失望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能让这么多表情 全都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紧张地看着他 等着他给我回答 苏巡似乎还沉寂 在刚刚得到的消息里 过了许久 才开口说 姚娃子 小喵说了 那些村民会在哪里 是因为 李家沈子怨气太重 原本将他们夫妇葬在一起 本来没什么 可葬下后 居然还将李大葵的棺材 给挖了出来 这就导致里面的李沈 充满怨气 然后就怪在那些 台官人的身上 听他这么说 心里有些激动 想着总算听见些好消息了 于是又问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苏巡看着我 面色有些为难的 看着我说 有 不过 说到这里 他欲言又止 急得我连忙问他 不过怎么 不过得火化李家沈子 火化 火化又是火化 当我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不自觉的倒退两步 脑中浮现爷爷火化时的场景 但此时除了这个办法 还有其他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 所以也只能选择火化 我和苏巡走在回去的路上 鬼林子依旧是那么阴暗 地上的枯叶 依旧是那么的厚 但此时的我 已经没有刚来时的恐惧 有的只是淡淡的惆怅和难过 那只被苏巡取名 叫小喵的鬼猫 一直狠随着我俩 直至到了出口时 他会念念不舍地回去 看他转头回去 我就问苏巡 为啥 他不跟着你出来 苏巡回头看了鬼猫一眼 眼中也有不舍地说 他说他要在这里守着 守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听他这样说 我也没说什么 当我们彻底走出这山的时候 已经快一点 头顶的太阳高高挂着 照在我身上 让刚刚走出黑暗的 我有些不适应 差点被强光晒晕 走到石桥边时 那些大妈大婶 依旧在哪里坐着 不过全都端起一碗饭在吃 丝毫没有什么忌讳可言 我没有第一时间 将这消息告诉他们 而是跟着苏巡回到唐叔家 将这消息告诉唐叔 让唐叔来布置 回到唐叔家 他刚刚起来 做好饭 看到我们回来 就让我们进去吃饭 不过当他看见我后背的血时 顿时就是一惊 连忙问我怎么回事 我将去鬼林子的遭遇 和他一说 他听完后 他脸色有着惨白 而且不知是不是我得错觉 感觉他眼神飘忽不定 不知在想些什么 吃饭的时候 我跟唐叔说起火化的事情 唐叔只是恩了一声 好似心不在焉 我以为他在考虑火化这事的影响 所以就安慰他说 叔 没事的 如果能将那些人救好 相信李沈如果在世 也会同意的 不过我这话说完 唐叔还是恩了一声 看他这来啊 我连续叫了几声 他才反应过来 看着我问 姚娃子 你说什么 我只得将刚刚的问题 说了一次 唐叔听完点了点头说 嗯 这样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就晚上火化吧 关于火化 我们这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必须在晚上火化 因为按照我们这边的说话 如果是在白天 火化时人的灵魂 会被天上的日光晒得魂飞魄散 所以火化基本都在晚上 饭后苏寻帮 我包扎好伤口 我本来是想回家睡觉 却没想被他拉着 说要去大槐树下 坐鞦韆 我看着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里 满是渴望 我不忍心拒绝 所以答应了 槐树下 苏寻坐在千秋上 我依偎在槐树旁 看着自顾自 荡着鞦韆的他 我有些不解 他自从回来后 就一直没有说过话 似乎有心是似的 但他不说 我也不好问 所以我闭着眼睛 在树荫下乘凉 夏天的风吹过 吹得槐树 沙沙作响 吹落点点 如震般的树叶 午后的阳光 晒在身上 感觉好暖好暖 姚娃子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要不我带你出去吧 就在我迷迷糊糊 快要进去梦乡时 耳边传来苏寻的声音 我没有睁开眼 而是如梦一般的说着 等着事情过了再说 我这话刚落 耳边苏寻的声音又传来 而且话语中似乎有些着急 要是这事情过不去了 姚娃子别管那么多了 反正这些事情全都和你没关系 走吧 我带你出去 听着他说这话 我立马睁开眼 看着坐在秋千上的苏寻 眼睛一眨 鼓一眨地看着他 这是第二次有人说要带我出去 第一次刘先生说要带我出去 我没拒绝 因为当时的他 似乎对接踵而来的事情没有把握 而且爷爷也说过 父母会没事 可现在苏寻是怎么回事 以前的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不过自从他从里面回来后 突然对我说这话 难不成他在和那只鬼猫的交谈中 知道些什么 想到这里我连忙爬起来 不过我却忘记自己背后还有伤 猛地爬起来 导致背部伤口一拉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传来 不过我没有理会 因为我最怕别人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已经被瞒怕了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苏寻先是看着我 然后又看了看我后背 他忙从秋千上下来 对我说 你的后背都被写染红了 对于他这问题我没有回答 而是又问他 你不是知道什么 这是我第二次说这话 这话我说的铿锵有力 一次一次地问 苏寻见我这样 脸上有些难看 眼中露出一抹 同情地对我说 没有 我听了他的话 却哈哈地苦笑着 没有 又是没有 为什么 他们全都瞒着我 爷爷瞒着我 父亲瞒着我 刘先生也瞒着我 现在你也要瞒着我 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事 没什么 只有我自己不知道 只有我自己 犹如一个傻子般 苦苦追寻答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做官童 15 第44章 那一眼 有时隐瞒 只是善意 但这对我来说 却是一种折磨 所有人 所有人都瞒着我 我就如同一个傻子 也许他们 是对我好 也许是怕我承受不了 也许 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也许也许 但世上真的 有那么多也许吗 道理千千万 谁都明白 但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时 谁能保持最初的理智 想来没有几个人 恐怕圣人也不能吧 我死死地看着苏寻 以至于 窝在他眼中 看见的自己时 都吓一跳 只见在他眼中的我 面目有些猙獰 双眼布满血丝 恶狠狠看着他 苏寻被我这状态 吓得想要后退 但我的手 死死地抓他肩膀 让他后退不了 而且后背的血肾 已经透衣服 然后顺着手留下 将我双手染得通红 同时也滴在苏寻衣服上 摇娃子 你醒醒 你醒醒 苏寻看着面目猙獰 浑身血红的我 吓得小脸苍白 反手抓着我手摇着 想我让我醒醒 但我此时 仿佛中了魔杖一般 任由他怎么叫喊 依旧死死地抓住他 脑中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一定让他说个明白 说个清楚 因为我不愿再继续糊涂下去 但他只是一直安慰我 对于我的问题 却只字不答 而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 看着我 他这怜悯 看在我眼中 是如此的刺眼 如此嘲讽 以至于我怒火攻心 一口鲜血喷出来 鲜血喷出 在我眼前 划过一道鲜红的血线 凄凉而为晚 而且就此时 我脖梗处 传来一记重击 打得我 两眼发昏 眼前就是一片黑暗 这黑暗如同漩涡 让我怎么也逃脱不开 睁开眼 发现已经黑夜 不知什么时候 我已经站在后山前 四周很是安静 没有一丝蟲鸣鸟叫 天上的月 也被乌云遮盖着 我看了看自己 发现于平时无异 唯一不同的 只有自己浑身的伤痕 消失不见 见自己是这模样 我苦笑一声 已然明白自己 是处于什么状态 梦 对自己又在梦里 只不过 这次很是真切 看着眼前 这村中的禁忌 后山 想起父亲 走入后山时的样子 心中生起一股 强烈的冲动 我想要进去 我想要去后山 我想将父亲 带回来 这种冲动 在心里越来越深 越来越意志不住 以至于我身体 不由自主地 慢慢向着后山走着 后山的杂草 依旧茂密 犹如我那天来的一般 但此时的我 走在里面 却没有丝毫的不适 反而有一种从容 而且我走在里面 能分辨出来时的路 以及通向后山的路 顺着那条许久 没人走过的山路 一步一步向着后山走去 穿过外围茂密的草丛 走过草丛后 临寻的石山 当我 我彻底站在后山时 头顶的月 也从乌云中出来 高高地挂在树梢 后山就出现在我眼前 但此时在我眼里 没有人们口中说的那种恐惧 也不像牛房般 走进去就有那个 阴森恐怖的感觉 此时的他 在我眼中 和对门山差不多 只是他有些矮有些小 看上去真的宛如一个小树林 进后山的路 由于太久没人走过 已经被杂草掩埋 所以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感觉 往里面走去 不过每当我走几步 突然头顶传来 一群老鸭的叫声 老鸭有人说是乌鸭 但在我们这边 老鸭指的是那种通了铃 上了年纪的全身乌黑的鸟 这种鸟和乌鸭 很像但觉不是乌鸭 而且在我们这边 他是不吉利的象征 传说他有双死亡的眼睛 只要隋家老人快过去 他就会飞到那家人 屋旁的树梢上鸣叫 所以只要隋家听见老鸭叫 隋家就会死人 基于这样 也有村民说 他是阎老爷派来的通报使者 在通报着死讯 此时的头顶盘旋着一群老鸭 他们再在后山上空盘旋着 鸭鸭的叫个不停 他们这叫声听在我心里 很是烦躁 于是我想捡块石头朝他们丢去 不停就当我弯下腰去捡石头时 我眼角的余光竟然看见了 另外树上神奇的一幕 只见在我不愿处的一棵大树上 有着一只黄皮子 但他并不想其他黄皮子那样 而是一只同体雪白的黄皮子 在民间的传说里 传说黄皮子是十年长一根白毛 如果这样算眼前这一只孤寂 不知活了多少年 在我的余光中 只见那只黄皮子爬到树的最上面 然后做出让我吃惊的动作 只见它站在树上 然后后腿突然如人一样地跪在地上 然后两只前爪合石对着月亮跪拜着 这让一旁看得我 有些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 然后起身正眼看去 但那黄皮子依旧跪拜着 双爪合石对月祈祷着 看着那跪在地上 对月祈祷的黄皮子 惊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甚至让我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 心里只有震撼和好奇 好奇它在干嘛 好奇它到底还算不算是黄皮子 但回答我得是一双眼睛 那黄皮子可能也发现有人在注视它 于是它转过头看向我这里 只见它的头彻底转过来的时候 我居然看见了一双清澈如井水般的眼睛 而且那眼睛看向我时 静情人性化的编了几遍 它最先看我时 眼中充满惊恐 然后就是狐疑 最后变成贪婪 一种如看见什么西式珍宝般的贪婪 我看着那贪婪的眼 心里咯噔一条心叫不好 赶忙想把眼睛转回来 可此时我竟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无受控制 只能死死地看着那双眼 仿佛那眼睛有某种魔力 让我不能自拔 而且可怕的是 我越看那眼 我越看那眼 我就越觉得想是再看自己 仿佛此时我就像在照镜子般 吓我得心砰砰砰的跳个不停 就当我看到鹿迷快要望我时 身后突然一声道喝将我惊醒 被声音惊醒的我 猛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离那棵树 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那黄皮子也从树上下来 站着我和差不多高的树枝上 死死地看着我 眼中的贪婪 看得让我心惊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心里也不由后怕起来 想着如果不是刚刚那声音估计 我可能就着了这黄皮子的道了 想到这里 我转身看向声音的来源 只见背后站着一个人 一个全身笼罩在黑暗中的人 那人全身隐没于黑暗中 我看不清他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转眼望去只觉得 他的身影很是单薄 单薄地让人可怜 似乎只要刮一阵风 就可以将他吹走 他从黑暗中缓缓走来 走过我的身边 慢慢向着黄皮子而去 我原本想要提醒他不要进去 但当他经过身边望向我时 所有的语言被那双眼睛给捕回去 我不知道那是双什么眼睛 不知道他是谁 更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我从那双眼中看到了忧 那种忧让我心酸 让我有一种想要哭的冲动 他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时 也仅仅是瞥了我一眼 又继续走向黄皮子而去 一步两步 他走得很慢 如水的月将他身影拉得很长 乌夜的风吹起 他黑色的长袍 稳健的步踩着遍地荆棘 似乎在走向一条不归路 我的目光一直跟随他 只见他缓步走到黄皮子身前 只见此时的黄皮子 原本那贪婪的双眼彻底变了 变成恐惧 变成害怕 这种害怕传至他整个身体 让他的身体不断颤抖着 那人看着那黄皮子 然后叹了一声 用手轻轻拍了拍黄皮子的头 然后将他一把抓起 缓慢着朝着后山走去 就在那人即将就要消失在 我视线中的时候 他回头过看了我一眼 然后用一种沧桑而疲惫的声音 对我说 回去后帮我找一个人 那人我亏欠于他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 一阵夜风吹过 拂过他的脸 带走他脸上的那块黑布 接着我看见一张 让我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作官童 15 第45章 别离 那脸有些略微的瘦 但脸上菱角分明 似乎是被岁月风霜打磨 眼镜微小 但其眼中的那抹沧桑 看着让人心酸 鼻子不高 相貌普通 醉在他的油脸 靠近下巴的位置 有着一个黑色的艳迹 那艳迹此时看在我眼中 竟想一张似哭似笑的鬼脸 看着那鬼脸 虽然让我一惊 但我却没有丝毫害怕的感觉 反而觉得有些熟悉 觉得那张脸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此时想象又好像没有 不过他的话让我很是不爽 什么叫让我去帮他找一个人 而且理由居然是他亏欠的人 这和我有半点关系吗 不过这话在我看着他那双眼睛时 全都咽了回去 况且他也救了我一命 所以我点了点头 答应 他见我点头 咧嘴微微一笑 眼中带着复杂的看我一眼 然后转身就向着后山去 不过他刚走两步 似乎又想起什么身体 停顿了一下 然后背对着我伸手一挥 我再次陷入黑暗之中 不过在我昏迷之前 听见了他自言自语了一句 希望你不要辜负他 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茫然环顾四周 发现我睡得好像是唐叔的床 抬头看了看窗外 此时已经是落日昏黄 晚霞的余光 透过窗户照在床上 映照出我一脸的汗珠 脑中不断回想着那人的面孔 那只怪异的黄皮子 想着想着那人的脸 居然在我脑海中模糊起来 只记得那双眼睛 那双包含沧桑的眼睛 而那黄皮子 我也想起它到底图我什么 在我们这当地的一个传说 传说中这黄皮子 想要变化成人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逃口风 但那些都是正经的黄大仙 我们这里的这些黄皮子都属于不入流的野仙 所以想要画人 就必须要和人换脸 这换脸说的是 成了精的黄皮子 会在一个特别的夜晚 会做出某些奇怪的举动 吸引过路的人 只要有人被他吸引 且盯着他看 就会不自觉地陷入进去 一直和他对视 在对视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黄皮子的脸 会越来越像自己 当你彻底认为那脸是自己的时 那么你的脸就会变成黄皮子脸 反之黄皮子也会拥有你的脸 因为只有这样 黄鼠狼才可画换人形 从而以你的身份活在这世上 但那被换脸的人 却会死得很惨很惨 而且活不过三天 在我们这边称之为黄皮子换脸 想这故事 我不禁有些后怕 因为我这次遇见的 可不是和故事里的情况一模一样 还好最后有人救了 但救我得到底是谁 在我想得入迷的时 门枝亚一声被打开 只见堂叔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看着一脸大汗的我问 姚娃子怎么了 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我点了点头 眼睛却不停地朝着门外看去 堂叔见我这样就问 你在看啥 我看了许久才对堂叔说 苏寻这妮子呢 堂叔看着我 然后叹了口气说 那妮子把你送回来后就离开出去了 不过给你留了封信 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堂叔从自己身后面拿出一张泛黄的纸给我 我看着纸 上面这很多字 其中我有许多认不得 但还是通过其他字 能具体明白里面的意思 姚娃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相信我已经走了 在我来这村里的这几天 我见过很多 在别的地方看不见的东西 也吃过许多好吃的特产 但让我最开心的 还是遇见了你这么个人 请别怪我 为什么不告诉你答案 其实有些答案你自己已经知晓 只是你不确定而已 而且有些东西就算告诉你 你也改变不了什么 还有 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问过你的名字 你说你叫姚娃子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心里在偷偷地笑 想着这名字真够土的 不过后来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当我大概将整封信看完时 不知什么时候流水已经顺着眼角流下 我擦去眼角的泪水 看着窗外的夕阳 看着那满天红霞 想起这些天的点点滴滴 心里有些苦涩和不舍 我记得他来时的模样 记得他那两个浅浅的酒窝 记得他那很甜很甜的笑 记得那根大辫子 记得那天怀树下的我们 记得生命中有他来过 还记得他曾说过他要去找那个命中注定之人 所有的一切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当黑夜正式降临 当整个大地被夜色笼罩 我收拾好情绪 和唐叔向着村头小溪那里走去 走在路上 看着村头小溪处的火光 我和唐叔都没有说话 不知怎么的 从今天我们从鬼林子里回来开始 我就觉得唐叔有些不对劲 仿佛他整个人心不在焉 我见他这样 所以也没去打扰他 走到小溪边上时 我看着哪里已经收拾妥当 今天白天所见的那些座宇 全都不见 只不过那些台观的 依旧跪在哪里 而且他们的面色比早上更差 脸白的真的跟张纸一样 而且两个深凹的眼睛 更加明月 此时看去就如同没有眼珠一般 黎沈的坟头边已经整理好一堆柴火 看来唐叔还是和他们说了 当我们来到的时候 那些大妈大婶们 全都围了过来 唧唧歪歪地一通乱说 但被唐叔给压了下去 只见他咳了咳嗓子 伸手示意 大家安静 那些议论的大妈 见唐叔 这样全都静了下来 瞪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唐叔 你们的男人会在这里 我知道你们不好受 也很担心 所以四处搜寻刘先生 不过没有结果 但今天我给你们 找到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火化李家婶子 按照规定来说 我们不应该那样做 哎 对于此事 我实在是良心有愧 对不起 李大葵他夫妇良 唐叔话未落阴 邓二狗他媳妇 就扯着嗓子说着 村长有啥愧疚的 这是他们最有应得 他们夫妻良死了 也不安生 还要祸害我们 这是他们自讨的 你们说是不是 说完他看着后面 那群大婶 那些大婶都是自家男人 会在这里的 早就对李婶充满怨气 很不得吃他的肉 现在听邓二狗媳妇这么一说 全都齐声附和 顿时间就情绪激动 场面有些失控 这让一旁看着的 我都有些心惊 唐叔见他们这样 继续咳了咳嗓子 然后朝着李婶棺材的地方 居了一宫说了声抱歉后 对大婶们说 那就抬官火化 说完那群情绪激动的大婶们 马上忙活起来 抬官依旧是用 当初抬李大奎使用的工具 不过人却换了一群人 是由一群娘们抬 刚开始我还有些担心 他们抬不抬得起 但一旁的唐叔告诉我说 别担心 别看他们是女人 其实常年操持农活的 他们力气并不比男人小 甚至打起架来比男人更狠 听唐叔这么一说 自己想了想也真是这样 只见他们将绳索 套在李婶棺材上 众人齐和一声 棺材慢慢地从坟坑中起来 就当他们即将把李婶的棺材抬出来时 在我不远的身后传来一呼喊声 不可千万别把棺材抬出来 那声音很是熟悉 但听在我心里却五味杂沉 我缓缓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熟悉的人 正快步走过石桥 朝着这边走来 他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 身上挂着一个背包 一撮山羊胡子在月色下似乎闪着荧光 脸上满是着急和愤怒 他正是消失的刘先生 关童 第四十六章 刘先生的阻拦 自从听张屠夫和歪脖子跟我说过 关于李大葵的事情后 我对这幕后人士刘先生这事深信不疑 但此时看着他风尘涂涂 一脸疲倦的样子 我竟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们所说的 刘先生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不过脸上多了一份风霜和疲倦 他快速跑到我们面前 对着那些正在抬关的婶子 大声呼喊着 原本那些大妈大婶 正使尽全身力气抬关 突然听见有人说等等 思绪顿时一致 人也忘记用力 棺材就那样悬在刚出坟坑的空中 今天白天是唐叔和他们说要火化 所以内盖的棚子也已经拆卸 此时月亮已经升起 天上的星辰也露了出来 清冷的月光洒下 落在棺材中黎沈的身上 照出棺材里的黎沈 照在那张盖在黎沈脸上的黑布上 看着那张黑布 不知是不是出现幻觉 我似乎在这皎洁的月光下 看见黑布下的黎沈 睁开眼睛正死死地看着我 嘶 看到这里我倒吸口冷气 身体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可刘先生却没停下 他心急火燎地走到那些大婶面前 双眼一瞪呵斥他们 快点将棺材放下 否则会出大事 大婶们你看我 我看你最后把目光投向唐叔这里 想让唐叔来下决定 唐叔从刘先生出来后 就一直没有吭声 现在看那些婶子 将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 清了清嗓子 咳嗽说 刘先生 这方法是摇娃子 从鬼林子里带出来的 而且我们找你的时候 你没有出现 现在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时 你却来阻止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不过摇娃子这主意 是你们从鬼林子里带出来的 现在怎么办 你说说吧 唐叔说完 把问题抛给我 而且听他说话的语气 似乎有些不信任 这火化的方法 我被他这话问得一愣 然后想起 在鬼林子里发生的事 再想起和刘先生以前的事 实在有些两难 确实 唐叔说的没错 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没有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时 他却出来阻拦 加上张图夫给我看的那白色的药片 和歪脖子跟我说的东西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他 似乎都在无声地证明 他就是那个背后算计的人 最终在苏巡和刘先生之间 我选择了前者 不过有些问题 我还是想问个明白 所以我走到刘先生对面问他 李大葵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刘先生被我这么一问 人顿时愣住了 然后面容苦涩 看着我点点头 那马大苗和陈寡妇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刘先生沉默许久 脸色的苦涩更浓 看着脸上的表情时 我的心有些凉 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很想上去问他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我没有 只是闭了闭 眼睛说了句 抬官 火化 我这声音刚落一旁的唐叔 开口对那些婶子说着 继续抬官 火化了他 可就在那些婶子们继续抬官的时候 站在他们身前的刘先生 立马冲进人群 然后跳去李婶的棺材中 他对着众人 慢慢说着 不能火化 如果火化要出大事 但既然你们不听我的劝 那我也没办法 不过今天你们 如果想火化李家婶子 那就连同我一起火化 他这声音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最后是吼出来的 只见他站在李婶的棺材内 眼神癫狂地看着众人 那些婶子们被刘先生这么一闹 顿时有些左右为难 有些拿不定主意 所以又看着唐叔 唐叔看刘先生这样 沉言了许久 最后咬了咬牙说 如果你们还想让你们的男人活着 那就火化了 唐叔这话让那些婶子浑身一个机灵 排着的棺材都抖了两斗 然后拳起刷刷地看向自家男人跪在地上 生不如死的模样 立马双眼中冒出一股怒火 等二狗媳妇更佳 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嗓子 甭管那么多 什么出不出事 现在连自己男人都快死了 那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说完他吆喝一声 姐妹们咱们烧了这棺材 烧了这害人惊 随着他的吆喝 其他的大婶也一同使力 棺材就这样 连同刘先生一点一点的被抬了出来 一旁的我 看着棺材一点点抬出 不知是不是心里作怪 我直觉四周渐渐起了阴风 天上的月似乎也暗淡了许多 我得心也在此时不安地跳动着 哼 哼 哼 每随着棺材抬出一点 心就剧烈地跳动一下 那种不安感也越来越强烈 我抬眼看着站在棺材里的刘先生 此时他随着棺材一点点地被抬起 只见他那满是疲倦的脸变得苍白 整个人似乎像是 看见什么即将恐怖的事情 就要发生一般 口中悲气无力的喃喃自语 完了完了 但他这表情 此时没有人去注意 有的只是棺材被彻底抬出 坟坑发出的闷声 棺底已经被里面 红色如血的泥土染红 随着被抬出来 那红色的泥水 滴滴地落在地上 在这清冷的月光下 看在我眼中尤为刺眼 其实当我看见那红色的棺底时 我心里就有种想要制止他们的洞 不过当我就要开口时 一旁的堂叔把我拉走 他脸色凝重地朝我摇摇头 随着整个棺材被抬出来 只见那原本的黑棺棺材 变成一半血红一半乌黑 然后随着大婶们一起用力 就被抬在柴堆上 连同上去的还有 摊坐在里面的刘先生 他看着转头 环顾所有人一圈 最后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我被他这么看着 心中顿生一种歉意 是的 此时的我 看着坐在棺材上的刘先生 就似看见当初 被李大奎烧的自己 而我也如同当天的村民一样 麻木且残忍 姚娃子 我死后你快离开这里 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里的水实在太深 刘先生一脸怜悯的看着我 嘴中喃喃的说着 他这话听在我心里 好不是滋味 特别是他那怜悯的眼神 让我想起苏寻看我时的眼神 为什么 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用这种眼神看我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却只有我你个人被蒙在鼓里 我想着想着 脑中突然就钻起牛角尖来 突然又如昨天 如中魔障一般 不过就在我李治彻底消失 想要冲上去问刘先生的时候 一旁的唐叔抓住我 然后用力地摇晃着我 我被他这么一摇 人顿时清醒很多 只见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 姚娃子别听他那妖言惑重 他这是在临死前让你失去理智 我听唐叔这样说着 我马上恢复过来 也不管唐叔说的对于不对 最后看壳眼 柴火堆上的刘先生 选择闭上眼转身离去 人生是如此奇妙 当初的我看着刘先生狠心离去 想着他是如此狠心 为什么不救我 此时我却站在当初刘先生的位置 做出的选择和当初一样 想来这也是一种讽刺 一步两步走在回去的路上 我得脚步如灌签了一样 沉重的我迈不开步伐 就在我即将走火石桥 进入村子时 天上的月亮飘来得乌云遮住 大地陷入一片漆黑中 而且四周也突然挂起 一阵渗人的阴风 呼呼地吹在脸上 如同刀割 与此同时 在我身后传来 那些大婶大妈们 惊恐地叫声 那声音惊恐 无助 还有带着一种 难以想象 听到这声音 我转头一看 只见那柴火堆 已经点燃 在火堆地发出的光 将哪里照得通亮 在火光之下 我看见了那群大妈大婶 惊恐的面孔 看见了面目死灰的刘先生 还看见的一旁 没有表情的唐叔 而且原本那些 跪在地上的人 此刻全都齐刷刷地 站了起来 全都用一双 怨毒且愤怒的眼神 看着我 坐观瞳 15 第47章 鬼市起 天突然被飘来的乌云遮住 整个大地变得乌黑乌黑 火化的柴堆 已经燃起星星之火 在微弱的火焰下 我看见那些原本贵着的人 全都站了起来 苍白如指的脸 深陷的眼窝 还有他们 那怨毒的眼神 这一切都让我心惊胆战 这眼神我很是熟悉 从我记事以来 就被这眼神看过无数次 甚至都因为那眼神 导致我不敢他家门前过 尽管黎沈已经死去 但他这眼神 我依旧记得 此时被十多双 如黎沈般的眼神盯着 我如被一桶冰水灌顶浇下 冷得我不停地打哆嗦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但浮在我心中的 第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没命地跑 这念头刚刚浮现 身体就本能地做出反应 撒腿就往村里跑 不过我这不跑不要紧 这一跑那些 看着我的人 全都跑动起来 这十多好人 一起跑动 其声势 荡荡让我心惊 摇娃子 你还我女娃命来 就在我跑过石桥的时候 后面传来一声音 吓得我一个猎切 差点摔在地上 因为声音是属于死去的黎神 但他不是死了吗 想着我稳住身形 回头一看 只见跑在最前面的是邓二狗 此时他正张开嘴 显然刚刚的声音 就是他发出来的 不过他为什么会发出黎神的声音 想来一定是苏巡说的 被怨气所侵 从而发生不知欲知的变化 但这变化也太吓人了吧 这不是活生生 多了十多个黎神 最主要的是 他们还对我有着一种怨恨 和黎神一模一样 思 想到这里 我倒抽了口冷气 更加没命地跑着 但这一跑动 后背的伤口裂开 疼得我受不了 那感觉就如同整个后背 快要撕裂一般 最要命的是 我这伤口是刚刚包扎好 现在裂开 血又渗了出来 原本我就身体瘦弱 现在接连几次流血 导致我身体超出负荷 所以此时 我自己头开始发晕 身体开始乏力 速度因此慢了下来 我这一慢后面的可不会慢 渐渐地 我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心里也越来越着急 想着自己被他们抓住 结局肯定很惨 不过自己瘦弱的身体 不允许我这超负荷的跑 而且现在天非常黑 我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路 所以在我跑了没多久 终于不小心失足 直接摔在田梗上 这突然的一摔 直接给我摔猛了 而且超负荷的疲惫 也此时也涌了上来 以至于我摔倒在地 没有爬起来的力气 脑袋也昏沉昏沉 只能听着后面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心里也越发着急 此时的我如同一只 被恶狼追击的羔羊 所以面对的只有死亡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邓二狗跑到我身边时 他一手将我提起 然后眼神怨毒地看我 嗓子嘶哑地干笑两声 好啊 你给我跑啊 天上的月被乌原笼罩 还有几盏星星挂在天上 借助那星星之光 我看着面目 面目猙獰的邓二狗 心里不由打颤 因为此时的他 不管是眼神 还是脸上的表情 都和那个已经死去的 李沈一模一样 嘶 看他这样 我咽了口吐沫 昏沉的脑袋 也吓得清醒过来 心不住地狂跳着 几乎快从嗓子眼里 跳出来 接着他二话不说冷 一巴掌打了过来 这一巴掌打在我右脸上 右脸传来一阵 火啦啦的疼 俗话说 你人也有三分火 想着我的耳朵 就是被你打龙 现在你又打 而且还是同一边 心里顿生一股无名火 不过我没有和他争论 只是看着他 死死地看着他 他见我还敢看他 脸上那份得意 马上化为怒火 抬手又朝着我 右脸打过来 我却没有闭上眼睛 依旧直直地瞪着他 看着他扇来 巴掌携带叶峰 呼呼地扇了过来 就当巴掌 就要扇在我脸上时 突然停了住了 只见他的手 被手紧紧抓着 我顺着抓住的手 看去正是唐叔 我看见是唐叔 心里很是激动 于是对他说 叔 救救我 唐叔听我这话点点头 然后对邓二狗说 放了他 否则别怪我 不客气 没想邓二狗听唐叔这样说 哈哈大笑起来 生前我虽然怕你 但死后你能管我不 想让我放过他 那十年前 为什么不放过我的女儿 说到这里 李沈面目猙獰 恶狠狠地看着唐叔 唐叔被他这样盯着 许久叹了口气说 你也知道 当年的事 身不由己 听了这话 邓二狗 猙獰地大笑起来 身不由己 好一个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就能牺牲 我那可爱的女娃 身不由己就能让我 整个家支离破罪 好 既然你说身不由己 今天我也让你尝尝那滋味 今天我就在你面前 弄死这畜生 给我抓住他 说完其他的台关人 围了上来 将唐叔拖来 唐叔想要挣扎 但双拳难敌四手 只能被拖走 看着唐叔被拖走 我心里很是着急 想着他 不要因为我出什么事才好 不过我却忘了 此时的自己 已经是尼菩萨 或将自身难保 只见唐叔被拖走后 当二狗回过头 恶狠狠地看着我 被他这样看着我 再想起刚刚的对话 我脑袋一片混乱 这并不是被他怨毒的眼神下的 而是他们的对话 让我一时接受不了 因为这话不就证实 我在鬼林子里的事情 证实我就是那个 用幻命之术活下来的人 不过没等我说什么 他又是一巴掌 也正是这一巴掌 脸上火啦啦的 疼让我回过神来 我看着眼前的邓二狗 或者说是黎神 不知说什么好 尽管他这耳光 让我的脸生疼 我今天让你见识 什么叫身不由己 他看了一眼唐书 然后掐住我得脖子 整个人癫狂且猙獰 脖子被掐的我 先是感觉喉咙很不舒服 然后呼吸很是困难 而且我被他这样掐着 我双腿离地 只能胡乱地蹬着腿 李家婶子 尘归尘土归土 一切都过去了 何必执着这些风尘俗事 就在此时刘先生 从黑暗中走了过来 他这话让掐住 我得邓二狗浑身一颤 但手的力道依旧没有减弱 反而更加用力 这一用力 那种窒息感越来特强 以至于我不断干咳着 刘德玄 我劝你不要参合这事 否则别怪我 邓二狗用力掐着我 头直接转了180度 我心中顿时一凉 因为他转过去的头 在我这里看去 就如同被人活活扭到后面 只经他转过头 冷冷地说着 不过话语没有没有 像对唐叔说时的那么强势 看来他对刘先生 还是有些忌惮 哼 这话应该是我说才对 你在祸害他人 别怪我不客气 刘先生说完 在他所处的黑暗中 突然亮起一团火焰 在我这里看去 正好看见一张黄色的符纸 正在燃烧 符纸燃烧的火光 照着刘先生那张脸 只见他脸上 满是黑色的柴火灰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 一脸的严肃 只见那符纸燃烧时 掐着我脖子的李婶 像是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 一把将我甩开 然后抱着头 痛苦地呼喊着 我被他摔在水田中 感觉自己五脏六骨都一味 加上后背的伤口 痛得我一阵颈挛缩成一团 不过好那种被掐的窒息感没有 让我松了口气 大口的呼吸 新鲜的空气 眼睛却一直看着刘先生 和邓二狗身上 邓二狗在抱头痛 喊了一会后 凄厉地尖叫一声 然后整个人冲向刘先生 所在的方向 接着在那方向传来两人打斗的声音 此时虽然天上有微弱的星光 但我只能看见两个影子晃来晃去 不时传来两人的打斗呼喊声 但我分不清那个是刘先生 那个是邓二狗 这看得我心里一阵着急 心中不禁为刘先生的安危担心起来 不过这着急也是甘着急 时间一纷纷过去 那边的打斗声也越来越激烈 不过听声音 好似是刘先生占据上风 这让我送了口气 但在他们打得如火如荼的时 我也送了口气时 我身后突然一阵阴风吹起 被这阴风吹得打了个哆嗦 习惯性地回头一看 只见在我身后蹲着一个人 那人正因冷冷地看着我 而对我笑着 坐观瞳 第四十八章 怀树惊魂 月光被飘来的乌云遮住 只有些许星星镶嵌在天上 在微弱的星光之下 我看见自己背后蹲着一个人 此时他正冷冷地看着我 他穿着青黑色手衣 戴着一定黑色瘦帽 脸被一张黑布遮住 只留一双眼睛 看着他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脑袋一时间不知思考 他不是应该有被火化了吗 或者应该附身蹬二狗 怎么一下子又出现在这里 没等我想明白 黎神马上就冲上来 用冰冷且长满白毛的手将我捂住 另外一只手扣住我得腰 一路向着村里跑去 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 但我小的被他逮住 肯定没好日子过 所以我奋力挣扎着 被捂住的嘴也呜呜的嚷嚷 想要让唐叔他们听见 此时哪里会有人救我 我被黎神扣着 用眼角的余光往后面看去 只见哪里已经是火光冲天 在那冲天的火光映照下 我看见那些一脸惊恐的大妈大神 看见被围住的唐叔 看见正在和邓二狗斗的 不可开交的刘先生 此时的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里的一切 看着这里我得心凉了一劫 他扣着我一路跑着 直指村头的大槐树下 他才停了下来 来到槐树下 他一把将我摔在地上 我这突然被他一摔 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快不属于自己 浑身的疼痛让我静攒 甚至痛得叫不出声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但从他那双怨毒恨不得 生吃我的眼睛中 我能看出自己绝对没有好的下场 黎沈来到槐树下 就没有管我 而是自顾自地在绕着槐树 看样子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我见他这样 强忍着全身的疼痛 向着槐树外挪去 我挪动的动作很小 也很轻 甚至我没挪动一步 就会朝着绕圈的黎沈瞟一眼 如果他看向这里 我就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槐树的外面是水田 此时田里已经插秧 我相信自己只要挪到哪里 就会得救 因为就算在哪里 我也能和他比速度 一步 两步 三步 我慢慢地挪动着 也慢慢地靠近这水田 就在当我就要靠近水田 想爬起来跑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声冷喷 接着自己的身体浮空 又被黎沈给扣了起来 这次他没有将我摔在地上 而是找了根藤蔓将我绑在树上 只见他看着我 眼中露出怨毒与厌恶地说 娃尔 今天我将当年的凶手给你带来了 今天我就让他给你陪葬 他说完眼神突然柔和下来 眼中的厌恶和怨毒也被慈爱取代 只不过他不是看向我 而是看向怀树的底上 看到这里 我深深地打了个寒颤 他这声娃尔明显不是叫我 而且从他后面的话中 我可以知道 他是在叫他女儿 而且他的女儿极有可能埋在这里 想到这里 我有些心惊 众所周知怀树鼠音 特别是这种上了年头的怀树 在我的这里 关于怀树的传说有很多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以前村中一个酒鬼砍怀的故事 那还是在十年动荡结束的第一年 村里有个酒鬼姓赵 大家都叫他酒鬼赵 他和爷爷不一样 爷爷也属于酒鬼 但醉酒后不会骂人 但酒鬼赵不同 他只要一喝醉 逮住谁就是一通乱骂 不过村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都知道他的德性 所以也没说什么 有一天醉酒赵 喝醉后拿着一把斧子醉熏熏的 来到村头怀树前 正在乘凉的村民见他来了 都皱着没想走 不过看着他手中的斧子时 全都停了下来 问他想干嘛 醉鬼赵说 阁老子要砍 可以这数 村民听闻下的连忙拦住说 你是不是醉糊涂了 村头那怀树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而且邪乎得很 当年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这要砍了他 我们也要遭殃 谁知醉鬼却不以为然 趁着酒进耍魂说 你搁老子滚 再跟老子默默唧唧 老子就是一斧头 要说这醉鬼发起魂进来 真的是六亲不认 村里人见这样也直拦不住 只是说了句狗咬吕洞宾不时好人心 就摇头走了 醉鬼见人走了 自顾自冷笑着说 老子天还真的不信这些 今天我就砍了你 又能怎样 说完说着 杨琪手中骨头用力砍了下去 荒荡声响 骨头接触着槐树 醉鬼摸着斧柄的手 微微颤抖着 反观槐树 却纹丝不动 醉鬼看着槐树 双眼不住等圆 嗨呀一声骂道 你还真是皮厚 看来还得要老子用真功夫 呸呸 说着往窝往窝扶饼的手 吐了两口吐沫 再次用力扬起 荒荡荡荡 连续三声哭 砍树的响起 斧头每次落点都是同一位置 随着连续声响 槐树上出现一道深深凿印 酒鬼见状打了个酒格 笑着说 老子还真以为你是铁打的 说完想继续砍 但身后传来 这只声 快 停下 快停下 你个疯子 想害死咱全村人吗 画壁 村长只见他 带着一大堆人 匆匆跑到槐树前 刚走到面前 看着树身上 深深的凿印 村长只觉两眼一黑 差点晕过去 过了许久才缓过来 指着醉鬼说 你个混账东西 平时最后发发酒疯也就算了 今天居然做出这种糊涂事来 你呀 你呀 说完又朝着槐树 恭敬地说 不知莫怪 不知莫怪 他接下来的话还没出口 却听身后人群中 发出一声惊呼 哎呀 槐树流血了 槐树流血了 村长闻声心中 咯噔一跳 抬头望去 只见在槐树导印处 流出树叶来 树叶不是平时的乳白色 是红色 乳血般的红色 那红色在耀眼的阳光下 映在村长眼中 是那么的刺眼 村长看着红色 愣了足有一分钟 随后痛呼一声 直接昏死过去 醉鬼鱿鱼醉酒 反应比常人慢慢拍 当他反应过来时 村长已经昏倒在地 他看着倒地的村长 和后面惊呼的人群 打着酒隔 绕可绕头不屑地说 啥 血 树 树 树还会流血 不过他刚转过去 整个人就愣住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 眼珠转都不转 只见槐树流出的树叶如同鲜血 而且此时正缓缓地流着 不过树叶流的方向 确实自己 他顺着斧饼慢慢流了过来 醉鬼看着如血般的树叶 想起村里那个传说 醉意顿时就醒了过来 哪里还顾得了 那么多扔掉骨头 撒腿就往家跑 回到家将门窗紧锁 将自己捂在被子里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嘴中还嘟囔着什么 出事了 醉鬼第二天打开家门 发现家中所有的家禽 全部莫名其妙地死在院子 死相非常难看 身手分离 酒鬼看着院中的家禽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昨天当他看见如血的树叶时 就已后悔 现在又见这是心中 后悔就更加 死来想去 他决定去恳求村长救救他 到村长家 村长看他这样也于心不忍 所以就带着他去请求槐树得道歉 一对竹 三只香 满桌祭品 醉鬼整整在槐树前跪了一整天 前程忏悔 天黑后醉鬼带着忐忑的心情回家 第二天他早早开门发现 并没有前天的异样 心里不由松了口气 大家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却没想当天中 醉鬼的儿子就出事了 他在上山打柴时 在一个明显不可能的地方失足 跌落山崖 尸骨无存 同日他儿媳不相信自己丈夫失足 带着一岁大的孙子前去寻找 双双失足掉落 一日之间 此次全亡 醉鬼受不了 这打击疯了 就此村口槐树下 出现一个疯癫老头 整天只怀大骂 有人说 醉鬼砍了四府 第一府未伤及槐树根本 所以第一夜 只是让其家中的牲畜死绝 但接下来连续砍在同一个地方的三府 伤了槐树的元气 这导致醉鬼家三口人 接接连死在同一个地方 他为什么去砍槐树 其原因是不是他想着说的那般 谁也不知道 从那以后 村里人对这槐树都敬畏得很 有时还会有人给槐树烧枝 久而久之 就再也没人打个槐树的主意 但今天听李沈这么说 我整个心都是一惊 想着他居然敢打这槐树的主意 可他却没有理会我的惊讶 而是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锄头 在槐树根下一桶乱挖 随着他挖的坑越来越深 我看见的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当他最后停下时 我居然看见在他挖的坑里 有着一具红色棺材 作棺桶 15第49章 明昏 如刀割般的夜风吹在身上 一如吹在我心上 让我的心很凉很冷 这柱月的云已经散去 在清冷的月光下 我看见李沈挖开的坑里 摆放着一具棺材 一具红色的棺材 那红普通鲜血 看在眼里无比甚人 按理来说 如果这棺材是十年前埋的 那么早就应该腐烂 可是他不但没有腐烂 而且上面的颜色都似新的一样 这让我很是不解 挖开棺材后的李沈 看着棺材身体一颤 放下手中的锄头 激动地跳进坑里 直接趴在红色棺材上哭了起来 那哭声悲怯 无助还带着一丝解脱 让人有着心酸 哭声持续有半炷香的时间才停止 李沈从里面出来 直接走到我面前 我看着他那被黑不遮住的脸 看不出此时他的表情 但他的那双眼睛依旧和从前一样 怨恨而又冰冷 姚娃子今天我就让你给我女娃陪葬 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他看着我许久 才缓缓说出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不甘 说完没等我问 又捡起一旁的锄头 在红色棺材坑的一旁继续挖着 我不知道李沈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过当我看见他 将自己女儿的棺材挖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凉了 现在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石桥小溪哪里 即使我隔得更远 但我依旧能听见那边杂乱的惊叫声 估计哪里已经乱成一团 如果是这样 现在还有谁能救我 我想已经没有 所以我认命了 锄头挖着泥土的声音 响彻在槐树地下 回荡在寂静的村中 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锄头似乎挖到什么 发生一声闷响 李沈听见立马蹲下身子 用长满白毛的手将表面的那层泥土包开 只见一个木箱子出现在在我眼前 那箱子不大 而且看样子似乎是我们这里用来装衣服用的 木箱一点点的被李沈打开 在月光下我看见里面依旧是一团红色 那红色和棺材的颜色不相上下 只不过那红色代表的是喜庆 代表的是婚嫁 因为那是一件西装 那时村子里还没和外界接壤 所以嫁人娶亲的衣服还是那种红色的大褂 此时在箱子里的就是那种红色的褂袍 我刚看见那袍子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是什么意思 既然要我给她女儿陪葬 为什么要拿这种东西出来 不过我这问题还没等我想明白 李沈就给了我答案 她看着一脸惊讶的我 冷笑一声说 如果不是怕你死鬼爷爷报复 我都不想让你做我女婿 把我女儿嫁给你 俗话说人生三大喜事 她相遇故知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竹叶 娶亲这事是人生一大喜事 但我却不同 我的亲则是一种恐惧 一种让人窒息的恐惧 我居然要和一个死人成亲 而且还是个死了十年的女婴 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 自己以后得媳妇长什么样 会以什么方式相遇然后结婚 但我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不过此时我能反抗吗 我不能打反抗 而且连反抗的权力都没有 我能做的只是看着 看着如牵线傀儡般的自己 任由李婶把红色的喜卦 套在我身上 别哭丧着脸 把我女儿嫁给你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李婶给我换上喜卦后 她冷冷地看着我 眼中依旧怨恨 但厌恶已经没有 接着她似乎又想到什么 连忙看着四周 不过四周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 这才让她放下心来 慢慢地走到小坑处 走到红色棺材前 棺材是红色棺材 很小估计就一米多长 棺盖的上面有些两排毛钉 不过也被染红 看着那两排毛钉的我 心里还有些蜥蜴 那就是她弄不开那些毛钉 或者要弄足够长的时间 不过当我看见她 直接用铁青切长满白毛的手 生生地拔出一阵毛钉后 我心中最后的期盼也破灭 毛钉被拔出来时 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 那声音犹如死神的警钟 敲在我心上 我知道当所有的毛钉 被拔出来的时候 估计我就离死不远 所以每当拔出一个毛钉 我整个人多的精气神 就少一分 当所有的毛钉被拔出来后 我感觉自己所有的精气神 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自己犹如死人一般 想来爱莫大于心死 就是这个道理 黎沈将所有的毛钉拔出来后 没有马上开关 而是停了一会 然后小心翼翼 一点点地推着棺盖 那样子似乎生怕弄坏这棺材 或者是里面的女儿 棺材的盖子一点点打开 我呆呆地看着 当棺盖被彻底打开的时候 里面的一切惊得我说不出话来 原以为李沈的女儿 现在可能风滑的连扎都没有 原以为打开后 我可能看到的的或许是一堆白骨 但当棺材被彻底打开 里面的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 那种震撼 那种不解相信 没人能体会 手印入我眼前的是一抹红色 那红色是如我身上穿的喜挂一样 不过里面是女士的 红色喜挂的主人 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有着一张精致的小脸 脸上面带微笑 双眼紧闭 小脸呈现不正常的红 而在她的眼皮下有着一颗痣 此时的她正穿着一身喜袍 宛如只是睡着了一般 这是李沈女儿 李是李沈她女儿 不是说她女儿已经在十年前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现在是这样 看着棺材里的小女孩 我很是不解 但这不解被李沈那怨恨的眼神惊醒 她将她女儿从棺材里抱了出来后 来到我面前 她先是慈爱地看了眼自己的女儿 然后猛地抬头看着我 语气怨恨地说 如果不是你 我女娃现在可以叫我娘 如果不是你 现在她一定会很开心 如果不是你整个村子不会变成这样 这一切全都因为你 她这话说得越来越重 眼中的怨恨也越来越多 在她说完最后一句话说 脸上的黑布彻底落下 露出她一张可怕的脸 那张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只晓得很丑很丑 脸上全是密密麻麻鹅的疤痕 上面还有些许趋在永度 再配上她那怨恨的表情 看到我猛地一跳 不过现在也没事了 你就快给我女娃陪葬了 不过她似乎又想起什么 脸上的怨毒变得柔和 继续看着自己的女儿 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她这自言自语就像是死神的通知 在通知着我即将面临的事情 白色蜡烛 红色死尸 还有面前这已经诈尸的黎沈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心慌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和一个死人成亲 而且还是在另外一个死人一手操办下 这一切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所谓的成亲很简单也很快 就是点两根红色蜡烛 然后进行一些常规的仪式 这一切都是黎沈在操办着 简单而又草率 在这期间我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呆呆地看着 我不知道此时的自己是处于什么状态 但对这一切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自己的生死 就如同这一切只是自己的梦一般 但它又真实存在 在一世的最后 李沈说了句 让我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即日起 李沈嫁入姚氏 双方如有违背 当天诛地灭 他这话说完 然后冷冷地地看着我问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 我看着他那恐怖的脸 许久才说 能不能不要再继续害人 我这话换来的 只是他的一声冷哼 然后嘲讽地说了句 自己死到临头 还有闲心管别人 说完后他将自己的女儿 重新放在棺材中 连同一起的 还有我当棺材彻底盖上的时候 我透过缝隙 看着天上的月亮 只觉得那月亮很美很圆 以至于我忍不住流出泪水 坐棺桐 15 第50章 我忘记了什么 我不知你们有没有试过 在一个很小 很狭窄的空间里待过 相信只要待过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种煎熬 一种彼死还难受的煎熬 特别是你只能眼睁睁看着 空间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窒息而死的那种无力感 棺材里很黑 空间很狭窄 让我根本伸不开手脚 我的一旁是一具尸体 虽然看上去像睡觉了 但它确确实实是一具尸体 而且它还刚刚和我结了冥婚 我躺在棺材里 浑身动弹不得 里面充斥这一种气味 那味道很特别 是一种类似于劣质香水 混合死尸的味道 那味道闻着实在让我头晕脑胀 我看着头顶的棺材板 再看了一旁的尸体 一种恐惧由心而生 恐惧的是死亡 虽然在上面 我没有恐惧和害怕 但当真正死亡来临时 我还是避免不了 特别是眼睁睁看着 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的时候 这逼得我快发疯 而且同时内心也生起一种烦躁 这烦躁是源于 对死亡的恐怖和不甘 我要走出 我不想死在这里 这个念头出现在我脑海 而且愈演愈烈 强忍着全身的酸痛 双手向上托起 膝盖也拱着 用尽全部力气 入推着头顶的棺材 但我这力气 犹如泥入大海 不管我用多大的力 根本推不动一点 这让我那躁动的心 更加抑制不住 以至于我将手不断地 砸在棺材上 发生沉闷的声响 这声音在棺材中响死 沉闷而无声 犹如临终前的丧钟 经过我这一系列的挣扎 里面的空气越来越少 就连呼吸 我都得张开嘴巴 大口踹着 犹如上岸的鱼 努力寻求的水 但这并没有用 只会让死亡来的更加迅速 最后不甘心的我 全身力气用尽的我 接受自己命运的我 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眼前浮现着 以前发生过的很多事 一幕一幕如放电影般 这些事情从我记事起 一直到今天晚上的明昏 就此发生在我眼前一般 我转头看了眼 一旁的女士 尽管很黑 但我看不清她的脸 但我还是看着 我看着她 想起自己已经和她结了明昏 想起自己即将为她陪葬 眼角的泪水越来越多 迷糊我的眼 呼吸也越来越不顺畅 以至于我脑袋开始发晕 我不知道坚持了多久 但在我即将昏过去的时候 看着那尸体 脑中最后想的是 我欠你们李家的 总算还清了 闭上眼是黑暗 是沉沦 是死亡 我是被强光刺行 睁开眼 呆滞地看着头顶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白色的床帘掉在上面 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 照在我脸上 被刺眼阳光照的我 想要翻身 但我一动 身体就像散架了似的 疼得我直吸冷气 我深吸了口气 闭上眼睛 想着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应该在水田里看着刘先生和邓二狗打斗吗 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想着 但脑袋突然疼得厉害 而且后面的事情 我想不起来了 而且越想头疼得越厉害 所以我索性不想 想着现在自己还活着 为什么一定要想起那些事情 想到这里 我睁开眼 看着那次眼的眼光 呼吸着新鲜空气 心里默念一句 活着真好 我想要下床 但身体被绑得跟个粽子一样 让我根本下不了床 而且浑身酸痛 只要我一动 那种酸痛让我愈先愈死 所以我只能躺在 想着等人进来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的门被推开 我撇着头 向哪里瞅了一眼 一个我想到不的人出现在我面前 王老头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看着他笑咪咪的一步步朝着我走来 于是我问他 王爷爷 你怎么在这里 王老头听我的话 先是一愣 然后那眯起来的眼睛更加弯 他慢悠悠地走到床前 用手指着屋内说 你看看这是谁家 他这样说我顿时反应过来 转头看了四周 四周的摆设和自己家有很大的区别 不过这床我倒是很熟悉 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 会来王老头家 每次都是在这床上看病 久而久之我也将这床当做自己的 最主要的是刚刚生还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没有去看 但我又怎么会到他家 于是我不解的问 王爷爷 我怎么会在这里 王老头听我这话 依旧是眯着眼睛笑着 一张满是皱褶的脸上 有着些许婴儿红 而且眼中带着细血 此时的他活脱脱就一老顽童 你应该说是怎么来我这里的 你要晓得 三天前我打开门 看着门前的你 我还以为你死了 全身都是伤口 血流了一地 而且你还穿着 他没说完就忍不住捂住头笑 还是不是得瞄我一眼 看得我很心慌 不过我也从他的话里 得知一些东西 比如我已经昏迷了三天 比如是我自己来到他 比如他后面说完的话 听他这样说 我不由得再去想 那天后来的事情 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脑袋也如约而至地疼起来 别想了 你脑袋受了重疮 估计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王老头说着 然后他从身后 突然掏出一件东西来 当我看见那东西的时候 我脑袋轰得一声 就像炸裂一般 而且痛得厉害 只见在我眼前的是一件红色的喜卦 那卦子看上去很新 似乎是刚做的 不过在卦子上面 有种不协调的乌黑色 当王老头拿进一看 我居然发现那居然是血 已经干了的鲜血 而且在那卦子上还有种古怪的气味 那气味我似乎在哪里问过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哎呀 你这娃子 那天晚上穿着这卦子跑到我家门前 之后就昏迷不行 真不知道你那天做了什么 居然都穿洗卦子了 摇娃子啊 你成亲居然不通知通知 王老头小呵呵的说着 不过他那话 特别是成亲两个字 听在我耳中 脑袋那种炸裂的感觉 越发强烈 以至于我不停的 垂着自己的头 王老头见我 这样忙的走过来 在我脑袋上插了几根银针 这才让我脑袋的疼痛好了许多 许是他真的见我 想不起什么 许是不再和我开玩笑 只是将那喜瓜放在我一旁 说了句让我好好休息 等身体好了再说 我也没有拒绝 躺在床上 看了眼一旁的喜瓜 然后眼睛呆呆地看着床帘 看着看着我 再一次地睡了过来 这一觉不知是不是知道 自己还没死 所以睡得很沉 不过却很不踏实 因为我在睡着的时候 总感觉有人在叫我名字 而且听声音 似乎是一个女娃 刚开始 我以为是在我做梦 许是迷迷糊糊中 应了一声 问她干嘛 只不过那声音 没有说话 只是在我身边 一直哭着 似乎哭得很伤心 我被这哭声烦得不行 猛得睁开眼 却此时天色 已经暗了下来 房间里黑漆漆的 我在转头 看向哭声传来的地方 似乎什么都没有 只是那哭声 依旧响起在我右耳 右耳当初被离神打龙后 就再也听不见人说话 能听见的一般 都只是不干净的东西 只不过时灵时不灵 现在那声音 响起在我右耳 将我吓得浑身 一个机灵芒问 你是谁 那声音却没有回答 依旧在哭着 那哭声听在我耳中 竟然让我有些不舒服 甚至有些心疼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不干净的东西找我 它会不会是来锁命的 想到这里 我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如同炸毛的猫 第五十一章 人心潜藏的鬼 房间里黑漆 伸手不见五指 我浑身不能动弹地躺在床上 听着床的一侧 有女人的哭声 传至我右耳 听着这哭声 脑中浮现一个念头 如果这哭声 是女鬼传来的 但村子能变女鬼的 不只有黎沈 但黎沈那天 不是被烧了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现在 这声音是谁传来的 为什么一直在我床前哭 想到这里 我心里毛毛的 这莫名其妙 多了个女鬼 而且一直守着我哭 这换成谁都很慌 但那声音很小很轻 而且其中蕴含的 悲伤让我心酸 虽然我不知道 她到底是谁 但那声音中的心酸 着实让我有些难过 你是哪个 为什么要哭 我听她一直哭 也不说话 这样也不算个事 于是我出声询问她 可我不问还好 一问那声音 哭得更加伤心 这让我一时 不知怎么办 只有静静地听着 哭声一直在持续 我好几次 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看房间里 实在太黑 让我根本看不清 哪里有什么 这让我有些不安和慌乱 如果此时我能跑 或许我还不会慌 但现在我只能躺在床上 这让我如何不害怕 想到这里 我想开口叫王老头 想逃离这里 谁知道那女鬼 会不会发难 突然要了我的命 就当我开口就要喊的时候 张开的嘴 突然被一双冰凉的手给捂住 这手突然地出现 将我吓了一跳 而且我这快到喉咙的话 被她这么一捂 让我生生咽了回去 憋得我一脸通红 别叫人 在捂住我的同时 那只会哭的女鬼终于说话 不过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想要对我下手呢 想到这里 我心不由咯噔一沉 然后顺着捂住我的手看去 只见在我手的尽头 是一个红色的影子 那影子看上去 我和差不多高 此时她正用手捂住我 眼神中满是复杂 她是谁 为什么要在我这里 看着眼前 这眼前的一抹红色 我心里竟生起 一种害怕的感觉 这感觉随着她的走近 心里的好怕 越来越重 仿佛我即将就要看见 什么恐怖的事情似的 而且心中 有种抵触的感觉 抵触见到这女鬼 当她彻底走近 我终于看清 精致的小脸 细细的眉毛 玲珑小小的鼻子 一头短发 初看时有种 林家小妹的感觉 而且在她的眉眼处 有着一颗细小的黑质 那只让她本来可爱的脸上 增添了一抹忧愁 不过随时如此 但当我看清她这脸的时候 我整个脑袋 轰的一声 如同炸裂了一般 脑中慢慢浮现出许多 断断续续的片段 棺材 离审 明昏 陪葬 这些片段一直回荡在我脑中 让我头痛欲裂 而且心里的恐惧越来越深 最后忍不住大叫起来 梦得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只是在做梦 但这梦实在太过真实 以至于我似乎还能听见 那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深吸口气 让自己尽量从梦中挣脱出来 铁头看着窗外 此时已经黄昏 落日的夕阳照在一旁的窗户 为那破旧的窗户染上一层金色 透过窗户的空隙 能看见外面的这晚霞红的似火 天很高 云很红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向一旁的喜卦 闻着那特殊的味道 心里五味杂陈 我居然成亲了 而且还是明昏 但我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又是怎么来到王老头家门口的 我也不晓得 我最后停留的记忆 实在自己躺在棺材里 躺在黎神女儿的棺材里 不过这些问题在此时已经都重要 重要的是我没有死 没有给李沈和女儿陪葬 门枝亚的响声将我从那状态中惊醒过来 透过床帘我看见 王老头正笑咪咪地走了进来 连同一起的还有刘先生和唐叔 他们来到床前后 看着我眼中都流露出一丝怜悯 这怜悯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还会不甘 但现在我已经习惯 任由他们看着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之中 最后还是唐叔开口问 摇娃子 没事吧 嗓子的干涩让我说不出话来 所以我摇了摇头 唐叔见我这样 自言自语地说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看着他脸上的担心 我心中还是生起一种暖意 但这暖意在我看向刘先生时 却变了 变得很是复杂 经过那晚的事情后 我对刘先生时幕后人的想法 有些动摇 但李大奎的事情 让我心中还是有看 刘先生看我这目光 也知道原因 所以叹了口气 然后看了唐叔他们一眼 过了许久 才将所有的事情解释出来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用他的话来说 是为了引出那算计我家的人 因为他认为那人 应该离我们很近很近 甚至是村子里的人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计划 在那计划里 他是打算用李大奎的鬼市 引起村民的恐慌 然后自己转到幕后 偷偷地看着所有的人 可是这计划被我给打破了 被我这火化打破 李大奎和李沈 因为全都是横死 所以包含怨气 刘先生只得选了个好的坟地 想用来镇压那怨气 可横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挖开 里面的气泄漏 所以才有那天的事情 好在一切都阻止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刘先生的解释很直白 也很有力 但我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头 但这事我没有说出来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情 既然他不想说 我又何必强迫 之后他们又问我那天后面 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了眼一旁的习惯 闭上眼将自己的经历 说了出来 只不过明昏的事情 我没有说 只是说我自己被李沈抓住 然后经过一番激动 我逃离了他的魔掌 当我说到李沈没有被火化时 唐叔和刘先生的脸色都变了 特别是刘先生 他的脸一下子就变得雪白 整个人也如遭雷击地 退了几步 一脸不相信地问我 那天真的看到李家沈子 我点了点头 他见我这样 长叹一声嘴里嘟囔着 造念啊 造念 一旁的唐叔也被吓得不轻 但怎么也不相信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亲眼看见 李家沈子火化 他怎么可能将你带走 摇娃子你不会是眼花了吧 听唐叔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些怀疑 但又想起那眼神 我肯定得点了点头 在这个村里估计只有他才有那种眼神 那种恨得生吃我的眼神 唐叔见我点头 惊恐地看了看我们 然后声音有些哆嗦地说 那我们那天火化的是什么 这是没有人回答他 有的只是四人的沉默 最后还是刘先生 深吸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我得重新去李家沈子坟头看看 看着哪里到底有什么 让他一下子能变得这么厉害 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溜了 刘先生说完就往门外走去 唐叔听后也跟在他后面一同去了 房间里只留下我和王老头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发现王老头一句话都没说 而且听到李沈没有火化后 那脸上的表情依旧如此 那感觉仿佛这一切的事情 都和他没有关系一样 这让我很是差异 难不成他不觉得这些事情古怪 王老头见我这眼神 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从烟袋中掏出烟点着 说了句到现在我还记得的话 年轻人 当你经历过人生百态的事情 你会觉得鬼神之事也就那样 其实可怕的不是鬼神 而是人心中潜藏的那个鬼 各观同 15第52章 生命不可承受之伤 人活于世 最重要的无外乎心安 但有那么一些人 自己心不安 看他人心安就会产生极度 于是就会想方设法 让别人心不安 但最终到头来害的只是自己 这是王老头和我说的第二句话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看着屋顶的黑瓦 堵出的烟雾将他的脸遮住 看不清有什么表情 原本我看他这样 以为他知道什么想问问他 但他和我说了这些话以后 苦笑地摇了摇头 抽着老汗烟 一步三摇晃地走出屋子 只留我一个人 在这漆黑的屋子里 我想着他的话 静静地躺在床上 脑中将爷爷去世以来 所有的事情都回忆了一遍 做官 点灯 火化 李家夫妇惨死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在我脑中如电影般回放一遍 在这回放中 我发现许多 我不曾注意的地方 比如鬼猫 既然那鬼猫 是算计我家人的东西 那他为何要守在鬼林子 他为何要告诉我火化的方法 如果苏巡真的能和猫对话 那么他又从哪里知道什么 还有他为什么会走得这么突然 而且如果他不能和他对话 那么这一切是不是他编的 这些事情有许多 越想我舅舅越觉得可怕 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回想着 在这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王老头来到我床上 把我的绷带拆开 然后和我说 姚娃子啊 现在你打算去哪里了 要不就留在我这里 陪老爷子我算了 我看着那永远都挂在脸上的笑容 最后还是他摇摇头说 我想回家一趟 是的 我想回家 想回家看看母亲 想和他述说这一切 此时的我如同一只受伤的小兽 急需回家 舔是自己的伤口 如果是家是港湾 在我最累的时候 为我停靠 那么母亲则是港湾处的后船人 一直等候着离港的船 走来乡间的青石板路上 我深吸一口 出尘凉爽的空气 感受着清凉的尘风 一旁的花草叶子上的露珠 反衬着晶莹的光亮 照在我的脸上 偶尔走来一两个村民 可他们无一不适 看见我就自看见瘟疫式的躲开 见他们这样 我也只得苦笑摇头 走到家门前 看着那个红砖黑瓦房 心里有种感动 以前的的我 总是觉得家是羁绊 家是锁链 他束缚着我飞向远方 可此时我看着他 觉得他是港湾 而我也如离家的游子 推开门 里面和以往一样安静 摆设还是一样 只不过里面被打扫得很干净 很整齐 看上去让人很舒服 我没有去我的屋子 而是直奔母亲所在的屋子 由于父亲和母亲住一间 所以他们的屋子在中间被隔断 外面是用来放置日常用品 里面则是用来睡觉 推开屋门继续向屋子里走去 屋子里很是昏暗 只有借着透过窗户的朝阳 才能依稀看见看清里面的家具 我很久没来母亲的房间 自从爷爷去世后就没有来过 我走在里面 想起以前心里不有一阵苦涩 由于屋子被隔开 所以我看不到里面的母亲 但并不影响我去找母亲诉说的冲动 不过刚走几步 我就皱着眉头 捂住鼻子 因为在这房间里面有着一股霉臭味 那味道很淡 时有时没捂 只有当风吹动时 那气味才散发 而且那味道还特别恶心 就像是死了的耗子在某个角落了发臭 闻着那恶心的臭味 心里想着 这味道虽然没那么浓 但母亲住在这里 难道闻不到 我一边走一边走 打算等一下和母亲说说 整个屋子被隔开 在隔开的地方放着一面镜子 这镜子有一人多高 记得小时候 我小时候 经常在镜子前看着里面的的自己发呆 所以也很是熟悉 当我有过镜子时 习惯性地停留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穿着素衣 一脸地疲惫着自己 我叹了口气 摇摇头 慢慢走向里面 不过就在我走过镜子的时候 我眼角的余光 似乎看见镜子里 闪过一道黑影 这突然闪过的黑影 将我吓一跳 我整个人立马精神 警惕地回退两步看着镜子 不过却发现镜子里什么都没有 想来最近的事情 把我的神经都搞得有些不正常起来 看到这里 我自嘲地笑了笑 喃喃自语地说着 摇娃子了 摇娃子了 不要那么神经 好不 母亲睡的屋子 里面很暗 比外面更暗 因为房子是坐北朝南设计的 所以出生的太阳 只能透过门前的窗户 而这后面 只能看见些模糊的影子 当我走进去 里面黑漆漆的 而且那种死耗子的味道更加浓 这让不禁让我不解 这么浓的味道 母亲也闻不到 难不成她的嗅觉失灵了 我看了眼不远处的床 发生母亲还在睡觉 于是我叫了一声 娘 母亲没有回答 似乎她睡得很深 我想着可能最近太为我的事太过担心 所以我想走到床上 不过我刚走两步 只见在那昏暗的床上 传来嘻嘻索索的响动声 这声音还伴随吱吱的耗子叫 听那耗子的吱吱声 我皱了皱眉头 在我们这里 因为村里人没有养猫 所以每家每户 基本都是耗子承灾 这些耗子 常年和人打交道 所有久而久之 不怎么怕人 有时你睡着 耗子都可能爬到你床上 甚至有些一觉起来 发现自家的床帘 已经烂了好几个洞 我听见床上 居然有耗子叫声 我叹了口气 想着自家的耗子 也太多了 于是我想上前吓唬了 但我这刚上前 吓唬的声音还没喊出 那声音就四卡 在我喉咙了 接着脑子轰的一声 整个人都蒙了 一声压抑 但极致的恐惧声 从我喉咙里发了出来 只见在昏暗的床上 我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在昏暗光线下 我看见一张 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脸 在脸的上面 还爬着好几只耗子 正在啃食脸皮 那脸的轮廓 我很熟悉 正是我们那母亲 而且刚刚我闻到的臭味 就是从母亲哪里传出来的 看着那张脸 我慌张却不知所措地倒退好几步 然后满脑子不相信 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 是我在做梦 想到这里我用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脸上火辣辣的疼 预示着这一切都是真的 母亲真的气死了 但又如何能让我相信 我扯着嗓子大喊着 娘 可是她没有回答 她依旧静静地躺在哪里 这叫声反而将她脸上的耗子一惊 吓得慌忙逃窜 露出那张满是血腥却苦臭的脸 母亲死了 母亲就这样死了 她怎么会死了呢 在三天前她还和我说话 她还让我以后没事就回家 她 想到这里 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眼角的泪水 蹲在母亲床前 痛声大哭起来 这哭声回荡在这小小的房间内 回荡在我心中 这事情实在太让我措手不及 我原以为回来和母亲商量 我原以为母亲会给我建议 我原以为自己会在她怀里痛哭一顿 但这些都不可能了 我不可能再听见她的声音 不可能再听她叫我吃饭 不可能在她的怀里哭泣 这一切实在是太突然 突然的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哭声持续很久 最后我还是止住哭声 从地上站了起来 但蹲在地上太久 以至于让我双腿麻木 我刚站起来就差点倒下 好在我抓住床檐才稳住身体 过了许久才缓过来 一步步走到母亲哪里看着她 看着那张恐怖而又熟悉的脸 坐观瞳 15 第53章 夜半鬼敲门 有些事尽管你不愿去相信 但它还是发生 甚至还逼着你去接受 在忽闪忽闪的暗黄色的煤油灯下 躺在床上的母亲 脸已经腐烂的不成样子 只保留着一张大概轮廓 上面的皮肉已经全无 甚至还有被耗子啃食过的坑 同时腐烂的不只是脸 还有她的身体 在我不愿相信母亲已经去世时 我用力推着她 可我刚推动只见她的衣服 已经和床单粘在一起 我这用力一推 只听撕拉衣服和床单的撕扯 还有浓黄色的浓水 我看着眼前的母亲 尽管极力否认 但她还是走了 而且看身上腐烂的痕迹 似乎已经过世很久 我呆坐在床前 脑子里空荡荡 傻傻地坐在那里 陪着一旁的母亲 心里有万千话要说 但此时我竟不知怎么开口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最后还是堂叔来到我身边 将我叫醒 他看着一脸呆滞的我问 姚娃子 你怎么呢 我没有回答 只是傻傻地看着母亲 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 眼睛也因哭得太厉害 种得不行 也许她也发现不对 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我只听她抽了口气 然后嘴里嘟囔说 这 这 这 最终也没说出什么话来 放泡爆脏 喜事入恋 这一切都是在 堂叔的安排下完成 而我一直坐在母亲的床上 看着空荡荡的床 宛如傻了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是什么状态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自己整个天都塌了 脑子也空白一片 不知道如何思考 最后还是堂叔将我叫醒 他来到我身边 看着这样子的我 叹了口气说 姚娃子 你要坚强 毕竟你父亲还需要你照顾 父亲 父亲 我嘴中嘟囔着 然后突然站起来 看着堂叔激动的地问 叔 我父亲在呢 进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见的父亲 躺在床上 这事我也没注意 因为我的的注意力 全在母亲身上 现在听堂叔这么说 我猛地醒了过来 你父亲在你那边 我还是去找丧步的时候 发现的 在我那边 听他这样说 我如疯了一样 冲到我住的房间 看到父亲正躺在床上 他还是一如当初昏迷的时候一样 像是沉睡了 仿佛外面的一切事情 都和他没有关系 看着躺在床上的他 我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泪水 挖的一下 哭了出来 沙哑的哭声 发泄着我心中的恐惧和慌乱 最后还是哭的嗓子 彻底干牙 才被堂叔阻止 他安慰我说 姚娃子 别怕你还有书呢 而且你也别哭了 是时候去见你母亲 最后一面了 在我们这边 在入恋的时候 要亲人见死者 最后一面 如果死者又闭不上眼 或者眼睛没有闭紧的 那就得亲人子嗣 为其和尚 眼睛哭得红肿的我 跟着唐叔来到灵堂 因为母亲有我这子嗣 所以允许摆在家里 当我来当灵堂的时候 发现里面没有多少人 就只有马大苗 刘先生 还是唐叔和我 看着空荡荡的灵堂 只有这几个人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虽然我知道 他们不来的原因 但心里还是不舒服 看着他们几个 我先是朝着他们几个点点头 然后分别在面前跪了一跪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其意思是孝子 为其死者表达谢意 跪完后 我来到母亲的棺材前 看着躺在里面的的母亲 此时的她 已经换上青黑色的手衣 戴着一定帽子 眼皮已经腐烂 但眼睛微微闭着 像是死前 没有什么痛苦 眼睛以下 已经被一张黑布盖上 而且有股苦臭的味道 弥漫在空气中 我站在棺前 看着母亲想起 她那腐烂得不成样子的脸 我又忍不住 心中的悲伤想哭 但哭红的眼睛 和沙哑的喉咙 不允许我 所以我站在棺材前 看了很久 我才走开 棺材盖被她们紧紧合上 刘先生为母亲合了八字 说是三天后下葬 之后堂叔带着马大苗 去置办丧事 灵堂内只留着我和刘先生 刘先生看 他们都走了 悄悄地走到我身边 看着一脸悲伤的我 似乎有话想说 我看他一眼就对他说 刘先生 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刘先生叹了口气 然后看着我说 你母亲 似乎看上去死了很久 但前几天 你不是还看见他吗 听他这样说 我也没多想 点了点头 在心里 我是当母亲放不下我 是他的魂魄 在游离 在屋子里 刘先生听我这样 皱了皱眉头想着 如果前几天还看见 他的尸体不可能腐烂得这么快 看着尸体腐烂的样子 似乎已经很多天了 这问题我也想过 但没有答案 现在听刘先生这样说 我看着他 想从他哪里得到答案 但他也不知道 只是自言自语地说 你们这小村子 怪事实在太多了 你母亲的事就不说 光说李家婶子 那天我们明明看见他 已经火化 但昨天 我去坟头哪里看过 却没有发现骨灰 哎 现在的他 估计已经成了气候 真不知是福是祸 听他这样说 我想起 李婶那恐怖的脸 以及那双怨恨的眼睛 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但刘先生这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只是敷衍地应了一声 然后沉默着 一直等到天黑的时候 唐叔才带着马大苗回来 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似乎事情有些不顺利 狗日滴 有事情了 各个阁老子都不肯来 以后要是那个求老子 老子不打死 他个狗日的 他进来后 狠狠地骂了一句 然后坐在哪里 一直抽着汗烟 我见他这样 上前对他说 叔 不来就不来 丧事简单点就行了 他听我这么说 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晚上守灵室 我和刘先生 唐叔他说 要再去说说 马大苗不知 是对守灵产生恐惧 还是对刘先生 反正死活 也不肯留下来 见他这样 我也不好挽留 今天的夜很黑 外面没有月亮 而且看外面天气 似乎今晚 有大雨要下 灵堂 由于今天才布置 而且人手不足 所以很是简略 我和刘先生 坐在棺材一旁的椅子上 各自想着各自的事情 守灵因为我是孝子 所以我得负责 母亲棺材前的长明灯 而且不时得去烧点纸钱 这样时间一点点流逝 转眼已经是半夜时候 天一下子就变了 外面的突然刮起大风 还不时响起两声雷鸣 这风吹得灵堂里的指挥乱飞 长明灯不停飘散 刘先生见这模样 叫我去把门关上 等下免得吹灭长明灯 我停闻从椅子上下来 走到门前 想要把门关上 不过就在门即将关上的时候 被一只手给拦住 我看着这突然伸出的手 将我吓了一跳 不过当我看清那手的模样时 我就像是见鬼了一样 狠狠用力想要将门关上 嘴里还大喊刘先生 让他来帮忙 刘先生听我这喊声 急忙走到我跟前 看着门缝夹着的手 脸色也是一变 赶忙上前来帮忙 不过外面那手的力气实在太大 即使我们两个也无济于事 只听伴随一声轰隆雷声 门被狠狠推开 只见在门外站着两个人 这两个在闪电 划过白光的照耀下 刺激着我内心的恐惧 因为他们正是穿着一身兽衣的黎神 还在一个穿着洗袍的女孩 此时正冷冷地看着我 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看着他们两个 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 吓得我的心 差点从嗓子眼里跳了出来 此时他们来这里 难不成又来锁我的命 色观瞳 恐惧从内心深处迸发而出 李沈依旧是用那双怨恨的眼睛 看着我 不时咧嘴 恐怖的嘴角 露出一抹冷笑 这冷笑在外面 不时划过的闪电和雷声里 显得尤为吓人 看着他们将门打开 我有种想要逃离这里的冲动 但生生被一旁的刘先生拉住 他看着外面的李家母女 脸也变得很不好看 握紧圆盘的手 直冒冷汗地说 你们来干嘛 他这话说完 李沈裂开 那满是伤疤的嘴 冷笑一声 然后指着一旁 穿着洗袍的女儿说 今天我女娃婆婆过世 我带她来祭拜祭拜 他这话说完 又盯着我看问 是不是啊 我被他这么一问 顿时有些不知怎么办 刘先生说它已经成了气候 我不知道这层气候 具体有多厉害 刘先生能不能制服他 所以我看了眼 一旁的刘先生 不知怎么选择 刘先生见我看他 他沉吟半想 然后绕有深意地 看我一眼说 既然前来祭拜 我们哪里有不欢迎的地方 摇娃子皆可 说着我腿根一软 被刘先生踢跪在地下 我抬头看了眼刘先生 没有再说什么 我是被黎沈他女儿扶起来的 他看着我脸色如常 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只不过他眉眼的那颗小小的黑纸 在不时闪过的闪电下 显得尤为显眼 他们进来后 黎沈很是规矩地 对着我母亲的老人召聚了功 他女儿则是跪在母亲棺材前 在昏暗的灯光下 我看着他们 心里很是别扭 轰隆 此时天空 响起一声炸雷 似乎在宣泄着什么 似乎是不允许什么出现 这炸雷将我吓一跳 看着眼前这诡异母女 两鬼上香 我倒吸口冷气 在他们上香期间 我没有说任何话 只是看着他们 刘先生同样如此 不过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手中的罗盘 也被他握得嘎嘎作响 上香完毕 黎沈冷冷地转过头来 看着一旁战战兢兢的我 然后咧嘴笑着说 姚娃子 上次是你命大 不过下次 你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这声音很冷 不带任何感情 说得我全身寒毛 都竖起来了 在他说完 怨恨地看我一样 然后就带着他女儿 慢慢地走了出去 在上香期间 他女娃一言不发 而且看都不看我一样 那样子就像看不见我一样 这然后心里很不舒服 我对之于他 很是复杂 复杂的我 不知说什么好 在他们母子走后 刘先生将门关上 然后走到我的身边 沉吟很久 才开口说 姚娃子 这是怎么回事 李沈神子身边的 女娃是谁 听他这么问 我苦涩地笑了笑 看了他一眼说了句 刘先生 如果说我也不怎么清楚 你信吗 刘先生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嘴角的苦涩 最后点了点头说 我信 不过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他这样说 我嘴角的苦涩更加 然后我将那晚的事情 和他说了 包括埋藏在自己心中的疑问 刘先生听我说完后 脸色更加难看 他躲步在灵堂里 走来走去 窝在一旁看着他 不敢说话 去打扰他 过了半炷香的时候 他一拍大腿 大叫一声 似乎想到什么 见他这样 我连忙问 刘先生 你怎么了 刘先生看着我 然后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从他那袋子里 掏出汗烟点燃抽了一口 长长地吐了个眼圈说 哎 估计这一切 都是李家婶子 算计好的 俗话说 槐树养阴 他从小将那女娃 放在槐树地下 然后用很容易产生怨气的 红色棺材入道 为的就是 想让槐树的阴气 滋养那女娃 以至于让那女娃 变成一个 不死不活的阴死人 我听刘先生说着 感觉他说的 有些天方夜谭 有些不真实 想着 这就是答案 难不成槐树 还能将死人养大 就算能养大 那他就不用呼吸 不用吃饭吗 还有说的因死人 是什么情况 我将心中的疑惑说出 刘先生看着我 继续抽了口汗烟 烟雾混合 和一旁的共襄 缓缓上升 让整个灵堂 笼罩着一层烟雾 使得我 看着刘先生的脸 有些模糊 有些不真实 他过了很久 似乎在组织语言 直至将整根汗烟 抽完才时 才开口说 阴死人 就是一种 鉴于活人 和死人只鉴的人 他们不需要吃喝 但一到每年的 七月十五鬼节的时候 就会承受来自 鬼门的阴风的洗礼 这种洗礼 每个游离在人间的鬼魂 必须经历 一般的鬼魂 如果熬不住 顶多是回归名古 重入轮回 但想这种阴死人 如果抗不住 那必定在这阴风下 必定魂飞魄散 如果这都是 李家沈子安排的话 那么他也也不是 什么简单之人 现在想来 估计他的死 恐怕都是 自己造成的 刘先生缓缓说着 语气有些惆怅 这是听在我耳中 让我惊得嘴巴 都合不拢 没想到这世上 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而且还和我成亲了 但李沈为什么 让我跟他成亲 而且他走之前的话语 让我种 如芒在辈的感觉 刘先生将知道的事情 说完后 又问了些那天的细节 我一一说完 当他听完后 沉默地不说话 所以我只得在他一旁 当他们走后 外面就下了大雨 雨哗哗地 落在头顶的瓦片上 然后顺着屋檐 滴滴打的地落下 我们在灵堂里 继续守着 不过到了三四点的时候 我终于熬不住 睡了过去 我在睡梦中 似乎隐约看见有人 推开门进来 我看着那进来的人 心里一个机灵 想要醒来 但就是睁不开眼 因为进来的人 是躺在床上的父亲 或者说是 已经进了后山的父亲 他进来后 站在母亲的棺材许久 嘴一直在和母亲说着什么 他说了很久 说着说着 就趴在母亲的棺材前 似乎哭了起来 我看着趴在 母亲棺材前的父亲 也不由得难过起来 想要上前安慰 但我睁不开眼 父亲在棺材前 怕了很久 在他出去的时候 看了一旁的我一眼 然后转头 向着门外走去 不过刚走到门外 刚好碰到一个人 那人正是爷爷 他们两父子 相遇在门口 都没有说话 就连招呼 都没有打 似乎他俩 是陌生人一般 擦肩而过 看到他们这样 我的心痛得 无法呼吸 在父亲走后 爷爷来到 母亲的棺材前 看着母亲的棺材 长长地叹了口气 然后摇头走了 第二天 我是被外面的 炮杖声惊醒 睁开眼揉了揉 轻松的眼睛 想起昨晚的事情 上前一看 发现并没有 任何痕迹留下 走到外面 发现马大苗 正在放着炮杖 他见我出来 咧着嘴对我笑着 看他这样子 我心中感慨良多 现在的他还是那个 欲试一根精 天不怕地不怕的 马大苗嘛 灵堂的是 忙活一直忙活到中午 村子里的人 也陆陆续续全都赶来 看着他们 我一一跪摆接迎 不管他们是不是 自愿来帮忙 但此时来了 我心中就满是感谢 我一直在外面 会摆接客 等到中午开饭的时候 我刚坐下 还没下口 就听见外面 有炮杖声响起 我听声音 赶忙走出去 只见在来我家的路上 走来好几个西装革履的人 为首带路的正是 许久没见的张图夫 他走在最前面 整个人都大便 只见以前那个 满脸落在胡子 幼儿有些疤痕的丑大汉 已经不见 有的只是一个 一装整齐的中年大汉 他原先的落在胡子 已经不见 乱糟糟的头发 也变得整齐 整个人气质大便 唯一不变得的 是他身后背着的 那把杀猪刀 在他身后跟着的那些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全都是新面孔 那些人给我的感觉 很像苏巡 这种像不是样貌 而且他们身上的 那股气息 那股外面人多的气息 作官童 15 第55章 从外面来的人 看他们慢慢朝着 我家的方向走来 我皱着眉头 不知道张图夫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也想 迎接村里那样 没有跪拜 而是站门口 愣愣地着 看着他们 当张图夫来到我身边的时 他看着穿着一身校服的我 竟少有的对我安慰了两句 然后拉着我走到他身后 那群人的面前说 姚娃子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从外面来的老板 说是要来考察考察这里 看看我这里适不适合 搞开放 我被张图夫拉到那群人跟前 看清这群人 如果说是一群人 可能有些夸张 因为他们哪里只有四个人 为首的是两个六十多的老头 其中一个白发头发 白色的胡子 甚至连眉毛都是白的 我初看还以为 看见白头先翁 张图夫告诉我 他叫李老 另外一个刚好和他 相反叫孙老的人 明明六十多岁的人 居然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 不过他没有胡子 如果不是他那张苍老的脸 显现他的年龄 我还以为他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大一小青年 大的估计有二十来岁 戴着一副眼镜 整个人长得文指彬彬 看上很斯文的样子 他没有让张图夫介绍 而是走上前 握住我的手说 你好 我叫林喜晨 林是姓林的林 喜是喜尽千华的喜 晨是尘埃落定的晨 我听着他介绍着 有些摸不着头脑 想着怎么他的名字 怎么这么长 跟着他们后面 最小的那个 叫做小峰 看样子 只有十来岁左右 和我差不多的个子 不过身上穿的 比我不知好了多少 当看见我看他时 他不屑撇了撇嘴 不知说了声什么 我听着张图夫 给我一一介绍 心里却又有不解 想着为什么他们的 名字那么奇怪 当张图夫轮流介绍完后 然后拉着我 走到他们面前 用手拍了拍 我肩膀说 这就是九疯子 哦不 姚宝志他孙子 也是老姚家 唯一的独苗 我被张图夫这突然的热情 弄得有些不适应 而且我觉得 张图夫的介绍 也有些奇怪 他为什么要这样介绍 为什么要在前面 加上我爷爷的名字 我只是个十岁大的孩子 如果说到介绍 不应该是先介绍唐叔 让唐叔来接待他们吗 白胡子李老 听张图夫这样说 他看了我一眼 我被他这一眼看得浑身一颤 像是被电击了一般 只感觉全身酥麻酥麻的 不过好在他只是看我一眼 就收回目光 当我从那感觉中醒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着张图夫进了灵堂 我见这样只得跟着进去 此时刚好是开饭的时候 村里帮忙的人基本都在灵堂吃饭 此时突然见一群陌生人进来 全都停下手中的快碗 看着他们 那群人被这么多人看着 不慌不忙地给我母亲鞠了一躬 然后从唐叔手上接过香气拜着 唐叔趁着他们驾车的时候 小步走到我的面前 小声问我 这些人是谁 我挠了挠头说 这些是张图夫带来的 我也不知道 唐叔听闻后 看了眼后面的张图夫 张图夫被唐叔这么一看 冷哼了一声 接着他走到灵堂中央 只见他先整理一下衣服 然后将刚刚对我说的话 重新复述一遍 当他的话说完时 我发现那些放下碗筷的村民 听见这些人是外面来考察开发的 所有人眼睛都冒出金光 那样子就像是要把他们吃点四的 最后还是唐叔反应快 倾咳一声 招呼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 他们是和我一桌的 吃饭的时候 其余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那个叫林喜晨的男人 不停地地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家庭状况 比如在村里过得还行步 比如他问了很多 一些我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不能回答的我就搪塞过去 不过当他最后问起我爷爷 现在在哪里时 我在夹菜的手停止住在空中 然后愣愣地看着他 他见我这样 推了推眼睛笑着说 没事只是随便问问 他这解释很牵强 随便问问 为什么就问我爷爷 难不成他们认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所以也没说出来 看着推着眼睛的他 淡淡地说了句 死了 我这话音刚落 那两个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人 突然停下手中的快碗 白发李老突然看着我 一脸不相信地说 死了 他怎么可能死了 而另外一个满是黑发的更佳 直接用手拍在桌子上 大声地说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死了 他这声音很大 以至于让灵堂内 所以吃饭的人都停下手中的快碗 纷纷将目光看向我这边 不过那目光中怠慢不善 以为是我让这些从外面来考察的人不开心 这黑发孙老这么激烈 其实我也吓一跳 想着生老病死 不是很正常 有必要这么激动 你不信德话 可以问问其他人 不过 我还是缓过来说着 他们可能也知道 自己情绪有些激动 白胡子李老芒 瞪了孙老一眼 然后问我 他什么时候死的 现在葬在哪里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我听他在这样说 撇了撇嘴 语气有些不善地说 死了半个月了 尸体都已经火化了 如果你们想去看 让张屠夫带你们去吧 这是灵堂 这是我母亲的灵堂 本应该是严肃而又庄重的场所 但他们碍事达的举动 明显是不尊重死者 不尊重我母亲 这话说完后 所以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顿饭吃得很不愉快 饭后他们在我母亲棺材前上了炷香 被张屠夫带着走了 我站在门口 看着他们去的方向 似乎是对门山 似乎是去我爷爷坟地哪里 见他们走远 灵堂里吃饭的村民 一窝蜂地围了过来 一人自觉地问着我 不过多叔父的意思 无非是 关于开发这事 你们说的怎样 我被围在人群中 看着他们这势力的样子 我有些看不清地摇摇头说 你们自己去问吧 说完刚好外出 寻坟地的刘先生回来 说要找我有点事 我也借着这事离开人群 我刚走出人群 就被刘先生和唐叔拉走 他们两个把我 拉到以前母亲睡的屋子 然后一脸严肃地问我 摇娃子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他俩 摇了摇头 说实话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来到底是干嘛的 那他们为什么一直在问小叔的事情 小叔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唐叔接过刘先生的话问 我听他这么说 仔细地想了想 以前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 但发现他并没有和我说过啥 而且你说他们外面的人 进来找一个酒疯子干嘛 我将这一问说出来 刘先生和唐叔都摇摇头表示 不知道 那刘先生你帮我娘找到坟地没 刘先生听我这样说 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 好的坟地都给他们占了 现在估计一时半会找不到 听他这样说 我心里有些嘀咕 如果这坟地没选好 那过两天就要下葬了 这该怎么办 刘先生见我这样 安慰我说 不过摇娃子灭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的 听他这样说我点了点头 正当我要走的时候 脑中突然闪过 一道金光 于是问刘先生 刘先生 我将母亲埋在对门山前可以顾 刘先生听我这话 有些不解 但也没问我 只是在心里 寒酸一番 行是行 不过你要葬外面哪里 我想都没想就说 再能看见后山的地方 刘先生听我这么一说 脸上他的难闷 更加的说 为什么了 我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在心里 暗自念叨一句 望夫吧 作官童 第五十六章 不可置信的结果 母亲生前一直守候 在昏迷的父亲身边 现在死后 将他葬在对门山 让其看着后山的父亲 望夫 望夫 盼望迷失的丈夫 这是我心里的想法 只是我没告诉他们 刘先生拉着我又说了一阵子 不过都是母亲丧事应该注意的琐事 这些我一一听在心里 在最后的时候 他看着我长叹一声 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感觉那帮人不简单 特别是那两个老头 真不知道他们来这里 是福还是货 我听着他的话 想起那白胡子 李老看我的一眼 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先生和唐叔走了 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房间里 看着这往日热闹的房间 变得冷清 想着原本沉寂的山村 变得暗流汹涌 似乎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爷爷 自从爷爷死后 这些妖魔鬼怪的事情 仿佛想约好了 似的接踵而来 而原本的是我保护伞的父母 夜似逃避这一切 似乎他们都想 让我独自承受 承受这期间的恐惧 不安和绝望 我就如同一个处在 无底深渊中的孩子 渴望见到碧蓝的天空 有黑的房间里 我看不到任何光亮 四周也静得出奇 在这里面待久了 我有种感觉 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 名符之中 这让我渗得慌 所以想要走出来 透透气 不过就在我的手 握着门把手 即将打开门的时候 我似乎听见屋子里 有认为在说话 刚开始我还以为 是自己唤听 不过随着那声音 越来越清楚 我整个人都吓一跳 因为那声音听上去 像是有人要在唱戏 手拿碟儿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 先生老总听开怀 只见在屋里 母亲原本睡的房间 传来着熟悉 而又恐怖的吊吊 这吊吊是爷爷最喜欢的 而且在他死后 还得附身在母亲身上唱过 现在居然在母亲 去去世的房间里 那吊吊又传来了出来 这让我如何能不害怕 时隔多日 这被潜藏在记忆深的恐惧 再一次浮现 我脑中闪过很多画面 最终停留在打着红伞 掐着兰花纸的母亲 在堂屋里唱戏的样子 嘶 我抽了口冷气 握着门把的手满是汗水 心砰砰的跳个不停 尽力转头僵硬的脑袋 看着母亲以前睡的地方 哪里黑漆漆的被一些木柜杂物隔断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我咽了口唾沫 放下握着门把的手 抹去额头的汗水 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哪里看看 想当我犹豫的时候 哪里面突然又响起一声母亲的呼喊声 那声音很无力 里面我似乎听出了一种不舍 听着那声音的我 头脑顿时一热 也忘了母亲已经死的事实 一股脑冲向那屋里 风呼呼响起在我耳边 不安的心不断地跳动 我三步并坐两步地跑进母亲的房间 当我看着里面 脑袋轰得一声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站着的身子似乎也无力支撑 太软地坐在地上 只见在着黑漆漆的屋子里 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穿着青黑色手衣 满脸鲜血的爷爷 一个是穿着红衣的母亲 而此时爷爷正用那双乌青色 如贴钱般的手 死死地掐在母亲的脖子上 那被乌黑鲜血染红的脸上满是猙獰 被父亲缝上的眼睛也睁了开来 眼皮的上还吊着 蹦开敌针线 反观母亲 此时他脸已经窒息变得铁青 双眼中充满着眷恋 嗓子因为被掐而不停地咳嗽着 双腿离地胡乱地外界空中瞪着 眼看就会被爷爷掐死 看到这情况 我心里满是不敢相信 不相信爷爷会掐死母亲 但事实摆在面前 母亲那急促地咳嗽 将我从发呆中拉了回来 看着即将被爷爷掐死的母亲 脑子顿时一热 从地上站起来 声嘶力竭地吼着 冲过去想拿来爷爷的手 问问他这是为什么 但冲过去想推开爷爷的手 推了个空 我整个人也从他们身体中穿了过去 而且因为我用尽全力去推 此时猛地扑了个空 让身子顿时失去平衡 荒荡一声撞在一旁的床头上 我这一撞让我差点昏过去 不过脑袋传来疼痛 以及对母亲的担忧 让我清醒过来 揉了揉头 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站起来 看着眼前的表情 猙獰的爷爷和奄奄一息的母亲 我不甘心地又冲了过来 只不过这次依旧一样 我依旧从他们身体中穿过 就如同我和他们相隔一个时空 只能用无力地看着 但我不甘再次从地上站起来 母亲的双眼已经翻白 脸彻底变得紫青 在空中的腿 无力地悬浮在空中 我见这样 心中的着急如火烧星窝一样 也不管能不能阻止 再次冲到爷爷跟前 看着穿着衣身兽衣的他 嘴里嚷嚷着放开他 放开他 手也不停地垂着 可我每次都是从他身体中穿过 然后砸在一旁的床头上 我每砸空一次 心就沉一分 受伤的伤痛也加一分 我不知道自己砸空多少次 也感觉不到手传来的疼痛 我只是像个疯子一样 不停地砸着 喊着又不停地失望 眼睁睁看着母亲 闭上那双充满不舍的眼睛 看着母亲的眼睛闭上 我的心如同被什么东西刺穿 痛得我无法呼吸 只是跪在地上苦痛地呼喊 爷爷见母亲眼睛闭上 那猙獰的表情变得很是复杂 然后口中不停喃喃念叨着 声声我唱不尽人间的哭 然后将母亲放在床上 抱着另外一旁的父亲 缓缓地走了出去 我无力地看着这一切 眼睁睁地看着 这残忍而血腥的事情发生 看着嘖嘖嘖走远 我跑到母亲床前 看着她因窒息而紫青的脸 想起最后 她不舍地闭上眼睛 泪水迭背地从眼眶流出 伸手想去抚摸她的脸庞 但摸到的只有空气 依旧心酸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但我记得在我昏迷前 我还是看着母亲 睁开眼 一张陌生的脸庞出现在我面前 她见我醒来 推了推眼睛 面带微笑地对我说 醒来了 我茫然地看着她 记忆还是停留在 爷爷掐死母亲哪里 想着我要去阻止爷爷 于是我再次想去那屋子 可被林喜辰拦住说 醒醒 那只是个梦 梦 那如果是个梦 但为什么那么真实 不对她一定在骗我 她一定是在骗我 想到这里 我一把推开她 朝着母亲所在的屋子里去 可我进入房间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母亲 没有爷爷 不 我不信 看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疯狂地找着 找我来过这里的证明 可是任由我不停地翻着 但也无济于事 最后我想起自己的头上 还有个包 于是连忙用手去摸 可是自己的额头并没有 摸着自己的额头 看着昏暗的房间 我贪软地坐在地上 无神地看着那张床 耳边却想起林喜辰的声音 那可以说是一个梦 也可以说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这只不过是我用了个小法术 让你看清自己母亲时 怎么死的 她这话 说完来到我身旁 我听了她的话 直接从地上站起来 抬头死死地看着她 眼中满是怒意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让我看见 这一切的事情 她依旧是那副笑容 只不听说话的的语气 却变了 变得很是严肃 然后在我身上扫了一圈 最后才缓缓 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想和你合作 找到你爷爷 当然作为条件 我们也可以帮你找到那个 算尽你家的人 以及问问你在爷爷 为什么要掐死你母亲 如果魔鬼和你交易 你会选择拒绝还是合作 当林喜晨说出这话时 我整个人呆滞了半想 嘴中不听难难 找到算计我家的人 问问爷爷 为什么要掐死我母亲 我不断地念叨着 越是念叨 心中的执念越深 越想问问爷爷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但对于他的话 我也不是全信 于是我问 为什么要选择和我合作 你们不是和张屠夫合作吗 林喜晨听我这么说 撇嘴一笑 和那个杀猪的 有什么合作的 我们真正想合作的是你 说完他眼中露出一抹精光 脸上的微笑也有些古怪 为什么 为什么找我 林喜晨听我这样问 在我身上扫了好几眼 然后无奈地耸了耸肩 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一直不明白 你有没有觉得 这村子里所有的事情 仿佛都和你有关 仿佛都在围着你转 不过到现在 你还是好好的 你没发现自己的特殊吗 特殊 听他这样说 我苦笑着摇摇头 我没有发现 自己有什么特殊 充其量只不过是 自己倒霉点 什么鬼怪之事自己都能遇见 林喜晨见我摇头 也知道我不信 于是接着说 你看 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边 而且出事的人都和你有关系 但你为什么还好好的活着了 你仔细想象 对 我为什么还活着 如果他刚开始说的 我还能理解为自己倒霉 但现在呢 为什么算计我家的人要费这么多周折 为什么他不直接来找我 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出事了自己还好好的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了 想到这里 我看着林喜晨 他看着我摇摇头 一副无奈的样子 别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 不过凭我的直接 你一定不简单 或者 这个说了你也不懂 我只问你要不要一起合作 后面的话 他没有说出来 而是直接问我要不要合作 我听他这话 陷入沉思中 权衡其中的的利弊 最后对他说 我想象 明天再给你答复 林喜晨点点头 从屋子里开门 走了出去 不过就在他走出去 就要把门关上的时候 突然回头对我说了句 还有 你这房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你在最好远离这屋子 他这话说完 荒荡一声将门关上 我站在昏暗的屋子里 想着刚刚那个梦 想着刚刚他和我说的话 以及最后关门时的提醒 我心中顿时泛起一股凉意 看了眼屋子 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外面已是下午 此时天色灰暗 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一如我此时的心境 走进灵堂 一眼就看见母亲的老人照 看着照片上母亲微笑的脸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坐在刘先生身边 听他在为母亲诵经超度 我愣愣地想着林喜晨和我说的事情 这一想就是一下午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才被刘先生叫醒 说等一下有些仪式要做 我这才从那状态中醒过来 他所谓的仪式 指的是一些我们这里特有的习俗 比如绕着棺材转圈 比如添酒 这一忙就是晚上十一点多 在农村这个点已经算是深夜 等所有人都走后 只留下我和刘先生在灵堂 坐椅子上 看着一旁 累了整整一天的刘先生 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想着我还怀疑过他 心里那种愧疚 就别提多深 于是我对他说 刘先生 以前的事对不起 刘先生打了个哈欠 看我一眼 语气中满是疲惫地对我说 没事 你毕竟是个小孩子 事情都已经过了 我目愣地点头 然后表情诚恳地对着他拱了拱身 再次说了声抱歉 他见我如此沉重 笑了摸摸我的头 和我说起一些他原本的打算 我们这一说 一直到了十二点左右 我见话题聊开了 所以也没有拘束 所以问他 刘先生 你知道有种法术 可以让人以做梦的方式 回到过去 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吗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马上就来了兴趣 不过一会 用一种疑惑的眼神 看我问 为什么这样问 我看他这样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随即想了个谎话 今天外面那些 人里最小的那个 和我吹牛 说他有这种法术 所以我想问问你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冷哼一声 然后不屑地骂道 他那小屁还懂什么 不过这种法术 你还别说 是真的有 不过一般这种法术 不是一般人能用 而且用起来 条件非常苛刻 刘先生然后说了 这法术许多特别 可我听到他 肯定真的有识 后面的话 我就没有听进去 今天我在他身边 坐一下午 对于爷爷家母亲的事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 不过最后我把他认为 这是林喜晨在骗我 我看到的都是 他使的障眼法 目的是为了骗我合作 不过现在 听刘先生这样说 我心咯噔一跳忙问 刘先生 你会不会这法术 刘先生听完 苦笑着说 不会 这东西 我还是听我师父说过 到底是啥样 我就不知道了 刘先生说着 哈欠连天 我见他这样 所以让他去睡觉 自己守灵 就可以了 刘先生听我这话 然后看我一眼问 你行不 我点点头 然后他就从椅子上 走向屋子里 进去的时候 还对我说了声 如果我有事 叫我 看着刘先生进去 寂静的灵堂内 就我一个人 看着四周 忽闪忽闪的灯火 眼神开始 迷离起来 如果刘先生说的是真的 那么今天 我看到的 可能是真的 可能真的是 母亲的死因 一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想不明白爷爷 为什么要这样做 南谷城 真的失了人性 这一夜无事 我想了很多 想着何林 喜晨他们合作的 利于逼 想着爷爷 想着母亲 还有父亲 在快天明的时候 我下定决心 准备去了 何林喜晨约定的地方 我打算和合作 因为我不想再去 一味被动地接受这一切 我想知道 这些事情的背后 到底是为什么 当我走到 约定的地方时 林喜晨已经站在那里 他见我到来 没有意外 而是推了推眼睛 一脸微笑地说 想好了 我点点头问他 你说的那些 真的会做到吗 林喜晨撇嘴一笑 看着天边 逐渐浮起的旭日 既然我能保证 就一定会做到 不过你得告诉我些东西 况且相信 你也问过那先生 相信你也知道 我的本事 我点点头问 你需要知道些什么 他则是摇摇头 然后说 不着急 等你母亲下葬后 再说 母亲在家里 停留最后一天 村子里的人 基本都来了 不过他们都是冲着林 喜晨那群人去的 他们进来后 全都一脸狗腿地 问东问西 只是热脸 贴冷屁股而已 晚上需要 做很多事情 比如摔火盆 比如过奈河桥 好在这一切 都很顺利 不想李大奎那样 发生什么诡异的事情 但就在上山前的那天 李沈和他女儿 又出现了 而且还是 在我睡觉的时候 那时 正好是三四点钟 是一个人最困的时候 三天没睡觉的我 坐在椅子上 再也忍不住 闭上眼睛 不过还没一会 我直觉空气 突然一凉 坑爹的我 打了个哆嗦 眼睛看也微微睁开 想看看是什么回事 不过当我看见 眼前的李沈 和他女儿时 我立马想出店一班 直了 吓从椅子上跳了 一脸惊恐地 看着李沈 结结巴巴地问 沈 你来干嘛 他眼神怨恨地 看着我 然后指着 一旁的女娃说 今天只是带我女儿 来几拜一下 毕竟明天上山 他不能出现 所以来尽 他应有孝道 坐观瞳 15 第58章 身后有鬼 李沈他女儿 依旧是穿着 那身红色的喜袍 依旧是面无表情 他跪在母亲的棺材前 行三拜九寇之礼礼 他扣得很慢 很严肃 看得一旁的 我都有些愧疚 离毕之后 他站在李沈身后 静静地没有说话 而李沈 则是来到我面前 眼神中 带着怨恨 猙獰可不的脸上 满是冷漠地对我说 你最好离那群人远点 否则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 他这话说的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想着是那群人 等我反应过来时 他们已经离开 只留我愣愣地站在原地 李沈所说的那群人 无非就是林 喜沉他们 不过他怎么知道 他又为什么这样说 我不明白地摇摇头 然后自嘲地笑了笑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刚刚被李沈这么一下 让我睡一圈无 走出门外 看着灰蒙蒙的村子 一种陌生的感觉 生起在我心中 母亲上山 是在早上 按照当地的习俗 我抱着母亲的遗照 坐在棺材上 冷风徐徐吹在脸上 早上的朝阳照着 随着刘先生一声起棺 棺材缓缓被抬起来 说到这台棺 其实村里刚开始 是没人愿意 不过当林 喜沉那群人 总是有意无意地 和我说交谈后 这些势利的村民 全都一窝蜂地上来 哪里还有半点晦气之说 棺材的上山 入葬很顺利 当母亲的棺材 彻底放在坑里的时候 我心不由一空 一种湿落落的感觉 从心中生起 想着从此之后 我在无母亲 三天的不眠的守灵 让我整个心身疲惫 回到家 我直接躺在床上 就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快晚上 想起林 喜沉和我说的话 随便爬了两口饭 就匆匆往张屠夫家走去 走在路上 心情有些忐忑不安 不过有些事情 总得去面对 因为我真的不愿意 一味地去被动 承受这些事情 我再也经不起 谁在下一刻突然死去 所以我要主动一回 哪怕自己 可能会被林 喜沉他们骗 来到张屠夫家中 他请我进屋 我看着他 感觉他已经不是 以前的那个张屠夫 自从他跟了林 喜沉他们后 虽然穿的是 人模狗样 但他原本的那股凶器 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他 如同一条 被驯服的狗 来到堂屋 发现里面 已经坐满人 他们来的五个 全都坐在里面 走进去 我刚想说话 却没想坐在 正位上的孙老 突然开口 谁让你进来的 他说完这话时 眼睛瞪着老大 直勾勾地看着我 吓得我浑身一紧 动都不敢动 只得支支吾吾地说 是他 说完我指着林喜沉 只是他皱着眉头 也直勾勾地看下我 似乎一下子 不认识我一样 见他这样 我心一沉 苦笑一声转身 就想离开 不过我刚走没几步 身后那孙老的声音 又传来 我让你走了吗 听他这话 我心中冒起无名火来 回头指着 那孙老大声地说 老子来了 你却说 谁让我来的 现在我想走 你居然也拦住 我告诉这里 是我们村 我也不是张屠夫 不是让你们 忽来唤去的狗 我这话说完 气冲冲 就往外面走 可被起身林喜沉拦住 我看着他 心里就更加气 老子来和你们合作 居然还受这种气 于是我想甩开他的手 直接走 可我手刚甩开 林喜沉就神色 凝重地对我说 摇娃子等等 孙老刚刚说的 孙老刚刚说的 不是你 不是我 听他这么说 冷笑地看着他 如果不是我 他为什么看着我 难不成我身后 还跟着个鬼不成 我这话本来是气话 但林喜沉听完后 居然点点头 然后看着我身后 他这点头 将我吓得浑身一颤 连忙转头 看着身后 只见在我身后 就只有张屠夫 正傻傻地站在那里 难不成他们说的是他 想到这里我忙退两步 和他拉开距离 但我这拉开距离 坐在正位上的孙老 还是看着我 我被这眼神 看得有些发毛 于是问林喜沉 你说的鬼在哪里 林喜沉面色 凝重地指着我身后 可我身后明明没有 这让我心慌得同时 又很是纳闷 想着他们是不是 串通好了 一起骗我 想到这里 我有些怀疑地 看着他们 想要离开这里 不过当我转身 就要走的时候 脖子处 突然传来一阵重击 接着天旋地转脑袋 一片昏沉 我努力回过头看去 只见张屠夫 正冷冷地看着我 嘴中露出一抹冷笑 我被骗了 这是我昏迷前 最后的想法 睁开眼发现自己 在一个漆黑的小屋子 屋子充满 这一种古怪的味道 这味道是 番薯腐烂后留下来 想开着应该是 张屠夫家的地窖 我正坐在一张桌子上 手脚被绳子绑着 如同一个囚犯 看着黑漆漆的屋子 想着自己昏迷前的事情 顿时就怒火攻心 我还是被他们给骗了 被这群犊子给骗了 想到这里 我不禁为自己愚蠢的行动 懊恼起来 想着如果我和唐叔他们 商量商量 事情会不会不同 但世上没有后悔要 门枝亚一声被推开 从外面走来的 是林喜晨 只见他一脸微笑地 看着我 他的身后 跟着白胡子李老 进来后李老坐我对面的椅子上 上下打量我许久 才缓缓开口说 姚娃子 我们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上 我就给你放了 如果不能 李老说着 眼中冒出一缕寒光 放在椅子上的手 在自己脖子一抹 狠狠地说着 我被他这么一说 吓得浑身哆嗦 因为我是真的 在他的眼中感受到杀意 不过即便于此 我还是硬着头皮说 想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呸 老子就算是死 也不会回答的 说完我朝着白胡子 李老吐了口吐沫 我以为他晦气地跳起 却没想他 只是轻描淡写地 擦去脸上的口水 然后冷笑着 看着我 哦 对了 你估计不怕死 那么你罢了 你输了 还有那个刘先生呢 姚娃子在回答问题前 要考虑清楚 否则后果很严重哦 他说这话的时候 没有一点情绪 仿佛这一切的事情 都仿佛和他无关 这种冷血 让我感到害怕 你居然这么无耻 居然用别人来威胁我 你还能不能在我无耻点 而且他还用唐叔他们来威胁我 这让我有些两难 谁知道这疯子 会再做出什么事来 不过听我的话 李老则是摇摇头 原本一直面不改色的他 突然间变得有些猙獰 比起无耻 我和你爷爷差得远了 还有 刚刚老孙说的没有错 你身后还真的背着个鬼 如果你弄下来 估计不用我弄死你 你就会被他弄死 别想着有人回来救你 因为他们已经忙得团团转 哪里会有闲心来管你 看着他猙獰的表情和冷血的话 在我心中翻起滔天海浪 他在村里又搞出什么事情来 难不成是唐叔他们出事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如同被家上火上烧烤一般 但与此同时 我对他的话也信了不少 因为林喜辰的厉害 我已经见识过 这老头比他大一劫 其中的厉害可想而知 老子不信 阁老子在村子这么多天 刘先生都没得看见 今天你们怎么一来就看见了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 但我还是却脾气地说着 如果真的有鬼 如果真的能有这种本事 他怎么现在才动手 而且刘先生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不可能没有防范 对视圈套 这是他们的圈套 在这种危急时刻 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 坐在我面前的白胡子里 老听我这么说 冷哼一声 然后从自己身上拿出一面镜子 说 如果你不信 自己可以看看 而且你堂叔 如果你不信 明天他就会来陪你 听他这话 我心中咯噔一跳 原本我以为这是他们的圈套 但看着这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不像在骗人 而且我的眼睛 瞟了那镜子一眼 看得的东西 让我心惊胆寒 只见镜子里的我 脸色苍白 脸不停地冒着汗珠 眼神中满是惊恐 而在自己的身后 正趴着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影子 在昏暗中有些模糊 但依稀 还能分辨得出 那影子 披着一层 有黑的牛皮 顶着一对弯曲的牛角 鼻子出还穿着一根 染满鲜血的绳子 此时正脸色铁青地 看着镜子 思 见这样 我倒吸口冷气 这不是牛房里的放牛娃吗 坐观瞳 15 第59章 逃出生天 放牛娃是深藏在记忆深处 让我恐惧的东西 他们两次差点置我于死地 特别是他们那恐怖的样子 让我心惊 想着自己身后正趴着的放牛娃 我身体不自觉地一哆嗦 冷汗不断从我额头冒出 特别当他那冷漠的眼神 看着镜子里的我时 让我的心猛得一沉 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 他 他 他怎么会在我身上 看着后背的放牛娃 吓得我说话 也哆嗦结巴起来 呵呵 你既然还认识他 真想不到这里 居然还有这种 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 真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不会是你爷爷吧 李老看着一脸恐惧 满头冷汗的我 咧嘴冷笑着 然后用一种玩味的眼神 看着我 放屁 那怎么是我爷爷干的 虽然心中害怕 但听他说 这是爷爷做的时候 还是本能的不信 降嘴骂着 李老听我这样 脸上的冷笑 更佳 不是他还有谁 他连自己的儿媳妇 都能下得了手 还有什么 做不出来的 他这话一说出来 我脑中 浮现爷爷 掐死母亲时 那猙獰的面孔 尽管在我心里 一直认为 这是他们的障眼法 但此时确实让我 有些动摇 心中的的想法 李老见我这样 拍了拍自己的衣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如果到时候 你还没给我答案 那么你就等着 替你唐叔他们收尸吧 说完就往门外走去 这让我很是心急 心里不知道 怎么办起来 犹豫着要不要说 等我心里下定决心 想要和他说的时候 只见他已经走出地窖 荒荡一声将门关上 只留下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忽闪忽闪地照着 我看着他走出去 想着刚刚和我说的事情 刚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 不过当时间久了 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才来害怕起来 总所周知 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容易胡思乱想 特别在这种高度紧张之下 煤油灯忽闪忽闪 飘忽不定的灯光 将四周小的诡异莫名 想着他白胡子 李老和我说的事情 特别是自己身后 还趴着一个小鬼 我心里一阵发寒 尽管现在 他还没有什么动作 但这小鬼 足以让我胡思乱想的脑子 将自己吓人 随时觉得 下一秒会发生 什么恐怖的事情 脑海中不断地想着 任何可能会发生的的事情 周围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让我心惊肉跳 这感觉对我来说 是一种煎熬 一种比直接折磨 肉体还难的煎熬 特别还有李老最后说 关于唐叔和刘先生 他们的威胁 这让我害怕的同时 又担心着他们的安危 此时的我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整颗心就如同在火上烧一样 心急难难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只觉得自己过了很久很久 度日如年来说也不为过 而且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和想象 逼得我整个人快要发疯 加上不知是错觉 还是却有其事 我感觉身后 趴在自己身后的放牛娃 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只觉得身后一阵阴冷 这让本来就不安稳的 我寒毛直竖 想要往用力甩开它 不过我却忘记 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用力一甩 人连同椅子 全都摔在地上 整张脸贴着 充满酸臭味的泥土 即便如此 那种感觉依旧存在 甚至我都能感觉到 它在我背后吹气 这恐怖且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我抓狂 以至于我不断翻动 身体怒吼着 但这喊声并不能有用 反而让背后的小鬼更加猖狂 这如以前 我在牛房中一样 我越是恐惧它就越兴奋 就在我怒吼的同时 一双漆黑满是鲜血的手 落在我面前 然后一把拍在自己眼睛上 这一拍让我有些猛 而且眼睛被拍的地方 传来一阵疼痛 这疼痛让我知道 这并不是我的感觉 而是却有歧视 我背后真的趴在一个小鬼 小鬼的手拍在我的眼睛上 我本想将脸埋在泥土上 可手上传来的力道 让我根本做不得 他的手在我脸上一同乱摸着 顺着眼睛 鼻子最后两手伸进嘴巴中 然后一直向着我喉咙伸出抹去 似乎想要将手塞进我肚子中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 看着那满是血腥切腐烂的手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背手塞进的喉咙的感觉很不舒服 强烈地呕吐袭来 但我根本呕吐不出来 只得大张着嘴让其慢慢生进去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 在右耳之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那声音很陌生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 但听到那声音的我 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 不停地啊啊地叫着 希望声音的主任都能听见 不过我这啊啊声 并没有引起声音主人的注意 只听那声音在叫我一声后沉默之中 仿佛刚刚只是我的幻听一般 这让我很是绝望 毕竟我刚看见希望 现在又陷入绝望 这种大起大落 让我整个人心如死灰 那首往里面越深越深 几乎都快我嗓子眼上 我也从最开始的反抗变成接受 只是静静地感觉到它 不时呕吐一声 感觉死亡离我越来越近 就在我觉得自己整个脑袋昏昏沉沉 就要死的时候 眼前突然站着一抹红影 勉强睁大眼睛 看着眼前的人 不 或者不能称之为人 应该说是鬼 眼中充满泪水 站在我眼前的 正是那个和我成亲的 那个黎沈女儿 此时她还是穿着红色的喜挂 此刻出现在我面前 冷冷地看着我 我看见她 也管不了 她是不是黎沈的女儿 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只是用尽 最后一丝力气 啊啊地叫着 我眉叫一声 那种乳梗在喉的感觉 越强烈 呕吐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她出来后 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秀眉微醋 见我这样 她一步步走到我身边 蹲下身子 用手朝着我身后抓去 这一抓我只感觉 自己全身轻松许多 伸进我喉咙的手 也被带了出来 我连忙趴在地上 呕吐起来 这呕吐将我前两天 吃的东西 全都还了出来 当我抬眼看着她时 正发现 她那只嫩的手 提着一只 披着牛皮的放牛娃 放牛娃在她手上 就如同小鸡崽子似的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看到我一双眼睛 瞪得老大 心里想着 她这看上去 安安静静的女娃 居然这么厉害 可她却不以为然 而是抓着那女鬼 再放在眼前看来看去 最后居然将她 塞进自己嘴里 当我看见那小鬼 被她塞进 自己嘴中的时候 不断地挣扎着 但挣扎似乎在她面前 显得很徒劳 只能被她一口吞了下去 她吃完之后 还舔舔嘴唇 一副一油未尽的样子 看着我 这让我吓得一个机灵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她一步步朝着我走来 脚步很轻很轻 就像是飘着走一样 等到我身边的时候 蹲下身子 露出一嘴雪白切透着寒芒的牙齿 看着我 吓得我指着将头埋在地上 不敢再去看她 想着她不会要吃我吧 不过当我过了一会 我直觉全身一送 身上的那种束缚 敢没有 睁开眼发现 绑在我身上的绳子消失不见 见身上的绳子不见 推开压在身上的椅子 从地上站起来 看着眼前的她 一时间不知什么说 最后过了很久 才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来了 她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我一眼 然后用手指着一旁黑暗处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哪里有个黑漆漆的洞口 在那洞口处 不时吹来一阵凉风 看着那黑漆漆的洞口 心中很是差异 想着这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进来的时候 怎么没有发现 可是没等我想明白 她就走到洞口一旁 指着里面 那意思是想让我爬进去 我看了眼洞口 然后看了眼她 最后硬着头皮 就往里面爬进去 想着反正都是死 还不如试试 作观童 15 第60章 月光之下 洞里很黑 伸手不见五指 不时有阵阵 清风从洞口流出 我前脚钻进去 后脚她就跟着进来 然后不知用什么 将身后洞口给毒死 在狭窄的洞道中 地上的泥土很湿润 每爬洞一步 就会弄得自己一身泥 但我不敢停下 生怕李老他们 发声追了上来 在这期间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能听见自己 急促的心跳 和呼吸 有时无止境的黑暗 会让人产生恐惧 在里面爬了很久 但还没看见出口 回头看了身后 是无尽的黑暗 前面也是 无尽的黑暗 这种暗黑压的我 喘不过气来 让我生出一种感觉 感觉自己 一直在原地 根本没有动过 有好几次 想要停止 但想着自己身后 还有离审他女儿 心中稍稍安稳 又爬了一段时间 就在我快要忍不住 问身后的他 还有多久时 在前方的出口处 出现一抹亮光 看着那亮光 如看见生还的希望 拼了命地往哪里爬去 洞口外 此时已是深夜 一轮圆月高挂天空 清冷的月光 将大地照得一片雪白 像是为其 披上一层白霜 田间不时传来 几声蛙鸣 我环顾四周 心里生起一种恐惧 这居然是在 村头槐树下 看着那棵巨大槐树 我忍不住回头 看了他一眼 想起那天 李沈让我陪葬的时 刚刚这种 逃出升天的感觉 顿时被一盆冷水浇灭 只见在月光下 他静静地陷在哪里 一张精致的小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眼神冷冷的的 看着我 那 那 那个谢谢你 就我我看着他 再看了看 一旁的槐树 声音有些哆嗦地说 他没有说话 还是冷冷的的 看着我 那 那 那个你叫啥被他这样 盯的心里 很是慌张 急着想找个借口 转移他的视线 所以胡乱问着 可儿 原本我只是胡乱地说着 想打破 这诡异的气氛 却没想他 居然真的回答了 只不过这声音很声色 而且发音有些不标准 如同刚学生说的婴儿一般 可儿 可儿 我嘴上嘟囔这几声 不觉间 已经走到槐树下 抬眼看了槐树 我想要离开这里 却被他拉住 只见可儿 走到我身前 然后指着槐树下的鞦韆 声色地说 我要做那个 我看着鞦韆 然后看着他 只见他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 满是认真 见这样 我咽了口唾沫 只得硬着头皮上 因为他将那小鬼 活生生吃下去的场面 给我的冲击力 实在太大 以至于 看着他这脸认真 让我有些不适应 可儿 见我点头 缓步走到鞦韆前 然后坐了上去 一双稚嫩的手 抓着嵌绳 窝在背后推着 他的身体很凉 很冷 推着他的手 似乎像是 触碰到冰块似的 月光之下 可儿坐在上面 故事发出 咯咯银铃般的笑容 看着他一脸笑容 在此刻我真的 把他当成 一个普通逆子 特别是 他那抹红色的喜袍 在雪白的夜色下 如同一个红色精灵 以至于 看到有些忘我 脑中不由浮现 苏妮子 做鞦韆的样子 然后将他们 两个对比 不过就在此时身后 突然一声冷哼 将我惊醒 我回头一看 只见李沈正 冷冷地站在我身后 眼神依旧 直勾勾地看着我 让我心里有些发毛 看着他这样子 心里咯噔一沉 他不会又让我陪葬 想到这里我腿肚子 不停地颤抖着 手也忘记推鞦韆 我这突然地停下 坐在了鞦韆上的 壳转过头 一脸不满地 看着我 不过当他看见 自己母亲李沈时 脸上的不满 马上变成毫无表情 然后立马 从鞦韆上下来 走到李沈身旁 恢复往日 那抹冷淡 我看着李沈 有些不知 说什么好 不过有些话 即便在说不出口 还得说 比如感谢 李沈 谢谢你救我 说着我 对着他鞠了一躬 他则是冷冷地看着 我然后冷哼一声 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只是不想 让你死在别人手里 就算死 也得为我女儿陪葬 你说是不可 李沈说完 看着一旁的壳 他冷冷地点点头 看都不看我一眼 搞得我心里 那个别扭 想着这他怎么翻脸 比翻书还快 李沈见可儿点头 然后看了我一眼说了句 自己好自为之 你这条贱命 可是我女儿的 好好的家里不待 到处乱跑 活该 说完他领着可儿 消失在夜色中 看着他们走远 长松了口气 不过他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 似乎在那画里 隐藏什么 好好的家里不待 到处乱跑 家里就一定安全吗 这问题 我一时间想不明白 所以将他 抛在脑后 在槐树下 站了一会 我偷偷摸摸地 回到家中 发现家里灯火通明 里面还有说话的 声音传来 这让我警惕起来 偷偷摸摸地 来到外面黑暗处 我看见堂屋里 坐好好几个人 为首的正是李老他们 在他们对面的 正好是刘先生和堂叔 他们似乎在争执什么 我侧着左耳去听 似乎他们是在 争执我的的去处 你们把摇娃子 绑在哪里去了 这话是堂叔说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看着为首的李老 说话可要讲证据 我们一天都没有出去 怎么会绑摇娃子 况且我们绑了 他们也没啥用 李老不慌不忙地说着 听着他的声音 恨得我呀直痒痒 想着这老狐狸 真的是说谎话不脸红 刚刚老子就被你弄得半死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一进来就去找九疯子 不过他都已经死了 你们还要怎样 堂叔看着李老 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脸色一沉 他这话说完 那个一直被林喜臣拦住的孙老 再也压抑不住 直接站起来指着堂叔说 你个小崽子算什么 老子的事情 还不需要你来指指点点 他这声音充满怒火 里面蕴含一种 一言不合就会打开的意思 这让我心里很是着急 蹲在门外 想要冲出去 不过最后 还是压抑心中的着急 忍了下来 静看里面事态的发展 孙老这话说完后 堂叔冷笑一声 然后嘴角轻微地动着 似乎说了句什么 他这话一说出口 我看见李老和孙老 脸色都一边 一张老脸仗的通红 与此同时里面的气氛 顿时尴尬且充满火药味 两边之间只要一点点不对头 就会打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站在李老身后的林喜晨 拉住孙老 然后在他耳边耳语一番 我在外面看着 只见在里面昏暗的灯光下 孙老听了林喜晨的话后 皱了皱眉头 然后抬头在屋子里看了一圈 最后冷哼一声坐了下来 带着他们走了出来 看着他们出来 我在外面趴着连大气都不敢踹一声 直至他们走远的时候 我才从出来 看了眼在屋子里的唐叔和刘先生 急匆匆地走了进去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 刘先生和唐叔正埋头抽着眼 烟雾将整个房间笼罩 当他们看见我的时候 唐叔瞪着大眼 忙地冲到我面前大喊一声 姚娃子 说完后眼神疑惑地看着我 看他这样 我点点头 然后对唐叔说 是我 唐叔 唐叔听我说话 一时间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旁的刘先生开口说 姚娃子 你去哪里了 我听他这么问 想起今晚李老头他们对我的虐待 肚子里顿时窝了一肚子火 然后直接将今晚的事说了出来 原本以为他们两个听完后 会和我一样同仇敌忾 不过却没有 他们两个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长叹一声唐叔说 姚娃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你还没看出来 他们就冲着小叔来的吗 你到了可好 居然自投罗网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他说如果要是再不交出东西 他们就让老姚家绝户 关童 第六十一章 鲁班数 唐叔说这话的时候 几乎是咬着牙齿 一字一句说出来的 这话听在我耳中 让我很是愤怒 想着他们好大的口气 不过自己又转念一想 似乎老姚家就只有我 唐叔 还有个魂不知所处的父亲 想到这里 我又有点惆怅 毕竟他们那伙人都是些能人 想我这种普通人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如果想要弄死我 还是不点点头的事情 唐叔见我 叹气一脸愁容 也知道原因 不过他却没有像我这样灰心 而是盯着我说 摇娃子 小叔生前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听他这样问 本能的想要摇头否定 不过在我摇头的时候 突然看见自己脖子处挂着的绳子 于是将绳子连同木葫芦 取了下来对唐叔说 就这东西 不过似乎已经没用了 看着这木葫芦 想起以前待在里面的父亲 不由的又是一阵惆怅 况且现在 我对爷爷的感情很复杂 我亲眼看见他掐死母亲 虽然一直在心里安慰自己 说那只是他们的障眼法 但这确确实实 让我心中有道看 唐叔接过我手中的木葫芦 看了一会 也看出什么名堂来 倒是一旁的刘先生 看可一眼 轻一一声 然后一把将木葫芦抢过去 神情严肃的看着木葫芦 他看着看着脸上的表情 从严肃变得有些古怪 然后越是又有些激动 我见他脸上的表情变化 心中一动 想着难不成他知道什么 所以我不敢打断他 只得等他看完 刘先生足足看了 有半炷香的时间 等得一旁的 我都快时化时 他终于抬起头 一脸兴奋地看着我 这可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 听他这样说 我有些不懂 他说的是哪方面 所以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他 刘先生说着 指着木葫芦 然后又问 这是九疯子做的 我有些不肯定的 点点头 他见我这样 长叹一声 然后用复杂的眼神 看着神龛上 爷爷的遗照 眼神有些复杂的说 想不到 九疯子 还有这门手艺 竟然还能做这种东西 你知道 他是用来干嘛的吗 说着刘先生看着我 我想起父亲 曾经在这里待过 于是不太肯定地回答 用来装魂魄的 刘先生点点头 然后问我 你们知道养小鬼吗 我听这话 点了点头 在这山野之地 鬼怪故事杂多 像什么鬼打墙 鬼上身 养小鬼一类的 我听了不知有多少 那你们知道 这养小鬼 怎么样 是用什么东西养的吗 刘先生见我点头 看着爷爷的神龛 从袋子里掏出汗烟点上说 这我没点头 毕竟这些东西 都是厅村里老一辈说的 我也只是当做故事来听 这其中的道道 我还真不知道 所以听刘先生这么说 不知道和木葫芦 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棺子卖的也太深 所以我直接对刘先生说 刘先生 你就别卖关子了 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 刘先生听我这样说 深深地抽了口烟 露出一嘴黄牙 咧嘴笑着 然后看了眼 手中的木葫芦 说着 说到这养小鬼 自古以来流传不断 养小鬼说的是 养已经死去人们的灵魂 而常收养妖折婴儿 或早逝的小孩的灵魂 然后以符咒法术来控制他们 并会以血液饲养 不过养小鬼的多数 都是些富贵人家 或者一些走投无路的人 他们养小鬼的目的 是用来换取财富 不过其代价则是让人咋舌 而且这小鬼一寻 但难养 这里说的难养是指方法 毕竟这小鬼不属于人士 想要逃避阴丝 就必须得有大本事之人 为其遮掩气息 逃过阴丝的眼睛 所以多数的人 就会做一个养小鬼的东西 这种东西一般 用都是柳木做的牌子 道上的人称之为道牌 但这种东西不长久 而且柳木属阴 养久之后 小鬼身上的戾气太重 容易是主 不过有类人做的道牌不会 那就是鲁班淑的人 鲁班淑是鲁班传下来 传说中的鲁班是个木匠 做的东西能活 其实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却有其事 因为他是用奇书做的 鲁班死后 将一生奇书写在鲁班淑上 只有真正的鲁班 传人也有 相传鲁班淑的上部是道书 下部则是奇门一书 现在有些木匠 总是称自己是鲁班后人 其实他们连鲁班是干嘛的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朝代更替 鲁班书的下路也不明 所以说现在懂这东西的人很少 你这个木葫芦 我估计是真正的鲁班传人做的 你看那上面的图案雕刻的手法 简直合伙的一样 不过这东西如果是那些人要的 也不可能 虽然说这葫芦很少见 但也不至于他们这样啊 刘先生说到这里 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和唐叔 我则是被他说得有些猛 什么鲁班 什么做的东西能活 这我听都没听过 而且爷爷真的要是有这么厉害 他还会在这穷山凹凹里 想到这里我想反驳 不过一旁的唐叔却开口说 你说这如果是小叔做出来的 那么是不是说他就是鲁班叔的传人 刘先生听这话摸了摸胡子 有些不肯定回答 差不多 八九不离十吧 毕竟这东西只有真正的鲁班后人才会 唐叔听他这样说 沉吟一会 然后又问 那他们是不是为了鲁班叔而来的 他这话一说 刘先生一拍大腿 哦 冷一声 自言自语的说 是的 是的 估计就是为这东西而来的 我在一旁听着 他们两个说着 反而没有那么可靠 毕竟我和爷爷生活这么久 你如果说他会写奇书啥的 我还信 你说他是个木匠 我打死也不信 况且如果是传人 应该唐叔家也会 为什么唐叔家里没有 想到这里 我将心中的疑问和他们说了说 本来很是高兴两个人 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大眼瞪小眼 有些目瞪口呆 我这一盆冷水 把两个人的高兴浇灭 三个人互相瞪着 最后还是唐叔开口问我 哎 这一时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 不过摇娃子 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被他这么一问 脑海中突然的浮现 可而面无表情的脸 以及他生痴小鬼的样子 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然后将自己被救的事情 和他们一说 唐叔听完 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 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问 你看我干嘛 唐叔咧嘴笑着说 看不出来 咱家摇娃子还挺找女鬼喜欢 不过你说李家沈子 为什么要让你和他女儿成亲 为什么要救你 他不是恨不得你快死吗 这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你说李沈不是 一直恨不得生吃了我 他为什么要救我 如果说是我和他女儿成亲了 估计打死我也不信 毕竟成亲的晚上 他就把我放在棺材里去了 我们三个有讨论一会 最后没有啥结果 时间也到了凌晨一点 此时唐叔和刘先生 已经是哈欠连天 我见这样就说休息吧 唐叔点点头 不过却走向门外 这让我有些不放心 于是对他说 叔在这里睡吧 反正有床 唐叔看了我一眼 然后笑着对我说 没事 我回家 还有点事 我就不信在这村子里 他们还能将我怎样 我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也不再说啥 因为我知道 唐叔是那种认定事情 就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 所以我也在不劝 和刘先生躺在床上 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 我还没睡醒 就被刘先生叫醒 他一见严肃地对我说 唐叔出事了 童 第六十二章 歪脖子的消息 刘先生将我拉醒 我迷糊地看着 一脸着急地对我说 姚娃子 不好了 你叔出事了 我还刚刚睡醒 整个人还处于睡梦中 刚听到这里消息时 大脑还一时没反应过来 只是应了一声 不过随即 我全身一震 一股寒意 从心底涌现而出 脑袋轰得一声 仿佛头顶响起炸雷 整个人心烦意乱起来 唐叔出事了 唐叔出事了 我嘴中嘟囔着 立马从上床 胡乱地穿上衣服 直奔唐叔家去 一路狂跑 来到唐叔的家时 哪里已经站着 很多村民 他们指指点点地看着 不时还低头而语 完全一副 看热闹的表情 见他们那样 心中顿时怒火中烧 想着这群狗日的 看见也不帮忙 推开看热闹的人群 往唐叔家里一一看 这一看我的心 如同拴了块石头猛的一尘 全身莫名的冰凉麻木 以至于我一屁股贪软地 坐在地上 只见在唐叔的院子里 出现一片鲜红的血迹 那些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血迹顺着院子 一直滴进唐叔屋里 坐在地上愣了一会 然后马上冲进唐叔的屋子 可屋子空无一人 血迹在唐屋中央就消失 那样子似乎是唐叔消失一般 唐叔去哪里了 唐叔去哪里了 我心急如焚地 在唐屋里走来走去 突然脑中闪过一道灵光 想起白胡子李老 昨天对我说的话 如果我不说出来 他就让我替唐叔收尸 对 是他们 对 就是他们 想到这里 我猛地冲去院子 不过刚好和进来的刘先生 撞个正着 然后直觉整个身体浮空 然后砰的一声 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撞将我撞得有这么猛 但此时我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直接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不管不顾 继续朝着门外走去 就在我经过刘先生的时候 他一把拉住 我问 姚娃子你去哪里 我看了他一眼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去张图芙家 去找他们要人 刘先生听我这样说 拉我的力道更加大 安慰着劝我说 姚娃子 这是得从长计议 况且你怎么知道 是他们干的 听了他这话 我冷哼一声理会他 只是用力地向前面走着 我这用力只听撕拉一声 刘先生拉着的一脚撕裂 我也如同一只挣脱束缚的疯狗 直奔张图芙家而去 再去张图芙的家家中 脑子乱得像个浆糊 心里满是着急 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如果今天唐叔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和他们对命 张图芙家门紧闭 我看着紧闭的门 心里有些害怕 不过当脑中不由浮现唐叔 那全身鲜血的样子 心中的害怕瞬间被怒火吞噬 直接走到门前 用力敲着 敲门的声音响起在空旷的村中 没过多久张图芙 睡眼惺忪地打开门 开口问我什么事 我鄙视地看他一眼 没有解释 直接进了屋子 来到唐屋内 我不知道李老他们 到底在哪里 于是大喊着 李王吧 一个苟日的 快把我唐叔交出来 声音回荡在唐屋里 但没有丝毫声音回应 倒是让张图芙吸引过来 扯住我的衣服问 姚娃子 你大清早的 大呼小叫的干嘛 此时我没有半点理智 脑海中全是唐叔家里 那红色的血迹 突然想起张图芙 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立马甩来 他破口大骂 张图芙被我这么骂 顿时也来了火 只见他左手放在背后 摸着拿着杀猪刀 微微颤抖着 一副就要拔刀的样子 但此时我哪里会服软 耿着脖子看着他 就在我们两个 即将爆发的时候 李老他们 从一旁的偏房里 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整个人一愣 似乎很是惊讶 我看着他这稍微的愣神 心中的怀疑更加 直接走到李老面前 指着他说 把我堂书交出来 李老听我这话 冷冷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 他才开口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 对你们村长怎样 像我这种黄土 埋脖子的人 怎么可能 是你们村长的对手 还有我干嘛 要抓你们村长 说是不是 他说完眼睛 却看向后面 这一看后面 顿时传来着一声附和声 我转头看去 只见原本那些 看热闹的村民 都已经来到张屠夫家 全都堵在门口看热闹 而且听李老这样一说 所有村民的拼命点头 甚至我还听见有人说 这摇娃子也真是的 如果得罪这些老板 怎么办 这人就是祸害 就是灾星 对 如果他们一气之下走了 那开发怎么办 这样的声音不在少数 而且越说越大声 甚至有些婶子 直接用眼睛瞪着我 我站在李老对面 听着这话 心里很不好受 但也深深感无奈 在我还想要继续 和李老争辩的时候 刘先生一把将我拉住 然后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拉着我 往外面走 被他拉着我本来还想反抗 可被他瞪了一眼后 我就消停下来 其实当看见那些村民 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今天的事 估计不可能有结果 就算我能用墙 估计还没碰到他们 就会被这些势力的村民 口水淹死 刘先生拉着如木头的我 一直走回唐叔家 他看着愣愣发呆的 我叹了口气说 姚娃子 你太冲动了 这事还没搞清楚 你就上门兴师问罪 如果不是他们还好 万一真的是他们 你这不会逼着他们 下狠手吗 刘先生恨铁不成钢地说着 这话听在我耳中 让我整个人一惊 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但想再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连忙抓住 刘先生的胳膊问 那现在该怎么办 难不成就这样看着 刘先生没有说话 而且一阵沉默 过了许久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你先回去冷静冷静 看看你现在是啥样 就算我有计划 还不被你搞得一团糟 原本他开口 我以为他想到什么办法 没想到居然说的是 让我回家 这话让我差点忍不住 臭骂他一顿 不过当我就要骂他的时候 他从袋子里掏出罗盘 摆在我面前 我看着罗盘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不过当他指着 上面的镜片时 我才明白 我看了一眼 只见在罗盘镜片的反衬下 我看见里面的自己 双眼通红 脸色猙獰难看 额头的清筋尽弦 牙齿用力咬着 看着里面细节的样子 自己都有害怕 刘先生将罗盘收起来 然后叹了口气说 这是急不得 你先回去冷静冷静 等我想象办法 这次我没有拒绝 点头答应 走在回家的青石板路上 头顶的朝阳洒在身上 看着四周熟悉的房屋建筑 心里五味杂陈 在我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叫声 我被这叫声吓一跳 连忙回头一看 只见穿的一身破烂 头发乱糟糟的歪脖子 伸着头在叫我 我看着眼 眼神有些疑惑 想着他叫我干嘛 于是走到他的身边问 他舔了舔 嘴唇黑黑一笑 然后神秘兮兮的对我说 摇娃子 我知道一个重大消息 你要不要听 我听他这样说 不懈的切了一声 想着你有什么消息 歪脖子见我这样 老脸顿时憋得通红 不服气的说 这绝对是大消息 而且还和你有关 见他三番两次的说 大消失 我也不好再看不起 他于是问 什么消息 可他没有说 而是咧着干燥的嘴唇笑着 然后搓了搓手 不好意思的说 能不能给点饭吃 自从那群人进来后 我好久没吃饭了 我看着他这样子 有些想笑 想着你不会就是来蹭饭的吧 不过他对我还挺好 想着吃顿饭也没事 于是带着他来到家里 给他盛了饭 他狼吞哄咽的吃着 在一旁看着他 如饿死鬼投胎的他 不禁摇摇头 吃饱后歪脖子 打着宝格 躺在椅子上 缓缓对我说 摇娃子 饭也吃了 这事也该说了 我知道不 我无意中发现 从外面进来的那群人 想要干嘛 本来对于他要说的消息 没有多大兴趣 不过当他说出来时 心里咯噔一跳 于是连忙问 想要干嘛 他看了看 我吞出三个字 进牛房 第六十三章 事前 牛房 村中的禁忌之地 相传在牛房的里面 有恶鬼出没 进去里面的人 就没有出来过的 恶鬼这一说 我已经见过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不过他们去牛房干嘛 他又是从哪里知道的 想到这里 我问歪脖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歪脖子躺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 面带着苦涩地说 自从那次后 我一直装成疯子 在村子里四处游荡 那天我看见他们来的时候 心里就很好奇 所以总是有意无意地靠近他们 由于我一直以疯子的模样出现 所以他们有时候说话 也没太在意 就在昨天 我一如平常地靠近他们 看见他们聚集在一起 似乎在说什么 我疯掉地上前一听 他们似乎在说牛房 而且最后的时候 他们还说 要去里面看看 歪脖子 男男说完 我听后 整个人精神一阵 这消息 对我来很是有用 还真是多亏他了 我看着歪脖子 看着他现在的模样 不仅有些 为他打抱不平 高端端一个 有文化人 现在居然变成这模样 真是让人唏嘘 感慨事事无常 歪脖子 见我看着他 苦笑一声 居然还安慰我 姚娃子 别担心 这些事情 总会过去的 你要相信风雨 过后总有彩虹 我苦笑着给了他 一锤骂道 你还有脸说我 你看看自己 现在是什么样子 歪脖子听这话后 从椅子上站起来 然后摊开双手 一副无所谓的语气说 我已经看透 这个村子里的人 我觉得这样 没什么不好 最起码 自己过得舒心 听他这话 我也感同身受 说实话 这村子里的人 实在太让人寒心 也太势力了 在他们眼中 只要和自己无关 那么一切时候 都可以抛弃 包括生命 歪脖子 从椅子上坐起来后 看了眼屋子 然后叹了口气 就走了 用他的话来说 这里不是他带的地方 一直在这里 有些不舒服 我坐在堂屋里 看着外面 出声的朝阳 吸着清晨 凉爽的空气 心里默默想着歪脖子 和我说的话 想着今天堂叔的事情 最后一比较 发现这两者间 似乎有种联系 我想了很久 但没有丝毫头绪 于是我打算去和刘先生 商量商量 不过 在我开门的时候 刘先生正好站在外门 他一脸兴奋地看着我 我本打算将这事告诉他 可还没等我说 刘先生就抢着 对我说 摇娃子 我有心发现了 我看着他一脸兴奋 想着什么事 居然让刘先生都这么兴奋 于是问 什么发现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先吸了口气 平复心中的激动说 你堂书屋子里的那些血 不是人血 而是一种和人血很相似的血 啊 我被他这话弄得有些猛 什么不是人血 而是和人很像的血 他不会是在说胡话吧 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刘先生见我这样看着他 于是他和我解释道 我在你堂书家里看了很久 发现地上的那些血 一直没有干 刚开始我还以为 是刚刚落在地上 但当我将你从张屠夫家里 拉回来的时候 发现地上的血迹 依旧如此实 见这样 我就有些怀疑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血 早就干了 但这里没有 所以我就弄了点看了看 你知道 我发现什么了吗 说着他看着我 我则是脑袋一大 我发现刘先生这人 有个习惯 就是说话 习惯卖关子 可能他也发现 我这眼色 所以刚可以对我说 我发现那居然是牛血 本来别他这卖关子 弄得有些不爽 不过当他这话 说出来的时候 我倒吸了口冷气 心咯噔一沉 牛血 在我们村子里 自从二十年前 牛房的事情发生后 就在也没有养过牛 那么这牛血 是从哪里来的了 而且就算是牛血 他也会干啊 我将一问说出来 刘先生听我这么说 眼神中带着一丝惊恐 脸色有些苍白的 对我说 我跟你说过 那是活牛的血了吗 啊 我吃惊的 可一生 不是活牛的血 难不成还是死牛 死牛 在我想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脑中划过一道闪电 然后脑海中浮现牛房里 那群放牛鬼娃的样子 而且如果是那放牛鬼娃的血 那么这有代表着什么 难不成那东西 昨晚去了唐叔家 想到这里 我全身生起一种良意 整个人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刘先生见我这样 问我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点了点头 然后将那些 放牛鬼娃的事情说了 他听完身色很凝重 没有说话 同时我又想到歪脖子 和我说的事情 于是又把刚刚歪脖子 告诉我的消息 和他一说 他听完后 本来凝重的脸 都快挤出水来 就这样我们两个都没说话 过了差不多 有一炷香的时候 刘先生终于开口 如果你得到的消息 是正确的 还有你和我所说的 放牛鬼娃是真的 那么这一切都指向牛房 牛房那个我记忆深处 差点要我命的地方嘛 于是我问刘先生 那现在怎么办 刘先生沉声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只有跟在他们后面 来个螳螂 古蝉黄雀在后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去准备点东西 你则去看看 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我听了点点头 恩了一声 然后我们两个 就各自分工 打探消息这事情 我最终找到歪脖子 我让他帮我盯着他们 歪脖子一口 答应着 还说早就看他们 不顺眼了 真以为自己是大爷 告诉后 我一时间不知道干嘛 所以漫无目的地 走在村子里 不知不觉 又来到村头的槐树底下 我看着那秋千 叹了口气 此时的我 一如小时候 被父母骂后 习惯性地走到这里 坐在秋千上 风徐徐地吹过 扶过脸庞 放眼看着田野中 那新生的河苗 听着风声 鸟声 思绪散开来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如果父母都还好好的 我想自己 可能现在还是那个 无忧无语的摇娃子 每天就期盼着 快点长大 快点走出父母的怀抱 但世上没有如果 时间也不会倒退 我在秋千上坐的 整整一天 这一天的风 也一直吹个不停 我坐在秋千上 在风中摇摆 一如我整个一生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 歪脖子找到我 他一脸兴奋地 对我说 摇娃子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们应该今天晚上 就会去牛房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看着他 一脸兴奋的的样子 不由地苦笑着摇头 还能怎么办 就那样办呗 歪脖子 见我这样说 脸色有些不好看 摇娃子 你不把我当自己人 难不成 你还瞒着我 我没有告诉他 因为我不想 让他参与进来 因为参与这事的人 都没好下场 不过我看他 一脸认真的样子 于是我将自己 和刘先生的计划 跟他说了 他听完后 摇了摇头说 你们这计划可行不 你们有没有想过 怎么才能 误会他们发现 发现后又怎么办 听他这样说 我一愣 我还真没有想过这问题 不过就算这样 那又怎样 我看着天上 那渐渐清晰的明月 说了句 进人事听天命 在歪脖子 不断恳求下 我答应他和我们一起 当我带他来到家里 和刘先生回合的时候 他看着歪脖子 先是看我一眼 眼中带着疑惑 我见他这样 便和他解释着说 顺便还说了 这消息 是他传给我的 刘先生听完点点头 看了歪脖子一眼 这一眼看得歪脖子 一哆嗦 毕竟他曾见过刘先生 将马大苗和陈寡妇的魂 声声鞠走 坐观瞳 15 第64章 在林牛房 歪脖子看着刘先生 眼神中满是恐惧和害怕 因为那天的事情 实在让他这个文化分子 留下深刻的回忆 此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村里人也全都关上门 做属于农村特有的夜生活 我们三个走在青石板路上 都没有说话 刘先生所说的准备 我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他原本背着的布袋 则是鼓鼓的 似乎里面装着很多东西 期间我曾问过里面有什么 他则是笑着摇摇头 牛房位于村中心 晒谷场不远的地方 由于哪里常年没人去管理 所以导致杂草丛生 荆棘遍地 我们来到哪里的时候 看着荒凉破旧的牛房 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压抑 一路穿过荆棘的 找了个靠近牛房 偏僻的角落藏着 等着他们的出现 这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期间还是如刚刚来时 都没有心情说话 笼罩在三个人心头的 是一种沉闷而压抑的气氛 我看等了这么久 他们还没出现 所以我有些怀疑 歪脖子的情报是否准确 于是问他 歪脖子 你这情报准确不 为啥现在鬼影都 没见一个 我说这话的时候 刘先生也回过头 看着歪脖子 他被我们这样看着 脸色有些发白 整个人都紧张起来 先是看了我一眼 然后心有余悸的看着刘先生 支支吾吾的说 那啥 这个我也不怎么清楚 不过我听到他们 是今晚过来 他这话说完 我心里就生起一种无名火 心情也变得莫名烦躁起来 于是对他说 你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如果他们没来 咱们得功夫 不是白费了吗 我说这话的时候 完全是被理智冲昏了头脑 心里只想着 如果他们今天没有 那堂书是不是 又得多吃一天苦头 所以说的话 很重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歪脖子被我这样一说 脸顿时长得通红 耿着脖子 想要和我争辩 不过被一旁的刘先生拦住 他看着我们叹了口气说 先等等吧 等下再说 现在还不是早吗 被他这样提醒 我冷静不少 想起刚刚对歪脖子说的话 心中生起愧疚 所以我对歪脖子 说了声不好意思 他听完摇摇头 咧嘴笑了笑 就这样我们 又继续等了两个钟头 几乎已经快到 午夜十二点 等着我直打哈欠 抬头看了眼 天空的明月 想着他们 应该不会来了 于是我正打算起身 叫他们回去 不过 我就在我起身的时候 被刘先生拉住 然后他用手指着晒鼓场那边 我转过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来牛房的小路上 走来了一伙人 为首的正是张屠夫 在清冷的月光下 张屠夫走走停停 看那样子 似乎很不愿意带路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李老他们一伙 他们四个人跟在身后 那个最小的和林喜晨 好奇的东张西望 似乎对这里满是好奇 他们一路走着 当经过我这里的时候 我们三个连大气都不敢踹 不过即使这样 似乎还是被他们发现 不 或者说被林喜晨一个人发现了 因为他在路过这里的时候 似乎有意无意地 瞄了我们这边一眼 这我吓得一哆嗦 心里一直默念 看不见看不见 好在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没有了下文 当他们站在牛房前的时候 张屠夫转身 似乎和他们说着什么 而且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他不自觉地 将手摸向身后的杀猪刀 双方的火腰位 一触即发 不过最后林喜晨 走到张屠夫面前 在他耳边 低语一阵 我看见在月光下的张屠夫 身体猛地一嘟 然后头也不回地 走进牛房 走进村中的禁忌之地 看见他们进去 我连忙起身 想着跟着他们 不过我双腿刚发力 想要起来 却被一旁的刘先生按住 我回头看他一眼 只见他一脸凝重 然后用眼神向来时的小路上 瞥了一眼 见他这样 我心中咯噔一跳 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在小路上 又走来两个人 那两个人一大一小 他们在清冷的月光下走着 但地上没有影子 而且走路也像是飘着的 这远远看去 犹如黑夜中的幽灵 正是李家母子 看着他们一步步走来 我皱着眉头 想着他们来这里干嘛 我疑惑地看着刘先生 他摇摇头 显然也不知道 我想问问歪脖子 有没有意见 可我回头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吓得脸色铁青 整个人处于一种丢魂的状态 估计现在有人 在他后面大叫一声 能把他直接吓死 见他这模样 我摇摇头 想着他 虽然见过刘先生拘魂 但在他的眼中只是看去 那只是让两个人昏迷不醒 可现在的李婶 则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现在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冲击对他来说 估计实在太大了 李家母子他们 从小路一直走到牛房前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不过在进去的时候 跟在李婶身旁的壳 突然回头 直直地望向我这里 这一眼看得我 心中一惊 赶忙将目光收回 爬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生怕他发现 当我在抬起头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进牛房 刘先生也收拾好东西 准备进去 见就要进去了 我拍了一旁的歪脖子 只见他猛的一个机灵 然后像鬼附身似的一个颤抖 整个人长吸了口气 这才回过神来 整个人屋里的 瘫软的坐在地上 接着他咽了口吐沫 许久才开口说 摇 摇娃子 我想还是在外面 等着你们好些 我见他确实吓得够呛 所以笑了笑 也不强求 只是让他在外面小心 实在不行 就回去 他点了点头 然后满是歉意地看我一眼 跟着刘先生漫步走到牛房前 我越是靠近心里的不安 就越是悸动 额头也不自觉地冒着细密的冷汗 手也握得绷紧 当彻底来到牛房前 我看着眼前阴森而又老旧的牛房 此时明月当空 清冷的月光将大地照得一片雪白 但唯独牛房仿佛这里不受影响 依旧是漆黑漆黑的 特别是那牛房的入口 更是黑的吓人 此时在我看去 这洞口宛如一只凶狠猛兽 正在张开一张黑漆漆的大嘴 等待食物的来临 我看着这牛房 想起第一次来的惨状 心里就不由地发虚 刘先生看我这样 拍了拍我的肩膀 示意我不要紧张 我点点头 在心暗自打了口气 然后硬着头皮就走进牛房 刚走进去 我身体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因为这里面的温度 明显比外面低了许多 而且这里面还有种 让人窒息的压抑感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实在太黑 用伸手不见五指 来形容都不为过 在这里面仿佛一切的光 都被吞噬了一般 就连身后的刘先生 我都只能看见个模糊的身影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虽然我来过一次牛房 但上次几乎都是在昏迷中度过 而且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我细看 此时站黑暗的牛房 心不住地狂跳跳 额头的汗水 更是像是不要钱的流着 我叫了前面的刘先生一声 只见他回过头 应了一声 不过我在这声音中 感觉他也很是紧张 不过好歹身边还有个人 这让我安稳不少 于是问他 刘先生 现在怎么办 只见站在前面的刘先生 沉默一会 然后对我说 姚娃子你上次来过这里 还记得去牛房深处的路吗 去牛房深处的路 我在脑海中想了一遍 虽然上次是被那些 放牛鬼娃拖着进入的 但其记忆我还是很深刻的 所以回答说知道 刘先生听我这回答 恩了一声 然后直接对我说 等一下我抓住你的肩膀 我们直接去牛房深处 我估计他们的目标就是哪里 听着他这话 我想了想 确实如此 所以点了点头 做官童 15 第65章 鬼打墙 刘先生说完 慢慢地朝着我走来 他这走动 看在我眼中 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正慢慢向我走来 虽然我知道他是刘先生 但看着的时候 心还是咯噔一跳 当他那双宽大而厚实的手 放在我肩膀上时 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刘先生见我这样 捏了捏我的肩膀 示意我放松 我这肩膀被他这样一捏 心里的紧张还真的放松许多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看着牛房前方 无尽的黑暗 深吸口气 朝着记忆中 牛房的身处走去 走在这暗黑的牛房 周围是无尽的黑暗 而且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 牛粪混合 血腥的刺鼻味 而且越往里面走 这种味道越浓 以至于我下意识地捂住鼻子 慢慢地朝着牛房深处走着 不过走着走着 我感觉有些不对 因为在我印象中 去牛房深处 只有走个半炷香 就可以到达 但现在 我已经走了一炷香了 还没有看到牛房深处的房子 这让我心中有些慌 忙回头看了身后的刘先生一眼 只见他依旧站在我身后 手抓着我的肩膀 看到这里 我稍稍我松了口气 心里安慰着 可能是里面太黑了 从而让我产生时间错觉 想到这里 心里好受不少 继续是向着里面走着 我估摸着 又是走了一炷香左右 但还没走到牛房深处 这种时间差 让我彻底的认为有些不对 因为一次可能认为 世人处于黑暗中 时间观念被拉长 可这一次 我是实打实的记着 而且为了不让自己产生错误 还特别家常许多 但依旧没有看到 深处的房子 这让我很是害怕 心里毛毛的 我赶忙回头去看刘先生 想问问他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就在我回头看着的时候 看着后面 直接将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体不受控制地抖动着 只见在我回过头的时候 身后依旧站着一个黑影 不过那影子 比起原来的刘先生矮了半截 身高居然和我差不多高 而且在黑暗中 他身上居然散发着一种 忧虑如鬼火般的光 这光笼罩着他的全身 将他整个人照得碧绿透亮 借着这鬼火般光 我看将那东西 看得清清楚楚 幼稚且满是鲜血的脸庞 泛白没有眼球的眼睛 身上那有黑 且满是血迹的牛皮 头顶那对被鲜血进红的牛角 此时看去 他整个人就像是在鲜血中 走出来一样 最让我心寒的时 他此时正咧嘴对我笑着 一双放在我肩膀上的手 还不断地拍打着我 放牛鬼娃 对又是放牛鬼娃 看着眼前那东西 脑海中不由浮现这几个字来 然后恐惧弥漫我整个身体 恐惧吞噬着我的思维 哇的大叫一声 然后猛地伸手一把 将它放在我肩膀上的手拍开 然后整个人像疯了一样 朝着黑暗处跑去 此时的我像是疯了一样 在牛房里快速跑着 我不知道刘先生为啥不见 不知道身后为啥变成放牛鬼娃 但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跑得越远越好 一路跑着 呼呼的风声响起在我耳旁 不过眼前是漆黑一片 加上我是背下没有思考能力 所以逃命也没有任何方向可言 只是一个劲的狂奔 我不敢有任何怠慢停留 因为我总感觉 只要自己一慢下来 那东西就会追上来 要了我的命 不知在牛房里跑了多久 直至我累得快要虚脱的时候 才停了下来 我弯着腰 双叉插在腰间 不停地踹着粗气 我一边喘气 一边往身后看着 生怕后面有忧虑鬼火的光芒亮起 但我看了一会 直至我踹过起来时 身后依旧没有亮光 我才送了口气 仔细地打量这四周 此时我依旧在牛房中 因为这里特有 牛粪混合血腥的味道 依旧刺激着我的嗅觉 我看着四周的漆黑 脑中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 刚刚我跑了这么久 居然还没有碰到任何东西 就连牛房里最基本的牛栏都没有 而且我跑了这么久 居然还在牛房中 这怎么可能 牛房在我记忆中哪里有这么大 想到这里 我整个人开始慌了 眼前这事情让我想起一种情况 一种从爷爷故事中的说过的情况 鬼打墙 鬼打墙在我们这偏僻的山野之地 很是常见 这事情不算罕见 而且破解的办法也有很多 不过此时我对我最有用的 则是其中的一种童子尿 我曾听爷爷说起过 如果遇上鬼打墙 就不要心急 先是好好的和那鬼说话 如果运气好遇上个好心的鬼 一般只要你好好说话 然后许诺回去给他烧点纸钱 基本就会没事 但多数的时候 这个方法是没用的 因为如果是好心鬼 就不会为难你 所以就得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童子尿 这说的是 只要你遇上鬼打墙 你一边撒尿 一边闭着眼睛 一直往前走 等待你撒眼尿时 基本就会走出鬼打墙 但这方法有个弊端 必须是童子 我一想到这里 我马上解开裤子 闭着眼睛 按照爷爷说的方法去做 尿洒在地上 发出稀里里的响声 在声音 在寂静的牛房里 如同奏乐一般 我闭着眼睛 一边走一边撒尿 嘴里还不住念叨着 前辈莫怪 前辈莫怪 我一路念叨地走着 没过多久 额头突然撞到什么 只觉得一阵钻心疼痛 这疼痛让我 我心里一个激动 想着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于是我睁开眼 想要看看自己是在哪里 不过就在我睁眼的刹那 一张满是鲜血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那脸的主人死死地看着我 如同看一具尸体一般 看着这满是鲜血的脸 我心猛地一沉 身体本能地想要后退 不过就在我即将迈开步子 想要后退逃跑的时候 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幽绿色的光芒 然后只觉得脖子一紧 只见那放牛鬼娃 已经来到我身前 正用一双染满鲜血的手 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 脖子被用力掐着的不是 让我一直要干咳 呼吸得不顺畅 让我绝望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 被人这样掐着脖子 可那种死亡的窒息感 让我本能地挣扎 双腿在空中胡乱踢着 自己的手也用尽全身力气 想要去搬掐住自己脖子的手 可掐住我的手就如同贴钱一般 根本搬不开 任凭我用多大的力气 依旧无济于事 慢慢地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也逐渐地轻飘飘的 干咳声也越来越小 我只感觉喉咙 仿佛快要被它给掐断壳一般 我无力地在空中挣扎着 但力度越来越小 以至于我最后彻底放弃挣扎 闭上眼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脑中不由地想着 经历了这么多事 自己还是难逃一死 不过死了也好 死了也好 就在我觉得即将阴至熄而死亡的时候 掐住我脖子的手突然一松 悬空的身子也猛地落地 直接重重地摔在地上 摔在地上 我滚了两滚 然后努力地呼吸牛房 这并不算好闻的空气 用尽力气睁眼前面 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黑暗之中 我的前面身上 亮着如鬼火斑光的放牛 鬼娃依旧站在那里 那张血淋淋的 皮布短的抖动着 让上面的血 见了我一脸 在放牛鬼娃的对面 还站着个人 在黑暗中 依稀能看清一个轮廓 那轮廓看上去 和我差不多大 我看不清它的面貌 不过那黑影 穿的那抹红色 让我很是熟悉 因为那是一件喜袍 成亲时穿的喜袍 是它 作官童 15 第66章 可儿救命 喜袍的红色出现在我眼前 这让我欣喜若狂 因为那红色的主人 正是与我有明婚关系的可儿 它的出现 让我犹如看见生的希望 我想要叫它一声 可嗓子根本说不出话来 加上在我前面 还有这一个鬼娃 谁知道我这一嗓子下去 它会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我尽量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将头埋在地上 闻着那让人恶心的味道 心里默默念叨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不过虽然我埋着头 但我还是用眼角的余光 看着前面 心砰砰的跳个不停 似乎是要从嗓子眼里 跳出来一般 我头眼看着前面 只见可儿慢慢地 朝着我这边走来 随着它离鬼娃 越来越近 它那张精致且可爱的脸 逐渐出现在我眼前 它精致可爱的脸上 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任何表情 眼角的一颗小痣 让人心生怜悯 身上穿着红色的喜袍 布若莲花般地走来 只不过这一切 在鬼娃那幽光映衬下 将显得有些阴森 当他看着眼前的鬼娃时 无自觉地舔了舔嘴唇 然后双眼中充满渴望 这让在后面看着的我 无自觉地打了寒颤 脑海中不由浮现他 生吃张屠夫加纳鬼娃时的场景 同时也为眼前这鬼娃的后果 感到悲哀 果然当放牛鬼娃看见 可儿舔嘴唇的时候 像是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 立马尖叫 然后全身的幽光突然爆起 刚还想一盏幽灯的光 立马变成一个小太阳 不过他并不会向着可儿发起攻击 而是像猫看见老鼠般 转身就向一旁跑去 他跑得很快 那速度看在我眼中 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幽光 接着突黑暗中唯一的光也消失在我眼前 出现在很远的地方 从我这里看出 那幽光如同一盏忽明忽暗的小太阳 正快速地移动 看着放牛鬼娃就这么快跑了 我连忙想叫可儿 别让他跑了 不过放牛鬼娃身上 那淡淡的幽光消失后 我眼前陷入一片黑暗中 根本不知道可儿站在那里 眼前的那抹红色也消失不见了 这让我心急如焚 想要大声叫喊 可是正当我喊的时候 在那闪着如太阳般的鬼娃哪里 传来一声比刚刚更为凄厉的残叫 而且那残叫声越来越大 那声音里面包含着恐惧无力 就连隔这么远的我 都能感觉得到他其中的情绪 听着那恐惧声 可儿生吃鬼娃的一幕 不由浮现在我脑海中 以至于我不由地打了寒颤 暗叹一声 想着可儿不是其他人 起码他不会要我的命 就在我庆幸的时候 自己后背突然一沉 像是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 脸上也传来一阵冰凉 而且那冰凉在我的脸上 胡乱摸索 那东西柔软无力 此时如同被一条蛇 在脸上游动 这突然的变故 我吓得浑身发抖 脑海中煞石闪过很多东西 伸出手本能地 想要将脸上那冰冷的东西扒开 可当我摸到那东西时 手立马一把那东西缠住 吓得我想要缩回来 但缠住我的东西 如浮古之躯 怎样甩也甩不开 我惊恐地大声地惊叫一声 想要叫可儿 但我耳旁突然想起可儿的声音 听声音似乎离我很近 我侧着耳朵去听 那声音似乎在我一旁 于是我就问 可儿你在哪里 这这有东西在摸我 我因害怕所以说话 有些吞吐不清 却没想我刚说 那缠着我的一用力 将我整个人从地上拉了起来 然后我听见可儿无嘴偷笑着说 摇娃子 我就在你身旁啊 你看不见我吗 听他这近在咫尺的话 想着缠住我的东西 此时我再傻 也想明白一切 于是激动地反握那东西说 是你吗 可儿 只听可儿声色的声音 略带笑意地说 是我 听他这样说 我立马放下心来 想着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怎么一下就来到我身边 不过这东西 也不是我能想明白的 所以也就没多想 用手抓住可儿的手 一起和他在漆黑的牛房内 漫无目的地走着 走没多久 我突然想起 他此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于是我问可儿 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不和你母亲走在一起 我这话说完 可儿没有说话 似乎是不愿意说 但有些东西 我必须弄明白 想着此时的他 是自己出现的 还是李沈安排的 于是我在三追问 可能他受不了 我这没完没了的追问 只能他哼了一声 接着含蓄不清地 将事情原委说了出来 他本来是和李沈 一起走进牛房的 可是当他们走进来后 就被一阵突然而来的怪力给分开 分开后他漫无目的地走在牛房里 想要寻找李沈 可是找了很久 他都没有找到 反而找到了我 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 他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完点点头 想回头看着黑暗出的可儿 但这里实在太黑太黑 只见我转头看去 看见的只有一片黑暗 走走停停 又继续走了一段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沉闷 我是那种耐不住性子的人 对于这突然的沉闷 感到有些不适 于是我想找个话题聊着 可自己想了半天 居然找到到和他聊天的话题 这让我有些急躁 在身后胡乱地挠 不过就在我挠自己的裤子时 突然发现在一旁的口袋里 有个盒装的东西 我顺着口袋将手放进去 仔细摸索了一阵 将那东西拿出来 眼前黑漆漆地看不见是什么 但那东西的气味 让我心中一个机灵 因为这居然是一盒火柴 一盒不知道什么时候 放在我口袋里的火柴 在黑暗中 我紧紧地抓着火柴 心里一个激动 想着如果有火柴 那不是能在这 伸手不见五指的牛房里 可以有些许光芒 想到这里 我连忙让 拉住我的壳儿等等 然后将火柴划开 颤抖地将火柴盒划开 从里面拿出一根火柴 放下上面滑动 只听刺拉一声 火柴鱼和面发出一声 清脆的响声 但不知是不是火柴回润 只听刺拉声响 但不见有火星亮起 只有一股淡淡的火药味 充斥这牛房特殊的空气中 见手中的火柴没亮 扔掉手中的火柴 再次拿出一根 不过这次依旧如此 并没有火星 再一根 再一根 我连续滑动了好几根 依旧如此 没有半点火星 不过空气中的火药味 却逐渐浓烈 以至于一旁 等着我的壳儿 有些不悦地对我说 摇娃子 你在干嘛 我一心只想点亮火柴 哪里顾得了它 所以想都没想就说 我在划火柴 我话刚落音 可儿那呼伦不清的声音 又问 划火柴干嘛 他这话刚说 我拿火柴的手一送 对于他这问题 让我有些无语 其实我发现 可儿这妮子虽然很厉害 但除了厉害之外 对于生活的常识 几乎为零 就连此时划火柴 干嘛都得问 不过我想了想 也是他从小就被离审 埋在槐树地下 如果有常识 那才怪了 于是我向他介绍火柴 以及点亮后 能看见路 方便找人 和他说了一通 不过在我讲完后 他说了句 气死人 不偿命的话 我能看清 他这话刚说完 我直觉气血上涌 差点一口鲜血 喷出来 感情我说这么多 都是没用的 但他虽然 差点将我气出血来 不过心中同样一喜 想着 如果他能看见 那我们不是 直接可以在这牛房里面 找人了 想到这里 我就和他说了 我的打算 他想了想 一会恩的回答 然后拉起 我在牛房里走着 做官童 15 第67章 牛房里的张图夫 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能看见 还是骗我的 不过有他在我身边 自己最起码 安心了很多 别的不说 就拿那些 放牛鬼娃 如果有他在 绝不敢来锁我命 走在牛房 我感觉越走 那种黑越来越浓 以至于 我都产生一种错觉 错觉地以为 不是牛房黑 而是自己 瞎了看不清 这感觉生起在脑海 就挥之不去 我好几次 想问问可儿 我是不是瞎了 不过我还是忍住 不知在里面 走了多久 走在前面的可儿 突然停住身子 然后指着前面说 姚娃子 你要找的是他吗 我听完 心里一个激动 抬头往前面一看 眼前是一团黑 哪里能看见什么 于是 我有些郁闷地问 那人长啥样 可儿想了 很久然后含糊地对我说 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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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这样说着 我想了一下 似乎在我们进来的人里 只有一个人长得最丑 那就是张屠夫 难不成前面是张屠夫 我不肯定地问他 那人是不是腰间背着一把杀猪刀 脸上有落腮胡子 可儿听我这话 点点头说 有刀 不过没有落腮胡子 而且他身上有好重的杀气 听他这么说 我完全可以肯定 那人正是张屠夫 但他现在在哪里 又在那里干嘛 想到这里 我催促可儿 快去哪里 可儿没有多说 拉着我 就是一路狂奔 我则是被这突然的拉力 让身子一个亮相 以至于是被他拉着跑 跑着跑着 我发现前面 出现些许亮光 虽然很暗 但让许久 没有见到光明的我 心里很是激动 所以被拉的身子也挺直 不用可儿拉着跑 而是自己直接跑了起来 越跑 那光离我越近 心里的激动也越明显 因为这证实不是我瞎了 而是实在太黑 而且在这里面这么久 终于看见一个活人 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不过在激动的同时 心里又有些担心起来 想着张屠夫 毕竟现在是和李老他们一伙的 等下碰面我该怎么说 难不成直接说 我是跟着你们进来的 现在和刘先生迷路了 如果我敢这么说 我估计他肯定抽出杀猪刀 轻则将我毒打一顿 然后转身就走 重则直接将我像杀猪一样给杀了 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 想要后退 但此时可儿已经将我拉到张屠夫面前 在微弱光芒中 我看见张屠夫正位坐外面哪里 手不自觉地摸着后背的杀猪刀 见这模样 我想要逃离 不过可儿直接将我拉住 然后指着张屠夫的另外一边说 摇娃子 你看那是谁 在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正打算跑 不过他这么一说 我心中咯噔一跳 想着张屠夫身边还有一个人 难不成是刘先生被他给抓住了 于是我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在我眼睛扫过张屠夫时 发现他的手已经从身后放了下来 再扫到他身旁时 我心里的担忧化作疑惑 只见在张屠夫的不远的地方 还坐着一个人 不过是一个女人 那女人此时 她正背对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脸 不过看背影 那女人似乎漂亮 因为她不像是农村里 整日操忙农活的婶子们 因常年劳累 从而常得三大五粗 而且她居然还穿着一身 在我们这里非常罕见 用花布做成的衣服 此时她正坐在张屠夫旁边 两人的距离很近 而且在那女人的手里 还抱着一个婴儿 看样子 似乎她正在哄婴儿睡觉 张屠夫坐那女人 在一旁 像是没有发现 或者已经发现 但无动于衷般 看着那女人 和婴儿 我心中闪过很多念头 可就是猜不出 他们是谁 为什么要坐在张屠夫旁边 我抬头看着可儿 想问她知不知道 那女人是谁 不过当我抬头 看着黑暗中时 自嘲地摇了摇头 想着可儿这种 没有一点常识的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随即我低下头 想继续看着的时候 可儿开口了 摇娃子 你觉不觉得他们 很像是一家人 她这话 说得没头没脑 让我有些不知道 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挠了挠头问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可儿嗡了一声 鼻音拉得很长很长 然后接着说 我就是感觉 感觉他们 很像是一家人 难道你没有 这种感觉吗 我听她这么一说 然后仔细地看着 越看他们 真的越像一家人 不不不 随即我又摇头否定 张屠夫一直都是 单身一个人 怎么来的媳妇 我可能是被可儿的话 给误导了 我这样想着 不过脑中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整个人 如同被电击了一样 愣愣地看着他们 脑海中浮现以前 我曾听过的故事 似乎在很久以前 张屠夫是有个媳妇 不过在产子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情 从而导致一尸两命 而且张屠夫 还请刘先生去看过 只不过刘先生 不知什么原因 没有治好 死 我倒吸口冷气 揉了揉眼睛 死死地盯着 前面的三个人 越看还真的越像 难不成 想到这里 我全身起了一层寒意 鸡皮疙瘩 起了一身 然后整个人 不自觉地害怕起来 身体不断地抖动着 难不成 那女人 那女人和婴儿真的是张屠夫的媳妇和儿子 不过他们不是已经过世很多年了吗 怎么现在居然出现在这里 我在想这问题的时候 张屠夫的行动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只见她缓缓站起来 然后将嘴里的烟丢在地上 慢慢地走到女人和婴儿面前 接着生出那双沾满血腥的手 小心翼翼地将婴儿抱下怀里 然后脸上居然出现一丝 让人很难察觉的柔和 那柔和看我眼中 让我很惊讶 因为这么多年 我从没在她脸上 看见过这样的表情 不过当我看见那婴儿的时候 让我心中一沉 整个人被吓得愣住 因为她怀中抱的那个婴儿 实在是太吓人了 在我这里看去 张屠夫抱的那一个婴儿 眼球吐出眼眶 泛白的露在外面 眼角有着一行血泪 面目五官除了 除了吐出的眼睛外 其余的全都扭曲在一切 全身在淡淡的光照下 呈现肉红色 我仔细一看 倒吸口冷气 因为那婴儿居然没有皮 全身没有皮包裹 露出在外面的全都是 本红色的肉 冷汗不断地从我额头流出 心砰砰地跳个不停 这哪里还是人 明明是个恶鬼 从地狱里跑出来的恶鬼 看到这里 我想要马上离开这里 不过出于良心释然 我想冲出去提醒张屠夫 但自己的衣服被壳拉住 他喃喃自语 又似梦一般地说着 你不觉得他们很开心吗 开心吗 我不觉得 我只觉得一股良意 从脊椎被扩散全身 冷汗打湿我的全身 让我整个人都害怕但极致 此时的我站在这里 静我不是 退也不是 一时间竟然没了注意 静傻愣愣地看着 只见张屠夫抱起孩子后 原本背对着 我的买个那个女人 突然撞过来 转过头 她长得很清秀 只不她眉头都是紧紧皱着 眼色有些呆滞 这让我第一眼觉得 这很好有这点啥 她看着张屠夫 将孩子抱在手里 立马像疯了一样 将那可怖的孩子 一把抢了过来 而且还一脸戒备地 看着张屠夫 那样子似乎就像是 不认识张屠夫似的 这看在我眼中 有些不解 因为我刚刚是看着她 将自己的小孩 递给张屠夫 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这样 不关童 15 第68章 可儿的赠语 那女人一把 将鬼鹰抢了过去 然后原本平静的脸上 满是着急 哆嗦着手 不断地在那眉皮 鹰儿身上摸着 从脸 鼻子 额头 直至全身 最后她眼睛往上一翻 发出一声 凄厉的尖叫 然后居然举起 将手中的鹰儿 重重地向地上摔去 看着她 将鹰儿高高举起 我心中咯噔一跳 不忍地闭上眼睛 我不想看见 鹰儿脑浆蹦践 血染一地的那幕 崩 沉闷而又压抑的声音响起 听那声音 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心中为那婴儿 感到不值 同时也为那女人的无情 而愤怒 缓缓睁开眼 看向婴儿 摔在地上的位置 本以为会看见婴儿 血溅一地的残像 不过当睁开眼睛的时候 居然发现婴儿 没一点事 反而还是好好的 而且还生出双眼 在空中欢快地笑着 那声音 则是张屠夫 扑在地上发出的 只见他整个人 倒在地上 手高高托起 婴儿则是在他的手上 在暗淡灯光下的张屠夫 额头鲜红的血 慢慢流淌 那鲜红的血和婴儿 眉皮粉嫩的皮肤 在灯光下相互映衬 看在我眼中 显得格外刺眼 那女人听见婴儿 那欢快的笑声 浑身颤抖着 然后弯腰 想将张屠夫手上的婴儿 抱回来 可这次张屠夫 没有给他 而是站了起来 将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看着那女人 手不自觉地 摸在背后的杀猪刀上 整个人脸上 表情变了好几遍 最终长长地叹了口气 放在杀猪刀上的手 放了下来 然后走到那女人面前 说了什么 只是隔着太远 我听不见 在她说完后 脸上面露开心的笑容 一手拉着那女人 一手抱着婴儿 慢慢地朝着黑暗中走去 我看着她 朝着黑暗中走 我心中一惊 想要将张屠夫叫回来 不过当我想要去追时 张屠夫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只留下那盏忽闪忽闪的油灯 一直亮在哪里 证实这里发生的一切 看着那盏油灯 想着刚刚看到的画面 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我不知道那女子 是不是张屠夫媳妇 她又是怎么出现在这里 那个婴儿是怎么回事 但张屠夫脸上 那从来没出现过的温柔 以及后面的叹息 实在让我心酸 她这个一生 燃血无数的刽子手 今天居然妥协了 走到那盏油灯前 将她耐在手中 回过头看着可儿 只见她原本没有表情的脸 此时带着朦胧的泪水 那泪水顺着脸颊 一滴滴落在地上 看着她脸上的泪水 我心疼的伸手 将她脸上的泪水抹去 然后长叹一声 拉着可儿走向黑暗的 另外一头 摇娃子 你说她们会一直走下去吗 走在黑暗里 可儿带着有些哽咽的声音 对我说 我举着油灯 看着前面的黑暗 喃喃自语地说 也许吧 也许她们会一直走下去 虽然我不知道 那女人是不是鬼 不过我还是希望 她们一直走下去 但我知道 这仅仅是我想的 因为我知道 牛房终究会被揭开 而那些不该存在的的人 也终归离去 牛房很黑 虽说我此时 手里有了一盏油灯 不过这些许光亮 不足以照亮整个牛房 走在牛房里 在微弱的灯光下 我还是看不清 其他的东西 仿佛这里的黑暗 如同墨水 尽管你划开 但墨水 依旧是墨水 它依旧是黑色的 我不知在这里 走了到底有多久 走着走着都感觉自己 如同傀儡一般 身旁的可儿 没有说话 他只是默默地 跟着我走 一如张屠夫和那女人 可儿 你能找到 这里的出口吗 我看了眼 一旁的可儿 走得实在烦躁的我 实在有些 认受不了的说着 可儿回过头 他看着我说 出去吗 难道现在 不找人了吗 找人 我嘴中嘟囔一句 然后看着 这漫无边际的黑暗 这一刻 我还是害怕了 害怕自己 永远迷失在这黑暗里 我实在是 不想再走下去 不找了 你还想找吗 我抬头看着可儿 只见他脸上 闪过一丝为难的表情 然后看了我一眼说 我先送你出去吧 听他能送我出去 我心中很是高兴 想着终于能走出 这鬼地方 于是我高兴地点头 可儿见我这样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然后拉着我 向着一个方向走着 朝着那方向走 没过多久 我眼前出现 一抹光亮 这突然出现的光 让我心里一个激动 连忙跑了出去 不过我忘记自己 已经在黑暗中 待得太久 我这一出现 强烈地光晃得我 一阵眼晕 然后整个人晕乎乎的 站立不稳 好在尤可儿在后面 他连忙将我扶住 把我平放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 我才缓过来 睁眼看着天上 此时依旧是明月当空 稀疏的星星一眨一眨 似乎正在看我 不过现在 怎么还是夜里 难不成我们 刚进去只有一会 这让我很是不解 因为按照 自己掐算的时间 最起码在里面 有半天那么久 甚至可能更多 不过此时 我也没心情 在乎这些 于是从地上爬开 看了眼可儿说 要不要一起走 等做好万全准备 才进去找你母亲 可儿眼中 满是步的摇了摇头 然后直勾勾的 看着我 将脸靠近 紧接着我直觉嘴唇处 一阵冰凉 整个人如遭雷击 大脑在此时 也陷入空白 我睁大眼睛 看着可儿 她那双眼睛 近在咫尺 秀美的睫毛 轻微地抖动着 特别是她眼角 那颗小小的黑质 看在我眼里 顿声连袭 这一刻有些慌神 等我反应过来 想要推开她的时候 我直觉喉咙 有一股寒流 顺着喉咙 一直流向整个身体 我整个人也似被寒流冰冻了一样 这冰冻连同的 还有大脑 大脑陷入僵硬 然后只觉得眼皮 很沉很沉 像是挂着千斤坠 昏迷了过去 在昏迷中 我似乎看见可儿 泪眼朦胧 用那呼伦不清的声音说 姚娃子 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希望你以后 能好好的活下去 别让自己太累 说完后 她就向着牛房的黑暗里 一直走下去 任我怎样叫喊 都没有用 最后我啊的一声 醒了过来 睁开眼 熟悉的床帘 熟悉的被子 熟悉的躺姿 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此时外面 是漆黑一片不知 此时是什么时候 从床上起来 浑身的酸痛让我 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 最终费了很大力气 才从床上起来 走在房间里 里面很黑 但这不同牛房的黑 这种黑能看见东西 能依稀看得很远 正当我想要出去时 门枝亚一声被推开 只见歪脖子 从外面走进来 看我醒来 脸上满是藏不住的惊喜 看着她我心中 送了口气 再次坐在床上 虚弱地对她说 现在什么时候 歪脖子 走到我面前 然后看着我 叹了口说 你已经昏迷半个月了 听这话 我刚还没觉得什么 不过当我反应过来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候 立马整个人一震 冷汗不断地 从额头冒了出来 于是我连忙抓住 歪脖子的手 声音颤抖地问 刘先生他们呢 歪脖子 听我这么说 脸色有些难看 植物很久 最后长途一口气说 他们进去后就没有出来 包括那群人 听到这话 我脑中轰的一声 犹如一道炸雷 在我上空响起 整个人贪软地 躺在床上 而歪脖子则又说 你能醒来 还是个奇迹 当我将你从牛房外面 带出来的时候 找王老头就知 王老头说你能不能醒来 还得看天命 歪脖子的话响起在我耳边 但此时我已经听不进去 脑中只是回答他刚刚说的话 我已经昏迷了近半个月 他们都没有出来 作官童 第六十九章 刘先生的信 我原以为自己进过一次牛房 这次进去就不会有事 原以为自己能救唐叔出来 原以为 但这一切都只是我以为 一时间懊悔 自责 充斥在脑海 如潮水般将我掩埋 我蹲在床上 蹲着身子 双手紧紧地抱着头 牙齿用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唐叔 张屠夫 刘先生 可儿 这一张张熟悉的脸 回放在我脑海 不过他们都留在牛房中 全都没有出来 这全都是因为我 因为我的自私 嘴唇被牙齿咬破 鲜血顺着嘴唇流过 但我没有任何在意 因为只有这才能 让自己心中的愧疚减少 咬娃子 你别自责了 这都是他们自愿的 没有人强求 站在一旁的歪脖子 看着我样子 好言劝着 但此时的我 哪里还能听进去 脑海中不断浮现 他们那些脸 其实这一切 真的不怪你 都是安排好的 歪脖子 见我还是如此 再次好言劝着 不过这听在我耳中 是如此的刺耳 心中的内疚更深 而且他这话说完 我心里的内疚如同找到宣泄口 抬眼看着 他说 怎么不怪我 如果没有我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不是 我执意要去牛房 刘先生他们也不会出事 歪脖子 见我这样子 叹了口气 接着说 这不怪你 都是他自愿 他进去时 就和我说了 进去时 听到这里 我心中一击灵 想着刘先生 是在什么时候 告诉他 又以什么方式 为什么 我没有听见 我听他这么一说 双手死死地 抓着歪脖子的胳膊 着急地问 你说什么 什么进去的时候 就和你说了 歪脖子 被我用力抓住胳膊 吃疼地退了几步 然后看着自己的胳膊 和一脸激动的我 尝出一口气 过了许久 才开始说 刘先生 他在进去的时候 就和我说过 如果这次没出来 让你不要自责 说这是他选择的路 和你没有关系 他这话说完 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 歪脖子 被我这样盯着 有些不自在地说 这还真不是 我安慰你才说的 当初说这话的时候 你正在打盹 所以没有听见 而且刘先生还说 他如果没出来 让我告诉你 他给你留了样东西 如果你看见 一切都会知道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已经盯着他 想要从他的脸上 看出真假 不过估计 他也被我盯得习惯 所以瞪大眼睛 和我大眼瞪小眼 最终我选择放弃 想着他和我说的话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刘先生还给我 我留了样东西 那东西在哪里了 想到这里我问歪脖子 歪脖子则一脸无奈地摇摇头 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我怎么知道 反正当时刘先生神秘兮兮的 还说这东西你一定知道的 我一定知道 这也太高看我了 我苦笑一声 不过脑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如果刘先生是这样说 那东西肯定放在一个 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而且还是歪脖子 在说这话时 我就会知道的地方 想到这里 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想到一个地方 不过我没有 马上说出来 而是对歪脖子说 自己累了 想要休息 歪脖子 看我这一脸眷容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了句也让我好好休息 走了出去 看着门 在此之下一声被关上 我立马在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在床上不停地翻找 因为如果刘先生要给我东西 那么最终只有一个地上 只有这个地方 他才有可能说这话 那就是我们睡过的床 我在床上胡乱翻动的 最终在刘先生睡的床角处 找到他所说的东西 那是一封用黄纸写的信 在信的外面写着 姚娃子起 我撕拉外面的包装 看着上面断断续续的字 心里很不好受 在信的上面写着长长的一字 姚娃子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 估计我已经不在你身 但你不要自责 因为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当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时 就已经发现了你的不凡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平常人 我曾想推算你的命格 但最后只能算出 你的前面是一片雾霾 刚开始时 我还没觉得什么 不过当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后 我就开始留意你起来 直至那天全村家禽 莫名的死亡时 我是真的怕了 所以想要离开这村子 不管这里的一切 可当我走到半路 良心不忍的 我又转身回来 想要将你一起带走 可当我进来后 发现你并没有事 反而李大奎莫名的地死了 这事情让我一惊 所以我开始慢慢调查起你 调查你爷爷 调查这整个村子 可是随着我了解的越深 心里就越是恐慌 因为这局部的实在太大太大 那时我想过退出 可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局里 已经没有退路 所以那时只能帮你 将所有的事情弄完 可渐渐的 后面发生的事情 越来越离奇 也越来越让我看不透 这让我心中的害怕 再次涌现 所以方式 我也不想在这村子里 所以选择退出 不过又不甘心 就这样 所以我就藏在后面 想在后面看看 到底是谁 操纵着这一切 这才有我那几天的消失 在幕后的那几天 我将所有的事情梳理一遍 发现有这不局之人 很有可能在我们身边 所以在你爷爷坟头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 可那时已经完了 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更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出来 信者到这里就已经完了 我本以为他会告诉我什么 可是看完整封信 都是刘先生在安慰我 我原以为刘先生早已经准备好 原以为他早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 可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 如果他不来这村子 如果他没有认识我 那么他现在一定会过得很舒服 隔三差五 等人看看风水 自己空闲的时候 去田里忙活一阵 但这世上没有如果 也没有后悔 此时所有的情绪笼罩在一起 以致我感觉自己就是我一个灾星 只要靠近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 想到这里 我用力砸在床上 直听发出砰的一声 震得整个床不停地晃动 也在这晃动的时候 从刘先生的信里 突然掉落一张想符咒的纸 只不过上面只写着这么一句话 去找你爷爷 看着这话 我心里一个机灵 找爷爷 难不成这是刘先生的提醒 或者说这一切和爷爷有关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发现现在所有的事都陷入糊涂 而如今唯一的办法 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去爷爷 爷爷早已经死去 不过我还记得他死时 那恐怖脸以及火化 怎么刘先生还让我去捏爷爷 难不成当时他也看见了 对于这话 他们两个都没有回答 不过找环的继续走着 最后想到一个地方 就是去他坟头 想到这里 我立马从床爬起来 穿上衣服急匆匆地 向着外面走去 外面很黑 今晚没有月亮 而且狂风呼呼地 刮个不停 吹得路上的大树 发出哗哗的响声 走在小路上 听着四周恐怖的树叶声 一个人默默地 走向爷爷坟头所在的地方 路过水田 跨过水田 走过黎沈坟头 看着黑暗的对门山 心里有些犹豫起来 在哪里站了很久很久 最后我还是硬头皮 走了进去 联系尹坟头 感谢尹坟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